欢迎收听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罪 演播 苏子 第362集 白卓竟然还在抛根问迪 你当他们会跑过来像你这样看个仔细吗 咱们就给他看一眼 然后直接扔掉不就完了吗 他们看到盐后啊 哪还会想着这撕盐还是惊盐呢 宋无牙没好气的说道 这白卓的理解能力也实在是太差了 白卓点了点头 宋无牙也懒得再和他说什么 直接就来到了城门口 这些盐商还真是有心 竟然一直跟着他们离开了城外 直到宋无牙两人来到马场的时候 他们还跟在后边 宋无牙 您来了 门口的仆人立刻将宋无牙施礼 宋无牙急忙拦住他们了 行了 不用成长 说完这话 仆人这才没有施礼 这时候宋无牙又叮嘱道 这后边有几个家伙跟着我们的 都是来找本官办事的 本官懒得理他们 到时候他们来问起 你就随口糊弄几句 就说是牛老爷的朋友 牛老爷送了本官一匹好马 过来看看 好的 想得明白了 那仆人立刻点头答应 宋无牙交代的事情 他们自然会照办 更何况宋无牙这话说的没有一点破绽 他们也不会有什么疑惑的 两人进入了马场 那身后跟着的言伤 立刻就追了上来 小哥 刚刚进去的那两个人来这里干什么呀 回首的言伤一上来就直接询问 那仆人听到这话 顿时不屑一笑 那是我们牛老爷的朋友 前些日子牛老爷送了那两位公子一匹好马 他们是过来看马的 仆人这话一出口 其他言伤就怒了 干嘛 你骗谁呢 你来这里看什么嘛 这副凶悍的样子 就差和牛家马场的仆人打起来了 好在为首的那个言伤 还算明白是你 急忙拦住了其他人 好了好了 这地方怎么也进不去 还是先回去吧 大哥 你没听他们说出来 这里干嘛的吗 你瞧那混蛋说这话 他当时混弄傻子吗 看嘛就对了 要不然他还能说什么 说是来这里看四眼的吗 他们怎么可能承认这事情 不过这两人来到了这里 轻轻松松进去 而牛家的人又帮着隐门 这就足以说明 那两个人在厂楼所说的话可信了 那咱们就这么回去了 还能如何 先回去再说 想必他们一会儿也会回去的 说着 这些言伤一个个转身离去 又向南投线而去 而此时 宋雅与白卓进入了麻场内 白卓立刻就问 雅雅秀 你怎么不让他们说 我们是来这里看四眼的 看什么四眼 你当牛家的这些下人都是什么人 咱们说什么他们就会做什么吗 更何况 咱们要是说了四眼的事情 到时候这些言伤聚集在这里 和牛家要四眼的话 那咱们不就直接录信了吗 宋雅美好气地责毁了白卓一句 随后又到 走吧 咱们进去洋装室吊帅下着火的事情 待会儿回去就是了 好吧 白卓深些了口气 点点头樱倒 就这样 和白卓说好了之后 两人在麻场内 装模作样地询问了一些 关于失火的事情 最终也没有问出个什么来 就离开了麻场 孟雅秀 那些言伤不见了 刚刚从麻场里出来 白卓立刻四处张望 却没有发现那些言伤的踪迹 他们定是回程了 难不成还在这里等下去吗 反正这里距离县城也没有多余 我想他们多半在城门口等着呢 宋武雅倒是不以为然 他反而觉得这些言伤既然跟到了麻场 那必定不会这样轻易离开的 所以他知道那些言伤一定还在城门口等着呢 果不其然 两人不多时回到城门口的时候 确实就看到了之前跟踪他们的言伤 两人一脸欣喜地进入城内 直到进去之后 察觉到那些言伤跟上来之后 宋武雅这才突然慌张起来 该死 刚刚只顾着说话了 手里还捏着一把言呢 都忘记扔在外边了 宋武雅左右看着周围人 慌张地对白卓说道 白卓扭头看了看 然后道 那边不是有个茶铺吗 咱们要杯茶水 然后把盐融进去 破掉不就没事了吗 说着 宋武雅摊开手掌 看着手里的盐 嘖嘖称赞道 这还真是一把好盐的 难怪牛老爷要咱们出那么高的价格 这次虽然多花了一些 不过还是可以再撞回来的 说话的功夫 两人就坐到了茶摊上 要了一壶茶水之后 立刻就把一把盐 扔进了杯子里 搅动了几下之后 直接就泼在了地上 这茶水一泼 宋武雅与白卓扔下银子 起身立刻就离开了 欧雅秀 你说咱们之前暴露了客栈的位置 这些家伙会不会跟着过来呀 白卓突然间有些担心地问道 若是他们调查清楚了咱们的身份 那事情不就暴露了吗 放心吧 我想他们不会调查了 而且即使他们调查出了咱们的身份 那也没事 反而会更加加深他们的念头 毕竟咱们的身份可是钦差 如果只是一般的印象 如何从牛老爷的手里拿到这批货呢 哼哼 宋武雅微微一笑 对白卓所担心的这件事情没有丝毫的担心 听到宋武雅这样说 白卓才听见头 放下了心 而身后的那些言商 并没有跟着他们继续 反倒是留在了茶铺上 大哥呀 他们刚刚在干嘛 同行的言商 看着刚刚宋武雅他们所做的一幕 很是不景 可是为首那人却看得听清楚楚 听着这样的询问 当即美好气的说道 没看到他们手里捏着一把言吗 说这话的同时 这人见宋武雅他们走远 而茶摊老板正要过去收拾 立刻一个剑步走到根据 慢着 他这么一刻 把茶摊老板给搞糊涂了 还没等茶摊老板 想要询问怎么回事的时候 这为首的言商 直接伸出手指 在刚刚宋武雅他们用过的茶尾里 抹了一下 茶摊老板看到这行情 急忙道 哎呀这位客官 这茶水可是刚刚别人用过的 要是想喝茶 一小的给你晃干净的 这言商不由分说 直接把手指放进了嘴里 随即呸得一声脆了一口 哎真闲啊 嘴里说着 脸上却得意地笑了出来 抬手一招 就带着那几个人向外面走送 茶摊老板看着这一幕 完全不知道他这是在干什么 见他们离开 没好气道 确实行 而且是仙子发慌 搞什么鬼 离开了茶摊 那几名言商并未追着 送为他们两人而去 反而是转了个弯 去了其他的地方 不多时 这几人就来到了一个院子前 敲了枪门之后 院门打开 就直接进去了 进入院内 为首的银商 立刻询问 虎哥呢 在屋里 院子里的人说了一声 并不再理会了 那几人直接进入了屋里 立刻就向屋内的人说道 虎哥 这牛家把咱们全都给耍了 那仓库生火 他们说盐都被烧了 其实他们还有一批私盐 就藏在城外的麻场内 今天要不是遇到那两个小子 我们还真发现不了这一点呢 哦 有这样的事情 你可调查清楚了 可不要被别人给耍了 屋里坐着的中年男子 听着这话 轻描淡写道 哎呀 千真万确呀 我们一路跟踪 那两个小子也并未发现 他们的行踪我们一清二楚啊 不仅如此 他们还从麻场内带出了词言 这都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事实 为首的言声急切地说着 好像生怕这五爷 不相信他所说的话一样 五爷听着点点头 好 五头 既然你这样确信 那么这件事情 我就交给你去做了 我想你一定会把事情 办得漂漂亮亮 你说是吗 东西五爷信任 您就放心吧 这一次 我整保让他牛家叫出词言了 我头一口答应下来 可见他心中应该是有了办法 而此刻 宋雅与白竹两人 并未直接回到客栈 而是在街头的茶坡上继续坐着 雅秀 怎么就坐在这里 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白竹看着周围 这些人可全都是言声 搞不好被他们给认出来 说不定会出什么意外 宋雅摇了摇头 你就放心吧 咱们在这里等着看好戏吧 看好戏 看什么好戏啊 难不成咱们刚刚去了马场 这些言声之后 就会去马场围夺 白竹很是疑惑 不过他也清楚 现在能看什么好戏 也自然是那些言声 围攻牛家马场的事情 宋雅点点头 他等的还真就是这件事情 两人说话的功夫 很快这就不远处 就风风活活跑了一人 大声地喊了一句 各位同行 大家听我一言 这下子 在座的言声 立刻将视线看向了那人 那人间众人都注意过来之后 立刻就对他们说道 这该死的牛家 他们将视线残在了马场内 不给咱们 让咱们在这里干耗着 如今咱们可不能在这里干挡着了 再这么挡下去 这一趟四园 走成了只把轻易白转了 大家勤勤协力 咱们现在就去牛家的马场 堵着他们 让他们将视线放出来 也不会骗我们的吧 这牛家的仓库都已经烧了 怎么还会有四园在马场内呢 这些言人上听着这个人的话 并不相信这事情 那人立刻就解释道 哎呀 这是见证万确的事情 你以为昨天马场 是否是什么原因 那正是有人去调查四园 是否藏在马场了 还真是被调中了 那些四园 就藏在马场内 他们灭活都没有敢用水 而是用的是泥土 也不知道他是真的知道 还是随口想念的 在座的这些言人上 原本是不相信的 可是这话一出 他们一个个都露出了 诧异的声情 显然他们都动心了 管他呀 是真是假 咱们跟我去看看就是了 不知道是谁喊了这么一句 很快所有人立刻起身 就跟着向外边走去了 看到这个情形 白竹 欣喜的 这些家伙 还真是急切啊 咱俩刚刚做些放出消息 他们就立刻跟着过来了 但真是够麻烈的呀 那还用说 他们现在一时半刻 都不想多等了 毕竟在这样等下去 每一天的开销 可都是不少呢 这些言商虽然有钱 可也不可能就这样 在这里耗下去 毕竟他们是来这里赚钱的 不是来这里花钱的 你说他们能不着急吗 更何况他们也很清楚 这牛家的私言 即便是有存货 那也绝对不会有太多 绝对不是人人都有份的 所以要赶紧过去了 对于这些言商的心态 宋无牙 好像揣摩得很是透彻一样 将他们的心思 全都给说出来了 很快热闹的茶摊 就剩下他们这两个人了 那茶老板 看着都觉得奇怪 皱着眉头 看向那些人 直奔城门口过去 两位公子啊 你们怎么还不跟着过去啊 茶老板一边收拾着桌子 一边看向宋无牙与白竹 问了一句 宋无牙微微一笑说道 这些人可全都是言商 他们去干什么 和我们可是没有办哪关系啊 我们过去干什么 也只能是看热闹了 再说这热闹也不好看啊 没听说他们是 搬着牛家马场去的吗 前几日不是在牛家的门口 还死了个言商吗 我可不想跟着这些人 热闹没看到 自己反倒成了 别人眼中的热闹 公子说的是啊 说的是啊 那些事情啊 我也听说了 这种事情还真是难保啊 茶老板也很认同宋无牙的话 这时候他不认同还能怎么着 毕竟他这里的生意 一眨眼的功夫 就剩下他们两个客人了 要是全都走了 那他还做什么生意 宋无牙与白竹没有起身 不过这目光 向着城门口的方向看了一会儿 却是看到那些言商 全都向着城门口的方向去了 吴亚秀 咱们接下来 该干什么 白竹知道 这个时候他们绝对 不会就在这里看着 肯定还会做其他的事情的 那是自然 先让他们去闹 喝完了茶水 咱们去找渔春 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宋无牙微微笑着说道 这些言商去闹市 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不过现在宋无牙担心的是 那些假冒的官差 会再去那个地方闹市 所以告知一下渔春 到时候也能够多少控制一下 原本 宋无牙就是要让事情越闹越大的 可当 也要有个限度 如果再死了人 只怕到时候这言商 对牛家彻底失去信任 那他可就不合拍事了 所以这事情 多少还是需要控制一下的 很快 茶水喝的差不多了 宋无牙也估摸着 现在多数的言商 都已经向着马场过去了 他们再耽搁下去 只怕真的要让那些假冒的官差 给钻了空子 两人付了茶钱之后 立刻向着县牙的方向而去 余大人可在 来到牙面前 宋无牙直接询问 牙一点点头后 还没说什么 宋无牙与白竹两人 就直接进去了 宋大人 您怎么来了 可有什么事情 需要交的下官去做吗 渔春看到宋无牙之后 立刻询问 他知道 宋无牙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宋无牙点点头 便当 余大人 赶紧带人去城外马场吧 刚刚宝宫看到 不知道是什么人 突然拉拢了不少的言商 向着城外马场去了 还说什么城外的马场 藏了不少私言 他们要去那个地方拿货 什么 于春听到这话大惊 不过一转瞬的功夫 于春脸上吃惊的身上 就恢复过来了 无妨无妨 大人不必担心这件事情 那马场那呀 可没什么私言 他们是拿不到的 最多也就是在那里闹事而已 哎 于大人 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你可别忘了牛家门前 刚刚死了人这事情 这些言商闹事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可是如果那些假冒的官差 再次出现 只怕还会有人死在 牛家马场的前面了 到时候这事情 可就不好说了 只怕到时候选出舵主 也无惧于事了 宋无妙 话说到了这般严重的地步 于春这才反应过来 脸色骤变 立刻应声 宋大人 宋大人说的是 下官这就召集人马出城 于春说着 就扔下了宋无妙与白竹 立刻找来了官差 就准备向城外而去 看着于春方方活活地离开之后 白竹才问道 无妙兄 如果那些假官差真的出现 那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到时候 不用选举舵主 你不就正好摆脱这件事情了吗 话虽然是这样说的 可那样的话 事情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到时候咱们可就不好办事了 宋无妙 向白竹解释了一句 他自然有自己担心的事情 白竹点了点头 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不过他却突然又到 那于春去城外 咱们真的不跟着过去吗 就在这等着 是啊 难道你想去城外吗 到时候被人发现了 找咱们算账 到时候混乱之中 难免会对咱们不利 宋无妙 也想跟过去看看 不过却有些不敢 已经出去太冒险了 如果被人打一顿的话 那就是小事情了 如果被这些盐商的人认出来 那这事情可就麻烦了 他们必定会成为众师之弟 要知道 山洞放火 还有现在躲在牛家马场的事情 这可全都是他们做的事情 想必那些做这些事情的盐商 也一定就在这个地方 到时候 这些人将所有的矛头指向他们二人 只怕牛家立刻 就会变成第一个教训他们的人 唉 这让我心里 可真是不痛快呀 现在真想过去看看情况如何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三百六十三集 白竹一领失望地说着 宋模样也懒得理会他了 反正他们不能过去 现在哪儿也不去 离开县衙之后 直接就回到了客栈内 这时间过去了不少 眼看着就要忘完了 那些盐商 刺客聚集在牛家的马场前 只怕不会像上司那样 直接嚷嚷几句就完事了 估计一定会想办法冲进去 然后寻找思言是不是在牛家马场内 只是宋无牙现在有些担心 这思言会不会已经被牛家的人给转移了 不过他觉得时间上好像并没有那么快 毕竟这才刚刚过去半天的时间 牛家再怎么快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那些思言 劝头运出去 解决无非就是这么两种情况 宋无牙也只能希望结果是他所想要的那一种了 回到客人之后 两人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合作 宋无牙找了本书 独自看了进来 而白卓却将最近发生的事情整理出来 全都记录在案 白卓确实有心 自从他说要将宋无牙办案的事情 全都写成书之后 很是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宋无牙自然也不会让白卓白费这一番苦心 但凡白卓向他询问的细节 他都努力地回忆着 然后告诉白卓 从来都不觉得烦躁 时间过得很快 感觉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这外边的天就已经黑了 此时此刻 城外的情况如何 他们还不知道 不过这心里确实是很着急的 喊来了司徒文和小桓 四个人下楼吃饭 这挺大的客栈里 竟然没有几个客人 宋无牙他们四个坐下之后 司徒文与小桓 立刻就觉得奇怪了 怎么今天晚上 吃饭的人竟然这么少 难道这些严商 全都离开这里了 司徒文诧异地看着眼前的情形 问了一句 他这么一问 宋无牙与白卓两人同时笑了 一本正经的司徒文 问出这个问题之后 看着白卓与宋无牙 竟然同时笑了 他立刻怒道 你们两个 我可是在说正经话呢 笑什么笑 司徒小姐 我们实在是忍不住啊 白卓一旧笑着 顺便解释道 这些严商 没有离开这里 只不过 他们去了城外 办件事情而已 去城外办事情 你们怎么知道 办什么事情啊 司徒文 这一下更加的好奇了 白卓又解释道 我们自然知道了 因为这可是我们一手策划的呢 他们现在 正在城外的牛家的马场闹事呢 在牛家的马场闹事 你们想干什么呀 司徒文 看着他们两个很是不及 该不会这就是乌鸦 你想出来 拖延牛家选举舵主的办法吧 对 没错 就是这个办法 这样一来 牛家被这些严商缠着 只怕也顾不上其他的事情了 宋鸦顶头确认这事情 那现在情况如何了 司徒文 立刻关切起 这件事情来 面对他这个问题 宋鸦与白卓 两人面面相觑 同时摇头 这 可不清楚了 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了 只能等着看这些严商回来之后了 你们也不知道情况啊 司徒文 有些吃惊 也有些失望地说道 是啊 这一切都是我们在导乱 要是跟着过去看热闹 被他们给认出来的话 那我们小命就没了 所以后边的情况 我们是不知道的 宋鸦解释道 原原本本地 说给了司徒文听 司徒文点了点头 他知道宋鸦说的在理 所以也没有再问什么 这吃饭的时候 看着周围没人 还真是觉得够奇怪的 不过 这个时候已经不早了 再过一会儿 只怕城门就要关闭了 可是这些严商还是没有回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担心终究不是个办法 宋鸦他们也只能按耐一下 心中的担心 吃起来饭菜 正当他们饭还没有吃完的时候 这外边的街道上 传来了一阵阵嘈杂的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宋鸦顿时就笑道 哈哈哈哈 看来呀 他们已经回来了 这下咱们就知道 外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真是 白竹惊喜道 他说这话的同时 外边就有人陆陆续续的进来了 很快这空空荡荡的大堂内就坐满了人 这些人回来之后 一个个招呼着店选而上菜 随即便开始议论起来了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有人假冒棍差 哎 看来咱们吃钱呢 是赞得误会牛家了 一名言商 在宋鸦他们身旁坐下 开口就说起了这件事情 听到这话 宋鸦几人顿时眉头一紧 还真被他给说中了 那些假冒的官差 竟然又去捣乱了 是啊 不过 那余显里扯开其中一人的青口 怎么我看着 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呢 另一个人 也跟着附和了一句 什么黑乎乎的东西 那是一个黑色的鬼走印 你没听于县令说吗 那是无量教叛贼的印记 这些人是无量教的人 他们想要从中得力 所以才调解了咱们和牛家的矛盾 第三人 听清楚这件事情的缘由了 立刻给其他几人说明了 其他几人 显然都在人群后背 并不怎么清楚这件事情 此刻听了也是一脸的哑然 而一开始说话那人 又说道 不过呀 话虽然是这么说的 咱们之前是误会了牛家 可有一件事 那也是千真万确的呀 这牛家呀 确实是给马场藏了诗言 这次看他们怎么解释 是啊 听说仓库里的四言被人盗走 现在可好 感情是他们自己搞出来的鬼 我的 还是骗咱们的 这几人几句话的议论 究竟将今天的事情说了个大案 他们几个也就回到了房间里 而听到这些事情的宋乌鸦 心里高兴不已 他忍不住压制声音 边走边对他们说 这些好了 这结果是我最想看到的 没想到老天 都这么帮咱们 是啊 两边的事情 全都牵出来了 这下子抓到了无量教的人 想必他们多少 能够得知一些 关于无量教的见所了吧 白竹 期望的更是高得出奇 他这样的期待 宋乌鸦可一点都没有 立刻摇头道 白竹 你又不是第一次 和无量教交手了 难道你觉得这些人 会吐出无量教 接下来的计划吗 我看未必 这块他们根本不知道 或许知道也不会说的 之前的监狱中 不少抓获的无量教成员 全都被秘密地杀害了 我看哪 这一次的结果也是差不多的 那怎么赶紧去找余线令 和冯慧云未然呢 白竹顿时紧张了 宋乌鸦 却又摇摇头道 这恐怕没有什么用处 反倒会让不少官差因此丧命 要想拿无量教 光靠这点手段还是不行的 宋乌鸦说得很是从容 好像对这件事情 早已经看透了 并非是他长无量教气势 灭自己威风 而是这样的事情 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 他不想让这些官差 在做无谓的牺牲 所以还是没有听白竹这个建议 可白竹好像还是不愿意 就这样放过无量教 他再次道 那我爷兄 你想个办法呀 咱们总不能 就这样让无量教 为所欲为吧 那咱们也太没面子了 这样的话 还怎么对得起 圣圣交给咱们的差事啊 要说宋乌鸦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是不可能的 只是他实在是 想不出个什么办法 毕竟这些无量教的成员 实在是中毒太深 他们要不就是不说 要不就是自杀 反正结果对他们 都没有什么好处 如今抓了几个人 这些人都是无量教 最底层的人员 想要从他们身上 得知一些线索的话 那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办法 那该用什么办法呢 射套 再抓几个无量教的人见来 那可是没什么意义的 而且这些官差 未必能够对付 这些无量教的杀手 更何况 他们的手段 你也是非常清楚的 那种毒药 只怕瞬间 可以要了全部人的性命 宋乌鸦无奈地说道 我前想要对付无量教 他们的手段 实在是太少了 这样追查来追查去 却总是抓不到无量教 只能一点点的蚕食 他们的力量 当然这样的进展 确实是有些太慢了 可有 总比没有枪吧 不仅如此 宋乌鸦他们还很清楚 无量教 或许马上就举世了 留给他们的时间 确实不是很多 可即便是明知道这一点 他们也丝毫没有办法 难道 难道真的就要看着无量教 这样为所欲为吗 白卓很是气愤这件事情 他现在巴不得 立刻将无量教揪出来 然后彻底磨杀掉 对了乌鸦 突然间 司徒文开口说道 既然这些无量教的成员 问不出个什么来 我们为何不用他们来 做场交易呢 交易 和谁交易 宋乌鸦听着也是一愣 司徒文这话 说得太让人无法理解了 还能和谁 难道和无量教吗 当然是和牛老爷了 司徒文 俏颇地笑着 现在听到他这么说 别说是白卓了 就是宋乌鸦都想不明白 司徒文这话中的意思 和牛老爷 白卓夸张道 司徒小姐 你有没有搞错 这些人现在本来就在牛老爷的手里 你还用这些人作为筹码 来和牛老爷做交换 你觉得他可能答应吗 你怎么说这些人就在牛老爷手里了 我说呀 他们是在咱们的手里 司徒文摇了摇头 微笑着说道 无量教的事情 你和乌鸦第一天去牛家的时候 不就和牛老爷说过了吗 所以说 这无量教的事情 就是你们的事情 也是皇上的事情 难道他牛老爷 还能不答应吗 司徒文话说到了这里 宋乌鸦突然间就笑了 他这个时候 才算是明白过来 司徒文话中的意思 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看到宋乌鸦发笑 司徒文微笑着看着他 而白卓 则是表现出一脸的错愕 完全不知道 宋乌鸦他们怎么突然就笑起来了 乌鸦笑 你笑什么 难道 我说的不对吗 白卓诧异道 回到房间之后 他们也不用担心自己说的话 被别人听去了 所以这些话 也就直接明白地说起来了 宋乌鸦摇摇头没说什么 看向司徒文道 白卓 少安无躁 这件事情还是让门儿 接着说下去 到时候你就全明白了 好吧 白卓深些了口气 不再多问 司徒文 这才要接着说道 所以说 这无量教的人 就是咱们手里的人 如今虽然说 是被愚春给抓进去了 可他也仅仅是帮着咱们代劳 如今这牛老爷 口口声声说 他们和无量教 没有任何的瓜葛 那咱们现在 就从他手中要走这些人 这样一来 也正好可以看清楚 这牛老爷和无量教的关系 另外也可以在这些人的身上 做文章 引出无量教来 那这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呢 我看这些人 未必能够引出无量教 白卓忍不住 又打断了司徒文的话 反驳了一句 听了白卓这话 司徒文摇着手 说道 引出无量教的人 可不是这几个 被抓的无量教成员 而是牛家 牛家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刚刚不是还说的 由这些人做交易吗 怎么现在 又只能 牛家引出无量教的事情来了 白卓忍越听越糊涂了 根本等不及司徒文 把事情原原本本说出来 就忍不住的一次次的打断 宋威亚在一旁是看不下去了 当即派了他的肩膀一下 说道 白小 你多少有点耐心 行不行啊 现在玩儿说的话 还没有你说的多呢 你耐心的听下去 你就明白了 问你这么多干什么 被宋威亚再次说了一遍 白卓不好意思的 颠颠头闭嘴了 司徒文 这才又开口说道 我看乌鸦现在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了 不过白卓 你反应可真是太差了吧 我都快要把事情说明白了 你也没有点联想 无量教来这里干什么呀 还不是想要接手 牛家在这里的四言生意 你想 除了牛家 还没有谁把他们引出来啊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白卓这才恍然大悟地 说了一句 不过 他还是不清楚 司徒文的这番话的背后 究竟要怎么去做 司徒文 依旧借着刚刚的话题说道 牛家如果依旧想要控制这些四言的声音 那他们就必须要和无量教崩掉 不管他们原先是什么样的关系 现在牛家抓着这个机会 可以主动出击 让无量教来和他们谈判 不管谈不谈得妥 都无所谓 反正咱们要的就是牛家和无量教街头 这样一来的话 无量教就会更直接地扯入这件事情里面 他们要露出的破绽 就会更加地多 哦 我明白了 我知道司徒教解释怎么想的了 白卓 到了这个时候 才算是彻底明白了司徒文的意思 宋无牙 颠颠头道 这件事情倒是可以去做 反正这些无量教的人 在咱们手里也没什么价值 是啊 司徒文和白卓也顶头说道 三人说着这件事情 一旁的小桓突然提醒道 姑爷 不是一开始说 这些假官差是那些严商搞的鬼吗 怎么现在又是无量教的人了 小桓这突然的一句话 让宋无牙三人 同时愣住了 宋无牙顿时皱眉道 是啊 怎么把这件事情给落掉了 那这件事情和那些大言商 没有关系 白卓也是皱眉说道 这件事情可就不好说了 宋无牙心里琢磨着 他觉得事情原本应该就是那些大言商搞的鬼 可现在 竟然并非是大言商搞的鬼 这让他有些忽略起来了 一旁的司徒文立刻到 莫非 那些大言商选择直接离开 没有打算和牛家过不去 或许 那些言商并不畏惧牛家 他们只是选择离开 白卓也跟着参和离境 可他这么说 宋无牙 却摇了摇头 如果他们不畏惧牛家的话 那就不会离开了 不会离开 那多主的死 白卓更加的诧异了 对 宋无牙突然惊呼 没错 或许他们真的没走 今天这件事情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听人就搞得这么大 看来这背后 一定是有人给他们做主的 如果只是一些小言商的话 即便是他们拉帮结派 那也不至于敢对牛家这么做的 难怪之前牛家说过 他不想惹麻烦 当时我们还以为 他不想对这些小言商出手呢 可是现在看来 他或许指的是 这些小言商背后的大言商 欢迎收听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这时候 宋无牙感觉自己想明白了这件事情 牛家担心的并不是这些小言商 而是那些大言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些大言商 并非是离开了这里 而是还在这城内 这些人们所议论的大言商离开的消息 或许就是他们故意放出来的 想到这里 宋无牙深一些的口气 说道 看来 这些大言商 也不是简单的决策呀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即便是没有了做主 他们也照样可以继续完成他们的计划 从这些已知的线索中 宋无牙觉得牛家和无量教联手的事情 未必是不可能的 而他们要共同对付的人 竟然是这些大言商 可这样也有些说不通啊 无量教的事 只怕未必会害怕这个 即便是牛家和大言商两伙势力联合 他们也用不着害怕 毕竟他们的人缘不全国 到时候这私言的销售 根本用不着这些言商去做 他们自己的人就可以完成了 看来怎么一开始就怀疑错了 无量教应该是真的没有和牛家连水 经常的事情 加上那天牛家门前杀人的事情 或许 这就是无量教在村中捣乱 他们的目的 是为了让牛家和言商自相残杀 宋无牙一开始忽视了这个事情 他心中将那些假官差和大言商联系在一起 今天抓到了假官差之后 确认了他们的身份是无量教的成员后 宋无牙竟然没有反应过来这件事情 说到这里 宋无牙不得不向小桓称赞了 小桓 你这话可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 我也没有反应过来这件事情 看来这三方势力 都是各自为战 他们根本就没有联合起来 那如此的话 那咱们和牛家的交易 就会更加的顺利了 司徒文顿时笑道 他说的没错 之前他提出来 用无量教的那些人 和牛家来做交易 现在正好可以不用担心其他的了 原本还准备用这些人试探一下呢 现在用不着试探了 宋无牙点点头说道 那咱们什么时候去找牛老爷 白竹再次的着急了 他这个着急的性格 可是怎么也改不掉了 不过说起这件事情 现在确实也该抓紧点时间了 咱们现在就去找牛老爷 今天晚上 就将这件事情给敲定 宋无牙立刻起身说道 事不宜迟 无量教的人 随时都可能出手 将他们的气子扔掉 两人说着 就已经向楼下走去 穿过大堂出了街道 立刻向牛家而去 来到牛家 这次不用再给别人做戏 直接就进去了 没想到的是 不仅仅是牛老爷在 就连愚春也在这里 宋无牙人这么晚来访 不知宋无牙何事啊 牛老爷正在和 于春商量着事情 此刻看到 宋无牙与白竹的到来 立刻起身询问 宋无牙找了个地方 直接坐下了 看着牛老爷笑道 牛老爷 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还能为了什么事情啊 还不是今天刚刚发生的事情吗 嘿 说起这件事情 牛老爷顿时就叹气起来 说来也奇怪 这究竟是谁 怎么总是和我们牛家过不去 也不知道牛家仓库 曾放自言的事情 是被谁给走路出去的 听着他的抱怨 宋无牙 却直接兴师问罪 牛老爷 这事情如你之后慢慢考虑 不过 本官来此 倒是想听听看 对于思言的事情 牛老爷如何向本官解释 牛老爷和于春 听到这话之后 两人顿时一浪 他们不是傻子 哪能不知道宋无牙要问什么呀 脸上露出了慌张之色 可见在这之前 他们还担心宋无牙询问这件事情呢 看着他们两人脸上 那尴尬的神情 宋无牙冷冷地等待着 宋大人 这件事情 没有向您说明 实在是老夫糊涂 老夫如此做 也是因为无量教 哪帮恶贼 所以担心事情走路消息 这才没有如实告示大人 牛老爷没办法 只能向宋无牙解释了一句 好 是吗 这么说来 牛老爷早已经知道 无量教对你们出手了 那当是本官的一句提醒 可谓是多此一举了 宋无牙 没有就此作罢 抓着这件事情不放 让牛老爷和于春无奈 他们两个听着宋无牙这话 终究还是点了点头 那好 那不妨让本官听听看 你们原本是怎么打算的 是不是当时把本官 也给算进去 明着按着两头对付 然后从这泥潭中抽上而去 把本官和无量教 直接甩在这里 宋无牙 再次向两人逼问 这一次的问题 说得更加的严重 被宋无牙这样的逼问 牛老爷和于春 实在是没办法回答了 他们两人此刻额头上 也都冒出了冷汗 显然这话 宋无牙不是随便说说 而是郑重他们的心理 怎么 看两位这不说话的样子 怕是被本官给猜中了吧 宋无牙见他们两人不说话 当机冷冷说道 宋大人说笑了 本官怎能有这种想法 于春当先做出了表态 这话说得未免也有些太假了 宋无牙又将目光 看向了一旁的牛老爷 等着牛老爷开口 牛老爷也不知道 该怎么解释这句话 听着于春这么说 也立刻表态 宋大人 可不要乱想啊 名鬼为朝廷钦差 就是给老夫一百个脑袋 老夫也绝对不敢 对你有其他心思的 今晚来到这里 宋无牙原本就不是来这里 兴时问罪了 如今 之所以用这个作为开场 无非是想要给牛老爷 和愚蠢两人一点压力 好让他们明白 宋无牙可是知晓了一切 宋无牙短暂的沉默之后又到 行了吧 大家都是聪明人 牛老爷也用不着糊弄本官 本官如今也不想追究这些事情了 毕竟这都已经过去了 不过 本官还是提前和两位说明一下 这早晨还说要让本官帮着选举舵主呢 可是这背后却要再算计本官 这样的事情还是要少做 若是本官翻脸 只怕事情会超出二位的预料 现在 宋无牙反正已经 该说的都已经说出来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威胁的意思 可已经明显到不能再明显了 牛老爷和于春两人听着 这脸上的表情也是尴尬不已 早的人说的是 老夫必定谨记 这时候 宋无牙都已经说过 不追究了 那牛老爷他还能说什么 只能顺了宋无牙的意思了 宋无牙点点头又道 今日本官前来 是想问问那几个假官差的事情 假官差 愚蠢一惊道 这事情 下官还未来得及 向宋大人连禀告呢 这些人正是无量教的爪牙 他们的胸口 全都有那个黑色的鬼爪印 宋无牙抬手 示意愚蠢停下 这事情本官已经执行了 只是不知道这些家伙 可说过什么吗 本官的目标是无量教 这可是黄山 和你们的事情没什么关系 所以这些人本官有用 还望愚蠢大人代劳 让他们吐露些实情物 这 愚蠢蠢 脸上露出南色 这恐怕 让宋大人失望了 并非下官无能 只是这些家伙 嘴实在是太硬了 根本不说任何的话 下官用尽了办法 也没能让他们说出 无量教的 支吟片语了 这一点 这一点本官早已经想到了 所以今天夜里 才来到了牛府 宋爷点点头说道 他们两人一听宋爷这话 脸色一变 牛老爷立刻道 这么说来 宋大人已经有了办法 这是来找老夫商量的 嗯 就是这样 这些无量教的叛贼 个个都中了毒 让他们说明实情 恐怕很难 所以 现在不得不用些计量了 于大人一会儿就去放了他们 让他们回去带句话 就说牛老爷 要找他们商量私言的事情 宋无牙 直接将自己的意思说出来了 牛老爷一听这话 顿时一惊 宋大人 您的意思 该不会是想要让老夫 将私言的生意 直接交给他们吧 嗯 交给他们 未免太便宜他们了 本官要的 是将他们一网打尽 可不是想要让他们 发展得更加庞大 宋无牙摇摇头 牛老爷完全可以放心 这件事情 绝对不会损坏你分毫利益的 反正这些人不肯说话 留着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即便是杀了他们 那无量教的人 还会再出现他 所以 用不着这么费事 要无量教的人愿意出面 和牛老爷商量事情 那他们就被咱们 掌握了一半了 到时候 也可以更好地出招应对 关于这件事情 宋无牙对他们两人 确实是没有半点赢 将自己心中所想 却都说出来了 听了宋无牙的话之后 牛老爷和于春 相识一言后 陷入了沉思 他们两人琢磨了许久 牛老爷才开口道 既然宋的人有了这段对策 那老夫照着做就是了 一切听从宋的人摊摆 宋无牙顶顶头 好 既然牛老爷都这么说了 那可不要心口不一啊 本官可以给你保证 你的生意 不会让你损失分毫 这样最好 这样最好 牛老爷顺从地点头 事情进展得出奇地顺利 宋无牙 也不知道这牛老爷心里 究竟是怎么想的 不过 现在来说 事情也只能这样做了 他转头看向于春道 于大人 你现在可以去放人了 你下官名牌 于春点点头应道 起身就向外走去 而宋无牙没有离开的意思 他看着牛老爷又道 牛老爷 今日的事情该如何解决啊 本官猜测 这些严商的背后 必定还有其他的大人物 在给他们撑腰 牛老爷以为呢 不满大人 这一点老夫也猜测到了 老夫琢磨来琢磨去 恐怕给老夫在背后使盘子的 除了老五不会有其他人 牛老爷 牛老爷 如实说明 听到这个老五 宋无牙 在脑海中 琢磨了一下 立刻想到了 这么说来 这个老五 正是那些严商口中的五爷了 不错 就是这个人 牛老爷 顶头确认 宋无牙 没有猜错 这可让宋无牙 有些好奇了 这五爷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看样子 这牛老爷 还有些忌惮 看样子 这个五爷 不简单呢 他竟然感动 牛老爷 只怕就料定 牛老爷 你不敢把他怎么样吧 宋无牙 试探地问道 这也是他的猜测 具体如何 就看牛老爷 如何说了 不错 牛老爷 顶顶头道 是啊 此人不简单呢 虽然和老夫 有合作关系 不过这人的身份 背景 就付老夫 所能够比较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老夫处处 都忍让着他 没有和他彻底 撕破脸皮 不知道这五爷 究竟是什么身份 牛老爷 可否与本官说说 宋无牙 对这个五爷 好奇起来了 便向牛老爷 打听这个人的身份 牛老爷 顶顶头道 这也没什么 不可以说的 此人的身份 很是神秘 老夫并非完全掌握 不过有一点 可以确认 此人的家世 和观山九楼 有所关系 而且此人 想来是从北边来的 或许和京城 又有关系 这话说的 倒是有些简单了 基本上是没有 什么重要的信息 不过牛老爷 提到了观山九楼 这让宋无牙 好奇起来了 他在之前 就很是疑惑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会搞出 这个观山九楼来呢 这观山九楼 出现的地方 可不是什么 简单的地方 他们先后 遇到的两个 可全都是小地方 虽然说是小地方 可这小地方 却都是要害之处 不得不说 是很有眼见的 单单是这两个地方 观山九楼 可谓是日日客满 可想而知 这地方 能够据连 多少的钱财 不仅如此 这里边的小厮 都显示出一副 高人一等的样子 即便是那些 自人富裕的人 也丝毫不给什么面子 想到此处 宋威亚感觉 这样的势力 怕是背后 一定会有 官家的势力 这观山九楼 本官也注意到了 既然牵扯到 观山九楼 那可真是够神秘的 看来这五爷 和官家 也是有不少瓜葛呀 宋威亚随口说着 他这话 也仅仅是 自己的猜测 之所以在这里 说出来 也只是想要 试探一下 这牛老爷的反应 话说出来之后 牛老爷的反应 还是平静 而且 还微微地点了点头 说完了这个武仪 宋威亚又问 私言曾在马场 已经被那些 严商所知晓 他们吵着 要让牛家放货 牛老爷可如何 是好啊 哎呀 老夫正在 为这件事情 发愁呢 刚刚就是在 和贤婿讨论此事呢 哎呀 牛老爷 叹气不已 姨父不知道 该如何解决的样子 他是真不知道 这牛老爷现在的表情 到底是装出来的 还是真的没有办法 解决这些事情 这一次 看来牛老爷 还是想要看看 宋武牙说什么了 之前宋武牙 对他出过一个主意 而那个主意 现在还没有敲定呢 至于现在 他再次看向宋武牙 宋武牙的心里 却觉得这一次 不应该让他来解决了 怎么 牛老爷是否在想 让本官给你指条名路啊 宋武牙知道 牛老爷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问了一句 听着这个话的牛老爷 不好意思道 宋武牙说的是 老夫正有这个意思 毕竟老夫 一年买 这脑瓜子可实在是不好使 这牛老爷 还真是会说话 这么一说 可算是把自己 说得一无是处 直接把指望 全都扔给了宋武牙 听着他这话 宋武牙却摇摇头的 这事情很棘手啊 如今本官一时半会儿 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来 不过 本官倒是很愿意 帮牛老爷这个忙 容本官回去想想看 这件事情 宋武牙算是答应下来了 可他说的这话 实在是太过模棱两可了 完全就是一句空话 牛老爷可绝非是老糊涂的人 这个时候宋武牙这么一说 他的脸色就沉下来了 可见他也清楚 宋武牙这完全就是 疼色的话 办法并非是没有 只是他现在不说而已 可即便这个时候 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也没办法向宋武牙逼问 毕竟宋武牙的身份 可是摆在这里的 牛老爷只能干笑着点点头 嘴里还不住地称赞宋武牙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成为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无独罪 演播 苏子 明明 第三百六十五集 多谢宋他人 那这件事情 就有劳宋他人了 宋武牙点点头 不再说什么 起身便当 这么晚了 本官也不便在这里多打扰 这就回去了 扔下这么一句话 宋乌鸦与白竹便离开了牛府 乌雅兴 你们老爷那张脸都快要绿了 这一次 你可是狠狠地摆得太大 白竹 说得牛府高兴不已 刚刚他可没说上什么话 现在看着宋乌鸦 露出幸灾乐祸之色来 宋乌鸦点点头道 不过这事情也好办 只需要说明一下情况 暂时拖延一下就好了 不过这牛老爷也听出 这些严生的背后 还有一个五爷呢 这个人才是最难对付的家伙 所以他知道说明情况 也只能是铁意义时之极 根本无拘于事 那是自然 要不然的话 他还用得着像乌鸦兄弟丘眼吗 白竹点头道 宋乌鸦看着冷清的街道 如今这件事情 咱们可不能冒准他处理 最好是牛老爷亲手和这个五爷交锋 他们两人之间究竟是有什么恩怨 咱们可不知道 但只要他们闹起来 到时候就一切清楚了 这个五爷 竟然如此神秘 和观山九龙还扯上了关系 莫非 刚刚乌鸦兄的话是认真的 这五爷和观常有关系 白竹对这件事情不是很确定 毕竟他不知道宋乌鸦心里是怎么想的 未必不是宋乌鸦在糊弄那个牛老爷 看着夜景 宋乌鸦慢悠悠地走过街头 他并不着急地回去 看到路边有个小摊贩 正迈着热气腾腾的馄饨 当即就走了过去 抬腿跨过凳子 宋乌鸦边坐下 一般说道 老板 来点碗馄饨 欧严兄 这不是刚刚吃过饭吗 怎么又要吃 白竹不解地看着宋乌鸦 皱眉问道 刚刚他们从客栈出来 那可是吃过饭的时候 直接就去了牛府 这刚从牛府出来 前后耽搁的时间 还不到半个时辰 宋乌鸦竟然就在这街头 要了一碗馄饨 实在是让白竹很是不及 反正也是闲得无聊 在这里坐一会儿 刚刚不是没喝汤吗 宋乌鸦随后解释了一句 他这样解释 令白竹很是无语 毕竟这算什么话呀 你怎么看的今天的事情 你觉得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子 白竹可懒得和他 在说这混沌的事情 直接问起了这件事情 宋乌鸦很清楚 白竹问的自然是 今天牛家麻长 被那些严商闯进去 然后发现了私言的事情 这样一来 牛家原先所做的一切隐事 到了这里 就算是彻底废了 这些严商一个个气愤难消 毕竟他们知道自己 是被牛家给骗了 现在一定要让牛家 给他们一个说法 而牛家现在还不知道 该怎么向这些严商解释呢 毕竟这事情不好解释 没有一个绝对合理的解释 这些严商绝对不会买他们的账的 没什么看法 严商肯定是要让牛家给他们一个说法 而牛家恰恰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所以 这件事情越是耽搁下去 事情几乎越大 这也是刚刚我为什么那么说的缘故 咱们就是要让事情搞大 让牛家顾不暇接 这样的话 他才会有求于咱们 宋母鸭的心理 早已经打好了算盘 他巴不得事情越来越大呢 事情越大 对他们的好处就越多 白卓这是清楚的 只是现在宋母鸭这么说 他对这里边的细节没办法明白 白卓拖着腮帮子 其实眉头琢磨了好久 可就是想不出个头绪了 没办法 他只能向宋母鸭求救了 当即他起身正坐 向宋母鸭问道 乌鸭兄 牛家到时候有求咱们 那现在不是一样有求于咱们了吗 说的没错 牛老爷都已经恳求宋母鸭出个主意了 摆平今天这件事情 这就是有求于宋母鸭 宋母鸭摇头 飞飞 今日不同日后 到时候牛家有求于咱们 咱们就能够直接插手牛家的生意了 到时候这整个丝颜的脉络 咱们就能够摸得一天二楚了 如此宏大的想法 白卓是想象不出来的 刚刚听到宋母鸭这么一说 令他吃惊非常 白卓看着老板端来两碗馄饨 这到了嘴边的话 硬声着止住了 两位公子 你们要的混蛋 嘿嘿 看着热气腾腾的馄饨 宋母鸭拿起了勺子 看向一旁正在看他的白卓说道 白卓 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吃啊 原本就要开口的白卓 被宋母鸭这么一说 又给打断了 他只好拿起勺子 可是这馄饨 他现在是吃不下去的 手中的勺子 在馄饨碗中 来回的搅动着 却见一旁的宋母鸭吃得很是认真 嘿嘿 乌鸭兄 我现在正在跟你说正事呢 你还有心思这么吃啊 白卓美好气的说着 手中的勺子就这么一扔 碰到了碗盐上 有什么好说的 事情不是很明了了吗 宋母鸭摇头 吹着勺中的馄饨 可我借你 今天对那个五爷好像是很在意的 莫非你觉得 这关山角落也不干净吗 白卓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可对于这一点 宋母鸭听了却笑了 呵呵 哎呀白卓 你也不想想 这样的地方 进去的人非富即贵 你难道还觉得这里边干净吗 那干净的人 哪一个不是穷光蛋呢 谁没事往那种地方跑啊 宋母鸭对白卓这样的问题 实在是非常的无语 这话音也很是无奈 这话说的都是没错 可咱们也没发现这里边有什么猫腻啊 白卓继续说道 现在没有 不代表以后也没有啊 不过 没有的最好 宋母鸭可不觉得这里边没有问题 但他还真的不想 这里有问题 一个五爷 不过是一个大言声 而他在这里 公然和牛老爷叫板 那他的目的 已经非常明确了 只是这样的一个人 想要吃下这里 恐怕还需要付出不少啊 而牛老爷对他如此忌惮 价值还说明了 关山九楼在其后的事情 就不得不让宋母鸭怀疑 这五爷的背后 支撑他这么做的 正是关山九楼 关山九楼 他们已经见过两个了 这里边究竟有什么猫腻 他们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一点 宋母鸭很确定 这关山九楼和无量教 是毫无瓜葛的 不会也是无量教的手段吧 难怪白卓会问起这件事情 原来他是怀疑这关山九楼 和无量教有关系 听着这话 宋母鸭摇摇头 很是确定地告诉他 我看这关山九楼和无量教 是没有丝毫关系的 这个你就放心吧 咱们现在就是坐山观虎斗 只要他们不斗的时候 咱们就给他们挑拨挑拨 现在没事干 吃这碗热腾腾的馄饨 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好吧 既然你不想说 那我不问就是了 就听你的 吃馄饨吃馄饨 这都行了吧 白卓有些气恼地说道 但他还是很想 问问宋母鸭这些 可宋母鸭姨父不愿意和他 多说这事情的样子 惹得白卓 没办法继续问下去了 白卓刚低下头 准备吃馄饨 旁边的桌子上就来了人 老板 上馄饨 为首一人 扯着嗓子喊了一句 听得出来 这话中有气 白卓下意识地就扭头 向一旁看去 这一眼看得白卓 顿时缩了缩脖子 这可真是冤家路产啊 白卓 敢蒙小声地 向一旁的宋母鸭说道 宋母鸭刚刚正吃这馄饨 也懒得去看旁边来的人 听到白卓这么一说 知道有什么不对 扭头问道 怎么了 不等一旁的白卓回答 宋母鸭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 他和白卓的反应是一样的 立刻低下了头 这旁边来的人可不是别人 正是那天跟踪他们的那几个言声 此刻竟然也来到了这里吃馄饨 好在这个时候 旁边的那些人并没有发现他们两人 白卓当即瞪了宋母鸭一眼 美豪气道 乌鸭兄 都怪你 你说你没事刚刚吃完饭 跑来这里喝什么馄饨啊 这下好了 遇到这几个家伙了 只现在 他们没有发现咱们 咱们赶紧走人吧 白卓的提议 宋母鸭非常赞同 现在事情正在关键的时刻 这要是被他们给撞见了 那时候要是搞清楚了 他们两人的身份 只怕这件事情 就要变位了 说着 两人立刻扔了一些银子在桌子上 然后起身就走 那掌柜的过来 一看桌子上的银子 当即喊道 公子 这银子不够啊 还差点 你倒是大方点啊 多给他点啊 宋母鸭顿时出眉 老板这么一喊 那临桌的人也将目光 注意到了他们两人的身上来 无奈 白卓只好掏出了银子 头也没回 随手就往后边这么一扔 瞎了你的狗眼了 往哪扔呢 这可好 事情是越来越麻烦了 白卓不敢转身 就是怕被那些人给扔出去 所以才选择了 就这样扔过去 可谁知道 这好巧不巧的 银子扔过去 偏偏就砸在了那几个人的身上 这些家伙 个个都不是擅长 白卓 直接把银子扔在了他们的身上 这无异于是在羞辱他们 这几人立刻就怒了 猛拍着桌子 起声怒吼 这四个人 直接向着宋文雅与白卓两人走来 白卓彻底慌了神了 一脸的苦涩道 乌鸯 这这这下个麻烦了 咱们咱们可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当机逃跑 怕是不行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他们未必不会找到咱们 我看呢 咱们也只能直接面对了 白卓 看你的了 哼 宋文雅无奈地说着 转头看向白卓 露出了微笑 这下子白卓的脸色就更加的难看了 宋文雅让他来面对 他还想着 让宋文雅来摆平这件事情呢 可这个时候 不等白卓再说什么 宋文雅已经当心 转身回去了 大哥 我怎么看这两个家伙 要这么眼熟呢 宋文雅刚刚转身 就被对方给认出来了 一名言商看着宋文雅的面旁 皱眉疑惑道 为首的那个言商 冷冷说道 哼 是眼熟 咱们今儿不就是跟着这两个小子 下一个段尿家的麻场吗 小子什么小子 说话给我客气的 白卓见既然躲不过 那就索性什么都不管了 不过他之所以敢这样硬气的说话 还是因为对面不过四个人 可宋文雅对付他们 根本是小菜一碟 哟哟 你还真是够可以的呀 刚刚那银子砸在老子身上 现在竟然敢这本炸炸糊糊的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其中一人听着白卓这话 搂起袖子就向他走过来了 看着这人一脸凶狠的样子 明显是要过来揍的 白卓冷笑一声 说道 哼 你最好掂掂掂掂掂 老子刚刚的银子 就是故意往脸上砸的 怎么 你还想跟我动手啊 原本白卓以为 自己说话嚣张点 对方多少还能掂掂一下呢 可是对方听到了他这话 丝毫没有任何的停顿 直接就走到白卓的面前了 这事情 道士一号解释 这要是在别的地方 那也就不说了 可是地方鱼龙混杂 来这里的银商 哪个不是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 过日子的人呢 他们一个个 那可几乎全都是天不怕 地不怕的主 小子 听你这话 看着你很有能耐啊 那就和老子我比划比划 不过是一扎眼的功夫 这一事啊 就闹得不可收拾了 宋文雅原本是让白卓 说几句好话 糊弄过去的 可谁知道白卓给来了这么一出 他心里苦笑不已 这分明白卓是要坑自己呀 自己今天不想动手 都难呢 宋文雅想了想 事情最好还是和平解决 毕竟这事情闹大了 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 姐夫兄弟 听我一敬 宋文雅见不说话不行了 当即开口 世子 刚刚我这位朋友也是无心之举 望大家不必介意 在下看得出来 咱们都是同行 都是为了私言而来的 在这个地方 可是牛老爷的地盘 咱们现在都拿不到私言 算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何必这么动粗呢 刚刚是我们兄弟不对 在这里 我给大家赔罪了 今天这混沌 就算在兄弟我的头上 你们看如何 宋文雅的话 别说是把那四个人给说愣了 就连白卓都愣住了 吴言兄 你这 你这唱的哪一出啊 白卓忍不住 靠着宋文雅的身旁 小声地问道 还不等宋文雅回答 那四个人就有了回应 什么绳子骂脏呢 你们俩是骂脏 我们可不是 嘿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们这两个小子 暗地里 从牛老爷手里买的私言 嘿嘿嘿 不过现在好了 那些私言 可就没你们的份儿了 这个时候和我们称兄道弟的 你们还真是不要脸 信不信老子 现在就让你们这两个小半点给化了 宋文雅的话 显然是没有半点用处 看着这些人的语气 只怕今天非要修理宋文雅他们一顿了 这让宋文雅很是苦恼 毕竟他也不想惹事的 你看 这位兄弟说的没错 原本这私言呢 就是我们兄弟二人的 谁知道今天被人横插的一杠子 搞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兄弟损失很大呀 原本我们兄弟这心里就有气 这才刚刚做事 辱猛的一些 还望四位兄台 多多谅解呀 谅解你个大头鬼 要想让我们兄弟算了 就看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诚意了 那些人 依旧不是这一套 看着宋文雅冷冷地说道 唯一还算不错的就是 现在他们还没有打算就这样动手 虽然说现在动手吃亏的也是他们 但宋文雅还是不想出手 毕竟这街头上人可是有不少的 他们一旦出手 就必定会有人跑过来看热闹 到时候他们两人被所有人都认识了 那日后办事情可就不好了 想到这里 宋文雅连忙又到 既然几位兄弟这么说 那小弟我就给几位一个诚意 说着宋文雅竟然向这那四人走了过去 欢迎收听由陌生人文化成为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无独罪 演播苏子 第三百六十六集 这样子令那四人顿时宜了 显然有些琢磨不透 这宋文雅是要干什么 刚刚撸起袖子 像是要动手的家伙 也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 凝神看着宋文雅 宋文雅微微一笑 示意道 小弟没有恶意 只是想要向几位说个秘密 所以才过来的 秘密 你还能有啥秘密啊 那人听到宋文雅这话 觉得有些尴尬 当即问了一句 缓解一下他自己的尴尬 宋文雅微微一笑道 小弟 能够在你们之间拿下这牛家的资言 这一点 不管你们承认不承认 就得佩服我 如今小弟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宝主 就有听了之后 会放过小弟的 行了 有屁就快放 别在这里浪费我们的时间了 那人没豪气的咒眉说道 宋文雅 直接来到了为首那人的面前 压低了声音说道 今天的事情 让牛老也非常生气 牛老也知道 今天的事情绝对是五爷在背后高高 所以牛老也心里不爽 可是他却不想和五爷公开叫板 所以他要对我们动手 教训我们一番 也好让五爷看看 牛老也也不是好惹的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几位得失了这件事情后 那可就要小心点了 怎么样 小弟 这样算是有诚意了吧 说完这番话之后 宋乌鸦神秘地向他们几个笑了笑 这四个人直接愣在了那里 他们皱眉看着宋乌鸦 许久没有开口说话 宋乌鸦见他们不说话 微微一笑 有道 几位兄台 那小弟就先行告退了 等等 见宋乌鸦要走 为首那人叫住了他 你所说的这些 可都是真的吗 牵直问去 小弟何必在这件事情上欺骗你们 再说了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 何不能几天 再看看 到时候有了结果 你们不就知道了吗 如果小弟是骗了你们 那这屁大点的地方 你们还愁找不到我吗 宋乌鸦知道 他们不会完全相信这件事情的 所以又这么说道 那三人全都将目光 凝聚在了为首之人的身上 显然是等着他拿主意 好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 为首那人 犹豫了一下 还是冲着宋乌鸦摆了摆手 让他离开 宋乌鸦点了点头 向其拱手 转身欲走之际 就回头叮嘱了一句 兄台 这事情可不能向外人都说了 要是都知道的话 怕是事情会变得更加麻烦的 行了 别废话了 我死了 大人皱眉点头说道 宋乌鸦与白卓两人 这才转身离开 祭司回头 见身后没有什么人跟着 白卓这才松了口气 乌鸦兄 你这是搞什么鬼啊 我还以为你要和他们动手呢 白卓美好气的 对宋乌鸦说道 原本这事情宋乌鸦都已经忘记了 现在白卓这么一说 他顿时美好气道 你还好意思说呀你 谁说我要和他们动手了 我的意思是 如果他们认出咱们来 那咱们索性就把这件事情 承认了就完了 你倒好 上去就和他们叫板 一副要动手的样子 好在这几个人啊 没有直接动手 要不然不知道多少人 会看咱们的热闹 到时候这城里啊 所有的言商 怕是都要认识咱们两人了 要是被认识咱们的人抗拒 那更是不好说了 被宋乌鸦这么一番批评 白卓可是觉得非常委屈的 顿时美好气的 是这宋乌鸦说道 你这个意思 你那你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要是一开始 自己处理这件事情 不就没有这样的麻烦了吗 行了行了 我不怪你就是了 你也别委屈了 啊 宋乌鸦看着白卓这个样子 急忙示意她打住 随后 深些了口气 向着客栈而去 跟在身旁的白卓 当即又问 刚刚乌鸦胸 你怎么和他们这么说呀 这不是屋中生有吗 对呀 没错呀 咱们做的事情本来就是屋中生有啊 宋乌鸦顶头说道 咱们之前做的什么事情 不都是这样吗 令我没想到的 这事情还真的是管用 看他们的样子 应该是相信了 白卓摸着下巴 顶头对宋乌鸦这件事情 表示赞赏 也对那四个人的做法 表示不急 宋乌鸦无奈苦笑道 白兄啊 我之前话都已经说得那么明白了 这件事情的背后 必定是有大言声在参合 而那牛老爷不也都说了吗 这个大言声不是别人 一定就是那个五爷 而这几个人 就是跟踪咱们的那些人 在他们之后 立刻就搞出这件事情了 难道还用再怀疑什么吗 他们就是五爷的人 啊 难怪 你对他们说 牛老爷要对付五爷的事情 他们立刻就见了 白卓 这才恍然大悟 知道为什么宋乌鸦说出这样的话之后 那些人竟然就不再闹了 回到了客栈 严商们还在楼下叽叽喳喳地说着 两人回到房间之后 依旧没办法清静 这楼下的声音依旧不断地传入耳中 要是这件事情 我也知道了之后 他会怎么做呢 到时候牛家没有举动 那些家伙在找咱们的麻烦 咱们该怎么解释 白卓躺在床上 这时候还睡不着呢 这嘴边的话自然就是今天的事情了 宋乌鸦竟然敢这么说 那就一定是想到了后招 他微微一笑 不宜为然 放心吧 现在牛家不是让咱们解决这件事情吗 到时候借着牛家的手 给那五爷录一手 不就完了吗 唠一手 这把不太好办吧 白卓不是怀疑宋乌鸦的能力 而是他觉得 这事情不是于宋乌鸦所说的这么简单 可宋乌鸦看待这件事情 就是觉得这般简单 白卓 你该把事情想复杂的时候 偏偏把事情想简单 可偏偏该把事情想简单的时候 你却总是把它想得复杂 耸呀 没好气地 批评了白肘一句 你想啊 我今天都这么说了 他们心里一直想着牛家要对他们出手 到时候这事情用不着太过复杂 只需要很小的一件事情 那自然就能够让这些言商信以为真了 他们要的不是什么事情 而是牛家是不是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 宋乌鸦费尽口舌 给白卓解释了个清清楚楚 白卓深吸了口气 摇了摇头 却依旧表示不理解 唉 你说这五爷 听了这件事情之后 会不会主动出击 再给牛老爷 再搞出一个麻烦呀 这很难说呀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可就太好了 宋乌鸦听着白卓这话 笑了 这样一来 五爷三番两次地对牛老爷出手 如果牛老爷依旧忍气吞声的话 恐怕呀 他在这南投县的地位 就没办法保住了 是啊 那五爷会怎么对付牛老爷呢 白卓的问题就是一贯的多 一个问题 宋乌鸦刚刚回答 立刻就要有了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宋乌鸦不由地深邪了口气 他还真是很无语 我又不是五爷 这我怎么知道 不过 我觉得 如果这五爷想要对这里的 私人声音下手 只怕也会从这舵主的事情上出手的 哦 那他要怎么出手啊 白卓紧接着又问道 宋乌鸦实在是被他问的 有些麻烦了 当即重重地叹了口气道 哎呦 你要实在是睡不着 你就起来看看书吧 别这么多问题一个劲地问我了 我上哪知道那么多答案呢 哎 被宋乌鸦这么说了一句 白卓也跟着叹了口气 不过 却不再问什么了 没有了白卓的骚扰 宋乌鸦倒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早的 便起来了 白卓 白卓 起来了 我发现你最近总是在睡懒觉啊 怎么晚上睡不着啊 该不会是我在打呼噜 影响你睡觉了吧 宋乌鸦看着白卓 依旧赖在床上 摇晃了他几下 问了一句 白卓 正在轻松的睡影 看着宋乌鸦 摇了摇头 这倒是没有 只是最近整夜 都在想着案子的事情 实在是 放不下心 来睡觉 直到累了 这才睡过去 白卓说着话的同时 慢慢坐了起来 看着他这个模样 宋乌鸦笑了笑 这才说道 你说你想这个干什么 这事情并非是咱们能够掌控的 顺其自然就好了 俗话说的好 冰来降挡水来吐烟嘛 你想那么多干什么 宋乌鸦摇着头 也不管他了 自顾自去洗漱去了 司徒文和小桓两人 向来起得很早 不过今天 却没有赶在送鸦之前 毕竟昨天送鸦睡得够早 所以今天醒来的也够早 敲了敲房门说道 宋儿 该起来了 房间里 不多时才传来 司徒文的声音 嗯 我知道了 乌鸦 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嗯 昨天睡得比较早 宋乌鸦正在门口说着 里面传来了嘻嘻嗦嗦的声音 司徒文看来正在穿衣服呢 我去要早点 你们快起来吧 来到楼下 空荡荡的没有看到几个人 昨天晚上 宋乌鸦睡觉的时候 这些盐商还在这里 叽叽喳喳的 说个没完没了的 哪能这么早起来呀 现在起来了 宋乌鸦倒是想起昨晚的事情来了 这个大盐商武爷 听了他昨天的话之后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如果 真的如白竹所说的那样 在对牛家动手的话 那可就好了 唉 不知道这家伙会怎么做 宋乌鸦叹了口气 心中想到 既然是个大人物 那就未必会沉不住气 说不定这事情会非常的平淡 不会引起那武爷的注意 想到这些 宋乌鸦也懒得去想了 昨天夜里 于春应该已经把抓到的那些无量教成员 给放了吧 放了这些人 究竟结果会不会像宋乌鸦所想的那样 还真是个未知数 乌鸦 你想什么呢 白竹倒是先一步下楼了 看着宋乌鸦 正坐在桌子前出神 坐下便问了一句 啊 没什么 我只是在想 昨天于春放了那些无量教的家伙 不知道会是个什么结果 宋乌鸦探着气说道 白竹点了点头 是啊 什么事情 咱们都得考虑两面相 谁知道会怎么样呢 就是这样 我晚上才睡不着的 昨天晚上我也想到了这个可能 如果无量教 还是将那些人给杀了 然后并没有和牛家上摊的意思 那咱们可还是抓不住 这无量教的把柄啊 嗯 我也担心这件事情 咱们在这里的事情 也不知道无量教是否知晓 宋乌鸦 可是见识过了 无量教手眼通天的本身 所以 才会这么担心地说道 面对这样的困惑 他们现在是没办法的 无量教神出鬼没 不过 宋乌鸦觉得这一次 私言的事情 他们一定不会那么轻易放手的 毕竟这是一块大肥肉 别看牛家这么有钱 他在整个银生的链条上 只怕也只是一个小角色而已 你还说我呢 担心这个有什么用 到时候再说吧 用你昨天晚上和我所说的原话 冰来降糖 水来吐烟 白竹打趣地向宋乌鸦说道 这话让宋乌鸦忍不住地笑了 他点点头 说的没错 不过 另外一件事情 我倒是觉得咱们应该提前考虑一下了 啊 什么事情啊 白竹 见宋乌鸦一本正经地说着这件事情 也认真起来了 咱们这一路上走来 你没有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吗 宋乌鸦向白竹问了一句 他这话可就把白竹给问住了 白竹迟疑了一下 想了想 却没有想到 什么 我怎么感觉 没什么最大的问题呀 白兄 看来你还真的是没有注意到这个 宋乌鸦 呵呵笑着 咱们这一路上走来 可是没抓到过一个贪官 这朝野上下 贪官可是故障 咱们竟然一个都没有抓到 你说 这是不是很奇怪 是啊 吴鸦兄 要不是你现在和我说 我还真的不会注意到这件事情 你说的没错 这朝野上下 贪官横行 咱们竟然没有找到一条小鱼 白竹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了 宋乌鸦是突然想起这个问题的 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一路上走来所有的地方 官员都好像是和无量教有关联 可偏偏这些官员里面 竟然没有牵扯出 关于其他朝中大云贪污的事情 是 不过啊 我觉得这一次撕掩的案子 咱们应该会有收获的 宋乌鸦笑着起来 只怕圣上最想要看到的 就是这个了 是啊 哪个皇帝 不是想给世人留下一个圣贤之名啊 而最好的办法 无疑是 惩治 贪官污吏 这样才是最直接的办法 毕竟贪官污吏 鱼肉百姓 将他们铲除 是百姓们最想看到的事情 白竹很赞同宋乌鸦这话 而且他说的还非常的透彻 虽然这话听起来 有些大不敬的意思 可却是实实在在的真话 你们两个在聊什么呢 看看你们笑得这么开心 两人正说着这件事情的时候 司徒与小桓来到了身边 哈哈 没什么 只是在说贪官的事情 宋乌鸦抬头看着司徒文 笑着回答 贪官的事情 贪官的事情有什么好高兴的 司徒文 不知道他们两人刚刚的对话 自然不解 宋乌鸦当即解释道 我和白竹在说 我们这一路上走来 所抓获的官员 全都是和无量教相关的 至于和朝中那些巨贪 竟然没有扯上一点关系 你说我们是不是办事不力 这皇帝想给百姓留下一个明军的印象 可就等着这些恶贪官被抓呢 可我们倒好 竟然一个也没抓到 你说 这是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 原来你们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笑啊 说起来确实也挺可笑的 怕是皇帝心里都有些等不及了吧 司徒文也跟着笑了起来 正说着 小二将饭菜端了上来 几个人一边吃着 一边闲聊着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成为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眼波 苏子 隐隐 第三百六十七集 你们昨天夜里事情办得如何啊 司徒文还不知道 昨天他们所经历的事情 所以趁这个时候 就问了一句 宋无牙 便将昨天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遍 还行 还算顺利 不仅顺利啊 还有另外的收获 我一去牛家 立刻就给牛老爷来了一个大大的威胁 这牛老爷冷汗擦都擦不干净 最后事情一说啊 他就答应下来了 回来的路上 我们竟然遇到了 昨天跟踪我们的那几个银商 然后 我就正好借他们的嘴 给那个五爷 传了一句话 哦 这么说来 这个幕后的大银商是谁 你们已经找到了 司徒文听了宋无牙的话之后 立刻又问道 宋无牙点点头道 这个 也非常简单 这牛老爷心里也很清楚 这银商背后的人是谁 是他告诉我们的 嗯 这牛老爷也没有糊涂啊 什么人对付他 他自己心里倒是清清楚楚的 司徒文一边吃着 一边称赞了牛老爷一句 那是啊 而且事情还真是如我们一开始猜测的一样 这牛老爷背后确实是留着一手 他确实是打算直接扔掉手里的事情 见无量教和我们全都板一道 昨天被我狠狠的凶了一顿 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再对我们戒备了 宋无牙笑着说道 他可是很想看看这牛老爷是不是很有胆量 再对他们出手 毕竟他们是朝廷官员 宋无牙在这里 牛老爷绝对不敢轻举妄动的 是啊 有了昨天那一遭 只怕牛老爷不敢对咱们有什么隐瞒了吧 白卓倒是对这件事情很是乐观 怎么这手中的权力 他们又是惹磨了咱们 咱们可以轻轻松松的让他家破人亡 白卓这话说得有些夸张 可却也是事实 别说这牛老爷没有什么实质的把柄在他们的手里 即便是没有把柄 宋无牙想要扳倒他 只怕也很是容易 至于他平日里所孝敬的那些朝中大臣 在这种关头 谁都会选择明哲保身的 不会为了他一个小小的淫伤 而把自己的脑袋给堵上的 听着白卓这话 司徒文点了点头 这话一点没错 他牛老爷应该是个聪明人 既然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想必也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那是自然 宋无牙点头 对了 你们今天准备干什么 司徒文 有问 今天吧 暂时还不知道 看情况吧 宋无牙还没有个计划呢 今天他们要去干什么 宋无牙觉得还是看情况吧 毕竟他们现在还是应该耐心的等待 之前几件事情的结果 哎 我们两个整日在这客栈内待着 这浑顺的不自在 现在都感觉自己腰发霉了 见宋无牙没有什么安排之后 司徒文叹着气抱怨道 这件事情 宋无牙确实也知道 让他们太委屈了 毕竟这地方太乱了 宋无牙很是担心 所以才让他们在客栈内 寸步不离的 如今司徒文这般抱怨 显然是想出去干点事 听着他这话 宋无牙琢磨了一下 说道 要不 咱们今天没什么事情 出去散散心 散心 嗯 司徒文听到这话 不由得一愣 去哪里啊 还记得咱们来的时候 路过的那片桃林吗 咱们就去那个地方走走 想必这几日 桃花还在开着 没有落尽吧 宋无牙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倒也是因为 想要多多清静 因为他很清楚 之前的事情 今天会不会有结果 还很难说 不过这牛家 必定还是会来这里找他的 这刚刚发生的这么一件事情 只怕他们会迫不及待地 想让宋无牙拿出一个办法来 无牙秀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来了 你之前不都已经说过了吗 怎么现在时间紧急 谁知道无量教 会搞出什么大动静来 白竹 急忙提醒了宋无牙一句 这样的话 宋无牙之前确实是说过 不过现在 着急也不是办法 他虽然担心这个 可是他对无量教 实在是没有办法 是啊 时间紧迫呀 可没有办法呀 咱们今天 怕还会有事情 找上门来的 宋无牙叹了口气说道 白竹听了这话 就知道宋无牙 这一定是有些不好的预感了 怎么 无牙秀 你觉得谁会来找我们的麻烦 我觉得呀 这牛老爷可能会回来 找咱们想办法 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个无牙 或许该露面了 宋无牙想了想说道 将自己心里的担心说了出来 如果这无牙找上门来 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 听着这话 白竹苦笑道 不是吧 那五爷找咱们 找咱们干什么呀 难不成 找咱们想办法对付牛家 嗯 这倒必没有这个可能 不过我觉得最有可能的 还是因为昨天的事情 宋无牙说着 昨天的事情 五爷一定知道了 至于五爷会不会向牛老爷动手 这个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点 宋无牙觉得非常有可能 那就是这个五爷会想要来找宋无牙确认一下这件事情的可信度 听到这话 白竹陷入了沉思 到时候 咱们的身份可就藏不住了 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玩这么说 我就想着或许咱们去外面散散心 可能会更好一点 宋无牙顶头说着 说完这话 宋无牙与白竹两人 全都看向了司徒文 你们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司徒文 见他们两人都看着自己 当即问了一句 不过 宋无牙与白竹两人都没有说话 这时候司徒文差不多该明白了 不是吧 你们该不会让我拿主意吧 司徒文哭笑道 对 就是让你来拿主意 宋无牙顶头道 可司徒文却摇摇头道 算了 我可不想再去宠外了 别忘了 那桃林里还埋着死人呢 也不知道司徒文这么说 是不想耽搁宋无牙的时间 还是真的这样认为 不过 既然司徒文都这么说了 那宋无牙还能说什么 宋大人 正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的时候 这门外突然传来了一声疾呼 宋无牙不用扭头去看 就是听这个声音能听得出来 来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县令 于春 于大人 这么早有什么事情吗 好在这周围 也没有什么言伤 他就没有必要在这里拿捏了 于春来到了宋无牙的面前 宋深附在宋无牙的耳边说道 大师不好了 那五爷 去了牛家 哦 五爷去了牛家 宋无牙听着 差点没笑出来 刚刚他就觉得 这五爷会许会找自己 没想到 这五爷没有找自己不说 竟然直接找到了牛家 这事情可就变得好玩了 这五爷 可是给牛家下半字的人 怎么现在又去找牛老爷了 是啊 宋大人 于春 一脸紧张地说道 看着于春这个神情 宋无牙疑惑道 于大人 这事情也算不上什么着急的事情吗 怎么看你这个样子 怎么这般紧张啊 宋大人 你可还真是说笑了 这事情能不紧张吗 于春都快要急哭了 宋大人 你也知道的 这五爷可是背后里 对我们牛家下黑手的人 现在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你说 这能是什么好事吗 那他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啊 算我要看着于春问了一句 这个下官现在还不清楚呢 于春顿时摇头 表示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这可真是奇怪了 既然于大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莫非来此的目的 只是为了告诉本官这件事情吗 那于大人你可真是个无聊的呀 宋五爷听着这话 不由得笑了 摇头打气的说道 谁知道 这愚蠢一本正经的 大人您说的没错 下官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告诉您这个 不过 这可是岳父的老人家 让下官来通知宋的人的 这下子宋五爷算是明白了 当即便问道 这么说来 牛老爷是打算让本官去牛府 一起会会这个五爷吗 我想是这样的吧 于春对这件事情都没办法肯定 看着他这个样子 宋五爷扭头 看向其他几人 无奈地笑了 这算什么事情 于大人 先回去吧 本官可没有先功夫去理会这事情 宋大人 这 于春顿时面露难色 显然宋五爷的拒绝 让他觉得非常的为难 现在这个时候 宋五爷去牛家 和这个五爷见面 这不是摆明了要让这五爷难堪吗 牛老爷的意思也非常的简单 无非是想要让宋五爷过去 给他撑撑场面 好让这个五爷明白 牛家的背后 可是有朝廷钦差的 这事情宋五爷可不想去做 他摇摇头 行了 于大人 我看你还是不要让女岳父等得太急 本过今天身体不适 就不过去了 想必牛老爷一定有办法的 宋五爷直接就拒绝了于春的邀请 于春看着宋五爷起身 露出了一脸的苦涂 直到宋五爷走上楼去 他这脸色都无法恢复 宋五爷离开了 于春却依旧是弃而不舍的 他低头看向了一旁的白竹 白公子 现在只有您能帮助下官了 还请您向宋大人说说情 让宋大人去牛家一趟吧 这 白竹听到这话顿时宜了 他抬头看着宋五爷离去的方向 这心里懊悔不已 早知道他就跟着宋五爷直接上楼了 现在他可遇到麻烦了 这于春就这样站在他的身旁 他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于大人 这件事情在先也帮不上忙啊 你也知道 我虽然和宋男人是朋友 可毕竟身份不同啊 我也不能用命令的办法吧 既然于大人这么着急 那在下就帮着于大人 再去向宋大人说说看 至于他同不同意 那在下可就无可奈何了 多谢白公子 下公子在这里等候 于大人见白竹答应 很是欣喜 白竹说着就起身了 宋五爷看着他们两个相继离开 看着眼前站着的于春 当机拦住了白竹 白竹 我看你早餐还没有吃完呢 你就在这里吃吧 乌鸳那里我去说 司徒文 不等白竹再说什么 已经和小魂向着楼上走去了 看着这一幕 白竹直接愣住了 他心里都快要哭了想到 这就什么事情啊 怎么把我给扔到这里了 白竹可是对这件事情 不怎么拿手啊 他现在和于春待在这里 这尴尬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于大人坐吧 不必如此拘礼 白竹只好客气地问道 于大人可曾吃过早饭 没吃的话就在这里一起吃吧 哎哎不得不了 下官已经吃过了 于春坐在了白竹的身旁 拒绝了白竹这样的好意 而这时候 司徒文回到了房间 他看着宋文在房间里看着书 便对他说道 五爷 你真的不去会会这个五爷吗 我怕看出麻烦来 这五爷明显是去和牛老爷摊牌的 这个时候我要去了 那必定会被牛老爷当作是挡箭牌一样用 到时候这五爷把矛头指向我的话 那我可就麻烦了 毕竟现在我们手中也没有什么证据 如果这五爷背后的势力在朝中给我下半字的话 只怕我就要结结实实的趴在地上了 宋五爷之所以不去 那自然是因为他有所担心 听了宋五爷的话之后 司徒文却微微一笑道 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呀 这用不着担心啊 你觉得这五爷去了牛家 目的为何 和牛家摊牌 那他的筹码是什么 我看这五爷去牛家 他不是去摊牌的 而是和牛老爷谈条件的 或许你不去的话 事情或许会发展得无法控制了 哦 宋五爷没想到 司徒文竟然有这样的见解 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当即便问道 宋二 你是怎么想的 我看这五爷 或许并不是为了昨天的事情 他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司严 不是之前说了吗 牛家要选举新的舵主 或许这才是五爷出面的目的 如果牛老爷让步 这舵主的事情交给五爷 那么司严的生意 就算是牛家和五爷一起吃了 到时候牛家没了问题 也正好和五爷联合起来了 你竟然想到了这种可能 宋五爷很吃惊 他确实是没想过这个 在他看来 这两个人 应该不会坐在一起吃饭的 是啊 不怕一晚就怕万一啊 到时候牛家和五爷联手 那他们的敌人还能是谁 自然是无量教了 而我们也要调查无量教的事情 到时候只怕他们会坏了咱们的好事 这么说来 我还必须去牛家 不要让他们联合在一起 宋五娅 看着司徒文问道 司徒文点了点头 我是这么想的 好吧 五儿 你说的没错 如果事情真的变成这个样子 那可就麻烦了 那我就去牛家一趟 看看情况吧 宋五娅点点头提神说道 他再次来到楼下 看着于春道 于大人 脚子备好了吗 宋大人 脚子已经备好了 于春顿时大喜 他哪能听不出来 这是宋五娅 要去牛家的意思 白竹听了这话 夜市一楼 他眼珠子滴溜一转 他看到于春向外 急忙起身 来到了身边的宋五娅 身旁敲声问道 欧雅兄 你怎么突然变卦了 刚才是在演戏 没有 这个之后再说 咱们现在先去牛家 宋五娅没有给白竹 过多的解释 就向门外而去 门外 三顶轿子已经准备好了 宋五娅与白竹两人 坐着轿子 直接向着牛家而去 坐在轿子里 白竹没办法和宋五娅说什么 一直到了牛家门前 下着轿子 白竹这才赶紧问了一句 乌野秀 万一这五爷将昨天 那四个家伙待在身边 那咱们不就暴露了吗 白竹有这样的担心 宋五娅同样也有 不过 他觉得这种可能几乎是没有的 当即劝慰到 白竹 不必担心这个 想必这五爷 不会这么明摆着 把事情挑明的 那四个人 他应该不会带来的 说到这里 两人便直接进入了牛家 宋大人 牛老爷 早已经迫不及待的 等着宋五娅前来了 牛老爷上前 向宋五娅施礼 随后转身 向已经在里边 做好了准备的五爷介绍道 老欧 这是金钗颂大人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三百六十八集 那五爷 只是微微点点头 连身都懒得起来 这让白竹很是不爽 皱紧了眉头 看着这一幕 牛老爷也很是尴尬 接下来 也不知道该怎么向宋五娅 介绍这位五爷了 看来这位 就是那位五爷了 宋五娅没有因此而恼怒 反倒是笑着 向里边走着 边走边说 倒也没有正眼瞧那人一言 那五爷冷哼一声道 嗯 小妹妹 都这样称呼啊 说实话 这人宋五娅一点都不喜欢 说实话 这五爷实在是太子大 这一句话 竟然把宋五娅说成了 是他的小辈 这人看起来年纪 确实是比宋五娅大 对于这话 宋五娅依旧没有表示什么 点点头 微笑道 说的也是 本官虽然贵为朝廷钦差 说几年进来 五爷和牛老爷都是在下的长辈 哈哈哈哈 宋的人真是平易见人哪 牛老爷看着这情形 当即打了个哈哈 说道 不过他这话 可招来了那五爷的不满 小牛 今日 是我有事情找你向上 你怎么找了个外人来呀 一句话 就想要把宋五娅排在外边 牛老爷急忙道 宋大人算不上什么外人 究竟南逃选这个烂探子 还要仰仗宋大人来收拾呢 宋五娅听着这么不客气的话 也不想失去了自己的威风 当即便当 好 这么看来 今日五爷是要和牛老爷商量 见不得人的事情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本官可就必须要听听看了 也不知道你们是要说什么 是赚钱的事情呢 还是谋反的事情呢 你说什么 别在这里活着上摇 呼蔑我等 五爷顿时闹闹 而一旁的牛老爷 这一头的冷汗已经出来了 贩卖撕盐的嘴 就已经是不小了 现在竟然从宋五娅的嘴里 说出了谋逆的事情 这样的话 那他这牛家上上下下 怕是别想留一个活口了 听着五爷这样的话 宋五娅冷笑道 呵呵 五爷 这南投县 不过是屁大袋的地方 你以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能够瞒得过那些没脑子的言商 还能瞒得过本官吗 你放火烧了牛老爷的马场 昨天又让下边的人 煽动那些言商 围堵牛家马场 这些事情算不上什么事情 本官怀疑那些被抓的 无量教成员 也和你关系密切 门口呼吟 那些人 老子根本不认识 只是被宋五娅的这么几句话 就给说得恼羞成目 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句话 宋五娅对这个五爷 有了重新的认识 而牛老爷听到了宋五娅的话之后 算是松了口气 感情刚刚宋五娅的话 和他没什么关系 看着五娅气愤的样子 宋五娅微微一笑 随即说道 五娅说得可真好 这俗话说得好 欲加之罪何谎无辞 本官说是 你如何说不是 这时候 再看五娅的脸上 深情愤怒 却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反驳宋五娅了 他说着 猛然起身 就向外走去 你听这话 没办法谈了 老子吵了 是吗 五娅这就要走了 不等五娅走出门口 宋五娅就冷笑道 本官这么几句话 就把五娅给吓住了 连掌握舵主的事情 都不愿意杀掉了吗 这时候 宋五娅也是刚刚想到了 司徒人之前所说的话 不过是试探地说了一句 这宋五娅这话一出口 那五娅的神情顿时一紧 顿时驻足在了门外 你怎么知道 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五娅回过头来 紧皱着眉头 看向宋五娅 一脸的愤怒 五娅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宋五娅哈哈大笑 刚刚本官不是说过了吗 这小小的南投县 能有什么事情瞒得住本官呢 原本 还想起身留住五娅的牛老爷 听到他这话之后 脸上的神情 也是无比的震撼 话还没有说多少 宋五娅这短短的几句话 直接就震住了眼前这两位大言商 哦 宋大人这话可当真 你来老夫这里 是想要把航运拿走 牛老爷自然是很看重这件事情 一脸凝重地看着五娅问道 五娅此刻脸上的神情 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宋五娅一语道破了 他今日来这里的目的 一时间让他有些无地自容 听着牛老爷在义旁的追问 五娅皱着眉头 转身回来 做了下来道 没错 今日回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多主的事情 由我来决定 日后这南投县的商业 担我六四分 老五 你这也太不把我牛家 放在眼里了吧 牛老爷听着五娅这话 顿时皱眉立合 即便是四六分成 牛家还是占着优势的 可牛家如果答应 那就表示牛家认怂了 不管怎么说 宋五娅是不会让这件事情成功的 而且现在看起来 这牛老爷也并不接受这样的商量 牛老爷 可不是我老我不把你放在眼里啊 还是现在不一样了 这块肥肉 我要说是我了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呢 只怕以牛老爷 你现在的实力 也是保不住的 老五 我这也对得起你了 没有全都吞了 五娅说话的语气 缓和了过来 对牛老爷的称呼 也都客气了不少 可他这么说 牛老爷的脸色 变得为难起来了 他低着头 琢磨着这件事情 随后扭头又看向了一旁的宋五娅 显然是想要求助于宋五娅 瞧着牛老爷脸上这副神情 宋五娅微微一笑道 牛老爷说的没错 五娅你这张口张的是够大的呀 只怕这件事情 牛老爷没办法给你做主啊 宋大人这话 什么意思 经过了刚刚的一番对质 显然宋五娅 赢得了这五娅对他的尊敬 从最开始对他的薄屑一顾 到了现在这本尊敬的称呼 没什么别的意思 这一点五娅也很清楚 这块肥肉可不只是你们两个盯着的 在这之前 吃着这块肥肉的人 也并非是只有牛老爷的 现在你说拿走四层 就拿走四层 只怕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啊 宋五娅看着五娅说道 五娅眉头紧重 他听出了宋五娅这话中不客气的意思 可他却又没办法反驳 因为宋五娅说的一点也没错 这块肥肉 不是他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的 那依宋的儿的意思呢 五娅看着宋五娅 这么问了一句 宋五娅冷哼一声 原来吃多少 现在依旧吃多少 这样没什么变化 也不会引起什么变故 这么说来 宋五娅是不想谈了 五娅再次起身 狠狠地说道 五娅已经彻底把宋五娅的话给激怒了 如今他表情虽然不至于猙獰 可他的内心强压着愤怒 就快无法压制了 宋五娅看得出来 同样他也知道五娅此刻心中的想法 面对五娅的质问 宋五娅没有立刻回答 他反倒是扭头看向了牛老爷 微微一笑 伸出手指 在桌上敲了几下 今早走得匆忙 连牛老爷家里 又说了这么多话 倒是觉得有些口干舌燥了 牛老爷顿时警醒 立刻起身 抬头看向外边 打喝道 人呐 人呐 宋大人来了 也不准备茶水 你们是怎么做事的 对吓人的一方训斥后 牛老爷又重新坐下 两人这一番举动 使得五爷尴尬一场 他现在是坐也不是 是站也不是人 被如此晾在原地 五爷脸上本就已经 愤怒异常的神情 如今已经到了极点 随时都可能彻底崩溃 宋五娅 收回敲打着桌子的手 这才抬头看向五爷 他微微一笑 倾咳了一声 咳 五爷刚刚说什么 本官有些失常 并未听到 宋大人 你好别如此装模作样 五爷怎能不清楚 宋五娅究竟是何用意呢 他也并非是鱼木割的 被如此戏弄 如果还不自知的话 那他也就没什么本事 来这个地方了 宋雅点点头 五爷 这件事情并非是 本官不愿意谈 而是没办法谈 你可知道 能投现这泥潭之中 都藏着什么吗 一想说就说 要不着 拐弯抹脚弹 五爷气鼓鼓地 再次坐下 镜头扭向一旁 双眼看着外边 五爷是个聪明人 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想必五爷的心里 也应该清楚 此地鱼龙混杂 除了你和牛老爷之外 所牵扯的势力还有不少 别的不说 咱们就说说这无量教 据本官所知 他们对这一代私言生意 可谓是志在必得 无量教 无量教又是什么东西 五爷气愤道 也不知道 他是真不知道 还是在这里说气话 故作不知道 宋雅听着觉得可笑 无量教的事情 可谓已经闹得是 举国皆知的地步了 这五爷能不知道 一个难对付的邪教 宋雅简单明了的 给无量教做了定语 五爷听着这话 脸上依旧是那幅 满不在乎的样子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邪教罢了 又能怎么样 难不成 他们想要 就必须要给他们吗 哼 五爷毫不客气地说着 丝毫不把宋雅雅的话 当作一回事 他现在的模样 宋雅雅也已经预料到了 毕竟之前被宋雅雅给气得够呛 现在说什么 只怕他都带着气话的惩罚 并非是本官吓唬无疑 若是你这话传到了无量教的耳中 怕是你活不过今日 宋雅雅 必须让五爷重新认识这一点 要不然的话 事情就真的没办法谈下去了 笑话 五爷夸张地笑出声来 这天底下 还没有这一号人 好吧 那本官便说是自己的遭遇吧 就在不久之前 本官抢了南投县的前几日 无量教就差一点杀了本官 若不是因为当时 他们只是想要和本官开个玩笑 吓唬吓唬本官的话 或许这南投县的事情 本官也就没有什么机会 再插手了 宋雅雅一本正经的 将自己的经历说了出来 这可不是他瞎编的 而是实实在在发声过的 听着这话 牛老爷顿时大惊 什么 宋大人 您这话可当真 那些邪教祖师 竟然真的敢对朝廷的命官出手 本官在念牛老爷的眼里 还算得上是朝廷命官 圣上的钦差 不过 在他们的眼里 那可就算不上什么了 无非就是草芥而已 莫说他们了 五爷不是一样不将本官放在眼里吗 宋雅雅回答着牛老爷问题的同时 还不忘讽刺了那五爷一句 话说到这个地步 五爷的脸色多少有了一些转变 他将视线从门外转了回来 此时此刻 宋雅雅的话成为了三人的主导 五爷也看得出来 牛老爷虽然心里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可是这表面上 却是一副以宋雅麻手势瞻的 所以他考虑良久 还是决定放下姿态来 苏德瑞 你也用不着讽刺我 今天我是来商量事情的 可不是来听故事的 既然您不同意 我掌管多处的事情 那就让我听听宋雅雅人的高见吧 五爷说着话 将问题抛给了宋雅雅 宋雅雅点点头 好 既然五爷这本表态了 那本官也就不啰嗦了 本官不知道五爷你的身份背景 也不知道你究竟有多么庞大的势力 既然你敢置身前来牛家叫板 想必你的势力也不在牛家之下 不管怎么样 本官在这里向五爷交个底子 不管是你和牛家哪一方 都没办法和无量教抗衡的 莫要说你们了 即便是朝廷 如今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所以 为今之计 也只有五爷和牛老爷强强联手 只有这样 或许还能挡住无量教插手此地 什么 牛老爷听后 当心打惊 紧皱着眉头 看向宋乌鸦 很是不急 宋大人 您刚刚不已和老夫所想一样吗 这碗饭 若是这样分出去 只怕会惹出大乱子来 说来说去 宋大人的意思还不是如此 看来 高高在下的分配 少散了宋大人的份儿 所以宋大人 才这般促脑吧 五爷 对此也不禁耻笑起来 他们两人截然相反的表情 纷纷将毛头 指向了宋乌鸦 显然 他们两人对宋乌鸦 此刻说出的这番话 并不是特别满意 两位何必着急 本官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水落便如刚刚五爷所说 你与牛家联手 至于分成 你们自己商议 但五爷不能与牛家争抢言商 另外 牛家可以开辟鹿鹿 而五爷不许插手 既然宋乌鸦 会说出这样的话 那他必定已经做好了 圈盘的考虑 要不然如何让他们两人脱节 这话一出口 仰头瘫坐在那边的五爷 眉头一条 回过神来 凝视着宋乌鸦 等着下吻 而牛老爷脸上神情依旧一般 可见对宋乌鸦这个安排 并不怎么满意 怎么 本官这样说 你们可还有什么不满的吗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三百六十九集 那不是便宜了牛老头 我也很是不客气地说道 他自然是觉得自己吃了亏 而同样 牛老爷也觉得自己吃了亏 这鹿鹿令人太小 来往路途的关卡必须上下打点 必定会交好不少 看着牛老爷摇头叹息 以及五爷不屑地蔑视 宋乌鸦 微微一笑道 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少赚多赚也十赚 又何必既有这个呢 至于五爷这里 水陆的利润 你可以多拿一成 原本你要的是四成 现在给你五成 你又有什么好说的 宋大人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为何我们不能净手鹿鹿 五爷生怕自己站得少了 也是争锋相对 看着他们这两人 宋五爷深吸了口气 这两人还真是难缠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他决心想做这个和事劳 让两人暂时消停 好让他从中得利 可没想到 这两人竟然谁也都不放谁 得了 你们二位随意 你们的事情本官是不相关了 管你们都给你死我活的 对我来说 也无可厚非 宋五爷摇摇头 叹了口气 当即起身 便向外走去 他这突然要走的样子 五爷和牛老爷两人 顿时皱起了眉头 宋大人 你这又是何意啊 牛老爷紧张了 宋五爷是他好不容易请来的 目的就是想要让五爷收手 可现在倒好 事情没有办妥 反倒是宋五爷被他们给气走了 没什么 本官去城里的棺材破子转转 给两位订上一口上好的棺材 宋五爷头也不回 懒懒地说着 他的脚步已经到了门外 没有丝毫地停顿 眼见宋五爷是真的要走 牛老爷这才起身追出来 想要拦住宋五爷 可刚刚宋五爷的这句话 算是彻底激怒了五爷 五爷猛然起身 抬手 至今已经到了院中的宋五爷的背影 骂道 小松的 你别以为老子怕了你 你刚刚那话是什么意思 莫非你还对老子重了怠心 五爷 用不着这些多数 沙尼用不着我 但凡你和牛老爷欲胖相争 那得力的渔翁自然会露面的 临死的时候你或许就会知道了 宋五爷 丝毫不管五爷此刻如何 依旧冷冷地说着 牛老爷 不过自己腿脚不变 快速地就冲到了宋五爷的面前来 宋大人 请留步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呀 挡在了宋五爷与白竹的身前 牛老爷 甚至直接扔掉了手中的鬼杖 张开双臂 将两人拦下 他嘴里说着好话 劝说着宋五爷留步 同时他抬头看着里边喊道 老胡 你这又是何必呢 宋大人若是想要杀你 还用得着这般大非洲车吗 老牛 你让他走 老子倒是想要看看 究竟有谁敢吐老子这可想杀人头 五爷丝毫不管 牛老爷在说死 这心中憋着的气 早已经压制不住了 这时候一股脑的释放出来 根本不听任何人的话 看着眼前的牛老爷 宋五爷微微一笑道 牛老爷 事情到了这一步 不妨你就答应我爷的意思 本官以为 用不了几日 事情还会重新洗牌的 扔下这话之后 宋五爷推开了眼前 牛老爷的胳膊静止向外而去 这一次 牛老爷也没有再上前阻止 而当宋五爷与白竹 两人离开之后 五爷立刻起身 用不可质疑的口气 像是对牛老爷 发出了最后的通敌 老牛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多祝由我接手 利润无物分成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那可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随着宋五爷离开 这五爷扔下这么一句话 也自行离去了 牛老爷站在院中 看着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的厅堂 摇头叹息不已 哎呀 老五啊老五 老夫之所以不与你合作 就是因为你这种性格难成大忌 宋大人说得不错 你如此一一孤行 用不了几天 必定会有重新洗牌的时候 自言自语的牛老爷 话说完了 脸上的神情也舒展开了 渐渐浮现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来 而在牛府之外 白猪回头看着后边 拍了拍宋乌衙道 乌衙秀 看来他们已是谈不下去了 那我又出来了 我看他们是谈成了 估计牛老爷妥协了 不过这不要紧 如此一来的话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 宋武雅头也不回地说着 他可不认为 这五爷谈不妥会这样离开 而白卓对于宋武雅这样的肯定 表示非常的怀疑 不对吧 这能算成什么好事情啊 他们两人联合起来 不正好能对抗无量教吗 白兄 你觉得以他们两人的能力 怎么和无量教对抗 宋武雅很是不屑地哼了一声 我巴不得他们两人 闹成这个结果呢 你以为我是真的想要 让他们两人联合吗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我又何必对这五爷 那般言语 只需要对其说些好话 事情自然就成了 我之所以说出这番话来 目的就是要激怒他 好让这事情没法商量 哦 原来如此啊 白卓恍然大悟 我还以为 乌鸦兄你是真的想要让他们两人联手 然后对付无量教呢 如此一来 我也孤注一掷 到时候 无量教自然会出手的 别忘了 昨天放出了无量教的人 无量教或许会和牛家商量 到时候 他们所要针对的目标 自然是五爷这个绊脚石了 宋武雅 对那五爷很是不信 他看着五爷的教子离去 冷冷当 我倒要看看 这关山九楼的背后 究竟是什么势力 吴远教 没想到你这招还是一十二鸟啊 到时候 不仅能够引出无量教来 无量教对付了五爷 那关山九楼背后的势力 说不定 已会露出面来 来对付无量教 如此一来 对咱们来说 可就是大好事了 白卓听到宋武雅这么一说 他这心里 才算是彻彻底底 明白了宋武雅的用意了 宋武雅顶头微笑着 那是自然 想必牛老爷此时心里也在想着 到时候 就要看五爷的好戏了 只不过 这场戏 他看不了多久 和无量教谈声音 无异于 与虎谋皮 感慨了这般一句 宋武雅与白卓两人 大踏步地离开了牛家 如今的南投县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绷紧了 眼看着就要断裂了 现在 宋武雅已经放出了鱼儿 就等着鱼儿上钩了 今天在牛家 倒也不是没有收获 至少 有了五爷的突然插手 使得原本 牛老爷要让宋武雅出面的舵主一试 这次 就算是没他什么事情了 这下好了 牛家选舵主的事情 用不着我来操心了 被这个五爷拿走了 这些珍珠 牛老爷算是白白给了咱们了 宋武雅想到这里 突然得意地笑了起来 白卓没注意到这一点 此刻听宋武雅这么一说 才反应过来 是啊 之前还正愁这件事情呢 白卓也跟着高兴起来了 他这笑声刚露 立刻就问 不要笑 那咱们怎么处理那些珍珠啊 这还用说 当然是留给圣上了 咱们留着那东西干什么 到时候和圣上要些银子 作为省次 不就完了吗 宋武雅想都没想的 就说道 乌雅想 你等此可真够大的呀 竟然连圣上都惦记着 这次算是坑了他一把呀 白卓略显吃惊地 称赞着宋武雅 那是自然啊 不坑白不坑啊 反正他有的事情 更何况 咱们也替他做了一件好事情啊 虽然说 到时候抄了牛老爷的家 这一切都是他的 可咱们 不是提前给他送过去了吗 哼哼 宋武雅竟然一边说着 一边露出了猥琐的笑容来 而白卓同样 和他露出了 同样的笑容和表情 这大清早了 就去了牛家 现在他们离开 也没用了多少时间 如今两人在这大街上 还真的是不知道 该去什么地方了 乌雅秀 怎么现在去干什么 白卓随口就问了一句 确实 现在时间还真的是太早了 总不能今天 就这样一整日的 待在客栈内吧 可要说去干什么 宋武雅还真是不知道 毕竟眼下的事情 该做的都已经做过了 实在是想不出 该去干什么了 宋武雅皱起了眉头 瞧着白卓 白卓 你说咱们现在该做点什么呢 我倒是有些郁闷了 你问我啊 我哪知道啊 我看啊 乌雅胸 怎么又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不如去找那些严商 再幸能一番得了 白卓看样子也不知道怎么办 随口就说了一句俏皮话 这话 让宋武雅感觉到非常的诧异 白卓竟然口口声声 说要主动去挑衅那些严商 要知道 之前的几次遭遇 可是让白卓心有余计不已 他竟然还有这份胆量 所以 宋武雅心里觉得好奇 用奇怪的目光 上下打量着白卓 白卓 你这话不是开玩笑的 你有胆量去找那些严商 这 刚刚还豪言壮语的白卓 这时候不过是宋武雅 这么一声质疑 立刻就哑然了 看他吞吞吐吐的模样 宋武雅当即哈哈大笑道 哈哈 看来白卓 你这话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啊 谁说的 被宋武雅嘲笑 让白卓很是没有面 他几乎想都没想 直接反驳 你要是没这个胆量 我怎么会说这种话 我刚刚失忆 不过是不知道怎么去戏弄他们而已 所以 这个害得乌鸦兄 你来那主意 到头来还是要让宋武雅出面 这可有些难住他了 先前几次的戏怒 未必不会让那些严伤引起怀疑 虽然他们两人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在这些人里边彻底暴露身份 可难免不会被认出来 眼下正好闲来无事 白卓这样提醒 宋武雅的心里还真的考虑起了这件事情该怎么去做 哎 对了 就在宋武雅 还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 白卓却发出了一声惊疑 之前 他们不是撞进了牛家马场存放的私盐了吗 咱们让他们再去打私盐的主意 不就成了吗 嘿 这可行不通了 宋武雅 直接摇头摆手 白卓 你可别忘了 咱们可是刚刚从牛家出来的 那五爷不是去找牛老爷商量了吗 想必现在他们达成了交易 这五爷呀 也不会放纵这些严商去找牛家的麻烦了 哎 对呀 白卓一拍手 失望不已 那还有什么事情呢 好像也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我看现在没什么事情 还不如应了吴亚兄你之前的提议 怎么去哪 逃林走走得了 到了这个时候 白卓都泄气了 眉头都已经皱成了一个疙瘩 宋武雅没有理会白卓 依旧在琢瘩着这件事情 想来想去 最后他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哎 我也想不出该干什么 现在五爷回去之后 必定会商议舵主的事情 不过 这个舵主的事情 和咱们可就没什么关系了 要不然 咱们去打听打听这件事情 宋武雅向白卓 这样提议道 听了他这话 白卓立刻点头 没错 知己知彼 百阵不带嘛 咱们是应该看看这五爷 想要干什么 或许 不仅怎么想知道 无量教的人 估计也很想知道这一点 到时候 未必不能从中 发现无量教的线索 说得没错 打听打听 看看 情况如何 宋武雅点头英事 他也觉得 这事情没准啊 真的有可能 两人说做就做 刚刚商量好 这就迈开步伐 向这城里一家大的茶楼而去了 物雅刚回去 这选举舵主的事情 必定没有多少人知晓的 怎么要是在这茶楼里 这么一说 必定会让所有人震惊的 白卓 怕是这个时候 都已经想到了他们去了茶楼之后的场景了 对此 宋武雅还能说什么呀 既然白卓高兴 那就走上一趟吧 到时候 情况如何 就留着之后再说了 宋武雅 与白卓两人也不知道 眼前这个茶楼 是不是南投县城内最大的茶楼 反正看着气派非凡 门口的小二 不住地招揽着过往的行人 其内传了阵阵琴声 可见里边除了喝茶聊天之外 还能听听小曲之类的 两个公子 里边请 刚到了门口 站在门口的小二 立刻走出门外 迎向了两人 两人点点头 也不作声 就跟着小儿进去了 诺大的茶楼内 已经很难再找到空位置了 不过 这店小二 既然拉着他们两人进去 必定还是能够给他们 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的 果然 两人进去之后 店小二立刻就给他们 找到了位置 不过 这可不是什么好位置 可是最偏僻的角落里 看着这个小小的桌子 摆放在角落里 两面 临着墙壁 另外的两面 正好坐下他们两人 不过 这坐下后啊 他们可就要面对墙壁了 两人只能调整椅子 背靠墙壁 让自己多少 能够 看一眼那台上的表演 欧阳秀 这地方也太寒颤了吧 白竹刚坐下 立刻就抱怨起来了 可那把他们领进来的店小二 此刻已经一溜烟地跑了 也不知道 是出去招呼其他客人了 还是给他们去准备茶水了 不管怎么说 既然他们都进来坐下了 又何必去想这些呢 反正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也不是喝茶听曲了 把事情做完之后 离开不就完了吗 行了白竹 这点小委屈 有什么好说的 宋无牙微微一笑 对此不以为然 你可不要忘了 过不了几天 咱们兄弟可就会大不一样了 是啊 刚刚还在抱怨的白竹 一听到宋无牙这话 就知道宋无牙已经步入了正题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三百七十集 当即顺着他的话说道 这些好了 物业和牛老爷摊了牌 而且还从牛老爷手里 接过了这船运的事情 听说这几日 就要选举新的舵主 然后重新开运呢 那是 这一点咱们兄弟可要激励一点啊 这种好事情 千万不能让别人给听去了 宋无牙点着头 笑容满面 他们两人说话的声音 虽然不大 可是这茶楼里 已经坐满了人 尤其是最近这些十日里 外地来的银商是越来越多 全都聚集在了 这小县城内 他们可没什么地方可去 只能来这茶楼里 消遣时光了 这个好 茶楼的生意 一下子好了起来 这座位 自然就不够了 就像宋无牙 他们现在坐的这位置 只怕就是临时 加出来的 这临桌的人耳朵 再怎么不好 刚刚他们说的话 也该听到了 不严肖 你放心吧 这事情啊 我看这城里 没几个人知道 怎么可能会落到 他们的手里呢 白竹 不以为然地说着 而这时候 宋无牙与白竹 两人注意到 这旁边的人 已经纷纷扭头 看向了他们两人 看着这个模样 宋无牙与白竹 两人的对话 立刻在这个时候中断了 老兄台 看你们两个 很神灭神啊 啊 是啊 吃这口饭的人这么多 哪能全都认识啊 这位兄台 你说是吗 宋无牙 微微笑着 回应着那人的话 那人点点头 随即便询问道 这下听说啊 刚刚你们好像说什么 选举度主的事情 而且还说是五爷来决定 可真有这种事情啊 没有没有没有 宋无牙与白竹两人 当即失口否认 大哥 你一定是听错了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 牛家怎么可能会把这事情 任给五爷呀 他们两人急忙便急 可那些人看着他们两人 此刻脸上古怪的神情 哪能相信这句话呀 纷纷露出 呼一只色 刚刚询问宋无牙两人 那话的那人 又问道 不对吧 那在下 刚刚刚怎么听得清清楚楚的 能不清楚吗 距离这么近 要真的是听错了的话 那才有问题呢 而他这话一出口 宋无牙与白竹两人 相继起身 抱拳道 兄台 你肯定是听错了 这里这么吵 我们刚才说些悄悄话 你怎么可能听到 一边说着这话 两人一边向外边走去 瞧着他们两人往外边走 这几个人虽说脸上都满是狐疑 可却并没有追出来 哎 两个公子 茶水来了 店小儿 拿着茶水迎面撞到的两人 送乌鸦摇摇头道 不要了不要了 那叫什么位置 坐都坐不下 扔下了一脸无奈的店小儿 两人尽职就出了茶楼 胡言笑 你说他们会相信吗 白竹 回头向那茶馆看了一遍 没有看到那些人追出来 有些担心地问道 这事情 也实在是太简单了 毕竟他们两人不过是在这里边坐了一会儿 说了那么几句话 总共没有用了一盏茶的时间 听到这话的那些人 未必能够相信这一点 不过 送乌鸦却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胸有成竹道 白竹 你就看好了吧 用不了多久 刚刚那些学问咱们说话的人 必定会从这里边出来的 不会吧 白竹胡疑道 他这话刚出口 后边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来呢 宋牟鸦在一旁 便提醒道 白竹 你看 那不就是刚才那几个人吗 白竹顿时疑了 扭头一看 可不是吗 这出来的十多个人 正好 是刚刚在他们身旁 询问的那些家伙 还真是 这些家伙 也太耐不住性子了吧 怎么就说这么两句话 他们就相信了 白竹吃惊不已 宋牟顶头道 要让他们相信这件事情 并不一定会要把事情说得非常圆满 咱们这简单的几句话 被他们听到 然后再加上刚刚咱们这一番掩饰 他们即便不相信 这心里啊 也一定会怀疑的 只要他们怀疑这件事情 然后去查证 那就完了 毕竟这是真有的事情 说得也对 想必他们很快就能验证咱们所说的话 是真是假了 白竹顶头 认同宋牟顶这话 原本无事可做的两人 突发奇想 要给这五爷招点麻烦 可现在这事情 就这么简单的完成了 就等着后边的结果了 可说起这结果来 白竹不禁又有些犯愁了 毕竟他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等到结果 这心里很是不痛快 这边刚刚附和着宋牟顶说了这话 话音刚落 也不给宋牟顶开口的机会 立刻又到 也不知道 这些人得到什么时候才能有个结果 看这个情形 他们应该是去五爷那里了吧 那是自然 除了去五爷那里 还能去什么地方 宋牟顶无奈地说着 白竹忍不住又叹起气来 这心里着急到这个程度 实在让宋牟顶难以想象 毕竟对宋牟顶来说 这种事情 耐着性子等待着就好了 可偏偏对于白竹来说 事情就没办法这么简单地完成 偏偏这点耐性都没有 听着宋牟顶的话 白竹再次迫不及待道 乌牟顶 我看咱们跟着过去看看吧 行了吧 这个时候跟过去干什么 咱们跟着出去 要是被发现了 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宋牟顶 可不会认同他这样的想法的 也不知道那五爷回去之后 会怎么准备 如果他回去 没有向其他人宣布 这件事情的话 这些人前往五爷那里 询问事情 想必这五爷再怎么傻 心里也会明白 这件事情是谁放出去的风 牛老爷显然是不可能的 毕竟这件事情 对于牛家来说 绝对算不上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他主动说出去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五爷必定会想到 宋无牙的头上来的 不知道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打算 此刻 他们还没有离开茶楼 只是在茶楼的外边站着 而随着前边那些人的离开 茶楼内 陆陆续续的有人跟了出来 无一例外 他们所去的方向 全都是同一个方向 不过是眨眼的功夫 刚刚还热闹非凡的茶楼 此刻就已经变得空荡荡的了 只剩下那么几个不好事的人 依旧坐在其内 喝着茶水 吴燕兄 看到了吧 这些人 可全都跟着出去了 白竹看到这些人出来 立刻惊喜到 宋无牙点点头 没有理会眼前的一幕 转身向另外的一个方向走去 白竹 别惦记着这件事情了 一气垫着 还不如放下呢 你这样不觉得累吗 宋无牙没好气地说着 而白竹 看到宋无牙要走的样子 当即追上来问道 无牙笑 你这是要回客栈吗 不 去县阳 找于春问一下 无量教那边的情况 宋无牙随口说着 没有事情可做 那总得找点事做才行吧 眼下他们所能做的 也只是关心一下 无量教的事情了 不过 到县阳去询问这件事情 只怕未必会有结果 如果话传回去了 要么是秒无阴性 要么无量教 自然会直接寻找牛老爷的 这套事情要解的事情 白竹点头说着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县阳前 刚刚来到门口 守在门口的牙医 立刻对两人说道 宋大人 于大人他不在县阳之中 好 于县令竟然不在县阳内 那他去了什么地方 宋无牙听着这话 顿时宜了 显然他没有料到这个 刚刚于县令 还去将他们邀请去了牛家 这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 怎么于县令 就不见了踪影 看着宋无牙眉头紧皱的样子 那牙医回答道 回禀苏大人 于大人他出去办案了 办案 办什么案子 本官好像没有听说过 最近县城里发生了什么案子 宋无牙 可不相信于县令 真的去办什么案子了 他这话 可算是把牙医给拦住了 宋无牙不相信 他又能怎么样 吱吱呜呜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看着这一幕 一旁的白竹 当即拉了宋无牙医把 说道 行了 我牙医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 想必其他的也不知道了 我们何必在这里为难他呢 既然于县令不在 那等他回来之后 再找他不就完了吗 宋无牙听后 依旧严肃地看着那牙医说道 最近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来过县牙 回禀大人 这几日来县牙的 这就只有大人您和白公子了 其他的人应该没有来过 牙医回答的话更是干脆 他这话 可让宋无牙与白竹尴尬了 原本想要询问一下 是不是有无量教的人来过这里 这可倒好 感情自己才是这县牙的常客呀 宋无牙点了点头 也没有再说什么 转身就离开了县牙 离开县牙之后 他们可算是无处可去了 白竹看着走在前边的宋无牙问道 乌鸦兄 咱们现在回客栈吗 是啊 除了回客栈之外 咱们还能去什么地方 宋无牙无奈地说道 一切的事情 都在这个时候陷入了什么 他们没办法再从这里边 找到什么其他的线索 如今只有等到无量教出面了 但如果无量教不出面的话 到时候 宋无牙也只能在这里受网了 虽然抓不到无量教的把柄 却也能够惩治一下贪官和严商 乌鸦兄 怎么刚刚从查查离开之后 你就有些闷闷不乐的 听着宋无牙的话 白卓立刻又疑惑地问了一句 有吗 宋无牙疑惑道 他可没觉得自己现在的样子 像是闷闷不乐的人 白卓点点头 没说什么 宋无牙也不搭这话了 不过这个时候 他突然间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白卓 你说那寒剑几年前 是如何惩治这些私言的 这个呀 乌鸦兄 你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寒剑来了 白卓被宋无牙突然的问题 被搞得很是诧异 没什么 只是突然想起来了 我记得他曾经说过 他之所以能够生日支付 全都是因为他查办私言的事情 可现在我们来到了这南投县 却发现这私言市场鱼龙混杂 而且做的是风生水起 不仅仅是如此 这南投县的私言 又想运送出去 想必要经过南开城的 可偏偏在这之前 南开城那边对此 好像并没有任何的举措 这让我有些疑惑 这韩剑当年是如何惩治治理 这私言的呀 宋无牙将自己心中的疑惑 直接给说出来了 原本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 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的 就想起了这韩剑来 而且他想到了几年前 韩剑在这一带查办过私言的事情 可现在倒好 私言的声音怎么看都像是没有被管控过的 这南投县城的情况 已经可以说是明明白白的了 即便是个傻子来到这里 也能够看出个苗头来 他们之所以如此的猖狂 必定是有原因的 而这个原因才是从来考虑的 但是显然 这个原因和韩剑所说的 还是有区别的 此时此刻 他想到这里 能够想到的唯一可能 那就是韩剑在这件事情上 骗了他们 伍牙笑 这又什么呀 你看他们这些人 可谓是手眼通天 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想必南开城那边 早已经被他们上下打通了 白竹 丝毫不以为然地说着 听着他这话 宋伍牙顶顶头道 我也是在回忆这件事情 如果这些私盈 经过南开城的河道 想必韩剑应该是知晓 可偏偏在这之前 他竟然说自己 查办的私盈 但是 现在我有些回忆他了 你是说 回忆韩剑他也查找了 这里私盈的生意 白竹顿是吃惊 宋伍牙顶顶顶头 不仅仅是如此 而且当年查办私盐的案子 只怕也造假 哎呀 顾家秀 你用不着想这个了 毕竟韩剑 擅自调动 城防官兵 只是这一条罪责 他就已经 是死罪了 反正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何必和他计较这个呢 白竹倒是看看 用这样的话 来解开宋伍牙 可宋伍牙却并不这样认为 他摇摇头道 如果韩剑和这里有关系的话 那么当年 他查办私盈的案子 就必定造假了 而他能从这个案子上造假 那足以说明 朝中必定有大云 帮他掩盖了这件事情 这才能够糊弄过去 吴家笑 你是准备用韩剑 来引出朝中的大产 宋伍牙的话 说到这个地步 白竹这才听明白了 宋伍牙的用意了 宋伍牙 确实是这样想的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看来 咱们还需要验证一下 咱们的猜测才行啊 这牛家的人问个清楚 白竹猜测道 想要验证这件事情 关键还是在牛家 但这并不是一件难做的事情 宋伍牙点点头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伎俩 就能够从牛老爷 或者是愚春的口中 套出这句话来 毕竟在这之前 他自己已经 默认了咱们的说辞 这里的四言生意 绝对有朝中大臣插手 或许插手的人 还不是一个两个 如果真的能够顺藤摸光 找到朝中的巨摊 那怎么可谓是功德无量啊 正好这样一来 满足了圣上心中的所想 白竹 还是没有忘记 之前宋伍牙所说的话 这皇上想要的 无非就是让他们 查处那些巨摊 要想肃清朝野 绝非是一朝一夕 所能办到的事情 同样 宋伍牙也很清楚 以他和白竹两人 想要扳倒朝中的巨摊 只怕 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即便是有皇帝 在背后给他们撑腰 到时候 也未必能够如愿 如今突然间 被他想起来的寒静 眼下正在牢狱之中 可他随后 就要被押解进军 到时候如果处置 还不得而知呢 若是寒静在这 嘶言一案之中 确实参与 那想必在朝中的 一些巨摊 也必定会想尽 一切的办法 立保他无事的 或许 他们没有能力 保护住寒静的话 也一定会在半路上 将寒静铲除 可惜的是 宋伍牙察觉到这一点 实在是有些太晚了 如果当时 他再来到这 南投县的第一天 就想到这一点的话 那寒静 也不会被直接送进京城了 乌亚绣 乌亚绣 白竹 在宋伍牙的眼前 挥动着手掌 轻声叫了几声之后 宋伍牙这才回过神呢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三百七十一集 白竹 怎么了 没什么 我是突然看你不往前了 愣在原地 所以喊了那几声 白竹 见宋伍牙询问 随解释了一句 宋伍牙点点头 两人继续向前 向着客栈的方向而去 两人刚刚到了客栈之前 突然间 远处的街道发生了混乱 站住 你小子给我站住 远远的 就听到了如咆哮一般的喊声 宋伍牙与白竹两人 立刻侧身 躲在了街边 不过是眨眼的功夫 远处混乱的人群之中 一年轻人便慌慌张张地 向这边跑来了 在他的身后 正有一名魁梧的大汉 带着几人追赶着他 此人面色惶恐 向前跑着的同时 还不住地向后望着 可他这个跑法 终究是会被抓住的 毕竟这南投县城 并没有多大 而且出城的地方 不过只有一处 他又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 给老子站住 后边的人 还在怒声地喊着 这样的情形 让街道上的不少人 都跟着遭了殃 而宋伍牙与白竹两人 看着这一幕 心中也是诧异不已 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眼看着那年轻人 跑到了宋伍牙与他们身前 不想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 还是怎么回事 竟然一个猎脚 就摔倒在了地上 让你小子跑 年轻人这一摔倒 紧追在他身后的那名壮汉 立刻就赶了上来 嘴里怒骂了一句 伸手就抓住了 年轻人的衣襟 一把就给他拽起来了 小子 你能跑哪儿去 还不乖乖地跟我回去见午夜 壮汉怒声骂着 却并没有动手 收拾着年轻人 反倒是拉着他 往追来的方向 远路返回 宋伍牙与白竹两人 就在他们身边不远的地方 这壮汉说话的嗓门也是不小 刚刚那一句话 两人自然是听得清清楚楚 伸家修 你听到了吗 刚刚这壮汉 说要拉着这个年轻人去见午夜 没想到这事情和午夜有关系 你觉得会是什么事情呢 白竹看着那壮汉 拉着年轻人 在几个人的拥足下 向着来时的方向回去 立刻 向宋伍牙 询问了一句 这壮汉只是提了这么一句 其他的根本也没有说什么 宋伍牙自然是没办法猜测到的 他紧皱着眉头 心里稍加琢磨了一下刀 会不会是和咱们刚刚做的事情有关系 要不咱们跟着过去看看 白竹立刻笑着问道 说来说去 白竹之所以这样询问宋伍牙 其目的也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想要跟着过去看看热闹 宋伍牙听了这话 脸立刻就拉下来了 之前他都已经说过了 这件事情 他们跟着过去看看热闹 如果被严生认出来 就会引出更大的麻烦了 所以他是不想过去的 奈何白竹 竟然三番五次地提出这样的建议了 好像有不准人跟着过去了 看看就看看吧 宋伍牙正准备拒绝的时候 却看到那壮恨的身后跟着不少的人 索性就答应了白竹这提议 听到宋伍牙松口 白竹顿时兴奋 那真是太好了 说不定这事情 咱们还能搅和他们一下 生怕事情不乱的白竹 这个时候兴奋地说着 只怕心里又有了什么鬼点子吧 听到这话 宋伍牙的心里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觉得白竹很有可能会坏事 他正要交代白竹几句的时候 白竹早已经跟着人群向那边而去了 随着人群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一处巷子内 好在跟来的人并不是特别的多 前边的人也没有发出什么嘈杂的动静 这是伍爷的宅院吧 人群中有人发出了疑问 很快就有人给出了答案 没错 这里是伍爷的宅院 只是不知道这小子 究竟是怎么得罪伍爷了 竟然像成这个样子 我看未必吧 你瞧 他们也没把他怎么样了 只是抓了回来而已 哦 我看这件事情啊 八成和今天刚刚传出去的那件消息有关系 什么消息啊 快点说来听听 听说啊 伍爷去找牛家谈判了 最终牛家愿意让伍爷接手传运的事情 日后的利润就是五五分成 我看伍爷很快就要选新的肚主出来了 咱们也很快就能够接到货了 不是吧 牛家竟然能够答应这种条件 人群中 一下子炸开了锅 显然这事情让他们很难想象 毕竟牛家在这里的地位 他们这些人全都是非常清楚的 而伍爷无非就是一个大言商罢了 以往也都是看着牛家脸色形式的 可是今天竟然有人说伍爷和牛家谈判了 而且直接就接管船运的事情 另外这利润竟然还能和牛家五五分成 这不是说在这南投现代 牛家要和伍爷平起平坐了吗 什么平起平坐呀 我呸 你没听他说呀 这伍爷掌握了船运 那不就算是直接掌控了整个生意吗 我看着牛家 这五层利润能有多少还是个未知数呢 昨晚有一天 牛家在这南投现的地位将会被伍爷所取代 说的没错 说的没错 到时候啊 怎么就用不着看牛家的颜色了 跟着五一混就是了 面对着他们突然听到的这个消息 还没有人确认这是真是假的时候 他们竟然高兴的都快要跳起来了 整个南投现的生意 全都是牛家掌控的 可是这些好像并不满牛家的账 如今他们说出这话 宋维还真是不知道他们是因为最近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 而对牛家失去了信任 还是以往心中就憋着委屈呢 而白卓听了这些人的议论 高兴不已 脸上的笑容都像是开了花一样 此刻院门打开 那年轻人就被壮汉直接带着进入了院中 进去了进去了 怎么能跟进去看看吗 前边的人群 看到那几个人进去之后 立刻就往前挤了挤 不过 守在门口的几名家庭 却丝毫不慌张地看着他们 那冰冷的眼神就这么一叮 这些人就再也没有一个敢往里面拥挤的了 吴亚兄 这五爷还真是够有威信的呀 你看这些家庭 不过是冷冷地看了这些人一眼 他们竟然没有一个敢自己混了 白卓 还真是一副来这里看热闹的心情 得意地向宋雅说着 宋雅顶顶头 这一点他是看得到的 他也很清楚 这五爷 既然能够敢出面和牛老爷叫板 那必定是有所依仗的 另外 这五爷和牛老爷还是有区别的 毕竟牛老爷只负责放货 管他接手的是什么人 只要钱到手了就是了 所以 这些言伤看待牛老爷 和看待五爷 自然是两回事 看着白卓这神情 怂压拉了他一把刀 白秀 我看差不多了 咱们该走了 你看这后边就跟来了不少人 咱们要是再不走的话 一会儿就出不去了 宋雅雅提醒着白卓 白卓回头向后看了一眼 还真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 聚集在了这个地方 随即 他琢磨了一下 也认同了宋雅雅这话 点点头示意宋雅雅离开 两人穿过人群 终于离开了那巷子 总算是松了口气 乌雅雅 看这个样子 这件事情已经满成戒指了 只怕这下子会有不少人上门求见五爷的 到时候 他寻度主的事情 可要让他头疼了 白卓离开了五爷的府门前 这心里依旧是高兴不已 白卓点了点头 这样的情况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事情了 只要事情乱了 就不再是什么秘密了 到时候 宋雅雅自然能够借着机会 从中得知一些他以往不知道的线索 如今眼看着时间已经不早了 虽然还不到正午吃饭的时候 可以用不了多久的时间了 白卓算是满意了 宋雅雅也不想留在这个地方了 万一被那些见过他的人认出来 牵扯到这件事情里去 势必会成为五爷和牛家两人共同的眼中钉 如今牛家不管为何 牛老爷明着还是对宋乌鸦无比恭敬的 任何事情都要借助宋乌鸦的官威 所以他可不想因小失大 失去了牛家这个暂时的朋友 毕竟查明无量教 还需要他们的帮助呢 很快 在宋雅雅与白卓两人共同的努力下 五爷从牛家手中接管船运的事情 已经是满城皆知了 而且这件事情 为人所热议 不少人都想要在这一次展露头角 成为新的堕主 可偏偏事情没有那么容易的 五爷那边没有丝毫的动静 好像他们所说的这些话 完全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唉 都过去一天多的时间了 这无量教 竟然还没有半点的消息 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不打算和牛家谈判了 而是要强硬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情 大清早起来之后 宋乌鸦就对这件事情苦恼起来了 五爷和牛老爷这边 对他们来说 无非只是小事一桩 只要他们同意 随时都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而他们心中最为迫切盼望的 还是无量教那边的举动 可偏偏无量教没有半点的动静 这让他心中难免会有些着急 白竹今天起得不晚 听到了宋乌鸦清早起来之后 所说的这话 顿时笑声传来 乌鸦鸦你不是常常对我说 做事情要耐得住性子 今天你怎么自己反倒是没有耐性了 被白竹这般调侃 宋乌鸦一时雨色 确实 这话是他常常对白竹说的 现在他确实是有些耐不住性子了 哎呀 是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如今不过只是过去了一天的时间 我总是惦记着这件事情 昨天还好 可是今天刚刚起来 这脑袋里全都想着这个 宋乌鸦叹了口气 苦恼道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 宋乌鸦觉得 这和无量教的行驶风格有关系 一整天的时间 无量教没有回信 让宋乌鸦感觉 无量教可能要突然出手 对牛家发难 只是无量教会用什么样的手段 他们不得而知 吴亚鸦 我看你也别在这里瞎琢磨了 咱们现在去牛家一趟 看看情况不就清楚了吗 白竹看着宋乌鸦这副苦恼的样子 直接就说了一句 宋乌鸦点点头 说的没错 还是进牛家看看情况吧 面对无量教的事情 让宋乌鸦感觉到很是苦恼 他心中迫不及待的 想要结束这一切 来到了牛家 两人直接就要进去 原本以往过来 他们二人是没有任何人阻拦的 可偏偏今天 两人正要直接进去 竟然被门卫给拦住了 不好意思啊 宋大人 门卫拦住的两人 当即客气地解释道 我叫老爷 今日身体不适 闭门不见客 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既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竟然还敢阻拦 白卫顿时气不大一处来 挑着眉头上前质问 他指着宋乌鸦说道 宋大人这么大清早的 来找牛老爷 那是有天大的事情 要和牛老爷商量 你不让我们进去 到时候事情麻烦了 你担待得起吗 面对着白卫 气势汹汹的质问 门卫脸上的神情 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慌 不过 看得出来 他面对宋乌鸦与白卫两人 心知宋乌鸦是朝廷亲差 所以这心理啊 多少还是有些胆怯的 可终究 这门卫啊 没有让他们进去 宋大人 实在是抱歉 小的也是受了老爷的吩咐 绝对没有刁难大人的意思 再说了 小的也没有那个胆量啊 看着门卫脸上的神情 宋乌鸦点了点头 拦住了还要继续发难的白卫 好了 既然是牛老爷吩咐 那本官也就不打扰了 乌鸦兄 就这么走了 白卫很是不满地说着 宋乌鸦点了点头 当先离开了牛家的府门 只怕我们等待的事情 马上就要有结果了 什么事情啊 白卫没有反应过来 看着宋乌鸦吃了一惊 当然是无量叫的事情 宋乌鸦平静地说着 一说到无量叫来 白卫脸上的神情皱变 他顿时有些慌张起来 扭头左右看了看 见周围没有其他人之后 这才压低了声音 向宋乌鸦确认 乌鸦兄 你是说无量就有动静了 或许吧 只是猜测 宋乌鸦并不肯定这件事情 但是今天 牛老爷竟然闭门不见他 这让他心里感觉很是奇怪 毕竟在这之前看来 牛老爷对待他们 那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猜测 今日牛老爷闭门不见我们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感觉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而在这个结果眼上 除了无量叫 还会有什么事情呢 乌鸦兄 该不会无量叫 现在就在牛家吧 白卫听到宋乌这么说 心里着急不疑 回头看着后边 像是要转身回去的样子 看着他这副模样 宋乌鸦摇里摇头 这倒未必 如果无量叫真的来找牛家的话 那必定也会是晚上 而且很有可能 就是昨天晚上 而牛老爷和无量叫的人 达成了协议 所以他准备跳过咱们 跳过咱们 白卓紧皱眉头 是啊 这牛老爷不知道咱们的底细 可是这无量叫对咱们来说 可是知根知底 清清楚楚的呀 宋乌鸦 深吸了口气说道 原本他让牛老爷这么做的时候 就已经考虑过了这件事情 他并不担心 他并不担心无量叫 会把他们的事情告诉牛家 毕竟这早就在他们的考虑之中了 而牛家和无量叫合作 这也是在情理之中 可是这个时候 宋乌鸦将这番话说出来 白卓这脸上的神情立刻就变了 变得惊慌不已 乌鸦胸 那现在该怎么办 咱们总不能就这样看着他们合作吧 白卓惊慌不已 站在原地等着宋乌鸦做决定 咱们应该直接闯入牛家 白卓 这也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事情原本就在预料之中 当初让于春将那些无量叫的成员放走 带回来的结果 我早已经预料到了 咱们用不着着急 咱们越是着急的话 牛家对咱们的怀疑就越大 宋乌鸦 并不着急着再去找牛家 问题是 宋乌鸦所说的这话 让白卓很是无法理解 怀疑 牛家既然和无量叫已经合作 那他还用得着怀疑我们吗 那肯定会处处躲着我们呀 白卓 着急的说道 宋乌鸦无奈解释道 你以为牛老爷 真的会什么都相信无量叫的吗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 当初啊 我才丝毫没有担心的让牛家放信给无量叫 让他们两伙人谈判 牛家听了无量叫的话 只是会怀疑我们 却并不会把我们彻底抛弃 牛老爷今天之所以不见咱们 或许啊 就是在考虑这一点 他想要确认一下 咱们是不是真的如无量叫所说的那样 直到宋乌鸦这样解释之后 白卓 这才算是松了口气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成为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372集 这样看来 咱们还并不是完全被无量叫给压制啊 白卓 心里担心的 是无量叫利用牛家 将他们两人彻底排除在这件事情之外 听着这话 宋乌点了点头 说道 没事 放心吧 现在用不着咱们着急 现在最着急的应该是牛老爷才对 咱们现在就应该静静地等待着五爷那边的情况了 对啊 你之前说过 无量叫插手进来之后 必定会重新洗牌 而牛家和他们联手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必定是要对五爷出手 白卓醒悟过来 将整件事情看得通透了 是啊 咱们就随便走走吧 五爷那边应该会有动静了吧 宋乌鸦微微笑着 丝毫没有担心这件事情的样子 他们两个人漫无目的地走着 不知不觉 就来到了昨日所去的那个茶楼 看着这个茶楼 宋乌鸦停下脚步 转头看向白卓 微微一笑道 走吧 咱们进去看看情况吧 之所以宋乌鸦会这么说 完全是因为看到了这茶楼内的炎伤 都已经安安静静地喝起了茶水 这样的情形 足以说明五爷那边已经安抚了他们 让他们心里都感觉到了安心了 两人说着 就走入了茶楼 那门口的殿小二 将两人迎接了进去 找了个地方坐下 他们还没坐下 就已经注意到了 这茶楼内的银商们 根本就没有什么心思 坐下喝茶听曲儿 一个个全都在交头接耳了议论着 两人刚落座 这身旁人的聊天 就已经传入了他们两人的耳朵里 这一桌人的桌上 还没有摆上茶杯 可见他们也是刚刚来到这里 和宋乌鸦他们 不过是脚前脚后的样子 嘿 五爷还真的从牛家那边 接宠着船运的事情 实在是令人吃惊啊 不定如此啊 据我听说 五爷那边传着内部消息 这一次的肚主 不会从咱们这些人里面悬了 而是五爷自己的手下 这样的话 咱们想好好捞一笔 算是没什么戏了 哎呀 无所谓了 反正现在都这样了 咱们在这里花了不少的钱 最要紧的就是赶紧让船运恢复 咱们能够从五爷的手中拿货 这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这几人毫不掩饰地谈论着这件事情 宋乌鸦 侧耳向其他的地方听了一下 这些人议论的 也全都是关于五爷那边的事情 听着旁边这些人的议论 白竹回过山来 看着宋乌鸦问道 乌鸦笑 听他们这些人说 好像舵主的事情 今天就会有结论 既然说了今天 那咱们也用不着着急 毕竟现在才是早晨 咱们还不知道这五爷现在起来了没有 白竹所说的事情 宋乌鸦也听到了 所以他并不着急 白竹点了点头 看向宋乌鸦压地的声音灯 乌鸦笑 你说这五爷真的要和牛老爷平分这生意 难道没有其他的打算 毕竟船运的事情 他拿下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南投县的声音 他就是老大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牛老爷 可是坐在家里收钱啊 这是自然 我想五爷绝不会白白 把这五成送给牛老爷的 不过 引下这个情况 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他没有实力和时间 去和牛老爷斗 所以啊 暂且虚以为舌 一旦实际成熟的话 想必牛老爷 就会被他彻底踢开 宋乌鸦 也不相信这五爷 会把这倒手的肥肉 给牛老爷 分出去一半 白竹点着头 没有和宋乌鸦再说这件事情 而是侧耳 继续听着周围人们的动静 对于舵主的事情 就是今天有结果 这些人 也是耐不住性子的 在谈论着 怎么五爷这个时候都没动静 昨天不是答应好了的吗 舵主的事情 他早已经做好了准备 今天啊 就可以动身了 是啊 也不知道五爷 是不是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不会的 不会的 五爷 也等着赚钱呢 我就不信他自己不着急 他们说着这件事情 和白竹的心情是相产无几的 也都是急不可耐 不好了 不好了 突然间 自门外传了一声惊呼 打断了所有人的议论 原本嘈杂在茶楼里 转眼间就安静了下来 出了什么事情 有人大声地喊了一句 宋乌鸦与白竹两人 也都扭头看向门口 却见一男子 惊慌失措地跑了进来 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 足见所发生的事情 非同小可 里边的人着急着询问 那来人气喘吁吁 双手支撑着双膝 根本开口说不出话来 你都是会说呀 茶楼里的这些人 看着他这个模样 哪还能耐得住性子 等他喘过气来 那人大口大口地喘了几下 努力让自己恢复过来 我也死了 什么 那人张口只有四个字 可这四个字 有如晴天霹雳一般 击打在了所有人的心头上 包括宋乌鸦与白竹也是一样 他们两人刚刚还在听着这些人的议论 想着今天这五爷会有怎么样的举动 可不过是短短的时间内 竟然就传来了五爷身亡的消息来 五爷怎么会死啊 插楼里 阎商们刚刚还在谈论这五爷 哪里会相信这人所说的话呀 你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五爷他怎么死啊 人们七嘴八舌地说着 不少人已经等不及这个人将事情说明白了 纷纷起身向外走去 看着眼前这混乱的场面 宋乌鸦与白竹两人 眉头紧照 五爷兄 没想到无量就要出手了 白竹深吸了口气说着 同时也跟着身边的其他严商起身 顷刻间 这原本坐无虚席的茶楼 已经没有了客人 所有的人 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而去 那就是五爷的住处 宋乌鸦与白竹 也跟着这些人来到了这里 不过 前边的银商 依旧堵在门口 根本没办法进去 五爷怎么了 五爷他怎么了 你们到这儿说句话呀 外边的银商 看着五爷的下人 不让他们进去 也不敢贸然地闯入 但是 他们心里一个个都着急着 大声地在外边喊叫着 请他让开 让开 里边的人没有回答 这人群外 却有人大声地咆哮了一声 众人三分回头向后看去 确认一伙官差 到了身后 而县令于春 也跟在这官差之后 叫他让开 这里已经被官府封锁 现在人等 立刻离开 牙医们还在叫喊着 可是眼前的这些人 竟然没有一个相互退的 看着这个情况 于春 皱眉道 要是还要拆在这件当事 立刻当乱才给我拿下 直到这个时候 这些严商 才动容了 他们看到于春这般神情 心里就已经确定 五爷一定是真的出事了 五爷真的死了 那这南投县 就只有牛家说的算了 今后他们还要指望着 私人挣钱呢 而牛家现在是 他们没办法得罪的 这些人一个个性性然 恨是不痛快地 转身离开了这里 很快 这巷子里的银商 就会清理出去 而宋文雅与白竹 并不在这些人之里 您 宋大人 您 怎么会在这里啊 于春这才注意到了 银商走后 留在当地的宋文雅与白竹 顿时吃了一惊 宋文雅看着他说道 听说我也死了 本官过来看看情况 哎呀 宋大人 您的消息还真是够灵通的呀 看样子 你得知这件事情 比本官还要早啊 这于春 恭维宋文雅 都不会选个好地方 听着这话 宋文雅心里可没有半点波动 他颠颠头盗 这些情话之后再说 咱们还是进去看看情况吧 如今五爷已死的事情 已经是板上钉钉 于春没有反驳 就说明这件事情是真的 听到了宋文雅的话之后 于春立刻带着人来到了门口 五爷的下人们 早已经察觉到了于春的到来 此刻已经打开了院门 于大人 五爷死得蹊跷 还望于大人要秉公办理案 立在门口的这人 宋无牙 昨天就见过一命 此刻 他看着于春的眼神 是不对劲的 这嘴上说的话 也是耐人寻味 可见这家伙 对于春并非是那么的信得过 来到这地方的人 哪个不知道 这于春是牛家的人呢 所以 如果是以往的话 或许还没有什么 可就在昨日 五爷去了牛家 这从牛家的手中 接到了船运的声音 偏偏 就在这件事情 过去一天的时间 五爷要准备选舵主的时候 就直接死在了家中 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很难让人 不怀疑到牛家的头上去 这吓人的话 于春自然听得出来 这其中的意思 他脸色一沉 不客气道 怎么 难不成你怀疑这五爷 是本官杀的 不过 也大可以放心 如今 钦差大人在此 这案子也轮不到本官插手 正好 你们怀疑这件事情 与我们牛家有关 那就让宋大人来主持公道 显然 他们也知道 有宋无牙这样一号人物 可今天 却是第一次见到 那些人看着宋无牙 脸色却依旧没有改变 为首那下人 小声嘀咕道 管管江湖 你是什么 啊 虽然是小声嘀咕 可是却让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宋无牙 听着这话便未理会 可于春 却是发了脾气 看着于春向那五爷的下人质问 宋无牙摇摇头 示意他不必追究 行了 于大人 如今咱们最要紧的事情 不是在这里和他们斗嘴 而是进去看看 现场的情况如何 说着这话 宋无牙当先向里边走去 走到了门口 看着刚刚小声嘀咕的 那名下人道 是谁发现的 是小人 面对宋无牙 一本正经的询问 他也不敢不回答 好 那正好 你带我们过去 顺便说说当时的情况 宋无牙 立刻开始盘问 那下人 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小的 虽不是天生伺候五爷 就每日早晨都要叫五爷起床 顺便打了洗脸的水进去 就是小的 几次敲门 却都没有听到里面有人回应 不仅 我也没有回应 就连伺候五爷的两个丫鬟都没有动静 原本小的不敢冒犯 可久不见五爷出来 这门外 还有求见五爷的伤人 所以 就推门进去了 没想到 进去之后 就看到五爷和两名丫鬟 横射在房间内 好 大概是什么时候 宋无牙顶头又问 大概就是半个时辰之前吧 吓人回答 说完这些 几人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 进入了五爷的房间 宋无牙 并未在地上看到杂乱的脚印 而且屋内的东西也没有丝毫的杂乱 只不过五爷和两名丫鬟 却只穿着贴身的衣服 躺在床上 可见这五爷精力不小 一次 需要两名丫鬟服侍 床塔之上 并未见到学机 宋无牙 来到尸体之前 看着三人脸上平静的表情 立刻向于春说道 于千里 五座可带来了 五座 于春顿时一惊 面露尴尬 宋大人 下官出来都匆忙 并未带五座过来 宋无牙点了点头 也没有说什么 而是转身 向一旁的下人吩咐道 去找二名签过来 那下人听着这话 顿时一愣 却也没有敢向宋无牙多问 转身就出去了 白竹跟在宋无牙的身旁 听着宋无牙这话 当即皱眉问道 乌牙笑 又是那种毒药所杀吗 我想应该的 毕竟这尸体上 没有任何的外伤 而且死者面部平静 除了那种毒药之外 恐怕也没有其他的可能了 在宋无牙的见识之中 能够造成这样死亡的方式 除了自然死亡之外 也只有这种毒药 能够造成了 白竹 见宋无牙掩着口鼻 低头在尸体周围 仔细地寻找着 立刻也跟着注意起来了 果然 两人很快就在床榻上 找到了些许的粉末来 粉色的粉末 白竹 置着床榻的一处 惊呼出声 大人 您要的明签来了 此刻 先去寻找明签的下人 也拿着明签过来了 宋无牙点了点头 从他的手中 接过了明签 慢慢地探入了尸体的鼻腔 当他在拿出来的时候 立刻就看到了粉色的 粘稠状物体 果然是无量教的手段 看来他们对南投县的一切 都了如指掌 五爷接受传认的事情 让他们很是不爽 看来他们下一个目标 就是牛家了 宋无牙 将手中的明签 拿给了于春 气声说道 于大人 这是无量教过用的毒药 其剧毒无比 不可沾染 小心拿着 直接伸手过来的于春 听着宋无牙这话 顿时吓得手一抖 把明签扔在了地上 于春顿时尴尬 接摸招呼一旁的牙医刀 还愣着干什么 这是重要的政务 小心收起来 于春额头上冒着冷汗 刚刚宋无牙的话 显然让他感觉到害怕了 他看着宋无牙 小心翼翼地问道 宋大人 您不是开玩笑吧 无量教下一个对付的 就是我们牛家 宋无牙认真地点了点头 一旁的伍爷下人 看着两人这一幕 一脸的狐疑 宋大人 你该不会糊弄我等吧 这满城都知道 因为昨天的事情 伍爷和牛家闹翻 今天伍爷死在屋内 您竟然说 说出一个什么无量教来 你觉得这样起案 让城里上上下下的 阎山会相信吗 宋无牙倒是没想过 这个家伙 竟然会向他发出质问 听着他这怀疑的口气 宋无牙摇头道 相不相信 本官没法跟你回答 不过 你要是能耐得住性子 等上几天的话 必定会有结果的 之前贾官差杀人的事情 想必你也知道吧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成为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移 第373集 那就是无量教所为 原本牛家 也是怀疑他们是伍爷子手下 虽然这话不好听 但是这下人所说的话 也是对的 平白无故的 多出一个无量教来 他们必定不会相信的 只是现在 宋无牙没办法给他们证明这一点 但是他相信用不了多久 这一切自然就会清楚的 宋无牙的回答 令那下人 没办法继续说什么了 白卓看着他 皱着眉头道 吴家兄 看来无量教 根本不把这伍爷和牛老爷放在眼里啊 对于这一点 宋无牙也是赞同 所以点了点头 他没有说什么 扭头看向了一旁惊慌的于春说道 于大人 事情很是明了 那本官就告辞了 宋大人慢走 于春点头 恭送宋无牙 和白卓离开了伍爷的住处 来到了街口 那些盐商依旧没有离开 依旧在官差控制的范围之外 等候着 如今这个局面 宋无牙与白卓 也用不着掩饰什么了 而且 他们现在根本也没办法掩饰 直接就暴露在了 这些盐商的面前 两人从里边出来 那些官差纷纷向宋无牙问好 外边的盐商看到他们两人 这脸上的神情顿时古怪起来了 尤其是其中几人 他们虽然只是和宋无牙打过一个照明 可现在看着这张熟悉的面孔 顿时皱起了眉头 怎么会是他 人群中 有人连连发出惊呼 不少不明就里的盐商 听着这奇怪的话 立刻就开始询问了 他怎么了 你认识这位宋的人呢 那些人摇摇头 不认识 这是见过的 没想到 他们两个不是盐商 而是当官的 亏我们之前 还跟踪他们去那牛家的马场 看来 现在呀 我们是被他们给耍了 你们跟着他们去那牛家的马场 然后 就在牛家放了火 我们就是从他们两个的嘴里 对着五爷 从牛家手里 接手了传运的事情 人群中 议论着宋无牙与白竹两人 一个个脸上的身情都是非常的不爽 不过怎么样 如今身份明了 他们又能说什么 五爷已经死了 他们面对的是牛家 而现在 他们心里都在怀疑 五爷的死就是牛家所为 而他们之外 不少人都清楚 宋无牙与牛家的关系 想必之前 种种的不愉快 他们也不敢说什么了 被引去了牛家的马场 这事情他们自己说出去 那谁都怀疑就是他们放的火 而至于 另外一件事情 这时候已经毫无意义 人群 自动让出路来 宋无牙与白竹 慢慢地走了出去 而且还是在这些人的目送之下 欧严肖 我怎么感觉后背发凉啊 白竹 穿过这群人 心里可是极其地不自在 听着这话 宋无牙 微微一笑道 这也是应该的 谁让咱们之前 给这些人使了坏呀 哎 现在好多了 反正他们 也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白竹 微微一笑 抖动了几下肩膀 神态恢复了自然 说着这话 白竹紧接着 又道 那无量教杀的五爷 应该是和牛家 谈到一块去了吧 这是自然 想必牛家很快就会有动静了 这舵主的事情啊 他们很快就会敲定 至于究竟是和无量教怎么商量的 咱们还不清楚 不过 有一点现在可以确定 牛家现在夹在了咱们和无量教的中间 他们如何选择 就会非常的至关重要 宋无牙 现在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他们和无量教 站在了一起 白竹 明白宋无牙这话中的意思 念头担心道 他们最好不要和无量教站在一起 要不然的话 怎么就会麻烦了 放心吧 船到桥都自然直 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想牛老爷 应该不会少到那个地步的 他应该很清楚 无量教是什么角色 和他们合作 就等同于 鱼虎谋皮 而且 在这之前 咱们也已经说过了 来死的目的 就是为了无量教 如果 他不明白这一点 那就等着他做无量教的替罪羊吧 宋无牙 神情突然冷淡下来 一脸凝肿地说着 原本 就是宋无牙牵头 要让牛家和无量教谈判的 如今有了结果 牛家若是想抛开宋无牙 那么无量教 毕竟藏在身后 那时候宋无牙抓不到 无量教的任何的把柄 也绝对不会和牛家 继续耗下去 最终的结果 就是牛家和南投县 所有的盐伤 被一锅端掉 早晨 被牛家拒之门外 而现在五爷 就死在了家中 牛老爷一定是知晓这件事情的 而且 他也很清楚 这就是无量教的手法 可偏偏他将宋无牙 拒之门外 就足以说明 他现在是举其不定 虽然结果是很明显 但宋无牙 还是有些担心 如果牛老爷 站错了位置 那对宋无牙来说 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他心里正琢磨着这件事情 当即到 看来我们还需要找于春帮个忙了 嗯 找于春帮忙 找他帮什么忙 白卓听着一愣 好奇不已 毕竟于春是牛家的人 这毋庸置疑的 现在牛家 已经将他们拒之门外了 再找于春帮忙 只怕 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宋无牙解释道 如今牛老爷将我们拒之门外 未必不是因为无量教的关系 或许无量教掌控了牛家 又或者 威胁了牛老爷 让他不敢和我们靠得太近 所以啊 咱们找于春 向牛老爷传句话 这样一来 咱们也能够确认一下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哦 原来如此 但是这样的话 如果对方只是蓄意猥慑 混乱咱们 那可怎么办 白竹 明白了宋无牙的意思 却依旧对此表示担心 白竹的担心 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一点 宋无牙自然也已经考虑到了 他摇头道 这个不是问题 不管怎么说 咱们对牛老爷 也算是有了解的 到时候于春传回话来 是真是假 多少还能有个判断 好吧 是真是假 咱们都得走这一步 白竹叹了口气 当即 两人停下脚步 转身回头 于大人 这么快就回去啊 宋无牙看着于春 快步而来 当即调侃了一句 于春微微一笑 宋大人说笑了 这现场 什么线索都没有 就连他是怎么死的 那还是宋大人您查出来的 如今凶手没有半点线索 本官也总不能待在那里吧 说的也对 宋无牙顶着头 他随即便道 于大人 今日本官去拜访牛老爷 却听闻牛老爷身体不适 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该不会 是因为昨日和五爷的事情 气坏了身体吧 应该不是吧 或许是他老毛病又犯了吧 宋大人 你也知道 岳福大人他腿脚不是很好 时常疼痛难忍 于春倒是不以为然地说着 宋无牙看着他的眼神很是平静 这话并不是事先准备好的糖色 他点了点头道 那既然如此 于大人若是再去看望牛老爷的话 替本官向牛老爷问好 另外 还需要嘲咐牛老爷一句 腿脚不好 可一定要站好队 于春被宋无牙这一番话 给说的顿在了原地 错愕地看着宋无牙 瞧着他一脸的不解 宋无牙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扭头就走 望着宋无牙与白猪两人离去的背影 于春陷入了沉思当中 宋无牙话中的深意 他并非是听不出来的 可偏偏这话中的意思 他是没办法决定的 不仅仅如此 于春更是想到了 宋无牙这话中没有表现出来的愤怒 不好 这件事讲 还行尽快告诉岳父大人才行 于春琢磨了一下之后 顿时发出一声惊呼 向着衙门外而去 离开象牙之后 两人结伴而行 可是白猪的心里 总是惦记着刚刚的事情 他扭头 时不时地 就向宋无牙看去一眼 张口预言又止 这一点 宋无牙早已经察觉 当了许久 没见白猪开口 他反倒是有些忍不住了 转过头来 看着白猪问道 白猪 你有什么话就说呗 看你这副预言又止的样子 我心里都憋得慌 啊 白猪顿时一惊 随即不好意思道 吴家修 我只是考虑这件事情 我该不该问 还有让你这么为难的问题啊 我倒是很想听听 究竟是什么事情 让你不好开口 宋无牙微微一笑 对此不以为然 不过 白猪都觉得 不好开口询问 宋无牙反倒是觉得 这事情不一般 毕竟以往 白猪有问题 那可是直接就问出来的 不管对与不对 可现在情况突然转变 反倒是让他觉得 有些不习惯了 吴家修 我还是有些怀疑 正如咱们之前所想那样 你说这牛家 会不会同时摆 咱们和吴亮教一道啊 白猪都这么问了 宋无牙也不好不开口了 可他这开口的问题 却让宋无牙愣住了 他眉头紧皱 错愕地看着白猪 我笑 这个问题 你云先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而且结果也显而易见 和你所想的是一样的 不过 现如今 形势转变 你还在担心这件事情 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心里 总觉得有些不踏实 总感觉这牛家 好像还在耍什么鬼把戏 白猪 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担心 宋无牙 陷入了沉思 白猪的话 虽然已经说过 但那是对于前边的事情 可现在 他依旧还这样感觉 确实 宋无牙 有些犹豫了 那你 具体说说看 也好让我好好判断一下 宋无牙 没有对此嘲笑 反倒是认真地询问起来了 毕竟前面 白猪 就已经预料中了 这一次 未必不会 你说 物业真的是无量教所杀吗 白猪开口 就说出了这个问题 可这个问题 在宋无牙看来 根本算不上是什么问题 他眉头一紧 怀疑到 这有疑问吗 难道白猪觉得 那些毒药 出自牛家 这个我不确定 白猪摇了摇头 先请那个牛老爷带话 让他别选错了朋友 可如果 我们都猜错了 无量教 根本没有找牛家 而杀五爷的目的 不过是为了控制南投县 撕严呢 白猪提出了新的疑问 这一点 宋无牙并非没有想过 但是 他并不觉得 这无量教 会这般蛮牛一般的形式 毕竟和牛家联手 可以更加容易地 掌控南投县 之所以 宋无牙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完全是因为 无量教 在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和这一点 所相吻合的 他们几人 一路走来 多少个地方 被无量教 暗中偷天唤日 变成了他们的地盘 这一贯是 他们所用的伎俩 所以 无量教才会觉得 他们会和牛家联手 然后 再将牛家 变成自己的实力 但是白猪 说的也是没有错的 毕竟事事难料 更何况这牛老爷 也不是一盏省牛的灯 这其中 或许会出现什么样的变故 等了许久 白猪依旧看着 宋无牙没有开口 不由 有些着急 不想笑 假如 假如说 在这之前 无量教已经和牛老爷谈判过 可最终的结果是谈崩了 因此 无量教杀了牛家的舵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 牛家如今 找无量教谈判 恐怕无量教 未必会搭理他们 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刚刚所说 他们杀的五爷 不过是为了控制南投县 那么 咱们之前的判断 就都错了 而现在 我们警告了牛家 或许 就变成了对牛家的提醒了 这么说 你是担心 牛家会因为我的话 而选择 站到无量教那边 宋无量明白了白卓的意思 这心里 也开始起伏了 白卓重重地点了点头 显然 他所担心的 正是这件事情 宋无量再次陷入了沉默 他仔细地结合前前后后的事情 努力地猜测着 事情可能发生的变化 可这件事情 他根本没办法猜测出来 正如白卓所说 他的话 或许会让牛家 选择站在无量教那边 可无量教 又会如何选择呢 站在一旁 看着宋远 他陷入沉思的白卓 这一次 并没有着急着打扰 他只能静静地等待着 时间过去了许久 白卓都已经感觉到了 自己的腿发麻了 这个时候 宋无牙依旧是 紧皱着眉头 没有一个定论 我也需要 此时此刻 白卓不得不提醒一下 宋无牙了 啊 宋无牙顿时回过神来 立刻便摇头道 既然事已至此 咱们过多地考虑 根本没办法猜测出结果 我们呀 就静观其变吧 不管事情变成什么样的 咱们也只能等待了 可对于宋无牙的话 白卓并不满意 怎么 无牙秀 你还要在这里等下去啊 等待 毕竟不是办法 白卓早已经对此不满了 毕竟 在这之前 他们就已经被人牵着鼻子 走了许久 现在还是如此的话 让他心里很是不痛快 别说是他了 就连宋无牙 这心里也不痛快 可无量教 毫无踪迹 想要抓住无量教 除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白卓 那你觉得 我们该如何 主动出击 可能对我们有利 宋无牙叹了一口气说道 现如今 他想要主动出击 可完全抓不到任何的机会 白卓 白卓陷入了沉默 正如宋无牙所说一样 宋无牙抓不到任何的机会 他自然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两人耸立在这街头上 眉头紧 心中琢磨着 如何抓到无量教的踪影 苦思冥想 终究不是个办法 他们两人站在街头 除了能够让别人好奇地 打量他们一番之外 标其他的用处 两人的身份 已经在南投县 不算是什么秘密了 所有的言商 都已经知晓他们两人了 他们即便是想要 从言商身上下手 也没有用了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成为制作的 长篇选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罪 演播 苏子 引语 第三百七十四集 如今 他们手中所掌握的线索 也仅仅是来自牛家了 可现在看来 牛家也要从他们的掌握中 脱手而出了 相比无量教 对他们也是了如指掌 或许正是因为 他们两人的出现 才使得无量教和牛家没办法合作的 吴言秀 我看咱们还是行为客栈去吧 白卓注意到了 街道上行人们 注意过来的好奇的目光 向宋无牙提醒了一句 宋无牙点了点头 是啊 先回客栈等待吧 想必这个时候 于春已经回去了 从怀中掏出的那封信纸来 向宋无牙说明 看着那封信 宋无牙皱起了眉头 盯着看了许久 才伸手接了过来 这男人什么模样啊 多的年纪 还说了其他的话吗 宋无牙 并非在第一时间开信封 反而是向店小二 盘问了捉斗问题 店小二听了这话之后 脸都绿了 显然没想到 宋无牙的表现 会异常的怪异 而面对着这么多问题 店小二立刻回应道 是个年轻人 与宋大人年纪 相差无几 至于其他的话 就没说什么了 只是打赏了一些 小银两 一边回答问题的店小二 看到宋无牙脸上 神情不得近 一边伸手 又从自己的怀里 掏出了一些银两来 听着这样的问题 宋无牙 皱起了眉头 随即 深吸了口气 拍了拍店小二的肩膀 说道 好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店小二 错的 错的看着转身 向二楼而去的宋无牙 这手中 盯量着的银两 迟迟没敢收回去 他还以为 今天好不容易 得到的打赏 就这么没了 没想到 宋无牙压根 没想和他要这个 上了二楼 不等回到房间 白竹 便关切起来 宋无牙手中那封 没有任何标识的信件上了 无牙绣 这究竟是什么人给你借的信 怎么信封上 连一点墨借都没有啊 不知道 看看信的内容 就清楚了 宋无牙随口说着 打开房门 无牙绣 那你快打开看看 里面究竟是什么 白竹迫不及待的 让宋无牙打开信封 可宋无牙在他这般的催促之下 也没有半点着急的样子 反而是一本正经的 将信件放在了桌上 信件没有封住 所以宋无牙用不着拆封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 没有向里面细看 而是口子朝下 慢慢地倒了几下 无牙笑 哪有你这样磨蹭的 要不然让我来 白竹看着宋无牙这副 漫不经心的样子 当即伸手 就要向宋无牙抢 宋无牙顿时惊慌 几乎 白竹 快点手 白竹 被宋无牙这样的反应 给吓了一跳 他显然是没想到 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信封 竟然让宋无牙如此的紧张 他伸过来的手 硬生生停在了宋无牙的面前 无牙笑 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看你一副如林大迭的样子 白竹有些不解地 看着宋无牙 尤其是宋无牙脸上那紧张的神情 让白竹也跟着紧张起来了 见白竹听手 宋无牙这才松了口气 当体解释了一句 白竹 难道你忘记了我之前在南海城的遭遇了吗 当时 我可是差点就死在无量教的手里了 一说起这件事情 白竹顿时惊醒 脸上露出懊悔之色 哎呀 无牙兄 你看我这事太着急了 都把这件事给忘记了 白竹自责自解的同时 宋无牙慢慢地亲到了几家信封 发现信封内 没有洒露出什么可疑的粉末来 他这才缓缓伸手 从里边掏出了信件来 信件是一张白纸 宋无牙只看到了 几笔粗粗的墨迹来 可见其上内容并不算很多 依旧如刚才那般 小心地将信件展开之后 宋无牙与白竹两人顿时皱眉 与我无关 两人同时惊呼 相视一眼 同时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这是什么意思 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封信 根本看不出送信的人 究竟是什么人 但是这信件内 只有这四个字 着实令人奇怪不疑 看着白竹 宋无牙皱眉道 莫非是无量将 无量将 我看未必 无量将怎么会这么好些 给咱们说明这件事情呢 白竹顿时摇头 不相信这信 是无量将送来的 我看呐 八成是牛老爷送来的 他信之咱们已经开始怀疑他 而他现在被无量将控制 根本没办法和我们接触 所以这才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来 白竹偏信牛老爷的可能性 比较大一点 所以他几乎是一口咬定 这事情就是牛老爷做的 我看未必 宋无牙却觉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咱们才刚刚去于春那里 说明了咱们的意思 而且看当时于春脸上的神情 就足以说明 他并未受到别人的控制 要不然的话 也决然不会见了咱们之后 依旧是以往的模样 如果牛老爷被控制的话 那么于春必定会知道内情的 那他刚刚就有可能 将信息告知我们 可偏偏他没有这么做 反倒是咱们回到了客栈之后 差不多是在咱们去寻找于春的同时 有一个年轻人 送给了咱们一封信 这怎么可能是牛老爷的做法呢 两人各执一词 宋无牙这么说 白竹立刻又开始摇头 看着白竹摇头 宋无牙微微皱眉 当即打断了他 白竹 我知道你觉得牛老爷的可能性 比较大一点 咱们也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争执 咱们不妨 绿一绿整件事情 再判到这个 好 那就 按无牙兄你说的办 那咱们怎么搁律法 白竹听着宋无牙的建议 没有丝毫反驳 就接受了 宋无牙 心中早已经有了考虑 随即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今天我也刚死 想必至心内 与我无关这四个字 必定是和这件事情 有所关联的 无牙兄所说不假 应该就是如此 话题 宋无牙的判断 白竹并没有反驳 宋无牙 便又借着刚刚的话题 继续说了下去 既然那人送来这四个字 墓地想必就是要说明这件事情 和他没有关系 而他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标识 来让我们确定他的身份 那只有一种可能说明 他心里听出 关于五爷这件事情 我们回到了他的头上去 所以 想要表明这意思的人 就一定是我们所回忆的那个人 那这么说来 就一定是无量教了 白竹皱紧了眉头 看得出来 白竹依旧是不确信这件事情 宋无牙点了顶头 没错 我想事情就是如此 但白竹紧接着便开始反驳 无牙兄 你真觉得无量教正提醒咱们 是为了帮助咱们 毕竟眼下我们拿无量教 没有任何的办法 即便是我们怀疑他们 那也没有任何的用处啊 偏偏这个时候 他们送来这四个字 又说明这件事情 其目的怎么看 都像是在帮助咱们 这让宋无牙陷入了沉思 因为白竹说的一点都没错 现在他们对无量教的怀疑 根本没有实际的手段 即便是知道是无量教所为 也让他们没有办法 这一点无量教 自然也是清楚的 可偏偏他们送来了这封信 怎么看 都像是他们在帮助宋无牙 皱眉琢磨了一会儿之后 宋无牙重重地点了点头 确认了这件事情 白竹 我想事实就是如此 宋无牙的话 令白竹叹息不已 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绕着桌子开始踱步 无牙兄 咱们和无量教可是死对头啊 他们怎么可能帮助咱们呢 总不会是他们转性了吧 又或者他们还心存侥幸 想要一次来拉弄你不成 白竹的话句句在理 可谓是真真见许 让耸牙一时间没法反驳 坐在那里 足足愣了许久 耸牙这才又开口说道 或许事情没有这么复杂 我们调查资言 无量教必定是心出动明的 所以他们才会觉得 没办法插手这里的资言生意 所以他们才会有了这种想法 卖咱们一个人情 如果他们想要插手这里的生意 知道有咱们在 所以不好出手 如今他们按兵不动 送来了这封信 好让咱们甩掉对他们的怀疑 然后铲除牛家 这样一来 咱们帮助无量教铲除了牛家 也就算是成了他的帮凶 而处理了资言之后 我们自然不会在这里停留 必定会离开这里 到了那个时候 无量教在司机插手南投县资言市场 白竹在宋无牙的猜测之后 立刻做出了相反的猜测 如他之前所说的一样 这一次依旧是一针见血 让宋无牙一时欲色 房间内顿时陷入了沉默 宋无牙没有开口说什么 他紧皱着眉头 心中苦苦思索着这件事情 并且权衡着各种可能之中的 利害关系 两人全都想着这件事情入迷 以至于斯图文与小桓 两人推门而入 都没有发现 无牙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来到了两人面前的斯图文 看着两人这幅神情 心中也是觉得古怪 开口询问道 宋无牙 深吸了口气 苦恼道 刚刚回来不久 如此的口气 令斯图文很是担心 无牙 是出了什么大事情吗 怎么看你这般心神不定的 难不成那个五爷的死 还另有什么其他隐情不成 显然 五爷死了的事情 如今已经是满城皆知了 即便是足不出户的斯图文和小桓二人 他都已经听说了 宋无牙摇摇头 抬手指了指桌子上的那张信纸道 那都没有 我们之所以发愁 是因为这四个字 与我无关 斯图文 这才注意到了桌子上的信件来 张口念出了信件上的四个字 这是什么意思 我怀疑啊 这封信是无量教送来的 目的是告诉我们 五爷的子并非是他们所为 宋无牙说明了心中所想 他这一开口 一旁的白竹也跟着开口道 信件上没有任何的标识 根本不知道是谁送来的 我倒是觉得 牛家送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牛家为什么要送信过来 有什么事情直接找上门来不就是了 斯图文听着白竹的话 几乎没怎么考虑 就反驳了一句 白竹不禁怪怨道 斯图小姐 这俗话说得好 这帮礼 不帮亲啊 这无量教怎么可能会这么好心 给咱们指明道路啊 我看呐 这分明就是一场阴谋 你看你 我不过就是随口说了一句 你倒是不高兴起来了 这牛家送信过来 那可能信不大呀 毕竟那五爷的死 不论是不是牛家所为 那都和他们脱不了干系的 我看这封信 毕竟是你们所认为 嫌疑最大的人送来的 斯图文美好气地说着 说来说去 你还是帮着我呀修 你也觉得是无量教吗 可无量教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白竹再次听到 斯图文与宋牙所想一般 立刻追问 面对白竹这个问题 斯图文反倒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张口就到 这还用说吗 那必定是想要让咱们尽快地了结此事 速速离去啊 他们想要让咱们快点离开这里 这又是为何 白竹听了斯图文这样的解释之后 惊呼了一声 如斯图文所述 这封信最有可能的目的 就是无量教 想要让他们尽快离开这里 白竹对于这件事情的不理解 也是在斯图文考虑之内的 这还用问吗 你觉得这么大一块肥肉 无量教会放着不去吃吗 他们与你们交手这么久 难道还不清楚有你们在这里 他们绝对不会办成好事吗 斯图文美好气地说着 这下子白竹才算是彻底 明白了斯图文这么说的意思了 他顿时拍手叫道 诶 斯图小姐这么一说 事情反倒是变得清清楚楚了 听着他这话的宋无涯 顿时就不乐意了 没好气到 你这是什么话 刚刚我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是吗 乌亚小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啊 怎么我没听懂啊 白竹不以为然地看着宋无涯 丝毫不相信的样子 宋无涯瞧着白竹的这副神情 也懒得和他计较这个了 当地一挥手道 行呢 这事情我也懒得和你计较了 不过 说起这个宋信的是个年轻人 我怎么感觉 我好像和这个人是认识一样啊 白竹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不就是一个宋信的吧 你见都没有见过 怎么会感觉认识呢 真是说笑 白竹 丝毫不在意这个宋信的年轻人 摇头说着 如白竹所说一样 那人不过是个宋信的 但是不知道为何 宋无涯的心里 竟然会有这样的感觉 不过怎么说 这事儿就算是到此为止了 如今宋无涯他们没办法调查清楚这件事情 究竟是不是无量教所为 可现在这封信的出信 让宋无涯感觉 这或许和无量教 真的是没什么关系 好吧 希望不是我多虑 宋无涯叹了口气道 咱们虽然来到这里的时间 并不算太久 不过 如此耽搁下来 也不是个办法 毕竟该做的事情 都已经做过了 只是没什么进展 如今 我看你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干脆将这事情 解决了事 哦 无涯秀 你准备收网了 白竹 听到宋无涯这话 脸上的神情不明有些凝重 毕竟他们在这里 没有抓到无量教 丝毫的把柄 就这样了结 未免让他们觉得 这心里不痛快 是啊 事到如今 还能如何呀 宋无涯感叹着 不是他不想继续下去 而是他觉得 这里的事情 应该有个了结了 毕竟如今无量教 看似根本没有插手 进来思严的事情 他们现在没有任何的办法 想要抓住这里的无量教 就只能等到无量教 把控了这里之后 再出手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回南开城 去找静王帮忙 白竹听着宋无涯 确定了这件事情之后 立刻询问 这件事情啊 还需要白兄 您得跑一趟了 送我呀点点头 今天我便抓紧直接 将这里的情况一一记录 然后呈现给皇上 另外 想要彻底遏制私盈 就必须要整改体制 不知道皇上 会不会认同这一点 阎北官府 把控了几千年的时间 即便是在他之前的社会 也都是一样 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 私盈已经不存在了 而且盈的销售的体制 已经整改 宋无涯之所以如此 他并非是过于担心 这些贪官污吏 而是不想让这天底下更多的百姓 受到伤害了 很快 白竹出发前往了南开城 而宋无涯将这里的一切都整理了出来 时间过得很快 三日之后 禁王的大军就已经来到了南投县城 一直沉默的牛家 在这三天的时间里 都没有再找宋无涯 这也让他们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宋大人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别忘了 你可是收了我们好处的 欢迎收听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三百七十五集 牛老爷 被官兵从家中带出之后 一眼就看到了与禁王站在一起的宋无涯 他心中愤怒 丝毫不顾忌一切地大声喊着 听着这话 宋无涯微微一笑 是吗 原来你送给我的那些东西 是孝敬本官的呀 本官已经将他们全都送入京城了 牛老爷 想要在这临死之际 反扑宋无涯 却不想 宋无涯根本不会给他抓到丝毫把柄的 于春自然没有被放过 甚至这满城的严伤 也都被一并给拿下了 如此巨大的举动 可谓是震惊朝野 只怕这里的丝严的生意 一时半会儿会是没办法死灰复燃了 宋大人 你这可真是萌啊 刚刚处理了南开城的事情 就又在这里解决了如此大的私言问题 实在是令本王惊讶呀 哈哈 禁王看着这些贩卖私言的银声 竟然会如此之动 也不禁择舍 宋无涯 微微一笑道 禁王大人 圣上唯一以下官众人 承蒙圣上看得起下官 下官如何不鞠躬尽瘁呀 说得好 说得好 禁王顿时拍手称子 若是我朝 能有更多和宋大人白大人这般的贤臣 天下苍生 必定能够安顶祥和的 哈哈哈哈 禁王妙赞了 这是下官理应之事 如今下官已经将此事处理 并且已经禀明了圣上 是时候离开了 这里圣上的烂摊子 可就只能 借禁王之手帮忙处置了 宋无涯 这下子把这里的一摊子事情 全都扔给了禁王 听了这话的禁王 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脸头映了下来 哎 宋大人不必如此客气 本王盼着 能多做些这样的事情的 也正好让先皇看看 他的儿子 个个都是贤能之人 也让本王的皇帝哥哥知道 他的这些兄弟啊 也不尽全是久能犯贷呀 宋无涯顶头附和着 白竹在一旁听着两人的谈话 此刻插了一句 禁王大人 之前匆忙 下官有一件事情 一直未来得及询问 不知道此时 该不该多嘴一问啊 哦 白大人 有什么问题 该不会是 想要问 能开城那宝藏的事情吧 禁王听着白竹的话 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并且试探着 猜测了一句 可不想 他这话 可是完全给说中了 白竹想询问的事情 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还能有什么呢 禁王的话 让白竹顿时尴尬 不得不承认到 禁王 当这是慧眼 一眼被看出了 下官心中所想 白大人可真是说笑了 本王可不是什么慧眼 本王只是猜测 白大人除了 询问这件事情之外 还能有什么大事 向本王好问的呀 禁王摆着手笑道 这宝藏啊 还真有啊 而且数量 真的不少 想必圣上这次 必定会龙颜大悦啊 那就好 那就好 下官还一直怀疑 这宝藏 是不是真的有 白竹点头说了一句 这件事情 两位大人就放心吧 本王 已经将宝藏打包 不出一跃 便能够尽数 运往金城了 禁王很确定地 告诉白竹与 耸压两人 这宝藏 是千真万确存在的 并且都已经整理好了 原本 宋藏都已经忘记 这件事情了 要不是白竹 和禁王提起 他都会要忘记了 看得出来 白竹可是一直都 惦记着这件事情的 前往南开城的时候 他只怕 并非是忘记问了 而是宋藏不在场 不敢冒犯禁王吧 如今宝藏的事情 他已经从禁王的口中 得到了准确的消息 顿时就松了口气 将眼下的事情 交给了禁王之后 那宋无牙 他们就可以 攻城身退了 他们的时间紧迫 这一次南投县之行 原本是得到了无量教 要插手这顶私言生意 追查过来的 可是最后 却没有抓到无量教 丝毫的把柄 这让他们多少还是觉得 有些失望的 和剑王商谈了一番之后 宋无牙与白竹 回到了客栈 和司徒人小魂 一同收拾行李 如今的他们 突然间好像没有了目标一样 无牙秀 咱们接下来 该去什么地方了 白竹 自然是以宋无牙为主了 而此刻 宋无牙听了他这话 当即就叹了口气 唉 我都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了 我看呢 咱们还是沿着这条河 继续向东边走吧 还要继续向东啊 这东边 只怕都要靠海了 白竹听到宋无牙 还要向东而去 无奈地说了一句 他们这一路向东 收获虽然有 可却并不满意 所以 白竹应该是不愿意 继续向东了 那白竹你的意思 是怎么换个方向 宋无牙 听出了白竹这话中 多少有些不满的意思 便问了一句 白竹当即顶头 不牙秀 咱们这向东一路走来 可是没有什么进展啊 我看 咱们不如换个方向再说吧 或许 咱们的运气不在东边 是在其他的地方呢 经历了这些 让人无奈的事情之后 白竹反倒是迷信起来了 宋无牙认真地考虑着 白竹的意见 倒并非使他也迷信 只是觉得 这种事情 虽然说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但总有时候 会有不同反响的效果 乌鸦 你可别听白竹的 咱们继续向东就是了 司徒文 听到了两人的话 打断了宋无牙的思路 向他提醒 咱们一路走来临时便到 或许会错过什么的 最终 四人还是决定 按照原来的路线 继续向东而去 离开南投县之后 四人该走水路 坐船沿江而下 这一走 就是四五日的时间 中途 虽然路过不少城市 却并未让宋要他们停留 他们的目的是直奔着 省城东华城 两位公子 前面有个小战 我也就只能把你们送到这里了 再也不能往前面走了 船突然停了下来 张船的船夫 回头看向 船舱内的宋无牙 与白竹说道 这是为何 原本 还有说有笑的几人 听到船夫这话 顿时停下了嘴里的话 宋无牙 看向外边 疑惑地问了一句 哎 这几日啊 因为雨季 河水暴涨 眼看着这天又要下雨了 不是我不愿意送几位进城 只是因为 再这么走下去啊 怕是会遇到什么危险 韩夫 向宋无牙 解释着 可宋无牙 好像偏偏不相信这船夫的话一样 说着 就钻出了船舱 抬头看着天 照眉道 看这个样子 还真的是要下雨了 不过 这河水也不见得如你所说的那般暴涨 我看呢 用不了半日时间就能到了省城东华城了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嘿呀 不会公子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是真的没办法往前面继续走了 船夫在宋无牙的话之后 依旧坚持着自己的原则 听着宋无牙和船夫的对话 坐在白灼身旁的小魂 轻轻推了他一下 向着外边示意了一个眼神 白灼领会 当即也跟着出了船舱 他一眼看下河水 确实不像船夫所说那样 不过船夫 还是坚持将他们送到这里 脸上的神情很是为难的样子 吴雅秀 既然船夫都没办法往前走了 咱们就听他的吧 反正这里距离省城 也没有多久了 而且看着天色 只怕是很快就要下雨了 咱们正好 这地方洗洗脚 免得受了寒气 这位公子说的对呀 俗话说的好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我这也是为了几位公子小姐着想啊 船夫听到白灼帮他说话 立刻就顺杆子往上爬 宋雅眉头紧重 虽然有些不痛快 毕竟这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 船夫不愿意往前走了 好吧 既然白兄你都这样说了 那咱们在这里就下船吧 宋乌鸦听白灼这话都说完了 也就没有太过和船夫计将 他答应了白灼这话之后 一扭头就向了船夫打听 长老大 这前边是什么地方 距离省城还有多有路 这前边是个小县城 叫做浑城 距离省城 走水路的话得半日左右 走路路也就一天的时间 船夫见他们答应 这脸上为难的神情 顿时消失得荡然无存 高兴地回答着宋乌鸦的问询 白灼和宋乌鸦同时点点头 便示意船夫靠暗停吧 好吧 那既如此 我等也不为难你 靠城近的地方停吧 白灼也不再说什么 船夫立刻高兴地应了一句 好嘞 就在前面不远 稍微走上百十来步 就能进城了 那所谓的浑城 也早已经出现在了 松压他们的引线中 不过 他们怎么看着浑城 与这河岸的距离 也不像是百十来步的距离 很快 船夫就将船靠在了岸边 赴着船前之后 四人便带着行李 自河岸向着浑城出发了 哼 这哪是走上百十来步啊 我看少说 又以理力 白灼看着远处的浑城 没好气地嘟囔了一句 他回头看向那船夫 却见船夫 已经将船掉头 逆流而上 似要打倒回府 看到这情形 白灼忽来气 嘿 瞧这家伙 自己嘴上说着天药降雨 怕是有危险 看着自己倒好 一点不担心 还撑着船往回走呢 白灼的抱怨 引来了宋乌鸦解人的笑声 我想笑 四处小姐 你们笑什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看着他这副疑惑的样子 宋乌鸦笑着说道 白灼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这前边的路不是没办法走了 即便是下了暴雨 也依旧能往前走 这船夫不愿意继续往前 一定是有别的原因 你还真以为是这河水的关系啊 嘿 早知道这家伙骗我 我就不给他船舰了 白灼显然是没看出这一点 被宋乌鸦点醒之后 顿时气愤不已 宋乌鸦感冒劝解 行了行了 白灼 你也别发火了 咱们现在反正也是下了船 人家都已经跑了 你又能怎么样 我看呢 咱们现在还是抓紧时间 往城里赶吧 看着天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就下起雨来了呢 白灼 听着宋乌鸦的话 抬头看了看天 天空一片阴沉 远处都是一片灰蒙蒙的 在他们头顶之上 乌云改灵 漆黑如漠染一般 沉闷的乌云下 不时地吹着阵阵冷风 衣服单薄的几人 都已经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快走快走 这天看着还真是吓人啊 白灼立刻抱怨了一句 裹了裹衣服 就往浑城的方向前去 宋乌鸦 看着抱着双臂的司徒文 还是贴心地脱下了自己的外衣 披在了她的身上 司徒文抬头冲着宋乌鸣嘴一笑 像是感觉到了温暖 看着一旁拿着行李的小桓 如司徒文一般也是有些瑟瑟发抖 宋乌鸦 又看向了向前正在大步流行 往城里赶路的白灼 当即喊了她一声 白灼 你走这么快干什么 都能忘了和小桓 这一声喊 白灼停下脚步 回过神来之后 看向宋乌鸦 张口就要抱怨 宋乌鸦看着她 不等她开口 并向她挪了挪嘴 示意她看向一旁的小桓 白灼虽然说是一个书呆子 可这个时候 看到宋乌鸦给她的提示 另外 还有司徒文身上的衣服 也理会了宋乌鸦的意思了 她当即走向小桓 将自己的外衣脱下 小桓 包裹还是让我来拿吧 说着 不由分说地将手中的衣服 塞到了小桓的怀里 顺便抢过了小桓手里的包裹 小桓看这一幕 突然间受宠落惊 让她有些无法接受 白公子 这怎么可以啊 天怪冷的 你赶紧穿好衣服吧 小桓急切地拿着白灼的外衣 来到她面前说着 白灼 摆了白手道 没事没事 你穿着吧 我们男人火气旺 不碍事的 小桓不好意思地 扭头看了一眼司徒文 却见司徒文脸上挂着微笑 见小桓 看向她之后 扭头看向了一旁 小桓的脸顿时通红 拿着白灼的衣服 一时间有些无措 桓 白灼是不收 这批呢 又有些不好意思 这扭捏的样子 让宋乌鸦是看不下去了 没好气说道 小桓 跟着穿什么 要不然一会儿要着凉了 宋乌鸦说了这么一句 小桓才把白手的衣服 披在了身上 红着小脸 偷偷抬头望了前边 再次大步流星走起的白竹一眼 这才低着头 加快了步伐 这雨说来就来 四个人正大步流星地 往城里的方向赶了 这雨点就叮叮地落了下来 快走 雨来了 眼看着城门就在前面了 这雨点落下来了 白竹赶忙冲着后边的三人 喊了一声 快步向城门口跑去 好在他们的运气不差 这才刚刚跑到了城门口 倒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 也不过是眨眼间的功夫 瓢泼的大雨就倾泻而下了 城门口成了唯一能够避雨的地方 这不少出城进城的人们 全都聚集在了这里 嘿 这雨还真不小 出来就来呀 人群中议论着 不少人抬头看着乌黑的天空 抱怨起来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好在宋无牙他们四个没有淋雨 看着外边的瓢泼大雨 这要是淋了一场 怕是不会好受的 你不看 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随着那声音聚集在了城里 这雨还可真是够大的 刚刚地面还没事呢 这不是一眨眼的功夫 城里竟然往外冒起了这么大的水 听着那人的话 所有人都注意着自己的脚下 从城里接到 顺着青石板路 雨水在地面上汇聚在一起 如河流一般 向着城门口的方向涌了过来 不过是眨眼的功夫 这城门口中间的过道 就已经满是雨水了 看着如此大的雨水 白竹不由得在一旁感慨道 那船夫这下怕是有遭殃了 说的也是 他们下船之后 船夫立刻就调准船头回去了 遇到这么一场暴雨 只怕真的会有危险 这天 你小的吃鱼吗 也不知道是谁 突然发出这样的一句疑惑来 他这话一出口 立刻就引来了众人的嘲笑 求你这话说的 这一天下的不是鱼是什么呀 难不成还是鹅猫大雪呀 紧接着 有人说出这么一句调侃 引来了更多人的哈哈大笑 可先前开口那人 并未因为这人的嘲笑而恼怒 反倒继续惊呼道 可 可这雨水怎么是红的呀 这一声疑惑 再次引来了众人的笑声 这天降雨滴 不少人都看着呢 分明就是在普通不过的雨水 哪来的什么红色呀 你们看那儿 那人又是一声大喊 将早已经从城内流淌出来的水 挪开视线的人们 又拉了回来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成为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第376集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流淌而来的雨水 竟然变成了红色 即便是在这昏暗之中 也依旧醒目 乌家兄 白竹 跟着在一旁惊呼一声 那该不会是雪吧 宋无牙 看着那流淌而来的雨水 微皱着眉头 眼前的人看着那些红色 不明究竟的雨水 纷纷避让 生怕沾染在自己的身上 应该是的 宋无牙淡然地说了一句 潮湿的空气 瓢泼的大雨掩盖着气味 宋无牙并未嗅到 雪腥的气息 不过 这雨水除了被雪染红之外 还真是想不到 其他的可能了 她抬头向雨水而来的地方看去 瓢泼的大雨 遮挡了视线 只能看到前边模糊的街景 红色的雨水 已经流淌在了脚边 宋无牙 看着那穿过城门 流向城外的红色雨水 深吸了口气道 白雄 你和文尔小欢待在这里 我过去看看情况 乌鸦兄 我跟你一起去 白卓听着这话 当即喊道 可宋无牙扔下这话之后 立刻就穿过人群 躺着地面上的红色的水流 淹没在了漂泊的大雨之中 雨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 宋无牙 瞬间被大雨淋得浑身湿透 雨水不断地拍打在她的脸上 让她难以睁开眼睛 宋无牙 只能低头看着脚下的红色雨水 向着前边艰难的前行 哎 雨水顺着脸颊 流入了嘴里 宋无牙吐了一口 努力睁开眼睛 看向前方 足足已经走了数十步的她 转过了街角 终于看到了那红色雨水的源头 这么诡计 看来这里 还没见着就遇到了命案 宋无牙 借着昏暗的光芒 努力地看清楚了 在前边的雨水中 一个人趴在地上 移动不动 脸颊已经彻底埋在了雨水之中 那红色的雨水 正是从她的身前流淌出来的 可见正是她的鲜血 被雨水染红的 可想而知 此人湿血不少 而且整个脸颊埋在雨水中 即便没有因为湿血过多而死 那也绝对溺亡了 天空中 传来一阵惊雷 随着惊雷乍响 飘泼而下的大雨 竟然有所减缓 回头看着城门的方向 宋无牙转身回去 欧雅秀 怎么样 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啊 白竹看到宋无牙回来 立刻担心地问道 宋无牙点了点头 浑身湿透的她 此刻忍不住打起了哆嗦 一旁的司徒人看到 担心不移 立刻将身上 宋无牙的外衣脱下 披在了她的身上 看样子 鱼很快就会停的 一会儿我去报案 你们先去找个住的地方 宋无牙看着外边的雨水 向白竹交代着 果不其然 就在宋无牙 说出这话 没过多久 飘泼的大雨 变成了稀稀利利的小雨 原本躲在城门口的人们 不少已经冒着小雨 往城里边走了 很快 雨水中的尸体 就被人群围观了 驻足在这里的人们 纷纷议论起来 猜测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白竹自然也看到了那尸体 不由得皱眉 怎么刚来这里 就遇到灭暗了 这老天爷 真的是一下子 都不让咱们休息啊 听着白竹的抱怨 宋无牙等人 不住打了个喷嚏 行了 白兄 遇到了 咱们就得瞧瞧 看清醒 这男子就是在被 下雨之中杀死的 凶手必定 刚刚离开现场 倒在地上的男尸 看不清楚面容 不过身高 足有六尺 可是个十足的大块头 一身黑色的衣服 在昏暗的环境下 很是不显眼 现在根本看不到 他身上的伤口 在什么地方 不过 在他的周围 血水 都聚集在他的前胸铐上 估计致命的地方 应该是胸口 或者是脖子了 快去报案吧 别在这里看着了 人群中 也有人喊了一句 显然这死了人 可不是小事情 围观的人 多少还是有些明白事理的 不过 这人的话 刚说完没多久 原本围观的人群 顿时轰然而散 看他们离去的方向 各不相同 也不知道 有没有报案的人 宋武牙刚打了个喷嚏 白主几人 都比较担心 乌鸦 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 落脚吧 估计有人 已经去报案了 司徒文 担心宋武牙的身体 劝了一句 宋武牙听后 想了一下 再点点头 好吧 寻找个地方住下 估计死了人的案子 官方很快就会来处理它 说着 他们便向其他人 打听这城里客栈的地方 刚问了好去处 前面就听到了 重重的踏水声 众人抬头看去 却见一对牙医 披着缩衣 已经赶到了这里 这里的牙医 办事还真是够快的呀 白主看到牙医 来得这么迅速 称赞了一句 大家扔一扔 扔一扔 围守的牙医头子 大声地喊着 让周围看热闹的人们让开 很快 牙医围住了尸体 他们在这四周查看起来 在现场搜查凶手 可能留下的线索 桃 诸位没有什么找到的 很快牙医们回来禀告 这地方四通八达 凶手逃走的方向 没办法确定 听到属下的禀告 那牙医头子 没头紧正 招呼两名牙医的 叫师弟翻过来 两名牙医上前 立刻就向尸体 翻转过来 顿时 死者的面庞 露了过来 竟然是他 死得好 死得好 就在那死者 被翻转的瞬间 周围的人群中 便发出了一声天呼 随即竟然是哈哈大笑 并且口中不住地称快 这一声叫喊 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牙医头子 扭头看向那说话的人 立刻问道 你认识死者 官爷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仔细看看 你都认识他 那说话的人 听了牙医头子的话 顿时一笑 指着那死者喊道 牙医头子一脸疑惑 扭头细看 脸上神情顿时一惊 满牛 没错 就是他 这混蛋化成灰 老子都认识他 那人听着牙医头子的话 确认得喊道 他们的谈话 遗子不落的却都落入了宋无牙的耳注 从这两人的对话中 不难判断出 这个死者他们都认识 而且显然不是什么好货色 从刚刚说话的那人口气来看 只怕这人已经对死者恨之入骨了 不然看到他死在这里 绝然不会发出这般愉快的叫声的 头儿 凶器室一把剪刀 牙医指尸体胸口上 插着的一把剪刀说道 这时候 众人才注意到 那尸体的胸口前 插着一把剪刀 剪刀是黑铁打造 不仔细看的话 还真是难以在这昏暗的环境下 在全身黑的尸体上找到 剪刀 牙医头子听着这话 立刻上前蹲下身子 凝神细看起来 他看着那把剪刀 不禁疑惑道 难道杀他的凶手是个女人 这恐怕不太可能吧 其他牙医怀疑的说道 毕竟这家伙可是个大坏头啊 说的也是 如此五大三粗的一个男人 要是被一个女子当街杀了 那可真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了 不过 凶器是一把剪刀 这东西大男人可是不常用的 用到他的 除了裁缝之外 也只有妇女了 牙医头子皱眉琢磨了一会儿 也没有什么结果 当即起身 吩咐道 先叫尸体抬回去 几名牙医上前 将尸体搬上了担架 抬起来 就是原路返回 牙医头子站在原地 并未跟随着搬运尸体的牙医 一同离开 而是转身看向周围的人问道 是谁先发现这具尸体的 听到这样的询问 围观的百姓 顿时摇头向后退送 宋无牙 却走了过去 说道 这位柴医 是我先发现的尸体 哦 这位小兄弟 还请你能够随我回县牙 将你发现尸体的经过 详细地告诉我 牙医头子 转身看着宋无牙说着 同时他脸上的神情 也变得凝重起来 将宋无牙上上下下 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露出疑惑道 怎么 刚刚小兄弟 没有找到避雨的地方吗 还是在下雨的时候 你冒雨 做了什么事情呢 这牙医头子 突然怀疑的询问 让宋无牙不禁一愣 有些无奈的苦笑起来了 柴爷 用不着你怀疑 既然我敢站出来 就足以说明 这人不是我杀的了 更何况 我们几人 刚刚自西边 赶了几天路了 刚刚到达此地 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怎么会无敦杀人呢 宋无牙无奈地解释道 不过 他这样的解释 想象起不到什么作用 牙医头子微微一笑 哦 既然你没做什么亏心事 就用不着 这么着急的解释 这句话 他摆明了是怀疑耸无牙 一旁的白主 可是看不下去了 当即上前 没好气道 这位差业 你这话可就不对了吧 听你这口气 好像认定了我朋友 他杀了这家伙似的 哼 我不或是随口说说 你也用不着这本紧张 一切回县衙再说 牙医头子 倒也没有因为白主这话 而恼怒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让宋无牙 跟着他去县衙 司徒文 听着这话 急忙说道 差业 我夫君他淋了雨 还请让我们先找个 落脚的地方 换一身干爽的衣服 再去县衙也不迟啊 可以 对司徒文的这个问题 牙医头子 倒是非常干脆 直接就同意了 这下倒好 他们也省去了 去寻找客栈了 这牙医头子 对城里倒也算是熟悉 立刻就带着他们 找到了一家客栈落脚 很快 换好了衣服的宋无牙 在白竹的陪筒下 前往了县衙 两位公子请坐 牙医头子 喊来了文力 招呼两人坐下之后 见文力准备妥当 便开始询问 请公子 原原本本详详细细的 将发现尸体的经过说来 近日我等 乘船前往此地 原本是打算前往省城的 可奈何 船行至此地 船夫因为害怕天降暴雨 所以让我等在此地下了船 我们刚好赶到城门口的时候 天降暴雨 将我们四人与其他不少人 给困在了城门处避雨 这大雨下了没有多久 就有人发现这城内 雨水晦气的水流 突然变成了红色 我见情形有些不对 便冒雨过去查看 就发现了死者 倒在雨水中 当时雨大 我也没有靠近 随即返回 等到雨停了之后 便有了后来的事情 哦 这么说来 你们在城门口避雨的时候 就看到了鲜血混在雨水中 流淌过来了 牙医头子 听了宋无牙这番话之后 确认地询问道 宋无牙点头 当时 我们先是看到了水流 却并没有看到其中 参差血色 雨下了一会之后 这才在雨水中 看到了血色 宋无牙 怕他判断错误 当即重新 将这一个重点 说了出来 哦 这么说 凶手是在下了雨之后 才在那里杀了人的 牙医头子 明显是听明白了 宋无牙这话的意思 便又再确认了一次 宋无牙点头 是的 好 既然这样 那我知晓了 公子刚刚淋了雨 还让你冒着尸寒来县牙口供 实在是抱歉 现在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牙医头子 听完了宋无牙这番讲述之后 并未对宋无牙怀疑 起身 就送他们两人 不过 走到了县牙门口的时候 牙医头子 突然又到 今日还望公子 不要离开县城 刚刚你所说的经过 我还需要找其他的人来验证 此案事发突然 也很蹊跷 还望公子 能够配合 听着这话 宋无牙顿时皱眉 心中有些不满 这说来说去 这牙医头子 还是怀疑他和这个案子有关系 但是 说这些 也没有什么用 谁让他是第一个 发现尸体的人呢 离开了县牙 白卓气愤道 不想笑 咱们就应该表明身份 好让这个混蛋 好好看看 怎么是不是那种 杀人的凶手 别说白卓气愤了 摊上这样的事情 送回自己心里 也不是很痛快 算了吧兄 反正已经摊上这件事情了 就在这 号上几件事情 看看这案子 也不是不行 宋无牙深邪了口气 叹了一声 没曾想 这刚刚在这地方落脚 竟然还惹上麻烦了 不过 事情究竟如何 宋无牙他们心里清楚 毕竟他们不是普通的百姓 也绝对不会在任何这些人 摆布的 回到客栈的时候 天算是彻底黑下来了 远处天空中的乌云 还时不时地闪烁着 一道道绚烈的闪 看这个情形 或许这雨 还要再下一场 乌亚 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司徒文 回来之后 关切不已 乌亚摇摇头 这倒是没有 不过 咱们明天是没办法离开这里了 为什么 难不止他们怀疑你是凶手 司徒文听了这话 对 立刻就猜到了情况 是啊 也不知道那家伙的脑袋是怎么想的 白卓美好气地说着 听到这话 司徒文 不由着急到 那不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吧 要是能惹出麻烦的话 那倒是好了 咱们现在最不怕的 就是麻烦 宋亚笑了 开起了玩笑来 这倒是一句实话 他们最不怕的就是麻烦 还希望麻烦 往他们身上来呢 你少贫嘴吧 司徒文 怪怨地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道 你还能笑得出来呢 谁知道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呢 你没听人们说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命案和你们又没有什么关系 你以为能抓到贪官啊 在司徒文看来 这不过是一件简单的命案而已 和他们要管的事情 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不过他这话 可却让宋吴雅没办法赞同 宋吴雅摇着头说道 婉儿 这里可就说错了 这案子可不是一件简单的案子 至少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和兄弟什么事 都没办法判断 可见这案子很是蹊跷啊 是 蹊跷 怎么会这么巧 咱们刚到这个地方 连城门都没进呢 就遇到这命案了 司徒文也抱怨起来了 在他心里 可不想让宋吴雅惹麻烦 毕竟之前 宋吴雅经历过太多的危险了 他可没有宋吴雅那样的宏图大运 他只希望宋吴雅能够平平安安的 吴雅秀 你觉得凶手是男是女啊 白主听着司徒文的抱怨 知道司徒文这话匣子打开之后 可要说上不少 所以立刻就抢着 向宋吴雅问起了案子的事情来 宋吴雅坐下来 端起了小环道的热茶 琢磨了一下道 我想啊 应该就是个男的 啊 何意见得 白主听到宋吴雅的判断 立刻追问 用剪刀作为凶器 这也不是什么稀缺的事情 不过 剪刀这东西 只怕不是一般人随身携带的 即便是女子 或者是采访 也绝不会随身携带着剪刀的 可见这凶器 怕是遭有预谋 而且凶手 多半是个男人 宋吴雅 将自己的判断说了出来 他这样的推理 白卓听着明白 可要问他宋吴雅为何这样判断 他可是说不上来的 看到白卓皱起了眉头 宋吴雅立刻就解释道 这剪刀是一击毙命 直接命中要害 一般女子的力道 不足以在一个六尺男人面前 将剪刀直接插入对方胸口的 更何况 当时下着雨 两人只怕睁开眼睛都难 死者身旁有人靠近 怎么可能不会察觉 想必凶手和死者 应该很是熟悉 这才让死者放松的警惕 这么说是很有道理 可凶手杀的人之后 并没有带走凶器 这又是为何 白卓的问题很多 宋吴雅刚刚回答完一个 他立刻就询问起 另外一个问题了 这个用不着解释 这谁知道呢 反正从这凶器上 是找不到凶手的 宋吴雅摇头笑着回答 作为凶器的剪刀 被遗留在了死者的身上 并没有被凶手带走 但是宋吴雅觉得 并不一定是凶手走得太过匆忙 更可能的是凶手认定 这剪刀是不会暴露他身份的 当时天降大雨 皆少没有半个行人 在大雨之中 他行兴地经过 想必是没有人看到的 即便是有人看到 也绝对认不出他的模样 他自然可以放心地 从容理解 白卓琢磨着宋吴雅刚刚所说 突然又问道 那如果凶手是个女人呢 这可把宋吴雅给问住了 这个问题 宋吴雅实在是没办法回答 这样的假设 并非是不成立的 只是成立与否 与刚刚一般无二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无独罪 演播 苏子 隐秘密 第三百七十七集 白兄 如果真是个女的 那这个女子手背上的力气不小 而且和这个死者蛮牛 还是熟悉 另外 他也很清楚这锦刀 不会暴露他的身份 这和凶手是男是女 是没有关系的 宋吴雅先刚才的话 再次向白竹说了一遍 确实如此 凶手的身份不好判断 只是从这把剪刀来判断的话 确实很难 见白竹不说话 宋吴雅又到 白兄 你用不了这么苦思冥想 当时案发现场不远处 可是有伤铺的 或许当时有人看到了什么 另外 这死者的身份很明确 只要顺着死者身份追查 将他熟悉的人 全都盘查一遍 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线索的 哦 白竹 只是简单的硬了一声 却依旧一副苦思冥想的样子 宋吴雅无奈地摇摇头 转头看向了司徒文道 晚儿 这几日在床上颠簸 我看咱们 还是吃点东西 早早休息吧 我看明天一准 没什么好的事情 还是咱们休息得好 说不准啊 这一大早的 就会有人打扰呢 嗯 饭菜我们已经让小儿准备了 吃了之后就可以休息了 司徒文 已经安排好了饭菜 宋吴雅点了点头 也不再说什么了 现在即便是在房间里 也都感觉到一阵阵的寒意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热茶 让自己的身体 不至于那么冰了 当店小儿送饭菜的时候 白竹 这才从陈思忠回过神来 夏二哥 向你打听个人 白竹 开口向放下饭菜的店小儿问道 你知道 满牛这个人吗 店小儿听着这话 顿时一愣 诧异地看着白竹问道 这位公子 没想到你们从外地来 也都知道满牛啊 你们是朋友 好 夏二哥不要误会 我们不是朋友 也不认识这个满牛 这是今天在城门口 发生了一起命案 这死者正好是满牛 所以才好奇询问一下 白竹看店小儿的脸色 满是疑惑 急忙解释了一句 什么 满牛死了 店小儿听到了 宋乌鸦的话之后 大惊失色 发出一声惊呼 对 就是那个满牛死了 白竹看着店小儿 这脸上吃惊的表情 丝毫不亚于 在案发现场 所遇到的那个人 店小儿 得到了白竹的 在此确认之后 顿时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真是太好了 这家伙总算是死了 店小儿 根本顾无上回答 白竹的询问 反而是高兴得 差点没手足蹈起来 店小儿的反应 不仅是让白竹 也是让宋乌鸦几人 一同觉得 奇怪起来了 他们现在心里 都在想着 这个死了的满牛 究竟是个 可恶到什么程度的人 他死了 竟然会有 这么多人高兴 可以说 满牛的死 像是为民除害一般 一片大快人心的感觉 差点没手足蹈起来的 店小儿 让白竹很是无语 他当即提醒了一句 小儿哥 你别只顾着高兴啊 和我们说的说道 这满牛 就像是个怎么样的人啊 被白竹 再次询问的问题打断 店小儿 这才回过神来 不好意思公子 小的实在是太高兴了 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 店小儿 不好意思地解释着 这满牛啊 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它可是我们这里 最令人讨厌的家伙了 正是游手好闲 不做好事 不仅如此 还到处碰瓷讹人 这城里啊 多半都受过这家伙的亏 可谓是讨厌至极 满牛不是个好东西 这一点 宋国家他们 早已经有了考虑 毕竟从一开始 路人的表现 都已经看出来了 此刻店小儿的话 确实是没有什么 值得他们好奇的 白竹 对于店小儿 这样的回答 显然是很不满意 当即提醒了他一句 小儿哥 那你具体和我们说说 这家伙整人里 究竟都做些什么事情啊 是不是亲男爸女啊 亲男爸女 这个倒是说不上 虽然说着满牛 到处撞骗 可是却不是个好色的人 也没见他大先生 挑起过两家妇女 反正啊 他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骗钱 店小儿 没有符合白竹所说 否认了满牛 是个好色的人 这一次倒是给他们提了个醒 至少这蛮牛 不是一个好色的人 而且他的目的 只有钱 这样一来 倒是让他们对蛮牛 有了新的考虑 毕竟一个贪财的人 而且不务正义 那必定会做出什么 旁门左道的生财之路 如果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那必定会惹出麻烦的 店小儿 说完了这话 并没有继续接着说下去 白竹扭头看了看宋无牙一眼 见宋无牙好像没有什么问的了 当即白竹 便对店小儿说道 小儿哥 多谢了 没想到这蛮牛 可我都这种程度 死了 可真是活该啊 是啊是啊 店小儿 高兴地附和了两句 然后问道 公子 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交代吗 啊 别的事情没有了 这都已经是饭点了 小儿哥 还是去忙吧 白竹没有继续留着店小儿 当店小儿离开之后 白竹立刻向宋无牙说道 欧阳兄 这蛮牛 只怕是因为钱死的 嗯 或许吧 宋无牙没有多说什么 这一点信息 根本无法让他判断出来什么 所以 也没有多说 宋无牙心里清楚 白竹还在琢磨这件事情 当即指着桌子上 司徒文和小婚两人 已经摆好的饭菜说道 白竹 别乱想了 先吃饭吧 吃完了饭 好好睡上一觉 这个案子 明天再说 白竹点点头 也没说什么 低头开始吃饭了 这一晚 睡得到真是安稳 宋无牙与白竹 第二天早早的 就醒来了 当然 并非是那县牙头子 来找他们来 而是自然醒来的 悉数之后 叫了司徒文和小桓 四人便来到了楼下吃饭 这浑城 可没有南投县 那般热闹了 毕竟这里往来的人 虽然不少 却也并非都会在这里停留 多半是路过这里 住上一晚 就会接着赶路 所以楼下吃饭的人 并没有很多 庚子小姐 要吃点什么 殿下 看到四人下来 立刻上前询问 随便要了一些东西之后 宋无牙他们 便抬头 注意着周围的人们 在这里住下的人 几乎都是一些火山 让宋无牙他们 没想到的是 这些人大听早了 竟然在高高兴兴地 议论着 昨天蛮牛死了的事情 啊 这可真是一件 奇怪的事情啊 这蛮牛死了 这么多外地来的火山 高兴什么呀 白卓听到这些人 谈论着 这件事情发出的 阵阵笑声 顿时疑惑起来了 对于这一点 宋无牙 倒不觉得疑惑 白兄 你没听小二哥 昨天说的吗 这蛮牛啊 胖瓷讹人 你觉得 他会放过 这些过往的商人 只怕这些商人呢 没少受他的气 宋无牙笑着说道 听到这话之后 白卓顿时皱眉 那也不对啊 如果他们受够了气 那为何不改走水落 将这浑城让开呀 说得没错 司徒文听了白卓这么说 也附和了一句 确实 白卓说的话 一点都没错 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被他这么一说 宋无牙都愣住了 顾瓷 你说他们 为什么不走水落啊 小环 也跟着问了一句 三个人 眼巴巴地看着宋无牙 等着他的回答 可宋无牙 哪能回答出这种问题呢 琢磨了一下道 或许 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吧 他们不得不在这里过夜 我想想 你觉得 会不会是这水落 有什么问题啊 白卓突然皱眉 倒抽了口凉气 问了一句 随口又接着说道 咱们来的时候 那船夫 可死活不让咱们过去 而且当时 咱们从上一个地方来到这里 不过是半日子事件而已 白卓 好像把事情 给说到了点子上 这让宋无牙 又想起了 那个奇怪的船夫来 昨天因为一场大雨 他倒是也没有多想 可现在这么一拙吗 或许这水落 还真是有问题啊 想到这里 宋无牙当即到 咱们一会儿啊 问问这店小二就清楚了 正说着这话 店小二蹲着一盆白粥 来到了四人的桌前 嘴里吆喝着 诶 四位客外小心 说着 轻轻地将粥 放在了桌子上之后 说了一句慢用 就要离开 宋无牙立刻将店小二叫住 小哥 问你个事 店小二一愣 回过头来 看着宋无牙笑道 公子 有什么事情啊 从这里 走水路 前往省城的多久时间啊 宋无牙 没有直白地问 而是拐了个弯 旁敲侧击 店小二一听这话 脸色皱变 公子 万万不渴呀 不渴什么 宋无牙顿时装出 一脸吃惊的样子 看着店小二问道 店小二毫不掩饰地说道 这水路可走不得 通过省城的水路 虽然只有半日的时间 可这一段河道 却有水鬼啊 水鬼 听到这个词 宋无牙差点没笑出来 他们这一路走来 还真是见了不少的鬼 这一次店小二 说有水鬼 这还是他们头一次撞到的 是啊 这过往的船只 只要是小船 必定在河中侵附 所以一般人都不敢走水路的 店小二 谈论起这水鬼的事情来 脸上的神情 无比的惊慌 这一幕令 宋外几人顿时吃惊 感情还真让白酒给说中了 这水路 还真是有问题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也明白了昨日 船夫为何死活 不肯往前面走了 显然船夫是知晓 这件事情的 所以他不敢靠近 这一段水域 店小二说完之后 宋外并没有完事 他又问道 既然是鬼 白天他不敢出来的吧 白天走 应该没事吧 不是 店小二 猛然摆手 水鬼 出谋无常 白天黑夜 随时对我可能出现 倘若你运气不好 那可就麻烦了 麻烦了 会有怎么样的麻烦 宋外听店小二这话 很是认真 立刻就问了一句 店小二深吸了口气 一脸凝肿了 死了 连尸体都找不到 宋外是不相信 什么水鬼之说的 不过过往的小船会有轻浮 可能的原因可是有好几种的 或许是因为河水端极 又或者是水流造成了漩涡之类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那就是小船触碰到河底的石头 既然大船可以平稳通过 那小船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仅如此 除了自然现象之外 人为的现象也可能存在 毕竟想要在河水中侵服一条小船 只需要几个人合力就可以了 听了店小二所说的话这一切之后 白酌大惊 连尸体都找不到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 是啊 您几位千万可不要冒险啊 店小二义正言辞地警告着宋外解人 宋外点了点头 按理说 这河水自泄而来 向东回去大海 这下游的水势更加平稳才对啊 是啊 这河水可不蹲起 可偏偏就发生了不少船只 轻浮的事情 店小二也对这件事情表示奇怪 也难怪他对水鬼之说 会这般深信不疑了 宋外点了点头 对小二哥说道 小二哥 你去忙吧 店小二应了一声 转身离开了几人的桌子 看到店小二离开之后 白竹立刻便问 巫崖兄 我看这多半是人为的 那也未必 宋外摇摇头道 原本白竹以为宋外也是这么想的 可没想到 结果出乎意料 奇怪不已 啊 巫崖兄 你不是一直都说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鬼怪存在的吗 怎么现在你自己犯都相信了 我没说相信水鬼的事情 我只是说 这纯值亲赋的事情 不一定全都是人为的关系 或许还有可能是因为 河道本身的缘故 宋外摇解释了一句 可能这样说 白竹他们没办法理解 毕竟现在这个世界 科学并不发达 人们难以解释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即便是科技时代 也依旧有很多的事情 是科学没办法解释的 河道本身的原因 白竹果然愣住了 他没办法理解这件事情 听着宋乌鸦的话 让他非常郁闷 嗯 这个用不着操心 这和这件案子没什么关系 咱们不要理会就是了 宋乌鸦知道 想要解释这件事情 必定又要耗费不少的口舌 所以让白竹将这件事情跳过 可既然遇到了这事情 白竹哪能说不问就不问的呢 当机摇摇头 这可不行 这事情也很蹊跷 怎么也得调查一下 或许是有歹徒从中做鬼呢 白竹认真起来 宋乌鸦也是拦不住的 没办法 他重重地输了口气道 河道内流淌的河水 不仅仅只是水 其中有鱼 有泥沙 常年久日的 对河道会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 这河道中 有一条大鱼 不小心撞到了那小船 小船或许就会轻覆 又或者下了雨水 河水暴涨 将河床的石头卷起 打在了船上 也可能造成小船轻覆 宋乌鸦只是简单地 举了几个例子的说明 可他这样的说法 显然是说服不了白竹的 白竹摇摇头 不相信他这一套说辞 我看未必 这事情咱们得调查一下 我还是认为是人为的可能性 更大一些 听着这话 宋乌鸦懒得再和他说什么了 当即顶头道 好吧 既然白兄你这样认为 那就调查一下吧 不过咱们眼下还是看看 这蛮牛是怎么死的 反正这几日啊 咱们是离开这里 想必也只有等到那牙医头子将我的回忆排出之后啊 才有机会调查水鬼吧 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情 咱们既然遇到了 那就不能不管 如果不是人为 那自然不用说什么了 可如果是人为的话 那可就要为民出害了 白酌一整言辞地说着 显然是铁了心 要管这件事情了 这件事情究竟如何 宋乌鸦心里 倒也有些看法 只需要去河道那边看一看 很多的可能 就一清二楚了 正说着 饭菜全都上来了 四个人 也顾不上闲聊了 立刻就吃得起来 刚刚吃过了饭 门外就来了人 而且来的这人呢 立刻就引来了所有人的注意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宋乌鸦与白酌 他们两人昨日见过的那个牙医头子 牙医头子来到客栈 立刻便看向了里边 寻找着什么人 果然 很快他的目光 就落在了宋乌鸦的身上 看着大不流星 走过来的牙医头子 宋乌鸦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牙医大哥 这么一大早地过来 是怕我跑了不成 宋乌鸦看着牙医头子问道 牙医头子 微微一笑 公子说笑了 你要是想跑的话 昨天下午就跑了 那还用得着等到今天呢 这话说的也是 要跑的话 昨天下午确实是有机会 不过 宋乌鸦可没做什么亏心事 他自然用不着逃跑了 我看 是牙医大哥在说笑吧 怎么 调查的结果 证明我就是那个凶手了 宋乌鸦看着牙医头子 平静地问道 牙医头子摇了摇头 这倒没有 我这次过来找公子你 其实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这倒是奇怪了 宋乌鸦和牙医头子接触 完全就是因为昨天的事情 现在 他竟然说找宋乌鸦 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让宋乌鸦感觉无比奇怪 毕竟 宋乌鸦实在是猜测不出来 这牙医头子找他 究竟还能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好 这样啊 那大哥你说说看 还有什么事情和我有关系的 宋乌鸦不禁好奇地问道 他这么一问 牙医头子倒是没有直接回答 这里可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看到 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再说吧 宋乌鸦点了点头道 好 那咱们就换个地方吧 饭已经吃完了 牙医头子正好来访 宋乌鸦与白竹 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交代了司徒文几句话之后 宋乌鸦起身 就要跟着牙医走 看着白竹 也跟着起身 宋乌鸦随口道 白竹 我和你就别跟着去了 原本他是不知道 这牙医头子找他究竟是什么事情 可能不是什么好事情 所以 不想让白竹跟着苍合进来 以免到时候 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 没有人照应 可是没想到的是 牙医头子紧接着开口道 哎 不妨 此次前来啊 原本就是邀请两位公子的 这话让宋乌鸦与白竹 都感觉到错愕了 感情这牙医头子 连白竹都算进去了 这让宋乌鸦心里觉得 更加的不踏实了 可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和白竹一同 跟着牙医头子出去了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第378集 出了客栈之后 跟在牙医头子身旁 宋乌鸦没有开口询问 牙医头子也没有开口说是什么事情 白竹可没有这么好的耐性 牙医大哥 你叫我们出来究竟是什么事情 一件小事情 牙医头子随后说着 却依旧没有说明究竟是为什么 白竹有些气愤 什么小事情 你倒是说呀 你说不是昨天的案子 那又是为了什么 白竹这般的追问 让牙医头子有些无奈了 他突然停下来 转过身 看着白竹说道 公子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虽然说这事情 和昨天的案子没什么关系 但是这 和另外一起案子有关 什么 还有案子 牙医头子的话 令白竹和宋乌鸦同事吃惊 白竹脸上的表情 异常夸张 他想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无故地又跑出 另外一桩案子来了 这事 让宋乌鸦也有些想不明白 究竟是怎么回事 公子 不要着急 到了县衙 这一切你就清楚了 因为昨天的缘故 我今天对你们 可算是照顾收到了 要不然 也不至于用请的方式 来让你们去县衙了 牙医头子冷冷地说了一句 扭头又向前边走去 看着他这副神情 白竹很是错愕的 扭头看向宋乌鸦 宋乌鸦也是一脸的疑惑 摇了摇头 没说什么 两人身后的牙医 看着两人还不跟着往前走 顿时催促了一句 磨蹭什么 赶紧走 这下子情况有些不对劲了 宋乌鸦 与白竹两人心里都清楚 这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只怕他们是真的惹上麻烦了 可牙医头子不说明白 只是说去了县衙 就都明白了 他们两人心里 都在琢磨着这件事情 正琢磨着这件事情呢 两人就已经被牙医 带到了县衙 刚进入县衙大堂 宋乌鸦就注意到 当堂之上 竟然还跪着一人 那人回头看着身后来人 顿时抬手指向了 宋乌鸦与白竹大声喊道 没错 就是他们两个 这人的一句话 让宋乌鸦与白竹更加郁闷了 你是什么人 我们怎么了 白竹看着这个人气势汹汹的样子 顿时就来气了 那人丝毫不惧白竹愤怒的表情 扭头向堂上的县令喊道 县令大人 你可要微笑地做主啊 就是这两个混蛋 昨天做了我的玉佩 什么 我们 偷了你的玉佩 我们压根都不认识你 白竹气愤不已 指着那人骂道 白竹的话音刚落 那跪着的人立刻又寒 就是你 要不是昨天趁这么样发生 让你们两个趁乱逃了 哪还有得到今天 佩这家伙一句话给顶了回来 白竹再次气愤 抬手就要质问 却不想正坐之上的县令 手中惊堂木 猛人拍下 都给本官闭嘴 县令怒声喝止 他将目光 看向宋牙与白竹 皱眉冷冷问道 藏下何人 见了本官 为何不贵 只怕你受不起啊 白竹听着县令的话 轻蔑道 这话让县令愣了一下 但他随机反应过来 哦 这不说来 这位公子的身份地位 连本官这个堂堂写令 都比不了的吗 不知道公子如何称呼 难不成 是圣上派下来的钦差吗 哼 你倒是有个好脑子啊 白竹冷笑一声 算是承认了县令的猜测 只是 他这话一出口 却引来了周遭的哄堂大笑 在这一片笑声之中 白竹更加的气愤 你们笑什么 祖宰 唐诺 你敢冒出朝廷钦差 你还知道是什么罪过吗 县令愤怒地喝道 他这一声吼 也让在场的牙翼停止了大笑 白竹没有再说话 而宋无牙 也依旧没有开口 哼 本官懒得和你计较这个 言归正传 你们不贵就不贵吧 反正有你们贵的时候 这贵舍的人 你们是不认识 可他却认识你们 而且 他认识你们就是在昨日 你们一同在城外出避雨的时候 县令 没有和白竹过多地计较此事 言归正传地 说起了这件案子来 眼前贵着的这个人 竟然声称宋无牙与白竹 偷了他的玉佩 这是何等可笑的事情 白竹看着那人以及县令 满脸不屑 而宋无牙 却神情变得格外凝重 眼前这人既然敢将这件事情 闹到宫堂上来 那必定是有什么手段来证明的 或许这件事情 他们是说不清楚了 县令接着刚刚的话 继续说着 就是在那个时候 你 县令抬手 指向了宋无牙 你见雨水泛红 借着出去明情形的机会 穿过人群 从他的身旁擦身而过 并且顺手偷窃了 他腰间挂着的玉佩 笑话 你看他这个德项 是该有余配的人吗 白竹听到县令的话 顿时气愤地喊了起来 县令冷冷地看着白竹怒声道 你若是再跟咆哮公堂的话 甭官绝不轻饶 将白竹呵斥了一番之后 县令又道 当时大雨 一进入了雨中 他根本来不及抓你现行 而雨停了之后 又因为人群混乱 也没有找到你 好在天王恢恢恢疏而不禄 让他在客栈见到了你 这才报了案 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 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好说吗 县令 算是将这事情云云本本地说完了 目光如炬地看着宋乌鸦与白竹 这件事 让宋乌鸦与白竹实在是没办法理解 而且白竹此刻气愤难消 要不是怕自己的急性子坏了事情 只怕坏了事情 宋乌鸦抬头 看着跪在地上那人 行了 你什么目的 咱们心里都很清楚 你既然敢闹到公堂 自然是有所依仗 想必这个时候 牙医已经在客栈搜查我们的行李了吧 做贼的 还这么小张 那人美好气地愣了一声 这话让人听着极其的不舒服 宋乌鸦没有理会这话 反而继续说着 想必你那玉佩也一定能够搜到 不过还有另外的东西 只怕是你想不到的 冲着跪地那人 说完这些 宋乌鸦抬头又看向县令 县令那人 稍等片刻 保准有让你大开眼见的事情 你说什么 县令眉头紧重 看着宋乌鸦疑惑不已 宋乌鸦没有调明事情 他看向县令又道 不知道县令大人可曾问过此人 他的玉佩究竟是什么模样 可有什么特征能够证明 玉佩就是他的吗 这个自然要问了 本性可不是糊涂的县令 绝不会冤枉好人的 县令立刻点头说道 但是他画风突然一转又道 可如果真要是有人在本官面前作案 那本官也绝对让他难逃法网 听了这话之后 宋乌鸦点点头 也不再说什么了 等了没有多久 门外突然传了一声急呼 大人 县令顿时眉头一紧 周眉喊道 想看什么 有没有找到玉佩 很快 在外边疾呼的 牙医跑了进来 躬身到了县令面前说道 大人 玉佩找到了 和他们两人同行的 还有两名女子 也一并被我们带来了 不过 不过什么 咱们说话吞吞吐吐的 难不成 你做了什么 恬不得人的事情 不敢说出来吗 县令愤怒不已 被这个牙医气得过枪 那牙医听到这话之后 顿时攻身道 没有没有 属下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做 只是在他们的情理中 还发现了其他的东西 好像 好像是昆平 什么 昆平 哪里让法国看看 县令听到这话 顿时惊得起身 看着那牙医 皱眉 一脸的紧张 牙医将东西递给了县令 县令看着手中的东西 脸上吃惊的神情 很快就转变为了惧怕 捧着关平的双手 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哼哼 县令大人 没想到你也有害怕的事情啊 刚刚本官听你的口气 好像要给本官治罪啊 白卓此刻得势 顿时嘲讽起来 县令听了白卓这话 一个机灵 立刻从公安之后 快步跑出 来到堂下之后 直接就跪在了 宋牙和白卓的面前 下官该死 下官有也无处 冒犯了两位千尘大人 最可万死 最可万死 县令额头的冷汗 都已经滴在了地面上 如此极准的情形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错愕 可县令如此惶恐的样子 显然不是开玩笑的 其他的人也跟着下跪 向宋牙和白卓行礼 白卓看着县令跪在面前 急摸上前 搀扶起来 县令大人 您这是干什么呀 在这公堂之上 见了您这位堂堂县令 本官才应该下跪呀 不敢不敢 县令压根不敢起身 听着白卓的话 更是将脑袋摇得 如波浪鼓一般 不敢点头 看着这个情形 宋牙当即打断了白卓 好了 县令大人 起身吧 谢谢 谢谢大人 县令听了宋牙的话 这才缓缓起身 只怕这个时候 县令的心里 懊悔到了极点 他刚刚可是差点 给钦差治罪 而且也差点 让钦差给他下跪 好在他当时 没有计较这件事情 不然的话 现在他可就麻烦了 起身之后 县令开口便道 你个有有助的东西 这两位可是钦差大人 他们怎么会通你那 那不值钱的玉佩 还不开紧 给鸿沟滚滚 那人也是慌了神 他哪能想到 他一口咬定的那两个人 竟然还是钦差大臣 见那人爬起身 慌慌张张就要离开 宋牙却把手一抬 且慢 这案子可不能因为 我们是钦差就这么算了 这堂外还有这么多百姓看着呢 让百姓还以为 我等堂堂朝廷钦差 只是会用官威压人呢 这件事情只怕不是 给我等脸上抹黑 而是给圣上脸上抹黑 说完这话 那指认送我要偷盗玉佩的人 联盟摆手改口 是小的 下了眼 看错了人 偷我玉佩的人 绝非是两位大人呢 听着这话 宋牙当即冷笑 当真是秀 照你这么说来 搜查我们行李的牙医 刚刚是在污蔑本官啦 这不敢不敢 那人被宋牙几句话 问得语无伦子 不知道该如何应答了 宋牙懒得理会的 向着公安走去 立刻就看到了那枚玉佩 这玉佩并不太大 不过旗上的纹理 却有些莫名其妙 宋牙看着这玉佩佩 抬头看向那宪令道 宪令大人 本官来看 不仅是你这官做到头了 而且 你也是活够了 原本战战兢兢的宪令 心知这一次 算是遇到麻烦了 可没想到 就是这一句话的功夫 宋牙就说出了 如此严重的话 还跪在地上的线令 顿时惶恐不安 磕头如捣蒜一般 口中祈求道 警察大人饶命啊 下官 我知罪 下官知罪 那你可知道 你自己有什么罪了 宋牙听着这话 冷冷地问了一句 线令开口便道 下官莫 分了警察大人 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 俗话说得好 不知这不为过 这事情 算不出什么罪过 本官说的可是另外一件事情 宋无牙 可不是那种 斤斤计小的人 会利用自己的官威 来压别人 此刻 他这么一说 线令地脸色咒病 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 却不知道自己 错在了什么地方 他眉头一条 脸上满是疑惑 大人 下官除了冒犯大人之外 还有什么罪过不成 勾结毛贼 骗取他人财物 难道这不算是罪过吗 宋无牙冷冷地说道 什么 那县令顿时大惊 显然他没想到过 宋无牙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根本不知道 宋无牙这话中的意思为何 只能够诧异地 看着宋无牙 宋无牙知道 这家伙是不会认罪的 而在场的其他人 自然也不清楚这样的事情 当即他便开口解释道 这玉牌 不过是一个证明而已 这家伙主要的目的 还是要骗取本官的钱财 这玉牌的橙色确实不错 值不少的银子 说着这话的同时 宋无牙扭头看向那县令 禀告这件事情的压抑 你说 你当时发现这玉牌的时候 那包袱是怎么个情况 这 牙医被宋无牙这么疑问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因为忘记了 还是被这眼前的一幕 给吓着了 看他不回答 宋无牙当机提醒了一句 你大声地告诉在场的所有人 当时这玉牌 在包裹里的什么地方 就在包裹的口子处 刚一打开就掉出来了 那牙医琢磨了一下 不明究竟地回答出来 听着这话 宋无牙当机又到 好 大家可都听清楚了吧 他转向在场的所有人 另外也看向了 衙门外的百姓 如果我真的偷了 这块玉佩 那既然本官偷了 这块玉佩 为何将其塞在包裹里 再也不去理会呢 难道是本官觉得 他并不值钱 所以不当回事吗 被这么疑问 在场的人顿时议论起来了 显然宋无牙所说的 是一件事实 毕竟这么宝贵的东西 不管是偷来的 还是自己的 既然放在包裹里 那就一定会小心地放好 绝对不会随意塞进去的 那牙医脸色阴晴不定 他显然是没想到 宋无牙会再次 问出这样的问题来 宋无牙知道 他们回答不上来 当机又到 那你可还记得 本官的官屏 放在什么地方吗 这 自然记得 牙医微微一顿 泄了口气道 放在包裹之内 被衣服严严实实地包裹着 那请问宪令大人 这又 作何解释呢 宋无牙再次面对宪令 向他质问 宪令额头 冷汗直流 面对宋无牙的质问 根本不知道 该如何作答 此时此刻 他心中懊悔不已 如果自己能够小心对待的话 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个下场了 贵重的东西 小心收着 想必也并非是本官一人 在场的哪一个感受不是如此 宋无牙 见县令没有说什么 大声地诱向周围的人询问 周围的人 听到宋无牙这么说 我不点头附和 看到这个结果之后 宋无牙当机冷冷道 可如果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 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将玉佩塞进别人的包裹里 只怕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吧 更何况 如果是本官偷了这玉佩 那本官 难道不想着先将其藏起来 或者是直接出手卖掉吗 宋无牙一个个的问题出来 可县令却没办法回答任何一个问题 转眼的功夫 宋无牙用这样常理来进行推论 并让在场的人 心服口服了 而那个栽赃宋无牙的家伙 刺客脸上的神色 更是苦不堪言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 宋无牙当机又到 想必县令大人对这个人也不陌生 不仅如此 对这样一套把戏也不陌生吧 包括在场的牙医 以及公堂外的这些百姓 应该都不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案子了吧 算是此刻 宋无牙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城外的百姓们顿时发出一阵欢呼 再看着县令的脸色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显然事情被宋无牙给说中了 其实他这么说 不过是试探一番 他自己也没有万全的保证 之所以如此 还是因为之前 从定小二的嘴里 听到了蛮牛的事情 才有了这样的考虑 他扭头 看向县令道 信令大人 起来吧 这案子想必你有结论了吧 本官不知道你这个信令是怎么当的 难道你就不想想自己在百姓心中的口碑是什么样子的吗 或许百姓们痛恨你这些没得没品的家伙 也痛恨你这个无能的信令 有朝一日 你见着官府一托 只怕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节老鼠了吧 宋无牙的这一番责骂 再次引来了场外百姓的喝彩 显然 宋无牙又说对了 而县令浑身站立 浑浑自地下起身 双腿发软的他 几次险些摔倒带定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引语 第379集 原本 本官是不想惹什么麻烦的 可没想麻烦偏偏要惹到本官的头上 如今这家伙露出原刑 将以往的旧账一并也罚了吧 直接流放 让这里的百姓再也用不着看到这混蛋 另外 日后还有这样的人 也按照这等处置 宋乌鸦看着眼前的县令 冷冷说着 他这样的宣布 使得门外的百姓们 无一步欢呼雀跃而起 可见大快人心 说完这些 宋乌鸦看着那县令 唯唯懦懦地站在他面前 不由气呢 怎么 难不成你这县令的事情 还要本官来天地完成吗 不敢不敢 下官 这就去做好 谢力 被宋乌鸦这么一鹤 顿时打了个哆嗦 赶忙跑到了公安之后 经唐木落下 将宋乌鸦刚刚的判决 一字不差的 又重复了一遍 直到这个时候 那栽赃宋乌鸦的家伙 一脸的苦涩 确实越发的浓郁了 不过 令宋乌鸦觉得奇怪的是 这家伙竟然没有一点求饶的意思 那便是刚刚宋乌鸦说了 要将他留放 看到这里 宋乌鸦当即眉头一条 看向那人问道 蛮牛你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 那家伙 毫不犹豫地就回答了宋乌鸦的问题 可他说不认识 宋乌鸦却觉得这家伙认识 毕竟看他们的勾当 就知道是一丘之合 哼 这么说来 你是着急着和满牛撇进关系 宋乌鸦冷笑了一声 那家伙听着这话 当即叫晕 大人 你可不能乱说呀 满牛的死 可是和我没有半点关系的 他死 那是他活该 活该 宋乌鸦听着这话 诧异了一惊 可那家伙的反应 却让人更加的疑惑了 他竟然突然捂住了嘴 连忙改口 大人 这家伙 东西不易 闭子闭 城里人都盼着他死呢 我和他也不认识 他死了 自然是活该 这话怎么听 都是堂塞的话 宋乌鸦看着他 没有继续追问教训 而是扭头看向了县令 县令大人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处理了 我想这小子和满牛的关系 应该不像他嘴里所说的那样 是是是 下官明白 县令哪敢有半点的犹豫呀 直接就答应下来了 宋乌鸦这么一说 那小子的脸色立刻就阴沉了下来 显然 宋乌鸦不相信他的话 直接和他杠上了 而且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只怕自己是要吃苦头了 事情已经处理完毕 宋乌鸦并未着急着离开 他看着县令 唯唯懦懦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躬身低头 一副等着宋乌鸦下命令的样子 看着县令这个样子 宋乌鸦当即问道 县令大人 不知道昨天蛮牛的死 有没有新的进展呢 现如今 不仅仅是宋乌鸦 就是这全城的人 也都在关心着这件事情 当然 这些百姓所关心的 和宋乌鸦他们不一样 宋乌鸦所想的 是找到杀人凶手 而这些百姓 或许就是想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人 替天行道了 县令摇摇头 一脸苦笑 下过无德 还无什么进展 本官也只是随口问问 县令大人不必自责 毕竟从昨天到现在 也没有过去多久时间 没有进展 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宋乌鸦这么疑问 也只是想要看看 是不是有了什么发现 毕竟时间太短 别说是县令了 即便是他自己 也怕未必 能够调查出线索来 宋乌鸦头看向一旁 目光落在了 那压抑头子的身上 还未来得及调查 压抑头子 此刻脸色 比县令还要难看 毕竟他和宋乌鸦的 交集最多 而且之前还那样 怀疑宋乌鸦 此刻心里忐忑不安 心中想着 宋乌鸦会不会 为了之前的事情 而迁怒于他 宋乌鸦已经想到了这一点 毕竟他们或许 不会太过重视着 锦刀的来历 行了 县令大人 退堂之后 咱们再一轮直接案子吧 宋乌鸦看着外边 还有诸多的百姓围观 到了嘴边的话 还没有说出去 而是交代了县令一句 县令立刻开口喊道 退堂 这一声令响 牙医们口中喊着威武 将衙门外的百姓 驱逐开来 宋大人 请问你这件案子 有何勾结 县令 见宋乌鸦竟然又说这件案子 心里多半是猜测到了 宋乌鸦要插手了 宋乌鸦找了张椅子 坐下之后 说道 如今线索无非只有两条 一是那死产蓝牛 想必你们也检查了他身上的财物 以本官之见 此人被杀并非是他人劫财 所以应该调查一下 这蛮牛今日来的活动 或许能够从中找到什么线索 另外一点 就是这把剪刀了 剪刀的情况 本官并未细看 还请你取过来 宋乌鸦说起了剪刀 立刻就有牙医 去将剪刀找来 剪刀拿在宋乌鸦的手中 他看着这把剪刀 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番 这剪刀 应该并不常用 但是这刃口却已经磨损 看清醒已经用了不少年头了 而且也没有再经过打磨的痕迹 显然说明 拥有这把剪刀的人 并非是一个勤俭的女子 而且在这剪刀 也并不爱惜 宋乌鸦 看着剪刀上的痕迹 简单地推断了一番 有了这样的结论之后 他抬头看着县令说道 检查一下这剪刀的来历吧 浑程并不大 谁家有没有剪刀 谁家的女人是不是一个会做女工的 想必 也很容易调查出来 宋乌鸦 直接给这个案子 找到了两个突破口 县令听了之后 顿时赞赏 宋大人 还真是聪魂 称赞了一句之后 县令立刻冲着牙医喊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去按照宋大人所说 去调查 那些聚集在周围的牙医 听到了县令发飙一般的叫声 立刻点头鹰视 转身向着县牙外走去 看着这些牙医离开之后 县令脸上神情一领 露出笑容 苏大人 白大人 两位大人风尘泡泡来 下官理应为两位大人 切封洗尘 还望两位大人赏点 给下官一个机会 列表一番小小的敬意 县令大人的好意 甭关县令了 县令邀请宋母鸦吃饭 却被宋母鸦直接给回绝 顿时 县令的脸颊抽了一下 神情极其的不自然 看着他这个模样 宋母鸦也当即转身 好了 先来大人不必远送 若是有什么新的进展 便差人来客栈找我就是 宋母鸦没有工夫 和这个县令 让自己套近乎 如今他遇到的这种案子 算是暂时要在这小小的浑城县停留了 蛮牛是什么人 宋母鸦基本上已经清楚 而今天将他告上公堂那个人 只怕所用的手段和蛮牛一般无二 但是细想之下 好像这情形又有些不一样 毕竟店小的嘴里所说 这蛮牛可是坑了不少人 但显然 他没有说过这衙门的事情来 可见 蛮牛坑人 只怕也只是私下解决 而眼前这个毛贼 竟然直接就闹上了公堂 如此之事 可见其并不在乎 这样一来 就不得不让宋母鸦 怀疑这县令和这个毛贼的关系了 欧雅兄 我和这个线令很有问题啊 你觉得他和那个毛贼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瓜哥 白竹对这件事情也表示怀疑 不仅仅是他 收拾了行李 跟在那两人身后的司徒和小魂 也是一连的气氛 这还用说 那一定和这个狗官有瓜哥 要不然他怎么可能 堂而皇之内就走进衙门 还将白公子和姑爷告上公堂呢 小魂口无遮拦 气愤地骂着 在他眼里 这个县令不是个好官 不仅如此 小魂也认为这事情和这个县令 脱不了干系 司徒文轻轻地拍了小魂一下 瞪了他一眼当 什么狗官不狗官的 小魂你说话也不看看身边有什么人 这前面走着的这两个 不也是狗官吗 司徒文这话 可就是调侃宋牙与白公子两人了 他这话一说出口 白公子一脸苦笑地看向了宋牙 乌牙兄 你不说说司徒小姐 咱们两人怎么就成了狗官了 可不是吗 今天这事情 虽然咱们心知肚明和咱们没有什么关系 可如果不明究竟的百姓看了 你觉得他们心里会怎么想 那必定会以为咱们是官官相护 不可就成了狗官吗 宋牙倒是看得开 不仅没责怪司徒文骂他们狗官 反倒是帮着司徒文说了白竹一顿 原本不敢对司徒文不敬的白竹 想要让宋牙悄悄惩戒一下司徒文 可最终的结果 自己反而被说了一顿 他这才明白过来 人家这叫做夫畅夫随 他完全就是自讨没趣 这话是说不下去了 白竹索性跳过了这一集 乌牙兄 你说这牙医靠得住吗 他们能调出住线索来吗 靠不住也得靠他们 要让人怎么着 让咱们这四个人的人力 只怕追查到线索了 这黄花菜都凉了 宋无牙对此表示无奈 白竹一听 又算是白问了 他摇了摇头 也不再询问什么了 司人向客栈方向走着 这浑城县确实不如那牛头县繁华 这来往的商旅也实在是太少了 大街上冷冷清清的 能见到的人实在是有心 早着早着 宋我要突然开口说道 对了 这蛮牛整人在这城内撞骗 竟然没有人找他的麻烦 这有些说不过去吧 乌亚绣 这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我看这蛮牛的背后 怕这还有其他的同伙呢 要不然就他一个人 是怕你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来 白竹不以为然地说着 宋无牙顶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的同伙或许就是杀人凶手 只是那凶手 为什么非得选择一把剪刀 来作为凶器呢 这可想不明白 或许他只是看到了剪刀 就随手拿了剪刀了 白竹摇了摇头 表示这件事情 他是想不明白的 确实 这剪刀作为凶器 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凶手的用意 是不容易猜得出来的 正如白竹所说 这凶手之所以用剪刀来行凶 或许就是因为他当时看到的剪刀 就随手拿了起来 听着两人的对话 司徒文在一旁提醒了一句 那你们为何不去现场看看 或许凶器的来源 就是在现场附近呢 司徒文这一句话 提醒了宋无牙 他当机点头 文儿说的没错 是应该再去现场看看的 说做就做 四人立刻返回客栈 放好了东西之后 并一起来到了案发现场 案发现场 距离城门口并不算太远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地方 今日乌云散去 头上的天空一片大豪 地面上的冷水 基本上已经蒸发干净了 那满牛倒地的地方 此刻也只能够看到 些许的雪迹了 当时他就是躺在这里的 头是朝下这个地方的 宋无牙还记得 昨天来到这里时 看到的情形 立刻大概地 说了一下尸体当时的位置 白竹蹲下身来 看着地面上 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其他痕迹 乌云散 你说他当时是趴在这里 头向着北边 这么说来 满牛是从南面过来的 迎面撞到了凶手 被凶手杀掉 那他的家 是不是就在南边的这条巷子里面呢 白竹通过尸体倒地的方位 简单地推算了一下 这地方并不是道路的正中间 而是位于一条巷口的地方 满牛头朝北趴在地上 而南边就是一条巷子 如果按照白竹这么说来 满牛或许就是从身后的巷子出来 他的家也应该在这里 或者是他在这里 有另外的落脚地 白竹判断了这些之后 司徒文也说了一句 或许他是要进这条巷子呢 嗯 他要是进巷子 那怎么会偷朝北呢 听到司徒文这一句质疑之后 白竹立刻反问 司徒文既然这么说了 那自然有他的想法 他看向宋乌鸦 乌鸦 你向南边去走 宋乌鸦的心里 已经猜到了司徒文要干什么了 他点了点头 便漫步向南边走去 就在此时 司徒文来到了宋乌鸦的身后 抬手拍了他一下 宋乌鸦并非刻意 而是下意识地便转过头来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白竹看到这一幕之后 这才恍然大悟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凶手必定是蛮牛熟悉的人 要不然蛮牛 只会回头看上一眼 而不是转过身来 说明了这一种情况之后 宋乌鸦更加偏心 司徒文所说的了 结合当时的天气 蛮牛或许正是在外 突然间天降暴雨 蛮牛立刻返回家中 可就在这个时候 磅礴的雨幕之中 突然有人在身后叫住了他 林生仪是自己熟悉的人 所以他冒雨转过身来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毫无济心的这位朋友 令人一句话也不说 出手就杀了他 嗯 这种情况说得通 白竹几人 立刻点头应试 不过 这种情况虽然能够说得通 但是也仅仅是猜测 想要验证这种说法 必须要搞清楚 这蛮牛当时想要进入这巷子的可能性 究竟有多大 苏大人 苏大人 四个人 正站在案发现场 推测着案情 突然就听到了这么一声喊 这声音听着也不陌生 众人微微侧头 便看到了声音传来方向的一对牙蚁 好 原来是牙蚁大哥呀 宋五要看着牙蚁头子过来 微微一向抱拳师的一礼 瞧着这一幕 牙蚁头子顿时紧张起来 宋大人 这上属下了 属下可不敢让大人称呼我大哥了 您叫我猪龙就行了 宋大人 在这案发现场 可有什么发现吗 这现场空无一物 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 实在是难有发现 宋五要摇头感叹着 不过 他们几人刚刚的猜测 现在正好向这牙蚁头子验证一下 对了 猪扑头 这蛮牛可有家人 它家住在何处啊 回答人 这蛮牛多身一人 家住在城东 牙蚁头子 立刻回答了宋五要的问题 城东 四人同时惊呼 猪龙看着三脸上吃惊的神情 顿时紧张 怎么 大人 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成为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移 第三百八十集 原本 宋五要他们猜测 这蛮牛的家 很有可能就是在靠近城门口的这条巷子里 这里属于城南的范围 可偏偏一言一头的 说这蛮牛的家 是在城东 那刚刚他们的推测 就有些站不住脚了 哼 是这样啊 当时 宋五要便将他们刚刚的猜测 说给了猪龙厅 我看这蛮牛尸体倒地的方位 所以猜测 他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天降大雨 想要进入这条巷子 然后 被凶手从身后叫住 而且叫他的人 正是他熟悉的人 所以 他转过身来 没想到这个时候凶手出手杀了他 原本我们以为 这蛮牛的家 就是在这巷子里的 原来如此 不过这蛮牛的家确实不在这里 而且他也只有东眠这一个家 猪龙很是确定这件事情 宋五要 微皱眉头 他脑海里琢磨了一下 随即到 不管怎么说 这蛮牛死在这里 怎么看都和这条巷子有关系 不看呢 咱们还是进这巷子内 调查一番再说吧 这巷子 和蛮牛的死有关 猪龙不解宋五要这话 疑惑地问了一句 没错 他死在这巷子口 很有可能就是进出这条巷子的 所以 还是要进去调查一下 另外 这周围不少商铺 派人走去访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看到昨天这里的情形 宋五要顶头 随即又安排了一句 猪龙 立刻调了两个人出去 随即便带人 当先向巷子内走去 巷子不宽 里边散落着不少的杂物 宋五要一边走 一边注意着脚下 却始终没有什么发现 宋大人 这巷子里边就住着似乎人家 猪龙 进入巷子里之后 立刻就查看了这里的住户 宋五要点了顶头 他没有着急着回应 而是继续看着这里 似乎人家 门户并不大 院墙却很高 爱家爱户的敲门悬外 查看情况 宋五要 见没有什么发现 这才吩咐猪龙 敲门调查 猪龙点头 立刻带人敲响了 第一户人家的院门 宋五要没有跟在他们身后 而是继续看着其他的地方 他在巷子里 这似乎人家的门口 走了两圈 吱咽一声 第一户人家的院门打开 其那一妇人 看着外边牙翼 并没有显示出疑惑之色来 官爷 你们是来询问蛮牛的事情吧 妇人不等猪龙开口 倒是先问了一句 猪龙微微一愣 随即点头 没错 这蛮牛死在这条巷口 我是想来问问 你昨日可曾见过蛮牛 妇人摇摇头 官爷 我昨天可没见着那蛮牛 不过蛮牛以往 倒是会经常来这里的 昨天有没有来 民女是真不知道 听到这里 猪龙顿时一息 你这话可当真 当真 千真万确 妇人一口回答 这话 让宋无牙 也很好奇 她当即转身 远远地问了一句 想要确认妇人刚刚的话 那蛮牛 可是经常来此 嗯 妇人听到宋无牙这么一问 顿时一愣 没有回答 反倒是扭头看向了猪龙 猪龙瞧着她这个模样 当即道 还不回答人的话 一听猪龙这口气 妇人这才知道 宋无牙的身份 当即 是是是 那蛮牛虽不时常来此 可却隔三差五 她就过来一趟 那这院子里 可住着什么人 宋无牙听到这话 立刻又问 妇人这次 不敢停顿了 立刻回答 里面住着个女人 很漂亮的女人 好 你确定 看着妇人 再次肯定地回答 宋无牙再次问了一句 妇人点头 千真万确 那可是我趴在门缝 看到的 说完了这话 妇人连忙捂住的嘴巴 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听着这话 宋无牙微微一笑 好 多谢大嫂 就不多打扰了 宋无牙客气地 吃了一礼之后 立刻便向着 那妇人所指的院门走去 小文 猪龙立刻吩咐牙翼上前敲门 院门被敲响 那牙翼 没用多大力气 紧闭的院门 竟然吱压一声 自己就开了 大人 院门开着 那牙翼顿时疑的 扭头向宋无牙说道 继续敲 宋无牙顶顶头 示意道 那牙翼卖力地拍了起来 可好一会儿功夫 也不见里面有人回应 瞧着这个停行 宋无牙这才有道 行了 别敲了 直接退门进去吧 院门被牙翼推开 那牙翼进入院中 立刻大声询问 这里有人吗 这里有人吗 急声询问之后 却并未得到有人回应 宋无牙当机皱眉 立刻接我搜查 机门牙翼立刻直扑正房 宋无牙他们随后跟了进去 结讶刚到门口 立刻就传来了牙翼的疾呼 大人 发现一句女事 宋无牙转身 看向司徒文和小桓 喂 你和小桓就不要进去了 白星 我们进去看看 交代了这么一句之后 宋无牙与白卓便进入了屋内 屋内确实有一句女事 就在卧室中间的地上 仰面躺着 胸前的衣襟 已经被鲜血染红了大片 在她的额头部 还盖着一件衣服 房间内弥漫着一股 浓密的血腥味 令人作呕 大人 死者和白牛死状相仿 伤口也在穷处 见松牙进来 先前进来的牙翼立刻向她禀告 松牙顶头 蹲下身的检查女士 同时问了一句 有没有发现凶器 不曾叫到凶器 牙翼回答 立刻搜查院子的每个角落 寻找凶器 以及其他线索 宋无牙立刻吩咐着 那几名牙翼领命 立刻就在房间里搜查开来 看他们动手 宋无牙这才想起 金盟又加了一句 注意看这里有没有剪刀 是 大人 牙医们开始搜查线索 而宋无牙却发现 尸体早已经冰凉 可见死了已经有不少的时间了 另外 死者胸前的伤口并非是刀伤 将尸体检查了一番之后 宋无牙这才伸手 慢慢 掀开了女子头上 已经被鲜血牵染的衣服 啊 当那件盖着女子头补的衣服 被揭开的那一刹那 白卓顿时吓了一跳 叫我了前来 不出意外的话 凶器可能也是剪刀 或许正是杀了蛮牛的那一把 宋无牙起身之后 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凶手应该也是同一个人 当时他杀了这名女子 然后离开院子 却在线口撞到了蛮牛 当即将蛮牛也杀了 吴远修 那这凶手和蛮牛 以及这个女的 有什么关系吗 白卓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努力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后 看着地上的女尸问了一句 同时 他还将自己注意到的说了出来 这女子身上所穿衣服完好 身前应该没有遭人侵犯 可一般院门应该是繁琐的 可偏偏这凶手就进来了 显然这么高的院墙 凶手翻进来的可能性不大 显然这女子也是认识凶手的 所以才让她进来了 只是这凶手和女子 有什么神仇大恨 竟然杀了她 不仅杀了她 竟然还将她毁了戎 说起毁戎 白卓依旧 忍不住择嘴 听刚刚的妇人所说 这女子应当是个漂亮的女人 可是当宋吴雅 揭开盖在女子头上的 那卷衣服的时候 触目惊心的一幕 映入了众人的眼中 女尸面部已经是一片血肉模糊 可见这凶手对其恨之入骨 宋吴雅很难看出这凶手 在女尸的面部留下了多少伤痕 但是那皮肉外翻 深浅不一的痕迹 让女子的面部已经完全没有了一点识别的可能 就这么一张力 即便对她再熟悉的人 只怕也认不出来了 从这一点不难判断出 凶手和女子有着深仇大恨 不仅如此 这名女子独居在此 而蛮牛却隔三差五的就会来到这里 这不难让人想象出她和蛮牛的关系 而宋吴雅昨日见过蛮牛的尸体 那蛮牛的容貌很是平常 身高魁梧的她 不过是一个痞子罢了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竟然在这里金屋藏郊 原本这也并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 宋吴雅在这之前也曾见过这样的事情 可事情要怪就怪在这个蛮牛的身上 他明明没有妻子 为何不将这女子光明正大的养在家中 非要另寻他处呢 想到这里 宋吴雅立刻便向蛛龙询问 蛛葡刀 你确定那蛮牛是独身一人 没有父母兄弟 以及妻子吗 大人 属于肯定 蛛龙再次表示确定 这倒也不奇怪 毕竟这蛮牛在城内这般恶名远扬 官府的人 不会不知晓他们的 听到这话 宋吴雅点了点头 这女子的身份 想要查清 怕是会有些困难 不过 即便有困难 那也要查询一番 你陪人走访城内青楼集院 看看这蛮牛 是不是 为青楼女子赎过身 女子被毁容 通过面容很难查询到她的身份 所以 宋吴雅也只能另辟蹊径了 朱龙点头应试 调查我这处院子 属性立刻就去调查 你们可有什么发现吗 宋吴雅大声地 向正在屋内搜查的牙医问道 回禀大人 并未有什么发现 屋内并没有找到剪刀之类的 另外 屋内的梳妆台被人翻过 一名牙医 立刻回应 听着这话 宋吴雅立刻走了过去 她看着那被翻动的梳妆台 立刻就看到几个 明显是用来装手势的手势盒 被打开 但其内已经没有任何的手势 看来凶手行行之后 不仅毁了女子的面容 而且还从容不迫地 将这些财物带走揽 看着眼前的梳妆台 宋吴雅说道 她扭头在看向那女尸 眉头紧皱 这女子身材较好 身上所穿衣物 所用面料 也是上等 而且看着衣服的样式 也非同一般 假设这梳妆台上的手势盒不少 想必蛮牛在她的身上 是花了不少钱的 这么说来 这蛮牛的收入 也是不少啊 这蛮牛 应该没有这么多钱吧 朱龙愣了一下 微微吃惊道 她在城内 也绝非是日状骗 而且每次索骗钱财 也并不会太多 假设她又喜欢大吃大喝 应该不会有这么多的钱财吧 朱龙表现得竟然如此疑惑 这让宋吴雅也怀起来了 她立刻走向衣柜 查看了里边的衣服之后 神情变得更加凝重了 要说对蛮牛的了解 朱龙或许比不上 那些和蛮牛熟食的人 可要是和宋吴雅 他们比较起来 那实在是绰绰有余 那正你这么说来 这蛮牛是没可能 在这里租下一套院子 来藏这么个漂亮女人的 宋吴雅听着朱龙的话之后 疑惑了一惊 朱龙顶头 宋大人 不瞒您说 这蛮牛在城内的略迹 可谓是人人皆知 可奈何那些外来的商人 每每被对方撞骗 都有确逗的证据在手 我们官府也接手了 诸多这样的案子 可是奈何一直都没办法 抓到他的把柄 因此 属下也千锋百计地 想要抓到蛮牛的把柄 所以对其还是比较了解的 好 那你不妨说说看 这蛮牛在城内 是如何撞骗的 是否和今日 将我们两人送上 公堂的那个家伙一样 宋吴雅还真是没想到 这朱龙竟然对蛮牛 也是心中气愤 所以这么一问 朱龙点头 说道 虽然多少有些差别 可大同小异 正是因为属下 想要抓到这蛮牛的把柄 所以观察着他的动静 这蛮牛并非是整日 都在街头晃荡 他下手的时间不准 好像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样子 每个月 除了那么几日撞骗之外 其余的时间 不是吃喝玩乐 就是不见踪影 也不知道干什么 不见踪影 宋吴雅 从朱龙的话中 听到了这个词 立刻就好奇起来了 怎么个不见踪影法 这个属下也不太清楚 就是找不到人 我曾向城门守卫询问过 他们声称蛮牛出了城 朱龙一脸疑惑 可见他对蛮牛为何出城 也是不太清楚 宋吴雅点了点头 没有继续询问下去 他抬头看着院子 那些牙役 已经搜查得差不多了 并没有什么有力的线索 屋内除了一具女尸 以及丢射的首饰之外 并没有其他线索 见宋吴雅与朱龙说完话 司徒文和小桓 这才靠近过来 吴雅 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只发现一具 被人回去容貌的女尸 其他并没有线索 宋吴雅摇摇头说道 那这女尸和那个蛮牛 是被同一人所杀吗 司徒文紧接着追问 宋吴雅点了点头 我是这样猜测的 而且这死了的女子 应该是被人 惊无藏交在这里的 吴雅秀 你真说蛮牛不就行了吗 白竹听到宋吴雅 这含糊的一句话 当即笑着说道 宋吴雅却立刻摇头 或许未必 还有可能这个女子 是那个凶手藏在这里的 只不过蛮牛和这个女子 有了私情 被凶手撞见 这才有了这么一处 这样一来 也正好解释了 如果是蛮牛 将这女子藏在这里 那她为什么不将其 接到自己家里呢 宋吴雅说得过去 而且比起之前的推测 也多了一些证据 一旁的朱龙 看着宋吴雅与白竹问道 两位大人 属下现在立刻去调查城 那青龙女子 被人赎身的事情 毕竟给青龙女子 赎身的事情并不多见 我想啊 应该用不了多久 就会有发现的 嗯 差人调查这个之外 咱们再去一趟蛮牛的家中 或许在她的家里 还能发现什么 宋吴雅点了点头 随后又吩咐道 如今发现两名死者 而身份明确的 也只有蛮牛了 这件案子中 牵扯到了女人和钱财 这让凶手杀人的动机 没办法确定 宋吴雅觉得 钱财可能是一时兴起 其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情杀人 朱龙交代了几名牙役之后 立刻便与宋吴雅他们 一同向蛮牛家而去 蛮牛的家在城东 几人走了好一阵 中途 朱龙还询问宋吴雅几人 要不要找几顶轿子来 却被宋吴雅给拒绝了 蛮牛的院子 和之前那个院子比较起来 相差无几 一看就知道 并非是有钱人的家 院门自外锁着 一名牙役上前 暴力毁去了门锁 一行人进入了院中 院内到处都是杂物 仿佛是破烂堆一样 而且还散发着 一股难闻的气味 看着这个院子 就知道这蛮牛 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两位大人 这蛮牛家中 误会不堪 我看两位大人 还是在位等候吧 朱龙进入院子内部 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他扭头 看向一旁的 宋无牙与白竹 好心说道 宋无牙与白竹 同时摇头 朱普都请吧 我们二人 比这污秽的地方 也都进去过不少 这点无妨的 宋无牙 打亮着门牛的院子 这院子内的杂物 也都是随意堆放的 而且在不少的杂物之上 还扔着各种各样的垃圾 甚至在门口 都能够看到 亲到的 剩菜剩饭 难得在这个地节 竟然看到了 些许的几只苍蝇 在那些会晤上 飞舞着 吴亚兄 你瞧见了吗 这蛮牛 还真是能喝呀 你瞧这院中的酒坛子 一个对一个 拿到及时去卖 怕也不是一两天 就能够卖完的 白竹 注意到了院内的酒坛子 笑着调侃了一句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第三百八十一集 不得不说 这蛮牛的院子里 酒坛子还真是不少 看样子 这酒坛子也是 它随手扔过去的 不少已经摔碎了 这么多房间 全都被砸毁堵住了 看来只有这个房间 才是蛮牛居住的地方了 宋无牙 没有再过多的留意院子 而是将目光 放在了 唯一还留下通道的那个房间 朱龙 已经带着牙医进入了屋内 但是房门被打开之后 当先进入的他们 脸上神情都很是厌恶 宋无牙来到了门口 顿时一股恶臭扑来 这味道 宋无牙实在是难以形容 并非是腐臭的味道 但是比那味道可真是 有过之而不及 大人 还是让味道散一散才进去吧 朱龙退了回来 一脸苦笑 宋无牙 也并非是不讲道理之人 当即点通 行 那咱们先看这院子 其实 这院子宋无牙刚才 已经大概地看过了 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可现在既然屋子进不去 那也只能在院子里看看了 我也需要 这些旧坛子 怕是有些年头了 这里边不少坛子开裂 像是被冻坏的 而且这里边 还有不少已经长满了苔血 还有一些 是绿色的臭水 白竹 对这些酒坛子 还真是感兴趣 这个时候 又说起这些东西来 宋无牙走过去 瞧了一眼 他立刻发现 这酒坛子上呢 有的 还有标签 而这些标签都是一模一样 显然这蛮牛喝的酒 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找到这酒的处处 或许能问出点什么来 宋无牙向朱龙交代了一句 这酒坛子全都一样 足以说明这爱大喝大吃的蛮牛 平日里都在什么地方消费 朱龙将这件事情记下之后 立刻向宋无牙询问道 宋大人 那要不要将这些杂物清理之下 看看其他的屋子呢 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的话 倒是也可以看看 这些杂物之下 说不定还真是有什么线索 宋无牙点了点头 虽然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也算是一个调查的方向 此刻宋无牙倒是觉得 这蛮牛平日里的行踪 也应该好好地调查一下 至少搞清楚 这蛮牛究竟是怎么来钱的 看他这个样子 单单是靠撞骗换来的钱 也不够他这么花的 欧雅秀 你觉得这蛮牛这个花钱法 是不是有些太多了 连白卓这个时候 都已经怀起来了 他的目光 依旧在眼前的这些酒坛子上 这些酒坛子的数量不少 即便不算是破碎的 那也足有几百个 别看这些空坛子 被扔在这里 没有一点用处 可如果他们里面全都装了酒的话 那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显而易见 这蛮牛平日里喝酒就要花费不少的钱 他撞骗所得的那些银子 未必能够够他吃喝的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 别看这蛮牛住的地方不怎么样 可是这吃喝的倒是不少啊 宋无牙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毕竟自从猪龙说了之后 他就好奇了 几名牙医做好了计划 开始清理这门牛院子里的杂物 看着他们清理杂物 宋无牙他们也等了不少时间了 此刻猪龙再次进入屋内 并没有立刻转头出来 看来现在可以进去看看了 宋无牙向白竹笑着说了一句 扭头又对司徒文说道 娃儿 你们还是就在院子里待着吧 嗯 司徒文乖巧地点了点头 看着宋无牙与白竹进入了屋内 屋内一片昏暗 窗户上早已经挂满了灰尘 乌气抹黑的 当先进入屋内的猪龙 很快就在屋内找到了油灯和蜡烛 将其点燃了 当灯光铺满屋内的时候 他们这才看清楚了这里边的情形 要说屋子里 还真是和院子没什么区别 乱七八糟的 完全不像是人住的地方 进入屋内 那股味道依旧是很浓郁 但是没有像刚刚那般的 让人无法忍受了 宋大人 这屋内 没有什么发现 猪龙很快就在屋内看了一圈 摇头说道 不着急 慢慢看 或许有些细节 值得注意 宋乌鸦微微一笑 继续看着 好的 大人 猪龙点头鹰视 继续在屋内查看 宋乌鸦来到了门牛的床塔之前 看着那么随意堆在床上的被子 就知道这门牛起床 是从来不叠被子的 不仅如此 宋乌鸦还注意到 那被子和褥子已经发黑 可见不知道多少年没有洗过了 欧亚鸦 这门牛是我见过最邋遢的家伙了 竟然 走到这个地步 白卓紧皱眉头 满脸鄙夷地说道 这一点 宋乌鸦认同 他们也见过这样的房间 但是这样恶心的房间 还是第一次见 面对着这一床恶心的被子 宋乌鸦皱着眉头将猪龙叫来 让他用佩刀 将被子给挑开 掀开被子之后 又是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大人 这里有张纸条 猪龙扔掉了被子 立刻就挑开了枕头 便发现枕头下 有一张纸 纸并不大 被折叠起来了 宋乌鸦伸手拿过了纸条 那猪龙再次把褥子掀开 却没有其他的发现了 四月初八 展开纸条 只看到了这四个字 宋乌鸦念出声来 眉头再次拧成一团 这是一个日期 该不会是他自己写的吧 白卓看着这个日子 疑惑到 宋乌鸦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我看不是他自己写的 如果是他自己的话 那他为什么要写这个日期呢 而且 现在刚刚四月初五 距离初八 也不过是三天的时间 即便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也用不着记在纸上吧 更何况 你看这字写得公公之朗的 你觉得蛮牛会有这样漂亮的书法 不太可能 白卓摇了摇头 也赞同了宋乌鸦的说法 这个日期究竟是什么 宋乌鸦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他很清楚 那就是这个日期 绝对是出自别人之手 而且是用来传递消息的 或许四月初八 要蛮牛去做什么事情吧 摇摇头 宋乌鸦准备将纸条收好 哎 这字 看着怎么这么灭熟呢 朱龙瞧了一眼 竟然疑惑了起来 他这一声疑惑 让宋乌鸦和白卓顿时 露出惊喜之色 怎么 朱普投 见过这字迹 朱龙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他点了点头 却又摇了摇头 好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却又不太熟悉的样子 是不是你们衙门里的人所写 宋乌鸦听着这话 立刻提醒了他一句 朱龙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好就不是 雅墨里写字的 也就只有诗业和文理 他们的字 我经常见的 不是这个笔记 那会不会是县令的 白卓还不放弃 继续追问 这一次朱龙 依旧摇头 不太恶当 现在那个大人不经常写字 他上任这几年 我也并未见过几次 应该不会有什么印象才对 那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 白卓泄了气 无奈不已 算了 宋乌鸦 见白卓这么一直问 可朱龙 却实在是想不起来 他当即打断了白卓的询问 向朱龙说道 朱普涛 这件事情 记得心里 平日里 多留意一下 如果有发现的话 立刻通知我们 好的 属下谨记 朱龙立刻答应着 宋乌鸦将视线离开床榻 看向屋内的其他地方 床榻旁边不远处的地方 摆放着一张方桌 油灯就摆在上面 桌子上面 半面是灰尘 半面是杂乱的盘子 盘子内还残留着一些食物 一个酒坛子也摆在上面 盘子下面全都是油腻 即便是这样 蛮牛依旧使用着 看着这个情形 白卓再次摇头不已 他们检查了屋子的其他地方 发现这蛮牛家里 竟然没有银子 这可有些不对劲 这蛮牛的家中 竟然没有发现银子 宋乌鸦注意到了这一点 疑惑不已 是啊 这不太应该呀 他这么大吃大喝的样子 应该多少以会有些银子的吧 白卓也跟着奇怪道 而朱龙在一旁也说话 昨天发现蛮牛的尸体 在他的身上 一直有少许的碎银子 看样子啊 他所有的钱 都用来吃喝玩乐了 这样一来 还真是说得出去 蛮牛的家中没有钱 而他身上 也没有多少银子 那他撞骗他人所得来的银子 确实是全都花光了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怎么都觉得非常矛盾 毕竟蛮牛这样的花销 绝对不止那点钱财 可如果不是的话 那他为什么家中没有一点银子呢 想到这里 宋乌鸦依旧不愿意放弃 他当即提醒朱龙道 立刻检查墙壁 地板以及柜子里是否存在家层 或许是蛮牛不是没有银子 而是将银子藏匿起来了 毕竟 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如果蛮牛还有其他的银子 那他总不能就这样摆放在众人的面前吧 那样实在是容易被人惦记 交代完了这些 宋乌鸦觉得也没有什么可以查看的了 而白竹早已经忍受不了这满屋子里 那骨子难闻的气味 掩着口鼻就出了屋子 宋乌鸦扫了屋内一眼 抬头又看了看屋顶的房梁 当即提醒了一句 也不要放过这房梁上 说完这一句话之后 宋乌鸦便准备出去 刚走到门口 他又想起了什么 回过头又说了一句 如果你们实在是忍受不了这股味道的话 出来吐吐气 再搜查也不迟 宋乌鸦这么一开口 立刻就有不少鸭医出来了 可见他们刚刚都是强行憋着 见宋乌鸦没有发话 不敢随便出去 很快 人们就全都聚集在了院子里 几名牙医 还在清理着院内的杂物 乌鸦 有什么发现吗 宋乌鸦刚出来 司徒文就问了一句 宋乌鸦摇了摇头 没什么发现 只是找到了一张写着四月初八日期字样的纸条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给蛮牛的 宋乌鸦说着 拿出了那张纸条 在司徒文的面前摊开 让他看了一眼 扫视着蛮牛的院子 宋乌鸦摇摇头 向院内走去 走吧 咱们去旁边这蛮牛的邻居家中 调查些情况 乌鸦秀 你是要去调查这蛮牛平日里 往来的朋友吗 白卓跟了上来 没错 这张纸条 或许就是他时常来往的人给他的 要是能够找到他认识的人 或许会有新的线索 证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蛮牛这人 围护乡里 这城内啊 没有人是不知道他的 想必他旁边的邻居 也是对他厌恶至极 必定对其有所关注 来到了巷子里 宋乌鸦当心 敲开了旁边的一户人家 你要是什么人呢 稍微等了一会儿之后 打开院门的一名老者 上下将宋乌鸦解人 打量了一番之后 皱着没问道 这老者脸上的神情 很是厌烦 即便宋乌鸦他们这四人 怎么看都不像是坏人的样子 感觉他还是非常讨厌 这位老婆 我们乃是官府的 是过来要调查 蛮牛被杀的案子 想向您打听一些事情 宋乌鸦 急忙解释 他们几人的来意 那老者听这话 当即就要关门 老朽和那魂谈不熟悉 你们还是去找别人吧 看到老者关门 宋乌鸦伸手 摁在了圆门上 任那老者怎么用力 都没办法将院门关上 你们想要干什么 难不成跟我一个老头子 你想要欺负老朽不成 我这 误会了宋乌鸦的用意 怒声质问起来 宋乌鸦 摇摇头 再次解释 老板 我们真是官府的人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我们立刻就去将普会叫来 老朽并非不相信你们 老朽是真的和那门牛 那个混蛋 不熟悉 老者皱着眉头 扶了软 也向宋乌鸦他们解释了一句 你和他是邻居 既然都不熟悉 这不是分明不想和我们说吗 白卓沉下脸 上前指责道 你这完全就是妨碍公务 若是不配合的话 将你关入大牢 听到这话 宋乌鸦几人 不禁同时白了他一眼 哪有用这样力气 难为一个老人家的 即便人家对他们不是很客气 那也用不着 如此对待一眼 不过白卓的话 还是起到了效果 那老者重重地叹了口气道 唉 我们是邻居不假 但平日离并不多见 这混混是出了名的可恶 谁都避之不及 所以老朽 也不愿意多说他的事情 老白 这蛮牛虽然是恶人 可杀他的人 未必就是好人 我们也得弄清楚 蛮牛的死 是一件大坏人心的事情 之所以我们这般认为 观看着 调查着 完全是因为这蛮牛的死 牵扯到了另外一家案子 所以 就必须调查清楚 宋乌鸦见着老者 依旧还是不太愿意 配合的样子 当即撒了个谎 将事情说大了 他这么一说 也算是把话 说到了老者的心坎了 老者摇摇头叹袭道 哎 罢了 罢了 你们进来吧 想问 就问什么吧 但凡是老朽知道的 告诉你们就是了 瞧着这个情形 宋乌鸦解人不禁高兴 立刻就进入了 那老者的院中 进入院子 老者立刻向屋内 呼喊着老伴 给宋乌鸦他们几个人 准备茶水 老伯 这蛮牛 平日也都和什么人来往啊 宋乌鸦当先开口 询问了他最想知道的一件事情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五毒罪 眼波 苏字 隐隐 第三百八十二集 哎呀 老朽也并不知道他们是谁 不过这蛮牛来我的人也不少 既然你们是管府的人 应该不难调查到 但凡是城里略迹斑斑的家伙 都和蛮牛是有瓜葛的 老者 很是痛快地回答了宋乌鸦的这个问题 如此一来 这倒是让宋乌鸦验证了之前的他的一个猜测 那个将他们两人告上公堂的人 必定和蛮牛有所瓜葛 啊 这么说来 这城里的那些混混还都是一伙的 白竹 很是好奇这一点 可以 这么说吧 老者并没有否定 这可让宋乌鸦他们觉得更加奇怪了 毕竟这么多的混混都在一起 是很容易冲突的 突然间 在这个时候 宋乌鸦想到了之前 猪龙曾经说过 那蛮牛总是会出城 也不知道去做什么事情 此时此刻 听到了老者这一说 宋乌鸦觉得 这一点很有必要调查一下 或许这蛮牛 并非是自己出城 而是和其他人结伴 也不知道去做什么事情 想到了这里 宋乌鸦不动声色 继续向老者询问道 那老白 你有没有看到过这蛮牛 带女人回来 老者听了这话 顿时怒哼一声 这叫他那个特性 还得女人回来呀 你们刚刚难道 没有进那混蛋的家吗 那地方根本就不是 人住的地方 还怎么可能会有女人 到他这里来呀 即便是那些混混们 跟着过来之后 也没有几个能在 他的房间里待下去的 由此可见 这老者对于蛮牛家中的事情 也是非常清楚的 对蛮牛 那脏乱不堪的家 也是比一步一 听到了这两个问题之后 宋乌鸦又继续问道 那您可知道 这蛮牛院子里 那些酒坛子 是出自什么地方吗 这个呀 应该就是距离 在这里也不远处的 飘下去吧 老者稍微迟疑了一番 显然对这个 并不是太过肯定 不过 有这个答案 也就足够了 过去看看 也就清楚了 连着问了三个问题 宋乌鸦也没有什么 好继续询问下去的了 他扭头 看向一旁的白竹 问道 白啸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 白竹点了点头 看向老者 恭敬道 老白 我等冒人打扰 实在抱歉 不过 事关重大 也只能叨扰了 您可知道 这和门牛来往的 这些混蛋之中 可以有 和他结怨的人吗 结怨 白竹的询问 让老者愣住了 他紧住着眉头 沉思起来 好像 有这么个人的 什么 宋乌鸦 都跟着震惊了 白竹一声疾呼 面露喜悦 急切追问道 那你可知道 这个人是谁吗 这个 嗯 老者犹豫了一下 摇了摇头 老九也不太确定 不过 老九曾偶然一次 听到了 门牛园中传来的争吵 听他们的言语之中所说 好像是为了一个女人 不过 这个和门牛争吵的人 声音听起来 好像在哪听过 但老九当时 也没有太过 也没有太过在意 就没听出那人是谁 没想到 白竹的一个问题 给问到了关键的事情 这和门牛争吵的人 竟然是因为一个女人 这和如今的这个案子 不谋而合 可见这个和门牛争吵的人 极有可能就是杀了 门牛和那个女子的家伙 如此一来 他们所猜测的那个女子 或许就是这个家伙 养在那里的 多谢老白 您所说的这些 对我们实在是太有用处了 我们该问的 也都问完了 就不打扰您了 白竹也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起身向老者道谢 见几人要走 那老者也跟着起身 哎 我说你们几个 这茶都倒好了 喝了茶再走啊 不了不了 我们还有要紧的事情 要去调查 这就告辞了 几人一边向外走着 一边向那老者告辞 离开了老者的院子 白竹看着其他的几户人家 向宋乌鸦问道 乌鸦笑 这几户人家 要不要也询问一番 听到这话 宋乌鸦摇了摇头 我看 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咱们还是喝猪补桃 会喝 然后去那个酒馆调查一下 看看门牛 是否经常在那里买酒 哈 白竹点点头 很快他们再来到门牛的院子 和猪仆的会合 交代了猪笼一番之后 并未带着牙医 只有他们四人 向着那酒馆前去 果然不远啊 除了巷子 只是在街头这么一看 立刻就看到了 那个所谓的飘香区 这是一家酒楼 门口挂着大红色的番 很是醒目 几人没有迟疑 直接就进入了酒家之中 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 眼看着就要到中午了 这酒馆内 也已经来了三三两两的时刻 几位客官 吃了什么 本店各式小菜 应有尽有 另外还有上等的围酒 掌柜笑吟吟地 跑到宋娅几人的面前 客气地询问着 这酒家并不大 礼宾也就摆了四五张桌子 墙角堆放着不少的酒坛子 无必巨大 看着掌柜热情的笑容招待 宋娅原本打算拒绝了 不过一看这时间 也差不多了 立刻就招呼白竹 和司徒文小桓坐下 掌柜的 你这里都有什么呀 白竹坐下之后 立刻开口询问 听到他这么一问 掌柜的便开始抱起了菜名 不过就在他刚刚张嘴 宋乌鸦就打断了他 行了白竹 你别这么麻烦了 说着 宋乌鸦抬头看向掌柜 掌柜的 你就看着给我们上吧 来两个婚的 再来两个素的 挑你们拿手的就是了 好嘞 几位可望还真是痛快呀 掌柜的脸上带着笑容 毕竟客人可是会给他带来收入的 他倒也是会做生意 这刚刚点了菜 立刻就追问 两位公子 来一壶本店自酿的美酒 保准让你们今天这一趟没白来 好 那就先上一壶酒吧 宋乌鸦点头 答应了下来 掌柜子高兴的喊着 好嘞 您几位稍等 看着掌柜子进入后厨 不多时的功夫就出来了 这手里已经多了一个酒坛子 宋乌鸦与白酌的目光 瞬间凝聚在了这酒坛子之上 这酒坛子还真没让他们失望 和蛮牛院子里的那些酒坛子 可是一模一样 掌柜的 我问你件事啊 宋乌鸦看着掌柜的将酒坛子 放在了桌子上 开封之后压低了声音问道 掌柜的不以为然 立刻回应 公子请说 这昨日刚死的那蛮牛 可是时常来你这里喝酒吗 吃饭本就是一时兴起 他们来这里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调查蛮牛 蛮牛不在我这里喝酒啊 让宋乌鸦没想到的是 这掌柜的竟然一开口 就否认了这件事情 正当宋乌鸦觉得奇怪 想要继续追问的时候 这掌柜接着又道 哎呀 他呀 每次都是来我这里买了菜喝酒 带回去吃喝的 从来都不在店里 这样也好 我还担心他喝醉了酒 在我们店里闹事呢 这样一来呀 这以后哪还会有客人 来这里喝酒啊 一听这话 宋乌鸦才松了口气 到了嘴边的话 又咽了回去 不过 这酒馆掌柜口中所说 也实在是有些不同寻常 还有这样的人呢 那掌柜的 你可知道这蛮牛 为何不在你这里吃喝吗 难不成 他怕你不成 嘿 公子 你这话可真是说笑了 这蛮牛天不怕地不怕 原本城里那些刺头啊 谁见谁躲呀 可蛮牛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我一个做点小买卖的生意人 哪会让这样的人害怕呢 掌柜的解释着 我也曾经好奇啊 问过蛮牛一句 他只是说 言多必试 怕在我这里喝醉了酒 胡言乱语 说了不该说的事情 不该说的事情 这家伙还能有什么秘密 不就是成天 招游撞骗吗 白卓听着这话 不禁笑道 掌柜的摇摇头 哎 这我可就不清楚了 他就这么一说 我也没敢多问呢 原来如此 没事 那你去忙吧 多照样着我们的饭菜啊 宋伍娅顶顶头 没有继续向掌柜询问什么 掌柜的离开之后 白卓立刻好奇道 伍娅秀 你说这蛮牛 还能有什么秘密 这有这么小心翼翼的吗 哎 这个未必 不过从这蛮牛的著作来看 它也不像是一个 它也不像是一个 谨小慎微的人呢 但这件事情 奇怪就奇怪在 它不仅是这么说的 而且也是那么做的 难不成 它还正有什么秘密不成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它的死 是不是和这个也有关系 宋伍娅 也感到万分的不及 从那院中的酒坛子来看 这蛮牛 从这里买酒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如果说它真的 有什么秘密的话 那可就不得而知了 很快 饭菜上来了 宋乌鸦他们在这里 美美地吃了一顿 这一坛子酒 也被他和白卓两人给喝了 这酒确实是好喝 透着一股清香 度数并不高 两人喝了之后 依旧以平常无疑 掌柜的 结账 白卓大声地喊了一句 掌柜的快步就走了过来 瞧着掌柜的过来 宋乌鸦却张嘴 又问了一个问题 掌柜的 那蛮牛可在你这里赎账 赎账 最近这几年不曾赎账啊 要说赎账 那都是两年多钱的事情了 掌柜的摇头说着 白卓掏出了银子 递给了那掌柜 掌柜立刻就要找钱 却被宋乌鸦给拦住了 掌柜的 不用找了 你说这蛮牛 两年多钱 在你这里喝酒还赎账 后来就不了 是啊 两年多钱那个时候啊 他经常来这里 哦对了 当时啊 他也不是带回去吃喝 就是在本店吃喝 可是就在两年前吧 也不知道突然怎么了 不仅算清了 之前借下的酒钱 而且啊 也不在这里吃饭了 掌柜的脸上 因为宋乌鸦 不要他找钱 而露出喜色 在这个时候 被疑惑代替了 可见这事情 他也觉得奇怪 只是却不知道因为什么 宋乌鸦没有多问 离开了酒馆之后 他们并向着客栈的方向而去 在路上 白竹 依旧对这件事情 好奇不已 乌鸦兄 看来这蛮牛 原本靠状状骗 确实是不够他大吃大喝的 他的准着点 就是在两年前 这家伙突然就有了钱 你说他是不是干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勾当 他不是时常出城吗 会不会是做了杀人愈患的事情啊 白竹这话 算是给宋乌鸦提了个行啊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看来咱们还得让朱普都费点心思 在城外寻找一下 看是否能够找到尸体 白竹提醒了 没错 也只有这样 来钱较快 而且比蛮牛 他招摇撞骗 来得更多 跟在宋乌鸦身侧的司徒文 也给他提了个行 乌鸦 之前不是说 这一段的河里有水鬼吗 你说 会不会就是蛮牛搞的鬼呢 水鬼 宋乌鸦眉头紧重 把这事给忘了 这河道里经常有小船侵服 倒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是因为人为的缘故 如果是有人故意接船 然后营造出 是水鬼 所谓的谣言来 也是极有可能的 是啊 不是说 只有小船才会遇到水鬼吗 而大船好像从来都没事 或许 就是因为他们人手太少 没办法向大船下手 白竹也跟着说了一句 说得一点都没错 这水鬼的事情还真是很有可能 原本 宋乌鸦是不想理会这水鬼的案子的 可是没想到这个时候 竟然和蛮牛的案子联系在了一起 想到这里 宋乌鸦当即道 等一下 咱们暂且不为客栈了 现在立刻去找猪葡萄 向他问一下这河道水鬼的事情 好 是不是遗迟 白竹拍手叫道 他们再次来到蛮牛院子前的时候 猪龙等牙医 也正好准备要离开这里 毕竟已经到了中午 也是他们该吃饭的时候了 宋大人 白大人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是发现什么了吗 猪龙知道他们两人前往酒馆调查了 看到两人回来 便豪豪急地问了一句 宋乌鸦点点头 猪葡萄 我们怀疑这蛮牛经常出城 和城外河道水鬼的事情有关联 不知道 你可否和我们说一下 这城外河道水鬼的事情 这件事和蛮牛有关 猪龙痴惊不已 显然他想不到 宋乌鸦会这么说 不过 他看到宋乌鸦肯定的点头之后 立刻也不敢再犹豫 便说了起来 这水鬼的事情啊 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吧 而且遇到水鬼的船只 全都是小船 船上的货物和人员 全都消失不见踪影 而且这水果出谋无常 有时是白天 有时是晚上 但这河门牛 猪龙说了这么多 看他脸上怀疑的神情 显然还是没能把这件事情 和蛮牛扯上关系 他的话突然中止 脸上满是疑惑 怎么 猪仆头觉得 这和蛮牛没什么关系吗 宋乌鸦看着猪龙问道 猪龙点点头 属下清楚的记得 这水鬼出现的时候 蛮牛是在城里的 不应该是他呀 就在半月前 这蛮牛也离开了城里 出去了三天 他回来之后啊 第三天才出现的水鬼 应该和蛮牛 没什么关系吧 看来猪龙 并非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他很清楚 蛮牛出城 以及水鬼出现的时间 这两者差了几天的时间 所以他觉得 这蛮牛不太可能 听着这话 宋乌鸦眉头紧张 半个月前 出去三天 回来后第三天 才出现水鬼 那以往的情况 是否也是和这一样呢 猪龙琢磨了一下 随即点头 是差不多的 好 我明白了 宋乌鸦听了之后 点了点头 没有继续问下去 许久之后 他这才从尘寺中 抬起头来 看了白卓一眼说道 白乡 拿些银子出来 这几日办案 怕是要让 诸位弟兄 多多辛苦了 老赏老赏大家吧 宋大人 这个问问舍不得呀 我等身为牙医 这是分内之事 怎敢因此贪功呢 猪龙听到这话之后 立刻白手拒绝 不愿意接受 不过 宋乌鸦却执意要给他 这不道 你以为本官 这是在贿赂你 啊 这些银子拿着 让弟兄们吃几顿好的 要不然拿着力气干活 那 那就多谢宋大人了 猪龙 也只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看着这白花花的 五十两银子 这些牙医一个个眼睛都直了 他们一年能拿到的响赢 只怕也没有这么多 钟牙医 立刻齐声向宋乌鸦和白卓道谢 多谢宋大人和白大人和爱 好了 跑了一上午了 多去吃饭吧 我们也回去了 下午还有事情要做呢 中午可不要喝酒啊 想要喝酒的话 就等到晚上好好再喝 宋乌鸦 生怕这些家伙得了好处 就胡吃海喝 耽误了正事 交代了他们一句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移 第三百八十三集 猪龙连王答应 并与宋乌鸦解人 一同离开了这里 回客栈的路上 白卓很是肯定地说道 乌鸦修 别看着猪龙不相信 可他所说的这事情 只怕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这蛮牛绝对和水鬼是有关系的 即便他当时不在场 那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做了案之后 两三天后才要案发的 宋乌鸦也是这样的猜测 如白卓所说 这案子什么时候发现 和什么时候做的 是没有关系的 毕竟看不到任何的人员 以及尸体 这就让他们无法确定案发的时间 是啊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 这蛮牛 出去做了一件必要的事情之后 他便回到了城内 再由其他的人 完成之后的事情 宋乌鸦猜测着 情况说不清楚 但是宋乌鸦献信 这里边一定是有关系的 这水鬼 必定是几个水性极好的人 这里临近江河 汇水的人想必不少 看这个样子 他们是将人杀了之后 然后藏匿起来 将货物钱财带走 只留下了船只 司徒文也仓河了进来 只是这两年多的时间 那些尸体都藏在了哪里呢 这个正是我所想的 只要找到那些尸体 应该就能发现 更直接的线索了 宋乌鸦点头赞同道 死了一个混混 竟然牵扯出了另外一具女尸 也让他们看到了 这两具尸体和凶手之间 可能存在的关系 不仅仅是这样 竟然还牵扯出了 一桩水鬼的案子呢 这可真是让他们感到吃惊了 没想到一位船夫惧怕水鬼 让他们意外留在了这里 遇到了这样令人吃惊的事情来 回到了客栈后 宋乌鸦与白竹回到房间休息 虽然酒没有喝多 而且度数也不高 但闲得没事干呢 也只能在床上躺着呢 白竹刚刚躺下 立刻就问道 吴亚鸦 你说这凶手和蛮牛 争吵 为了那个女人 之后就找机会杀了蛮牛 不过在杀了蛮牛之前 他竟然先杀了那个女的 凶手和那个女的认识 而且有仇 不仅如此 还毁了他的容貌 你说在什么情况下 一个男人会痛到一个女人 都折腾地步 这还用问吗 那自然是这个女人 让她做了绿毛龟 她之所以毁了女士的容貌 无非是想要掩盖其身份 这一点很简单 因为这个女子的身份 就足以证明凶手是谁了 宋乌鸦毫不犹豫地说着 他这么忌惮 那必定是因为 不少人都认识这个女子 那这个女子 真的是青龙女子吗 白卓依旧接着这个话题说着 宋乌鸦没有再开口 她没有确定 也没有否定 女子的身份是个谜 究竟是不是青龙女子 她没办法确定 可能她并不是呢 白卓一直等着宋乌鸦回答 见宋乌鸦不说话 又问道 乌鸦兄 你说下午的时候 这调查青龙的牙医 是不是会传来消息 应该吧 毕竟这么小个地方 也不会有多少家青龙的 用不着怎么调查的 宋乌鸦正在开口说的话 转折点 就在两年之前 调查这个女子的身份 或许也并没有那么的困难 除了青龙之外 那发现女士的院子 究竟是谁的院子 也应该调查一下 那咱们下午就去干什么 去城外寻找那些 水鬼藏尸的地方吗 白卓 询问起今天下午 要去做的事情了 这一点 宋乌鸦还没有确定 不过眼下这情形 她们也没有 其他的调查方向呢 女士被毁容 身份一时间 难以调查清楚 想要抓到凶手 绝非容易的事情 寻找水鬼藏尸的地方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今还不确定 她们是否已经将尸体处理 如果已经将尸体处理的话 那么我们又上哪儿去找呢 这件事情暂且放下 还是先搞清楚 发现女士的那处院子 是谁的在说吧 宋乌鸦摇了摇头 她不相信寻找水鬼层里的尸体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白卓叹了口气道 哎 查到了院子的主人 如果是那个凶手的话 事情就好办了 是啊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这院子 很有可能就是蛮牛蛋 或许吧 走一步说一步吧 如今这凶手逃走 也不知道 他会不会直接离开这里 白卓有些担心地说着 不过这一点 宋乌鸦却并不担心 毕竟这凶手 如果真的想要逃走的话 那他就没有必要 浪费时间将女士的面部毁容了 先休一会儿 下午再说吧 宋乌鸦说着 闭上了眼镜 没有再去理会白卓 午休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 宋乌鸦和白卓起身之后 立刻就前往县衙 去寻找猪葡萄了 当宋乌鸦说明 自己的难意之后 猪葡萄立刻便闹 宋大人 这几院子 属下已经查过了 那是蛮牛两年前 从别人手中租下来的 哦 是蛮牛租的 宋乌鸦听到这话之后 顿时一惊 他倒不是因为猪龙 想到了去调查这件事情 而是这个院子 竟然还真的是蛮牛租下来的 全身外却 猪葡萄很是确定的说道 这样一来 让宋乌鸦感觉到无比的疑惑了 他眉头紧重 捉摸起来 那既然这里是蛮牛租下来的 那他为何不将那女子 接入自己的家中呢 宋乌鸦依旧很奇怪这件事情 原本他们就很是好奇 可是自从去过了蛮牛的家 这一点好像已经非常的明确了 不过 在宋乌鸦看来 即便是再懒的人 想要在家中养一女子 那她完全可以花钱找人帮她收拾一家屋子 那女人住进去之后啊 就用不着她去打理了 可偏偏这蛮牛没有这么去做 反倒是自己 继续住着那个脏屋子 给女子另外租了一处院子 听着宋乌鸦的疑惑 白酌提醒道 乌鸦秀 你觉得那蛮牛 会不会因为 害怕自己喝醉的酒胡言乱语 所以才没有将那女子 接入自己家中 而是选择养在了外边 这样一来 她失常过去寻欢 也用不着担心这个了 白酌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 宋乌鸦顶头认可 白竹这样的猜测 还是非常说得过去的 但是宋乌鸦 还是觉得有些不得劲 毕竟她将一个女人 藏在外边 那为何又扯出那个凶手来了呢 宋乌鸦稍加琢磨了之后说道 莫非 这凶手和蛮牛一起装作水鬼结传 没想到蛮牛 不小心在这个女人的面前 说漏了嘴 所以凶手 才除去了那名女子和蛮牛 宋乌鸦的猜测 也让他们琢磨起来了 白竹很快就质疑道 乌鸦绣 你之前不是说过了吗 这女子之所以被凶手毁容 那就是因为女子的身份 能够证明凶手是谁 我看这凶手杀人 还是因为情杀 而不是其他的原因 可能这女子是凶手非常亲密的人 是他的老婆也说不准呢 众人一头雾水之时 白竹竟然说出了这样的猜测来 令众人骇然 凶手的老婆 宋乌鸦也吃了一惊 用奇怪的眼神打亮着白竹 白竹点着头 说出了自己心中猜测 如果这女子就是凶手妻子的话 那被人认出来之后 立刻就能够查到她的头上去 即便到时候没办法确认这人就是凶手 也觉得会让人怀疑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也正好说明了蠻牛 为什么将这个女子养在外边 而不是选择在自己的家里了 因为她如果将女子养在自己家中 那必定会让她那帮狐朋狗友看到 这样一来 事情可就不好收拾了 你是说 这女子是凶手的妻子 而这名女子选择离开了凶手 跟了蠻牛 蠻牛担心被她撞见 所以才将女子养在了她处 可止终究是包无助活的 终于事情败露 所以凶手恼羞成怒之下 杀了那女子和蠻牛 宋乌鸦明白了白轴的意思 她立刻就补充了一句 这下子 宋乌鸦再次陷入了沉思 因为她感觉白轴所说的 这种可能不是没有 而且前后 完全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 可信度还是极高的 白大人说的没错呀 极有这种可能啊 猪龙也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 是啊 是想 一个男人的妻子和他人通签不说 而且还被别人养了起来 这不是妻齿大乳吗 白轴继续说着 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这样的事情绝对是无法忍受的 宋乌点了点头 那这么说来 只要揭开这个女子的身份 那就必定能够找到凶手了 突然间 这原本困难的事情却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 而且看起来还非常的简单 但是这事情说白了 却并没有那么简单 毕竟这女子被毁容 想要调查出她的身份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虽然说这是大海捞针 可是在这小小的城里 只怕也不会那么困难 猪捕头 立刻调查城里那些混混 看看他们是否有妻子 如果有的话 妻子又在何处 宋乌想到此处 立刻向猪龙吩咐 猪龙也明白 宋乌乌这是要干什么 不过 他对于宋乌乌这样的吩咐 还是存在疑惑 宋大人 怎么频频要找那些混混呢 这猪龙在城内臭门远扬 平常百姓 怎么可能会与他结交啊 而且我曾询问过他的邻居 听过他和一个人 在自家院中争吵 愿意去蛮牛家戎的人 那必定就是平日里 和他往来的那些混混 宋乌乌也没有多想 就向猪龙谨示了一句 猪龙点了点头 当机道 是 属下这就去调查 对了 看他着急着要走 宋乌乌乌拦住了他 城内青楼 调查的如何了 是否有女子被人从青楼梳过身 来人 猪龙并不知晓这件事情 他立刻大声的呼喊属下 让你们去调查青楼 可有了结果吗 哎 葡萄 已经有结果了 城内宫两家妓院 确实有青楼女子被人赎生过 听说那青楼女子 名叫春红 算得上是头牌 而且实际上就在两年之前 与宋大人让调查的时间相吻合 那名牙医 立刻禀告了这件消息 这不得不说 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众人听了之后 脸上全都露出了笑容 那她是被谁输走的 猪龙迫不及待地 询问为那名叫做春红的青楼女子 赎生的人 回禀大人 老宝说是门牛赎走的 牙医立刻回答 原本他们以为 这样一来就算是找到了那个凶手 可现在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为那名青楼女子赎生的人 竟然就是蛮牛 这样一来 他们原先的猜测 立刻就被降了一句 不对 白竹突然惊呼 胡亚秀 我看情况并非那么简单 如果是蛮牛将那女子赎生的话 那她为何不将其进入家中呢 这不是又绕回了我们之前所疑惑的地方吗 这都已经两年多了 我看那老宝 未必能够记得住 又或者 她已经猜到了为了春红赎生的人 就是凶手 所以不敢声张出去 对 白兄 你说的没错 宋雅点头认同 猪八道 立刻按照我刚才所说的去调查 或许我们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是 说下这就去办 猪龙点头答应下来 立刻就向外走去 看着她离开之后 白竹又说道 胡亚秀 我还有一件事情非常不及 白兄说就是了 宋雅也听到白竹 还有疑惑 立刻笑着说道 不得不说 白竹如今面对案件 也能够抓着不少的细节 从而进行推理 不少的时候 她都能够有重大的发现 俗话说得好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白竹 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白竹了 这蛮牛 如果参考水鬼的事情 那她家中怎么没有半点财物啊 白竹 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不得不说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蛮牛的家中 可谓是一贫如洗 竟然连一丁点的银两都没有找到 这可有些太不寻常了 我注意到 这个小城内有钱庄在 或许她将银子 存入了钱庄也说不定的 宋雅想象不到 这蛮牛将银子藏在了什么地方 也只能这么一说了 他们两人在这里说着话 一直都不曾露面的县令 此时从后堂跑了出来 两位大人 大下光临 下官有事也应 恕罪恕罪 县令高声地喊着 随后来到了两人面前 下官向两人行礼 看着县令脸上的神情 好像还是没有从昨日的事情中 回过山来 县令大人 那栽赃我们两人的家伙 可照顾了 宋雅没有理会 县令的客套 而是直接 询问起案子来 这家伙 嘴硬的很 就是不承认她认识蛮牛 县令被宋雅这么一问 立刻就露出一脸的无奈来 可见对于这件事情没有进展 宋雅雅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毕竟在她看来 这县令嘴上这么说 至于有没有去向那个家伙询问 这还不一定呢 既然这样 那就先关着吧 日后再说 宋雅深吸了口气 向宫堂那族去 他在外边站得过久了 这头顶上的太阳一直晒着 都感觉到后背冒汗了 先令大人可知道这水鬼的事情 知道知道 下官自然知道 县令一口承认 没有丝毫的犹豫 找了把椅子坐下后 宋雅接着刀 那县令大人对这水鬼之事 可有什么看法吗 回名大人 这水鬼的事情 只是众人传言 究竟是真是假 下官也难以判断 县令摇头 这水鬼的事情 无非是百姓在河道之中 碰到了一些沉船而已 他们这沉船没有破损 却全都沉在水中 难以理解这段事情 便摇传说是水鬼 宋雅听着他这么一说 眉头立刻就皱起来了 那县令看到宋雅神情转变 画风顿时一转 不过下官也并非对水鬼之事不重视 只是从未有人雷牙们报案 而且除了沉船之外 也没有发现其他东西 不足以将其定案 虽然县令这话说出来 让宋雅雅很是不满 但他说的也是不假 毕竟这案子 总得有个成立的条件才行 可是现在根本不具备 宋雅雅没有指责县令 而是语重心长道 县令大人 违规一人造福一方 这本地出现了如此蹊跷的事情 身为县令 你可不能不替百姓考虑一下 不管这事情 是不是百姓们谣传 那也是有确凿的根据的 我看你还是着手调查一番的好 不管这事情如何 总得给百姓们一个交代 也好让他们安心 如此一来 想必百姓们必定会感激 县令大人你的 宋雅大人叫回的事 县令倒是有眼见 立刻点头鹰视 也不反驳 显然向县令说起这件事情 完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 宋雅雅也不再和她说水鬼了 那蛮牛的尸体 以及另外一具女士的验尸结果 可出来了 宋雅雅将话题再次转到了蛮牛上去 县令点头 立刻转身自公案上拿了几张信件 递到了宋雅雅的手中 哦 这么看来 这两具尸体的伤口一致 应该全都是出自那把剪刀 不仅如此 全身上下并没有其他的伤痕 完全就是一击毙灭 县令大人对此 可有什么看法吗 宋雅雅看过了验尸结果后 将其递给了白镯 又向县令问道 这县令的脸色不怎么好看了 宋雅雅这连番的询问 都快要让她有些招架不住了 这下官也从未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不敢妄断 不过下官倒是觉得 这凶手怕不是寻常的百姓 杀了两个人都能够一击毙命 只用了一把剪刀 我觉啊 这个人是个杀手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三百八十四集 虽然脸色不怎么好看 可是宋乌鸦的问话 县令也没办法不回答 所以只能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想 县令大人说的没错 和我想到了一块 这凶手必定不是个凡人 想必即便不是杀手 也应该杀过不少人 知道怎么一击毙命 宋乌鸦点了点头 肯定了县令的猜测 他这么一说 县令顿时大惊 什么 宋大人是说 那凶手身上背着的 不止这两条人病 是的 这个时候 再说下去 那事情就不得不 再说到那水鬼上去了 县令大人可曾想过 这城外水鬼的事情 如果那些沉船是有人而为的话 那么船上的人去了何地呢 宋乌鸦再次问出的问题 让县令脸色皱变 这额头上的冷汗 已经冒了出来 被 被烧了 他支支吾吾的 还是说了出来 没错 宋乌鸦很是肯定 说到此处 他站起身来 据猪捕头调查 这蛮牛平日里 也不是在这城内 招摇撞骗的 还有一部分的时间 是出了城外 不仅如此 蛮牛离开城之后 过几日回来后 就有水鬼的事情闹出 这其中恐怕是有所联系的 宋乌鸦索性将自己的判断 劝托说了出来 那县令听了这话 已经惊得张大了嘴巴 说不出话来了 多不走向外边 宋乌鸦头也不回道 怎么 县令大人觉得这不太可能 还是你知道这水鬼是怎么回事 不不不 宋大人 下官可绝不知晓这件事情 下官只是吃惊 这蛮牛 竟然能够干出这等事情来 宋乌鸦的语气 可是一点都不含糊 这县令大人被他吓了一跳 脸王解释起来 宋乌鸦没有再说什么 他与白卓已经走到了衙门口 宋大人 白大人 你二位这是 县令见他们要离开 立刻询问 宋乌鸦摇了摇头 没什么 出去转转 总不能整日待在这县衙里吧 即便我觉得不腻 只怕也会影响到 县令大人办公的吧 说完这话 宋乌鸦与白卓已经出了衙门 县令一连错愕地站在原地 看着他们两人离开之后 重重地叹了口气 摇着头转身回到了县衙内 大街上 宋乌鸦四处张望着 他看着这周遭 微微一笑道 看来这死了这蛮牛之后 这城里的百姓 就安定了不少啊 我看未必 不是说这城里的混混不少吗 怎么可能蛮牛死了 这城里就太平了呢 白卓不以为然地说着 那倒于是 不过这些家伙 或许也是在避风头吧 毕竟这蛮牛死的蹊跷 他们怕是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有人故意冲着他们来的 心里害怕吗 虽然这么说 可宋乌鸦却并不这样认为 毕竟这些家伙 绝非是这种胆小如鼠的人 嗯 什么味道 白卓 突然间用力嗅了嗅鼻子 皱着眉头 向宋乌鸦问道 这味道 宋乌鸦自然也闻到了 笑道 白乡 怎么 你没吃过臭豆腐啊 臭豆腐 白卓一愣之后 再次用力闻了几下 当即皱眉道 嗯 这东西那么臭 有什么好吃的 看着白卓嫌弃的白手 宋乌鸦却笑了 心中暗想 说实话 还真没吃过这古代的臭豆腐呢 也不知道这原汁原味的臭豆腐 是个什么味道 心里这么想着 宋乌鸦便闻着味道 寻找着 油炸水鬼 热腾腾的油炸水鬼喽 正寻找着 耳边突然传来这么一声吆喝 油炸水鬼 宋乌鸦微微一愣 随即就明白过来了 他立刻就向着那个声音而去 远远的就看到了不少人围在一起 显然这油炸水鬼 就是在这里 老板 你这明明是油炸臭豆腐 怎么就成了油炸水鬼了 一名围过来的时刻 探着身子往里面瞧了一眼 立刻就疑惑起来了 那摊贩 一边翻动着锅里的臭豆腐 一边解释道 我说这位壮士 最近在河里闹水鬼 多数人被他给拦在了这里 难道你不想来几块解解气啊 说的也是啊 要不这水管 老子现在都已经到了省城了 那壮士 被贪犯这么一说呀 顿时又气愤起来了 愤愤不平地说了一句后 一抬手 得了 给我来生一碗 解解气 他这么一说 那摊贩立刻高兴地应道 哎 好嘞 做也没吃了 赶紧来吃吃一碗 吃了我在油炸水鬼之后的生意啊 必定是一番蓬顺啊 哈哈 这摊贩倒是会做生意 把这么一个油炸臭豆腐 搞成油炸水鬼 一下子吸引来了不少的客人 宋乌鸦立刻也喊了一声 老板 给我也来一碗 哎 好嘞 那摊贩应了一声 抬头向着宋乌鸦这边看了一眼 随即问道 看公子这身打扮 可不像是行商的呀 公子是要去送送港口吧 港口 宋乌鸦被摊贩这么一问给问住了 怎么 这个时候可觉 哎 公子不是要去港口啊 黄色他老人家 特地开了恩科 不少鞋子 都聚集到了嗓藏了 那摊贩露出一脸疑惑 他没想到自己看走了眼 宋乌鸦还真不知道这件事情 点了点头 我们是油山玩水 正好路过此地 哎呀 一听公子这话 就知道公子宝水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呀 那摊贩立刻就称赞了宋乌鸦一句 这让一旁的白竹都忍不住笑起来了 老板 这城外的水鬼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我怎么觉得这事情太悬了呢 宋乌鸦闲着没事 就像这摊贩问了一句 谁知道 那摊贩脸色皱壁 怎么不是真的 我可是亲眼看得过呢 那好端端的一条船 行在河上 水里就突然穿出四个水鬼 一下子就把村给掀翻了 那船上的人刚一落水 根本浮不上来 即便你会水 那也是往下面沉 差一点的功夫 这河水就冒下了雪 那些人沉下去之后啊 就再也不见踪影了 我可没有半句下说啊 我现在做梦 还能梦到那水鬼恐怖的面容呢 那水鬼长什么样啊 贪犯一脸严肃的神情 将这件事情说出来 立刻就引起了周温 所有人的好奇 谁也想不到 这街头上一个卖臭豆腐的人 竟然口口声声的说 自己见过真的水鬼 这种事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 不等宋牙询问 这周围的人呢 便迫不及待的 齐声问了起来 原本就热闹的小滩周围 这下子更加的热闹了 有更多的人聚集了过来 哎 还能做什么样子啊 轻蔑良雅 劈头死发 贪犯摇摇头 淡然的说着 说起这水鬼的模样来 他倒是表现的 不如刚刚那样激动了 只是这八个字来形容 实在是让人很难想象 这水鬼究竟是什么模样 毕竟自古以来 这八个字 好像完全可以形容 任何的鬼怪了 但是 这让人更加的好奇了 既然这个摊贩 真的见过这些水鬼 那他就没有去报官吗 那你就没有去报官吗 这话是白竹问出来的 也正好和宋娅心中 所疑惑的一样 贪犯迟疑了一下 摇了摇头 哎 这 这报什么官呢 难不成 我还敢和鬼作对吗 贪犯的回答 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白竹一脸错 那你现在不正是和鬼作对吗 要不然 你油炸臭豆腐好好的 怎么改成油炸水鬼了 白竹这一次 哎 算是把这摊贩给问住了 但他说的也是实话 毕竟他的油炸臭豆腐 都变成了油炸水鬼了 难道还觉得 把这水鬼这件事情 告知官府算是和水鬼 做对吗 难道 我说的不对吗 白竹见摊贩不说话 疑惑了一句 这时候 摊贩才终于开口 这鬼啊 是做么不定的东西 我前面是报告了官府 那官府老爷爷 肯定不会下心的呀 摊贩显然是不愿意 再说这件事情了 躺死了一句之后 就再次开始吆喝起来了 白竹看着这个情形 扭头看向身旁的宋母牙鼠道 我想想 你说他这是什么逻辑啊 宋母牙摇了摇头 你又不是审犯人 何必这样咄咄逼人呢 咱们还是侧面的多了解一下 这水鬼的事情为好 那水鬼把船掀翻之后 那他们有没有再冒出来呀 宋母牙说了白竹一句之后 立刻开口询问 那摊贩这次算是彻底不想多说了 宋母牙的话问出去之后 仿佛石沉大海一般 那摊贩一副完全没有听到的样子 不再搭理了 看着这个情形 宋母牙也懒得再没事找事了 付过了钱 拿了臭豆腐就直接离开了 街头随便找了个必经的地方 两人就蹲在那里 打开了油纸包着的臭豆腐吃了起来 欧阳秀 还别说 这臭豆腐味道还真是不错 白竹试探着尝了一口 称赞了起来 原本他就嫌弃这臭豆腐的味道 现在不过是吃了一口 立马就有了改观 不过宋母牙可懒得和他在这里聊什么臭豆腐 他心里讲的可全都是水鬼的事情 白竹 你注意到了吗 那他们说了 当时看到的水鬼有四个 宋母牙将嘴里的臭豆腐吞下之后问道 白竹顶头 是啊 而且哥哥都是青面獠牙呢 谁跟你说这个了 宋母牙眉头一紧 我说的是四个人 啊 知道知道 白竹顶头应着的同时 嘴里还在吃着 如果这水鬼的团伙 只是这四个人的话 那么死了的蛮牛是一个 杀了蛮牛的这个凶手算一个 另外两个人呢 宋母牙最关心的 还是另外两人 他们四人作案 如今大概可以猜测到的就是蛮牛一个人 其余的三个人都是没有任何的踪迹 那个杀了蛮牛的凶手 多少还算是一个线索 可另外两人他们压根就没办法猜测 连一点念头都没有 这另外的两个人 必定是和门就关心密切的人啊 白竹不加思索的说着 这一点 宋母牙自然清楚 可是现在他们完全不知道 这两个人该是谁 不过 想要调查 他们还是多少有点办法的 那就只能在找猪龙了 或许他能够猜测到一点什么 现在 猪龙已经按照宋母牙的吩咐 去城里调查那些混混的家庭情况了 或许很快这条线索就会有明确的答案了 另外 对于另外两名水鬼的身份 或许也会有意料之外的线索呢 如今可以确定的是 水鬼是由四个人组成的 而他们也是因为人数叫少的缘故 所以才会选择对小船下手 那些小船之上的人 就此彻底消失不见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这一点让人想不明白 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人必定已经死在了河水里 但是他们的尸体去了什么地方 这就不太清楚了 两人很快就将臭豆腐吃光了 手里剩下的油纸 找了个角落的垃圾堆一扔 就算是完事了 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距离昨天报案发 已经过去了不少时间了 可却没有任何新的进展 白竹看着宋雅皱眉苦思 当即提议道 欧雅兄 要不然咱们出城 去那出事的河道去看看 或许还能看到什么线索呢 也好 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就去看看吧 宋雅也不知道 接下来该干什么 索性就出去看看吧 河道就是宋雅他们来的那河道 距离浑城稍微有一些距离 不过这算不得什么 今天天气还算是不错 用不着担心会下雨 两人直接前往了那一片河道 对于这里 他们还是不怎么了解的 具体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 他们不是很清楚 之前在油炸臭豆腐摊位那里 因为白竹的平凡的逼问 搞得那摊贩 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要不然他们多少 可以问问这里的情况 欧雅修 看到了吗 东边靠近河道的地方 有一处村庄 白竹抬手指着远处的一片村落说道 那个地方正好位于浑城的东边 而且也相对靠近河道 或许就离出色的河道不远 好了 咱们就去那边看看情况 或许那个村落的人知道不少 宋雅点点头 对白竹说着 指着指远处的村楼 当心向那边走进 白竹跟了上来 或许刚刚那个卖油炸臭豆腐的人 就是住在这里的 村落看着并不算很大 房屋都是零零散散地分布着 宋雅与白竹两人走进村落 却并没有见到多少人 你们找谁啊 正在村内游荡的两人 只顾着四处看着 却没有注意到一户人家的院内 正坐着一位老玉 那老玉注意到了两人 当即问了一句 他这么一问 宋雅与白竹才注意到了他 老奶奶 我们 是来问问 这村子里是不是住着一位 做臭豆腐的人呢 宋雅与一下子 被老玉给问住了 他们来这里 原本就不是找人的 不过是想来问问 关于水鬼的事情 老玉这么一问 宋雅与差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想起了之前 他和白竹随口说起 那个卖臭豆腐的人 宋雅与就说了出来 哦 是有一个 他自己住在村东头 不在这里的 老玉顶点头 随后又摆着手说道 他这么一说 宋雅摇了摇头 好 那就好 看来啊 没找错地方 那 他现在在家吗 宋雅接着 又问了一句 这我可不知道 这家伙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 大部分时间 应该是在家里的 老玉没有肯定的回答 但说明了 那麦臭豆腐的情况 听到这话之后 宋雅与白竹两人 走进了院子里 老奶奶 您听说这附近 河道闹水鬼的事情吗 宋雅也不知道 这村子里 是不是还能找到 其他人 索性 就向这老玉询问了 听说了 哪能不听说呀 毕竟这水鬼的事情 就在我们村子前边 这条河里 人们早就脑脑轰轰的了 现在都没人敢 独自靠近那河边咯 老玉说起这件事情 皱起了眉头 可见这事情 对他们的影响 还是比较大的 老玉这样的神情 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听着这话 宋雅点了点头 那村子里的人 有没有见过水鬼 找什么模样的 见过自然是见过 正好 那见过水鬼的人 就是你们要找的 那个 买臭豆腐的马望 老玉琢磨了一下 才突然想起来 一听这话 宋雅与白竹 顿时相识一言 啊 这么说 整个村子里 只有他一个人 见过这水鬼了 可不是嘛 也不知道这家伙 怎么这么帅 边边看到了那东西 老玉惋惜地说道 显然看到鬼 这不是一件 什么好事情 不仅只是老玉 这样觉得 想必其他大部分的人 也都是这样觉得 问完了干问的话 宋雅没有继续 再多做停留 立刻向老玉道谢 谢谢老人家 告诉我们 这马望住在这里 那我们两人 就不打上您了 这就去找他了 离开了老玉的院子 宋雅与白竹 皱眉相识一眼后 就向着村东的方向 走去 他们并非真是 要去那马望的家里 而是想从 东边出了村子 然后去那边的河道看看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移 第三百八十五集 欧雅秀 看来那里就是卖臭豆腐呢 摊贩的家了 从东边走出了村子 两人一眼 就看到了东边 那忽乎 灵灵 的人家 看来是的 住得还真是够远的 宋雅点了点头 调侃了一惊 我估计啊 也不是这村里人排斥他 实在是因为他的臭豆腐太臭了 训伤人 根本受不了 你闻到了吗 在这么远的地方 都好像能够闻到那股味道 白竹 皱着鼻子摇了摇头 说的也是 宋雅也好像 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臭味 咱们还是去那个河道看看吧 宋雅没有理会那里 而是转头 看向南边的河道 白竹好像并不着急着 前往河道 注意力 还是在那 卖臭豆腐人的屋子上 欧雅秀 你说那臭豆腐 怎么会那么臭啊 该不会是要 用那什么做成的吧 白竹说起这件事情 脸上神情顿时古怪起来 一副 急于作呕的样子 不用他说明白 宋雅也知道 白竹的心里 究竟是想到了什么 我说你能不能 不要这么恶心呢 咱们可是刚刚才吃过的呀 宋雅没好气的说着 白竹这么说 不是明显 让他倒胃口吗 不过 这事情宋雅也说不准 他以前曾经听说过 不过那毕竟 只是少数的黑心商人 更何况这臭豆腐的臭味 主要来源还是发酵 怎么可能用到那种东西呢 他现在不是在城里卖臭豆腐吗 咱们要不要进去瞧一瞧 白竹露出一脸好奇的表情 突然怂恿宋雅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这样一来 不管他们最终看到了什么 心里也算是踏实了 宋雅琢磨了一下 还是顶头同意了 好 那咱们就过去看看 看看他这臭豆腐 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样心里也有个底 宋雅琢磨说着 就和白竹向着那个院子走去 随着他们不断的靠近 这臭味也越是浓重了 这臭味实在是太离谱了吧 这不容易 白竹已经掩住了口衣 可今难闻到了什么地步 宋雅琢磨也是如此 此刻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这一阵臭味 宋雅琢磨不愿意多闻 可还是躺不住 我怎么感觉 这臭味和咱们刚刚闻的 都不一样呢 白竹皱着眉头 突然说道 听着他那样说 宋雅 立刻问道 你是说 喝餐饭哪里 是啊 难道雅琢磨你没有感觉出来吗 好像这里的更臭一点 而且也不像是那种 刚刚那臭豆腐散发出来的那股味道 白竹皱着眉头 说着 刚刚宋雅还在排斥着这股味道 根本没有特别地去辨别 现在被白竹这么一说 他辨别了一下 还真是感觉有些不对劲 是啊 这感觉 还真是有些奇怪 好像是臭豆腐的那股味道 还混杂着其他的臭味 嗯 我也是这么觉得 但是这味道 又不知道是什么 白竹点头认同 这味道说不上来 宋雅感觉很奇怪的味道 但是 它却不好变出来 白竹看着宋雅雅 还在思索着这件事情 当即倒 吴雅雅 你也别想了 现在咱们进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 好 进去看看 反正那人还没有回来 宋雅雅 现在也很好提 这院子里边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怎么会有这样的臭味传出来 说要进入院内 两人就准备进去了 刚刚来到门口 宋雅雅还没准备推开院门呢 就突然听到了里边 传来了动静 不对 这院子里面有人 宋雅雅听到了里边的动静之后 很快就听到了里边 传来了有人说话的声音 她立刻听手 并且对一旁的白竹说道 白竹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 高兴道 吴雅雅 看这个样子 刚刚怎么吃的那个臭豆腐 不是这个家伙的 不是这个家伙的 宋雅雅不明白 白竹 怎么这么肯定 白竹当即说道 你没听说那个老婆婆说吗 这家伙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我看呢 他不会有这么个情况的 可 那老婆婆也说过了 这村子里看到过水鬼的 可是只有那个 卖臭豆腐的人呢 这附近也没有其他的村子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宋雅雅可不相信白竹这话 毕竟在他们来之前 那臭豆腐的 可是说过了 他是亲眼看到那些水鬼的 怎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卖臭豆腐的人 看到了水鬼呢 那便是无巧不成书 那这样的事情 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进入院子里的念头 宋雅还是打消了 算了算了 咱们呀 也别管这个了 还是去河边看看吧 毕竟院子里有人 这个时候他们要是进去 未必会遇到什么好事情的 毕竟从这院子里 传来的这股臭味来看 这臭豆腐啊 只怕另有学傲 他们要是撞见 只怕会惹出麻烦来 白卓跟着宋雅一同离开 但是他这脸上的神情 却更加的难看了 而且又是一副反胃的样子 干呕不已 行了吧 也没人心不烦 你不乱想啊 就没事了 宋雅安慰了他一句 不过 他的话 显然是没有任何的效果 白卓依旧是那副德行 所以 宋雅也懒得理会 他了 直接来到了河边 这河水看起来 很是清澈的呀 来的时候是个阴天 宋雅他们坐在船舱内 并没有留意过河水 现在看来 河水很是清澈 虽然不是清澈见底 但也不是浑浊的 这让宋雅 奇怪了起来 既然这里的河水 这样的清澈 怎么在他的旁边的 这座县城叫做浑城 在岸边 建了一块石头 宋雅直接扔入了河水中 溅起了不小的水花来 河水不浅 不过 藏湿河水之中 应该是不可能的了 宋雅伸手 捞了一些河水 拿走鼻子前 闻了闻 并没有闻到 什么异常的味道 白卓这个时候 也算是混过神来了 他看着河水说道 温雅修 你看河对面 那里有山有水 而且看这个样子 也不是时常有人进去的 我和他们即便是藏尸 也不会藏到那个地方的 宋雅点了点头 他倒是不反对 毕竟尸体 藏在水里的难度 虽然不大 但是很容易暴露 但是藏在山林里 就不一样了 这个地方掩藏了 那种人际罕至的地方 是很少会有人去的 也就是说 很少会有人发现尸体了 在这里也看不出什么了 宋雅起身 沿着河边往回去的方向走着 你说这沉船 是四个人所为 那他们将得来的东西 怎么处理呢 宋雅又换了个思路询问 毕竟这船上啊 除了人之外 还有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一些货物 或者是一些 银子以外的财物 那他们 必定是想办法变卖了呀 白卓想都不想地说道 没错 就是这样 宋雅顶头 可他们是选择就地嚣张 还是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 又或者 是他们暂时 将东西藏匿了起来呢 这样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多了 宋雅根本没办法确定出来 白卓也是一样 被宋雅这样问 他哪能做出判断呢 只能摇摇头作罢 宋雅此刻才感觉到 他们需要在这城里 闲逛一番 掌握一些其他的可能呢 难道 他们并没有分赃 而是将所有的钱财 埋在一个地方 要不然 我们为何没有找到 满牛的财物呢 奇怪的事情 还有很多没有解释呢 宋雅也想不明白这些 不管怎么说 他之前说过 城内有个钱财 或许蛮牛的钱 都存入了那个钱财 也说不定呢 可偏偏说是钱财 但是也没有找到蛮牛 将钱存入钱财的证据 如果蛮牛 是真的将钱存入了钱财 那就说明 蛮牛必定会有大量的银两 可如今 蛮牛已经死在了这里 那他即便是存钱尽入 钱财的老板 会不会承认这一点呢 心里想着是诸多的问题 宋雅与白竹 已经沿着河道 走到了城门口的方向 雅雅兄 你说那个卖臭豆腐的人 是怎么看到那些水鬼的 他好像说过是白天 既然是白天 怎么可能没有其他人看到呢 偏偏只有他一个人看到了呢 你不觉得 这也是很可疑的一件事情吗 这一路上 都没有开口的白竹 临回来的时候 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 宋雅顿时宜呢 扭头看着他说道 你说的倒是没错 这事情实在是太巧了 毕竟水鬼出现 也并非只有这么一次 而且白天的时候 河道也绝非只有他一人 那些他人 怎么就没有看到呢 原本对于水鬼这件事情 宋雅不相信 那卖油炸臭豆腐的摊贩 真的看到了 他之所以这么说 无非是为了吸引顾客 买他的臭豆腐罢了 可是去了那个村落之后 从那老玉的口中得知 这件事情就得到了确认 可这样一来 事情就变得更加离奇了 我看呢 咱们应该调查一下这个家伙 或许这家伙看到过水鬼 或许还知道这些水鬼的身份 白卓此刻 更加确定自己 对那个卖油炸臭豆腐的摊贩的怀疑了 我看外壁 宋雅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他真的认识那些水鬼的话 你觉得他不选择报官 而且还在这大街上到处诉说 这不是更加的奇怪吗 说的也是 如果他真的是看到了那些水鬼 而且认识他们的话 他还不赶紧躲得远远的 或者是闭嘴的话 还能在这样大庭广众之下 到处诉说 这不是明摆着告诉那些水鬼 他知道他们的事情 当真让那些水鬼来灭他的口吗 事情绝对没有这样的可能 而且这卖油炸臭豆腐的摊贩 也绝对没有傻到这种程度 综合这些可能性 所以宋雅雅还是认为 这个卖油炸臭豆腐的摊贩 最有可能的情况 还是他无意之中 看到了那四个水鬼 但是却不知道 这四个水鬼的真实身份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四个水鬼还真是本事通天呢 他们竟然能够在水中将这些人全都灭口 要知道 常年在船上的人 即使船上多数是坐船的客人 那掌船的也绝对水性不错 可偏偏没有一个人从这些人的手中逃走 毕竟他们只有四个人 只要船上的人稍微多一些 他们竟然就没有放跑任何一个人 但是他们应该也考虑到了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他们才选择了戴上面具 那油炸臭豆腐的摊贩 形容那四名水鬼的时候 说的可是轻敏獠牙 从这一点来推断 这四名水鬼 当时一定是戴着鬼怪的面具 要不然他们的面容 肯定会被别人看到的 欧阳秀 我看咱们私底下 还是应该再接触一下这个摊贩 或许他还知道更多的事情呢 毕竟之前是我那样的逼问他 他才打断了话题 说不准他原本还要说更多的内容呢 白卓这个时候 有些懊悔自己之前的态度了 要不然的话 他们现在或许能够掌握更多关于水鬼的线索呢 宋我也只是一点点头 没有表示什么 毕竟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 说这个显然是有些晚了 回到了城内 两人再次向着那卖油炸臭豆腐的摊贩走去 却发现这里已经没有人了 而那个摊贩也不见了踪影 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他们回来的时候 选择了沿着河岸行走 并没有从原路返回 所以才没有碰到那个人的 回到城里 时间还算上早 没有找到那个摊贩 他们也并没有直接前往客栈 而是来到了县衙 进入县衙之后 他们没有让门口的衙役去通知县令 而是询问了猪龙的消息 猪伯托可曾回来过 宋要开口询问 那门口的衙役立刻点头 宋大人 猪伯托之前回来过 还询问您的下落呢 他说他有新的发现 说是去了客栈 有没有找到大人你 统知晓得 如果大人来到衙门 立刻就带着大人 前往城东 城东 宋文雅停止一愣 疑惑道 我记得 那个死了的蛮牛 好像就住在城东了 大人真是好记性 那蛮牛确实是住在城东的 牙医听到宋文雅这话 立刻恭维的一惊 这马屁可拍得是不怎么好 宋文雅当即露出无奈的神情来 毕竟他们上午 才刚刚去过蛮牛的家里 之所以这么说 无非是想要说 是不是蛮牛家那边 有了什么新的发现 那是不是蛮牛的家中 有了什么新的发现 宋文雅没有理会 这牙医的马屁 而是直接询问 牙医想都不想 就点了点头 但是很快 这家伙又摇了头 不是不是 周朴都没说什么 只是让小的 带大人连去城东找他 看样子 这牙医是反应的快了点 并不是蛮牛的家里 发现了什么 好 那咱们过去看看 宋文雅懒得和他多问了 这牙医分明是什么都不知道 还在这里浪费时间 跟着这牙医直接来到了城东 宋文雅一路上看着 再次注意到了那个钱庄 这钱庄的门面不大 好像在这城里也就这么一家 不过开的地方倒是有些偏僻 从外边往里边瞧了一眼 也并没有发现什么客人 这钱庄看样子声音不怎么样啊 宋文雅将视线从那个钱庄抽了回来 向前半带路的牙医问了一句 牙医回过头来 点头应道 大人真是好眼力 这钱庄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平常人呢 根本别想进去存钱 稍微有点钱的小老百姓 他们都不接待 也不知道扣什么赚钱呢 这古时候的钱庄和现代的银行可是不同的 在古代 那钱庄收了钱 存入银两的储户 可是要付给钱庄利息的 这也没有看到猪仆头啊 白卓有些急切的说着 宋文雅倒是不着急 毕竟这猪仆头出去调查线索 谁知道在哪里落脚啊 说是城东 城东这么大 谁知道在什么地方 牙医听着白卓的话 温温一笑 白大人 这不猪仆道 只是说城东 也没有准确的地方 咱们找找就是了 宋文雅依旧注意着周围的环境 没走多远 他就再次看到了之前去过的那个酒庄 这酒庄的客人多吗 宋文雅看着那酒庄 又问了一句 这个小的可不知道了 小的平时离野部怎么喝酒啊 即便是喝酒 也买不到这么好的酒 好 这地方的酒 还是好酒啊 宋文雅听到这话 温温一乐 立刻又问 是啊 这可是好酒 独家酿制 这里的酒啊 听说比起别人的要多了一股不一样的唇香味道 牙医简单的介绍道 他平日里不喝酒 对这个也将人了解 波特布说 这小地方到底是藏不住什么事情的 猪龙被宋文雅派遣出去寻找线索 是找那些有欺世的混混 他竟然说是有了心的发现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吧 眼看着都走到城墙处了 再走下去 可就要撞到墙了 白竹再次有些按捺不住了 他不耐烦地问道 这都走到头了 有没有找到猪骨头 你该不会是假装消息 骄想我们吧 一听他这话 牙医吓了一大跳 白大人 小的哪有这个胆子 敢消遣点为大人的 这确实是猪不得这么说的 他在调查线索 也没有个指定的地方 小的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引译 第三百八十六集 牙医被白竹这一句话 给吓了一跳 毕竟这身份地位摆在这里 他要是让白竹生气了 那显然后果不会很好的 宋雅赶忙拦住了白竹 不凶 失望无躁 这么大一个小县城 想被猪捕头 也去不了什么地方呢 宋大人 白大人 宋雅的话音刚刚落下 就听到有人在喊他们二人 声音是从身后传来的 三人同时转身 就看到了猪捕头 带着几名牙医 冲着他们招了招手之后 向着这边走来 三人立刻迎了上去 看到两人之后 猪龙急切刀 两位大人 你们去了什么地方 让属下一顿好找啊 我们去了城外 看着河岸 宋雅解释了一句 周葡萄 这么着急地寻找我们 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确实有要紧的事情 属下有所发现呢 猪龙欣喜地说着 我们调查了几名 和蛮牛关系不错的混混 一开始啊 并没有什么发现 不过 直到我们到了 朱三的家里 发现了了不得的事情 哦 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宋雅很是心情 没想到这么快 就有了发现 是不是 这朱三的老婆不见了 不是 这朱三呢 还没有娶老婆 猪龙 摇头否认了 宋雅的猜测 是我们在朱三的院子里 发现了大量的酒坛子 酒坛子 白卓听着一愣 该不会是和门牛家里 一样的酒坛子吧 是啊 一模一样的酒坛子 院子里堆的 是闷闷当当的 猪龙顶头说着 好 我们过去看看 这朱三人可被控制了 宋雅顶头 立刻示意猪龙 向那朱三的家而去 朱三啊 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他应该是昨天晚上喝了不少 现在还醉醺醺的呢 朱龙带着宋雅等人 直奔朱三的家中 路上了解了一下情况后 很快几人就来到了朱三的家里 这朱三的院子和门牛确实是差不多 不过比起门牛来 这里可谓是干干净净的 这酒坛子也不是随意扔出来的 而是仅仅有条的摆放在院子里 非常的整齐 但是从这个数量来看 只怕这朱三喝的酒啊 也不比那门牛的少 这家伙还真是能喝呀 瞧这个情形和门牛是不先上下的 白卓看到这里 也忍不住笑着调侃了一句 朱龙没有耽搁 直接进入了屋内 进入屋内 立刻就能够闻到一股子酒味 以及一股淡淡的臭味 但是这里和门牛那里 比较起来可谓是干净多了 一看着朱三呢 就不是一个懒散的人 朱三 还不想跪 你见过两位大人 朱龙进入屋内 立刻怒声喝止 还在床上躺着的朱三 朱三听到这话之后 立刻翻身而起 眨巴了几下眼睛 瞪着宋龙牙和白卓许久 这才跪在了地上 两位大人 我朱三虽然凭着地犯婚 可绝对没有做过什么 坐镜风格的事情啊 你们可不能冤枉我呀 朱三知道牙医们找上门来 绝对没有什么好事情 跪在地上 向宋牙和白卓求饶 行了 起来说话吧 宋牙看着朱三 连点头让他起来 这屋子里干净 宋牙与白卓 也都找了个地方坐下了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朱三起身 向宋牙与白卓 施礼道歉 他看到宋牙与白卓坐下了之后 小声询问道 两位大人 小子昨天喝了不少的酒啊 现在很晕晕晕晕的呢 能不能让小子也坐下呀 他这会一出口 宋牙还没说什么呢 一旁的猪笼 顿时一声力喝 朱三 我看你真是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 大人让你起来就算是对你客气了 你还想坐下 你是不是找咋 宋牙严蒙摆手 行了朱不道 让他坐下吧 朱三战战兢兢的点头 犹豫了一阵 这才坐在了床上 宋牙没有开口直接学问蛮牛的事情 而是打量了这房间一圈 笑着问道 朱三大 你家里就你自己 没有父母歇事 大人明鉴 小子原本不住在浑城 多年前 假象冒了几乎 跟着父母逃荒 这才来到了这里 可怜小的父母 没让小子先笑 这逃荒的路上 就得了瘟疫死了 小的命大 这才活到了今天 所以家底子薄 没权娶老婆 朱三被宋牙问起了往事 这眼泪都快要出来了 宋牙点点头又道 那你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啊 自又没有了父母 只靠自己就在这浑城里 买了房子 还能这般整人消去 平日里不少赚钱呢 刚刚还有落泪的朱三 现在被宋牙这么一说呀 冷汗冒出来了 她这脸上的神情 立刻紧张起来 看着宋牙风里如刀一般的目光 不禁打了个哆嗦 大人 小的虽然是赚钱的手段 有些令人不耻 可绝对没做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你怎么总是辩解 自己没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莫非你是做贼唏嘘不成 白竹可是有些听不下去了 冷冷地向朱三质问道 朱三听了这话一愣 赶忙摇头摆手 大人大人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啊 小的这不是 怕大人你 怎么 是怕我们栽赃你不成 宋牙冷哼一声 你有什么好让我们栽赃的 你觉得我们这样的身份 栽赃你个小混合有什么意思 难不成我们还能从你的身上 炸出几肌牛来吗 没有没有 你小的可不敢这样想 朱三赶忙否认 宋牙也懒得和他在浪费口水了 直接说道 从你这喝酒的架势来看 这怕你和蛮牛的关系不一般吧 这 朱三直接就犹豫了 他偷偷地瞧着瞧 宋牙与白竹脸上的表情之后 这才说道 说不上关系不一般 大人你也知道 我们这一类人在城里也结交不了什么朋友 那句俗话怎么说来着 说到这里 朱三皱着眉头琢磨了起来 看他这个费心的样子 白竹只能提醒他了 一群分 魏列郡 没错没错 大人说得极是啊 所以我们平日里也没有多少来往啊 可要说关系不一般 那也说不上啊 毕竟我们只是偶尔在一起喝喝酒 平时在一起想想怎么弄点钱 其他的关系就没有了 从朱三说的话来看 他们算是对宋牙与他们坦诚 毕竟这些话也并不是藏着掖着 算是把他们干的那些肮脏的事情 全都说出来了 那你们平时一起喝酒的话 都在什么地方啊 宋牙与他听着这话 立刻问了一句 青楼 那肯定是青楼了 您是不知道门牛那家伙呀 我们这些人可没有他那么恶心 家里臭吼吼的 我们要不是碍于他面子 根本不愿意去他家里 而让他来我们家 我就更不愿意了 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他们家 那臭味啊 都和鼻子上那么臭豆腐的了 朱三说到这里 还露出一领贤气的样子来 他这话里倒是说起了另外一个 让宋牙与白竹关注的事情了 你们还认识没臭豆腐的 宋牙也没有明确地指出城外那人 而是随后询问了一句 朱三的反应很大 头立刻摇了起来 不是 小的这不是随后一说吗 就是比喻门牛家里那个味道 宋牙点了点头 没有继续询问这臭豆腐的事情 而是又说起了门牛 那昨日 你有没有和门牛见过面呢 昨天 昨天 可没有 朱三直接回答 没有丝毫回忆的样子 他这话说完之后 脸色皱病 大人 那门牛可不是我杀的呀 看来你已经知道门牛死了的事情了 宋牙看着朱三 露出一脸诡异的笑容来 朱三听着一愣 急忙解释 知道 昨天就知道了 看样子 你和门牛的感情不错呀 听说门牛死了 竟然喝了这么多酒 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醒酒 宋牙看着朱三 一定是没有和他们完全坦白这里边 还藏着什么事情 没有说出来 宋牙的问话 让朱三的脸色变得惊慌起来 一时间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宋牙这样的问题了 就这样 宋牙一直盯着朱三的眼睛 看着他 等着他在说些什么 可朱三 竟然没有 其他的反应 既没有顶头 也没有摇头 完全是愣住了的样子 任何一个人看到他这个样子 都知道 心里一定是在纠结着 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宋牙等了许久 也没有等到这朱三在说什么 这个时候 他也懒得再逼问朱三了 行了 你和门牛的关情好坏 你影响不了什么 你用不了这么害怕 宋牙的话 让朱三松了口气 他依旧没有回答 刚才那个问题 你经常和门牛 出入青楼吗 宋牙 接着询问朱三 朱三迎摇头 只是话 毕竟我们年纪也不晓得 又没有老婆 总是会讲那事儿的 所以忍不住的时候 就会结伴去一趟 但是也不平凡 一个月 也就那么两三次 毕竟我们也 没有那么多的钱 好 这门牛还要跟着你 一起去青楼啊 我们怎么了解到 那门牛金屋藏娇 在城南租了个院子 养了个女人在里边 宋无牙 旁敲侧击地 将问题带到了 那个女人的身上去 朱三听着这话 顿时就愣住了 他脸上的表情 反映非常的正常 什么 门牛还在别处养了个女了 怎么没听过她说 洗这个呢 朱三听了这件事情之后 表现得非常的吃鸡 看他这个样子 好像是真的 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 宋无牙再次确认地 问了一句 朱三摇头 大人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没听门牛说起过呀 那看来你们的关系 也不怎么样了 这女子被门牛养起来 可是已经有不少时间了 你们就没有听她说起过 宋无牙再一次地 向朱三询问 朱三还是摇摇头 她怎么养得起 那女人呢 要是真有的话 那她还跟我去青楼干什么呀 朱三被宋无牙的话 给问住了 她自己都觉得 这件事情不可思议 宋无牙点点头 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 这件事情了 你们这些人里边 谁和门牛关系最好 这个可说不好 我们这样的人 成天都是在计算别人 哪有不防着别人的心眼啊 应该说 没有是关系好的 朱三摇头 她不觉得他们这些人 是真正交心的朋友 这样的说法 也算是在情理之中 是说得过去的 哦 那门牛经常会去 谁的家里啊 宋无牙换了个方向 确认这件事情 朱三再次琢磨 但是很快就摇头 这个小的还真是不知道 问话到了这里 可谓是一问三不知了 这朱三也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不愿意再多说下去了 看着这个情形 白卓皱眉看向宋无牙 向宋无牙 示意了一个眼神 宋无牙 微微寒手 但他还是不想这么快完事 那你该知道 你认识的这些人里边 谁是成了亲的 成亲的 朱三又是一愣 大人 您为这个干什么呀 你觉得是会愿意把自家的闺女 嫁给我们这样的人呢 不过大人您可放心 虽然小他们放缓 可也不敢做强强民女这种事情出来呀 也不知道这朱三是怎么想的 他大概是认为宋乌鸦之所以询问这些事情 是怀疑他们做了强强民女的事情了 这个时候 宋乌鸦是真的没有什么可问的 他点点头 他不再和朱三说什么了 而是扭头看向朱龙道 朱不道 你带着搜查一下他的家 之后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是大人 手下明白 朱龙立刻点头 朱三交给了朱龙之后 宋乌鸦白卓自然离开了这里 来到了街头 两人向着客阵的方向走去 这路上再次路过了那家飘香居 掌柜的 飘香居内 这个时候可是没几个人 宋乌鸦与白卓进去之后 只看到擦拭桌子的掌柜 哎 两位公子可这好面熟啊 那掌柜的听到喊声 抬头看向门口 盯着宋乌鸦与白卓的脸庞 疑惑了一句 可不面熟嘛 昨天我们刚在这里吃过饭 宋乌鸦微微一笑 就直接走了进去 哎 两位公子 现在弄点吃的 还不到饭点 掌柜试探着询问着宋乌鸦与白卓的来意 宋乌鸦立刻摇头 不必了 我们过来不是吃饭的 是想问掌柜几句话 好 又是问话 该不会还是要问那蛮牛的吧 这时候掌柜总算是把昨天的事情想起来了 不是问蛮牛 是问另外一个人 哎 另外一个人 哎 掌柜的疑惑了 看着宋乌鸦 宁眉思索了一下后道 嗯 那公子问吧 朱三时常来你这里喝酒吗 宋乌鸦顶头后 直接询问 掌柜的立刻摇头 哎 说来也瞧了 这猪餐和满牛是一路货色呀 而且这两个人呐 还全都只是从我这里买酒 从来不在我这里喝呀 好 还有这样的就是 宋乌鸦知道 可能就是这样的结果 扬装着吃惊的样子说道 掌柜的乐乐 他将宋乌鸦与白卓上下 打量了一分之后 笑道 两个公子啊 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怎么偏偏好奇这两个人呢 你们该不会是公府的吧 掌柜的 这你就不用多问了 你可知道这朱三不在你这里喝酒的原因 是什么吗 宋乌鸦可不想回复这掌柜的决论 他只想 知道自己想要问的答案 掌柜的点点头 看样子他心里已经确定 送了他们应该是官府的人了 这个 我可是没 没问呢 这朱三可比不上蛮牛 这家伙啊 凶狠的厉害 我可不敢招惹他 看着掌柜脸上的神情 这一话绝非像是开玩笑的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常为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移 第三百八十七集 但是 他说朱三要比蛮牛还要凶狠 这可让宋牙与白竹 也有些错愕了 毕竟他们才是刚刚见过这个朱三 可那朱三怎么看 都不像是一个凶狠的人呢 离开了酒馆 白竹满脸疑惑地看着宋牙 欧雅秀 你觉得那个朱三 是个凶狠的家伙吗 怎么看都不像啊 宋牙将自己心中的想法 说了出来 显然他们两人的看法是一样的 可这个酒馆掌柜 却说这朱三是个凶狠的家伙 对于朱三 他们两人看到的 不过是第一印象而已 而这个酒馆掌柜 可是生在这里的人 想必对朱三了解的更多 不像秀 你说这蛮牛在外面养了个女人 这朱三竟然不知道 会不会是这小子在撒谎啊 白竹很纳闷这件事情 要知道 那个女子住在那院中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这么久的时间里 朱三竟然完全不知晓 这说出来 实在是让人觉得有些稀奇 两种可能 一是 这蛮牛的保密工作做的 确实是不错 这样也侧面地说明了 我之前的猜测 或许这个女子 就是她所认识的某人之中的欺世 所以才如此的 第二 就是这朱三 并未将真话说出来 她之所以不想和蛮牛扯上关系 或许就是因为蛮牛的死 她不想牵扯其中 宋无牙 做了个简单的两个推测 这两个推测 基本可以说明存在的一些情况 蛮牛的突然死亡 凶手究竟是为什么杀了蛮牛 这个暂时没有定论 毕竟情杀 或者是其他原因 都很难说得清楚 而这个朱三 知晓了蛮牛的死 但是他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正常 可以说是有一点反常 我还这朱三一定是知道什么 只是不愿意和我们说明罢了 白竹看似非常肯定这一点 他紧皱着眉头 看着宋无牙又道 你说 这朱三家院子里的那些酒坛子 和蛮牛家的那些酒坛子 有没有联系啊 这两个人 可全都是嗜酒的人 而且他们全都不在酒馆喝酒 全都是在自己的家中 这朱三在家里喝酒的缘故 会不会和蛮牛也是一样的 害怕不小心喝醉了之后 说了什么 很有这个可能 这两人的习惯 可谓是一般无二 要说这背后的原因 也实在是很难不让人联系在一起 毕竟之前那酒馆老板 可是亲口说 这蛮牛不在他那里喝酒的缘故 就是害怕喝多了之后 无言乱语 说起来 这两人还经常一起出入青楼 宋无牙点点头 认同白竹的话之后 又说了另外一件事情 对于他说的这一点 白竹却摇头指正 无牙兄 你看记错了 这朱三 没说他们接上出入青楼 每月不过是两三次而已 啊 是这么说的 宋无牙不禁翻了个白眼 自己不过是随便说的 这白竹何必和他叫这个汁呢 白竹之所以和宋无牙叫汁 那是因为他后边还有话要说呢 无牙兄 这么说来 这朱三大部分的时间 也都是在家中的 你说 他们这两人怎么会这么的神秘 看着再次紧照起 没头的白竹 送无牙叹了口气 白竹 你是想说 这朱三和蛮牛一样 也是那四个水鬼之中的一人吧 没错 我就是这么想的 白竹可是一点都不含糊 这一点 宋无牙也想到了 毕竟这朱三和蛮牛 实在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光凭这一点来确认 显然证据还有些不足 城外的四个水鬼 如果其中的两人 正是蛮牛和朱三的话 那么第三个人就是凶手 可是 这第四个人会是谁呢 宋无牙看着白竹 反问了他一句 白竹迟疑起来 他低着头看着脚下 紧皱着眉头 已经扭成了一团 这可不是一个好推测的问题 毕竟凭空想象来确定方向 还是很难的 那个妹臭豆腐的贪犯 突然间 白竹抬起头 看着宋无牙坚定地说道 这个答案 让宋无牙都围之一阵 但是很快 他却笑起来 太笑 咱们果然还是想到一块去了 宋无牙微微一笑着 因为白竹所说的 正是他心中所想的 先前 朱三说话的时候 可是无意间提起了这个卖臭豆腐的 虽然当时他说自己不过是个比喻 可这个解释 实在是说不过去 是啊 我也是头一次听说 有人用卖臭豆腐的 来和别人的屋子来对比的 如果是我的话 当时要说 也绝对会说是毛坑之类的 哪会用什么臭豆腐的 白竹也跟着笑了起来 白竹说的一点都没做 正是这一点 让宋无牙对这个卖臭豆腐的 有了怀疑 而且不仅如此 他还猜想着朱三 一定是去过那卖臭豆腐的家中 要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比喻 如此一来 那卖油炸臭豆腐口中的四个水鬼 此刻则就完全的凑齐了 还记得咱们在那卖臭豆腐的院子外 闻到的那股子臭味吗 宋无牙向白竹问道 白竹听着一愣 立刻反应道 莫非 白兄你是怀疑 那臭味之中 还掩盖着湿臭味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宋无牙点头 之前他们在那院子外边 闻着那古怪的味道之中 还混杂着其他的臭味 可毕竟臭豆腐的味道 实在是浓郁 他一时间也难以辨认出来 如今想清楚了这一点之后 他反倒是怀疑这个可能性 白竹很赞同这个说法 毕竟那个臭味实在是太古怪了 吴家秀 那现在咱们是不是可以该说完了 先去查一查这卖臭豆腐的家伙 家里是不是藏着尸体 白竹再次表现出了 他那急切的性格 对此 宋无牙却并不着急 他摇摇头的 又不着着急 这都这么长时间了 想必尸体已经有不少 你还担心他们会将 所有的尸体都转移出去 即便是转移了出去 那留下的线索 他们是不可能完全抹去的 即便是他们一把火 将院子给烧了 见宋无牙 并不着急着去搜查那卖臭豆腐的院子 白竹甚是心急 吴家秀 这都眼看着 要进真章了 你还等什么时候啊 白秀 难道你忘记了吗 咱们在蛮牛的家里 可是发现了一张纸条的 那上边分明写了一个日记 四月初八 没错 今天是初六 后天就是初八 到时候 咱们完全可以来个人赃巨户 抓他们一个现行 到时候 可是会省去不少的工序呢 好吧 居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咱们就耐心地等待几天吧 白竹最终还是妥协了 毕竟宋无牙说的没错 虽然事情好像看起来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可是正要让这些人认罪的话 就必须要有直接的证据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那到时候 或许会让其中几人 逃脱发亡 回到了客厂 宋无牙看着时间也差不多了 招呼白竹在楼下 自己上了二楼 来到二楼的房间 宋无牙却发现 司徒文和小桓两人 竟然不在房间里 小二哥 与我们一同那两个小姐 什么时候出去的 快过来到楼下 宋无牙立刻向店小二 急切地询问 什么 我也想 司徒小姐和小桓不见了 刚要了茶水的白竹 见宋无牙急匆匆地跑下来 这手中正在倒茶的茶壶 脱手摔在了桌子上 猛人起身 惊慌的 宋无牙顶头 目光凝聚在这 店小二的身上 店小二直直吾吾道 这是 小的 这是没有 没有留意到 司徒文和小桓两人 竟然也不事先说一声 就离开了客栈 这让宋无牙心里 一下子着急起来了 来的时候 就已经交代过他们了 这陌生的地方 他们两个弱女子 还是不要到处走动的好 白竹 你在这里等着 我出去找找看 宋无牙从未有过这样的担心和着急 交代了白竹一句 就往客栈外跑去 白竹也都愣住了 赶忙就跟着往外边追 他正要张口和宋无牙说呢 要一起去的时候 这跑在前边的宋无牙 突然就这么站在了门口 白竹一愣 抬头向外看了一眼 却看到司徒文和小桓两人 刚好出现在了门口 司徒小姐 小桓 你们两个可算是回来了 真是急死我们了 你瞧瞧 乌鸦从这一回来 没看到你们 你可就要跑着出去找了 站在门口的宋无牙 自然是看到了司徒文和小桓 要不然他也不会就这样 站在门口呢 不过 他却没有说什么 这就显得有些尴尬了 白竹赶往接了一句 听到这话 司徒文微微抬头 先是看了宋无牙一眼 这才说道 哦 我们就是出去走走 不管怎么说 他们回来了 宋无牙也就心安了 当即松了口气 上前拉着司徒文的手道 真是一点都不知道 给我省心 到处乱跑 看你也不像是担心我的样子啊 原本司徒文 还以为宋无牙多么担心他 还想着宋无牙会说些贴心的话 没想到一开口就是责备 司徒文可不乐意了 略显委屈地顶了一句 这话让宋无牙可是牙口无言了 他顿时道 我哪里不像是担心你的样子了 我从楼上跑下来 直接就出去找你们 这还不叫担心啊 他的这份戒身 好像是没有什么用处 司徒文 绝了绝嘴 我渴了 好好好 我给你倒水 宋无牙是彻底被打败了 也不知道平日里 对他百依百顺的司徒文哪儿去了 突然耍起了大小姐脾气 好在他也不是爱钻牛角尖的人 当即服了软 拉着司徒文进去 准备给他倒水 开手我来吧 白卓看着两人这话说得有点不对付 当即笑着说了一句 转身回到了桌子前 司徒文一甩手 挣脱开宋无牙 没好气说道 就许你们一声招呼不打 连中午都不回来吃饭 还不许我和小黄出去透透气啊 你当我们是什么 像那蛮牛养在院子里的宠物啊 娃儿 你这突然发什么脾气啊 我有这么想过吗 这地方这么乱 我这不是怕你们出什么意外吗 两人一下子互换了 原本该责怪司徒文的宋无牙 此刻反倒是被司徒文一句句的责怪起来了 还不是你先冲我发脾气的 司徒文 怪愿地说着 已经倒好了茶水的白灼 看着两人这一言一语的样子 可是羡慕得不得了 白灼 目光扭转看向了小黄 却正好四目相对 小黄脸颊 微微一红 害羞地扭过头去 这一幕落在白灼的心里 也是让他满心欢喜 好好好 是我不对 是我不该对你乱发脾气的 白灼可是明白一个道理的 和女人讲道理那是说不通的 而且和女人吵架 那完全是自找没趣 要想解决矛盾 只能他自己服软 这还差不多 这次就放过你吧 司徒文调皮地笑着 抬手拍了拍宋鸭的脸颊 笑着说道 宋鸭很是无奈呀 他看着司徒文坐下之后 蹲起茶杯 轻轻抿了一口 你们都坐啊 站着不累吗 司徒文见宋鸭几人 还在他的身旁站着 并没有坐下 当即好奇地说了一句 他这么一说 三人这才坐下 乌鸭 你知道我和小黄 今天为什么出去了吗 司徒文见宋鸭坐下之后 立刻就问 一听这一话 感情之前 司徒文所说的只是计划 他们可不是出去玩了 而是有事情 宋鸭心里好奇 立刻问道 好 这么说 你们是发现了什么事情 所以才溜出去的 什么叫溜出去啊 说的这么难听 我们可是去跟踪人了 司徒文 美好气地白了宋鸭一眼 压低了声音说道 他这话一出口 司徒文与白卓两人的脸色皱壁 如果只是出去玩的话 那还好 可要是出去跟踪人 那可是相当危险的 玩儿 这可不是你第一次干这种傻事了 你知道吗 以后可千万不能这么做了 宋鸭 立刻就担心了一句 司徒文点了点头 行啊 能有什么危险 这大街上那么多人 他们还能把我们怎么样 你知道吗 今天我发现有人在打探我们 看样子是盯着咱们的 或许 这些人或许就是无量教的人呢 无量教 这下子 宋鸭与白卓全都愣了 出了南投县之后 他们一路上倒是平静 好不容易来到这里 竟然遇到了这样的案子 原本在南投县 他们就没有和无量教交手 现在反倒是出现了 无量教的隐线 这让宋鸭很难理解 他皱着眉桶 疑惑道 这么一个小地方 难道无量教 也会看到这里 他觉得很奇怪 毕竟无量教 可不是随便什么地方 都会占有的 这个小县城 显然并没有什么 值得他们动手的地方 要说这里有钱 那觉得不见得 要说这里 能够占到什么利益 那也说不上来 可这个时候 突然冒出来几个人 盯着他们 这确实是让人难以理解 娃儿 你确定那些人 是重着怎么来的 宋鸭还是不相信这一页 怀疑地看着他 司徒文 好像很确定这一页 他非常肯定地顶头头 是啊 我和小华可是亲眼所见 他们打听的就是你们 那他们看到你们两个了吗 宋无牙见司徒文说得这么肯定 问道 司徒文摇了摇头 自然是没看到了吧 要是看到我们的话 我们还怎么跟踪他们 这就让宋无牙觉得更加的奇怪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无量教的人 是这样做事的 一旁的白主 你还是怀疑 无牙教 你说这些人 会不会和无量教没有关系 是另外的人在盯着咱们 另外的人 还会有什么人 虽然宋无牙不太确定 这事情和无量教有关 但真要是说起其他的可能性 还真是想不明白 例如说 那四个水鬼 咱们调查他们 他们必定会担心被揭穿 或许他们就是想要对我们动手了 白主的话还是吓人 一句话就让一旁的司徒文和小魂 脸色上班 这样的情形 宋无牙可没想过 他眉头一紧 这个应该不至于吧 但是白主这么说 也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他眉头一紧 扭头看向司徒文 喂 打听咱们消息的是几个人呢 欢迎收听由陌生人文化成为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引以 第三百八十八集 两个人 司徒文 很肯定地说道 可如果是两个人的话 事情就更奇怪了 四个水鬼 死了一个 还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 从时间上来判断 另外一个或许正在街头卖东西 那个凶手 未必会露面 实在是有些不太可能啊 宋无鸭很快就推翻了白竹刚刚的想法 他觉得 这事情和水鬼 应该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此时此刻 宋无鸭脑子里有些混乱了 这突然冒出来打听他们的人 身份是个谜 但是总的来说 还是无量叫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或许 真的是无量叫 他们可能没有对这个小县城下手 但是 在其他的地方 有他们的势力 他们或许只是来探明咱们的去向 宋无鸭 看着一脸不安的司徒文和小桓 忠肯地说了一句 算是安慰他们两个人 不管怎么说 这突然出现的情况 宋无鸭他们可不能置之不灵 这些人的身份 是必须要搞清楚的 乌鸭兄 我看咱们得抓紧时间了 真要是等到四月出八的话 难免会有些夜长梦多 乌竹 咱们早些动手 好让这件事情 你会了结 白竹提醒着宋无鸭 反正他们已经经过了推理 事情是否如他们所想的那样 很容易验证的 白竹的话 让宋无鸭再次陷入了沉思 他最终还是否定了这个想法 白竹 我看这件事情不能操作过急 万一怎么想错了呢 那有的话 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到时候 这些水鬼不出洞 只怕我们就很难再抓到他们的机会了 宋无鸭摇着头 否定了这个想法 他们两人的对话 引起了司徒文和小桓 两人的好奇 乌鸭 你们有了发现 知道杀了蛮牛的凶手是谁了吗 那四个水鬼又是怎么回事 司徒文 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出来 可见他急切地想要知道 宋无鸭与白竹两人刚刚所说的内容 宋无鸭听着都是一顿 这么多问题 他都差点没记下来 凶手还没有找到 不过 我和白兄发现 这蛮牛被杀的案子 或许和成为河道 传言闹水鬼的事情 有一定的关系 宋无鸭 稍微停顿了一下 回答了司徒文的问题 司徒文听后 脸上神情也是极其紧张 这么说来 这水鬼的事情 还真是有人为非作胆 不是以格传额了 这事情啊 亲承问去 这可是不少人看懂的事情 虽然没有发现尸体 以及其他的东西 但是船是确确实实地看懂的 这船虽然是寻常之物 可要做一条船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不可能有人闲着无聊 把船扔在水里的 水鬼的事情 是千真万确 这一点宋无鸭很确定 在这之前 宋无鸭曾经了解过 这河道里发现的船只啊 全都被水侵泡 而且这些船只 虽然都是小船 但是大小却不相同 而且其制造的时间 今旧的程度 也全都是不一样的 绝非是出自一个人制造 一定是从各个地方来的 斯特文重重地点了点头 原本我还以为 这事情或许是不可信的传言呢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这么说来 是有四个人装扮成了水鬼 然后做了杀人越货的勾当 事情就是如此 宋无鸭再次确认这件事情 外边眼看着已经天黑了 小二的饭菜也送了上来 四人围坐在桌子前 看着周围越来越多的食客 赶紧吃了饭菜 一夜相安无事 宋无鸭心里的担心 也并没有出现 那些追查他们的神秘人 也依旧不明身份 一大早 宋无鸭与白卓 随便吃了一些东西之后 便再次来到了县衙内 门口的牙医们 还在打着哈气 显然这么早起来 对他们来说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柳威大人走 白卓和宋无鸭的突然出现 令门口的这些牙医 突然打了个机灵 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冲着他们点紧头 宋无鸭也没有再说什么 直接向着县衙内走近 进入了县衙 县令已经端坐在里边了 不过他脸上那放昆的模样 却非常明显 县令大人 这么早就来了 当真是勤勉呢 进入宫堂内 宋无鸭打了声招呼之后 这县令才发现 堂下站着的两个人 哎 两位大人看样子 起得比本官还要早啊 县令立刻清醒过来 拱手失礼 赢了下来 宋无鸭与白卓的突然来访 令县令心中多少有些不安 这么一大早的来到衙门 县令心里也很清楚 绝对是有要紧的事情的 他这一句客套的话 说出来之后 宋无鸭与白卓 可是没有搭理他 这种县令的脸色很是难看 愁出了一下诱到 两位大人 这般早来到县衙 可有什么要紧的事吩咐吗 没什么吩咐 只是想过来看看那个刚被抓进来的家伙 宋无鸭懒散地说着 也并没有找地方坐下 显然他没工夫在这里耗着 要立刻去找那个家伙 县令点了点头 好 大人是要亲自审问他吗 审问倒说不上 只是想要问他几句话而已 宋无鸭可不是来审问那家伙的 那家伙估计也不会配合的 他不过是想要侧面地验证一些问题吧 不知两位大人可曾用过早饭 县令听了宋无鸭这么说之后 并不着急着带他们前往大牢 而是客气地询问起了两人早饭的事情 原本对他就没有什么好印象的宋无鸭 刺客看着县令这般油腔滑掉的样子 心里就更加的不痛快 自然是吃过了 宋无鸭不耐烦地说道 那县令脸色一紧 不好意思地搓着手 不满了位大人 下官起来虽早 这早饭却还没有用过呢 这样啊 那县令大人先吃饭吧 让猪捕刀带我们去就可以了 宋无鸭可没工夫在这里等他吃早饭 扭头就向外边走去 他这一走 那县令突然着急了 两位大人前吗 下官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清卖大人的意思 下官这就带着两位大人前往大牢 县令急匆匆地跑到了两人的面前 供身实义 请两人先行 也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想的 他这样的表现 让宋无鸭心里觉得有些诡异 毕竟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要知道 他们刚来的时候 就让这县令大人很是难看 从他当时的表情就不能看出 这县令对宋无鸭与白卓两人 还是比较忌惮的 而且也因为一开始的事迹 让他很深懊悔 给宋无鸭与白卓两人 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明知道宋无鸭与白卓的意思 竟然还这般的推诿 也不知道是何用 两位大人早 先令大人早 刚走下公堂 便迎面撞见了猪龙 猪龙躬身 向三人施礼问好 瞧见猪龙 宋无鸭立刻就到 猪捕头 你也跟着一起来吧 大人 您这是 猪龙还不清楚 他们这是要去干什么呢 去大牢 宋无鸭简单地回答了一句 没有再多说什么 猪龙依旧表现得很疑惑 他的目光看向了县令 学问道 县令大人 属下 他的话还没有说出来 县令便不耐烦当 宋大人让你跟着 你就跟着 难不成 你还想抗命不成 属下不敢 原本猪龙是想要向县令确认一下 毕竟县令才是他的直接上司 可谁知道 碰了一鼻子的灰 出了县衙正门 往西边一绕 穿过几条小巷 一直到了县城的北边 这才看到了大楼 监牢并不大 门口也没有人守着 几人进去之后 这才看到了几名狱卒 正趴着里边的桌子上睡着 竟然连牢门 都不关闭 县令的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 都给甭过去乱 县令怒声的喝失之中 这几名狱卒根本不为所动 依旧趴在桌子上 一动不动 瞧着这一幕 县令极起的尴尬 快不就来到了那些狱卒身前 走近了这才闻到 这周围还散发着一阵阵的酒气 该死胡蛋 还不跟你气乱 县令是真的发了火 抬起一脚 就踹翻了桌子 趴在桌子上的几名狱卒 毫无防备之下 摔在了地上 直到这时候 他们才惊醒过来 慢慢地爬起来 就超出家伙 大声嚷嚷 谁 是谁身中进楼住地 看着这情形 宋牙与白竹 才算是松了口气 刚才他们两个人 甚至还以为 这些趴在桌子上的 一动不动的狱卒 已经全都死了呢 原本就为这些家伙 丢进了面子的献力 此刻更是气急败坏 都已经语无伦次了 混账 你们几个 看死的东西 你们在干什么 县令指着那几名狱卒 手指不住地颤抖 这一副 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宋大人 白鱼大人 下回看管不利 请点为大人救罪 县令已经顾不上 在指责这几名 还没有彻底醒酒的狱卒了 扑通一声 跪在了宋牙与白鱼的面前 磕头哭求起来 那几名狱卒 眼见着县太爷跪在了地上 哪儿还敢犹豫 跟着也跪了下 他们不曾见过宋牙与白鱼 可看着县令的模样 这心里也该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了 行了 县令大人 用不着这般 宋牙深吸了口气 一脸愤怒道 本官来此 不是来替你收拾这些狱卒的 怎么处理他们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现在带我去见那个家伙 这样的情形 宋牙也不是第一次见了 他也懒得理会这些 天底下那么多的世子 只怕他也不是什么都能管得着的了的 县令间宋牙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这才慌忙起身 转身又向那几名狱卒喝射 还不敢借 但这大人请我还没在牢房 那几名狱卒 慌张起身 顾不上收拾引擎 一股脑了 就往牢房内跑去 县令面色尴尬 向宋牙做了个请的手势 这才一同 前往牢房之中 不好了不好了大人 还没往里边走出两步呢 这里边 就传来了一声尖叫 刚刚进去的几名狱卒 全都跑了出来 出了什么世界 县令的脸色重 慌张 询问道 死了 谁死了 那 那 含冰死了 神不 这一瞬间 宋牙都感觉自己脑袋大了 这个诓骗自己和白卓的家伙 被他怀疑和蛮牛有关 所以暂且堪压在牢狱之中 可谁能想到 就这样一个人竟然死在牢房之内 这可真是怪事一种 宋牙顾不上大力协力 当先就往里边走去 在前边转了个弯之后 顺着牢房内好事的几名牢犯的目光 很快就找到了出世的牢房 一具尸体 倒在地上 嘴角会流淌着一些不知名的液体 双目 云章的样子很是害人 立刻打开牢房 寒冰这个模样 显然那些狱卒还未来得及打开牢房 就已经发现他死了 宋牙的一声吩咐之下 狱卒多多缩缩地找了半天的钥匙 这才将牢门打开 走了进去 寒冰仰面躺在地上 圆征的双目指使屋顶 涣散的瞳孔早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光泽 嘴角流淌着口水一般的泥 而他的下身也一病湿透了 看来是众多而亡 宋牙从这些直射的情形 判断出了寒冰的死因 他目光扫了一眼 那寒冰的下身 随即起身 看向了牢房内的其他地方 牢房内的摆设很是简单 除了一张桌子和两根条凳之外 就是一个浸筒了 除此之外 其他的地方就剩下一堆杂乱的稻草了 牢房内 除了这档子事情 几名喝了酒的一股 此刻已经全都清醒了 一个个战战兢兢 如林大敌一般的站在宋牙身后等待发露 死者是昨天晚上中毒而亡的 你们几个不想对本官解释一番 这是怎么回事吗 宋牙看完了牢房内的情况 台部向着近童走去 同时冷冰冰的向那几名狱卒询问着 这几名狱卒一个个都快要被吓破胆子了 毕竟在牢房内死人 如果不是罪犯畏罪自杀 那可就不是什么小事情了 几名狱卒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一个个命名相去 却没有一个人 开口 望着空空如也的镜桶 宋牙冷哼一声转头回来 从昨日上午开始 死者进入这里开始说起 他们几个也很清楚 这事情显然是逃脱不掉的 可是这几个家伙 谁也不想自找麻烦 他们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宋牙的耐心是有限的 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好了 我说也罢 全都拉出去砍了 一瞬间 在场之人无不口中倒抽凉起 那几名牙一差点就下了尿了裤子 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哭了起来 宋大人啊 这样的责罚是不是太过了一些呀 县令听到宋无牙这么说 也是吓了一跳啊 当即出面替着几名狱卒求情 他们也不过是玩乎之手 这寒冰的死也绝非他们所为 就这样要了他们的命 魏冰也 魏冰也太不见人情了 宋牙冷冷地打断了县令的话 本官不管这寒冰的死是谁的错 也不管他们是不是玩乎之手 本官乃是堂堂牵差 他们几个面对本官的悬议 竟然漠不作声 分明是不把本官放在眼里 不把本官这个钦差放在眼里 那就是不把圣上放在眼里 你说他们该死不该死啊 这 县令一时一色 完全没想到宋无牙会这么说 话被逼到这个份上 县令还能说什么呀 他的口气 皱着眉头摇头低声道 该死 拖出去 砍了 宋无牙愤怒的一声立合 再次响彻在这不大的牢狱之中 那几名牙医 此刻才终于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其中一人 双腿一哆嗦 这一尿就出来了 猪龙看着宋无牙眉头一紧 紧跟着厉声道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成为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三百八十九集 你们几个 还在这里哭什么 钦差大人问你们话 你们还不回答 猪龙此刻这么一提醒 那几名牙医这时候也不看别人说不说了 全都抢着要说明昨天开始的事情 大人 那寒冰被想的关入牢房之内 一直在牢房内没有出去过呀 是啊大人 简直外却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原本宋无牙也只是发火 还不至于真要杀了这些人 现在都着急了 本官看来 你们什么都不是 就是找死 听着他们的话 宋无牙冷冷说着 那寒冰昨日见了之后 中共吃的什么 喝的什么 晚上吃的什么 喝的什么 有没有人前来探望过 昨天我们就给了他拌碗水 炼个馒头 一名狱卒 抢着说着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另一个人 就拦住了他的话 没有人来探望他们 那你们实验之后 为何不将狱门关闭 宋无牙再次发问 小的昨夜们喝了酒 害怕今日前来换班的兄弟 开不了门 所以索性就没有关 这几名牙医 你一言我一语的 算是把昨天的经过 给说了个大概 但显然这样的描述 实在是看不出来什么 而且其中 漏洞百出 他们几个昨夜喝醉 今早他们进来的时候 要不是县令将桌子掀翻 只怕还叫不醒他们呢 可想而知 昨天晚上要是有人进入这里 那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宋无牙没有开口询问 他来到那张桌子前 低下头 仔细地查看起来 不过时 他走出牢门 看向其他牢房内的犯人 你们有没有看得过 昨天晚上的事情 何否有人见过昨天夜里 有人进入牢房 来看过这寒冰的 宋无牙 大声地向这些牢犯们 询问道 白竹听了这话 在一旁提醒道 欧小兄 你们这些人 你觉得可信吗 我知道 白竹刚刚提醒完 就有人开了口 宋无牙 看向那个人微微一笑道 行 说说看吧 你若说的是真话 本官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 让这些人开口没有条件 只怕是不行的 那人一听这话 就是一愣 但随即黑黑笑着问道 大人 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啊 是不是把我放出去啊 放出去 你就别想了 你还不如想想 一顿吃磕更好一些 宋无牙 可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 而将其释放 放作为条件的 宋无牙所说 才是真真切切的事情 可不想这家伙 压根不买账 嘿嘿一笑 猛人摇头 那可不行 看着他这个样子 宋无牙也懒得理会他了 抬头看了看其他人 大声问道 你们其他人有知道吗 可没有一个人回应 好像除了这个家伙之外 别人就一点都不知道了 即便如此 宋无牙也不会向这些人妥协的 他直接向外走去 头也不回的 向那几名还没有缓过劲来的狱卒说道 拖出去 狠狠打一顿 扔下这么一句话 宋无牙直接向外而去 这一下子刚刚还黑黑乐着的那家伙顿时傻眼了 抽操其他的囚犯们顿时哈哈大笑 偷鸡不成啄把米 那家伙搭了着脸 看着宋无牙远去顿时急的 大人 我说我说 你别打我 我什么也不要了 我告诉你就是了 直到他说出这话之后 宋无牙这才扭头回来 行 那你说说看吧 行 那家伙露出一脸委屈 原本想用这事情 敲宋无牙的竹杠 没想到差点挨了他 昨天深夜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反正应该是很晚了吧 我被一抛尿给憋醒 刚睁开眼睛就听到了一阵脚拨声响起 不多时 就借着外边的月光 看到了一身穿黑袍的家伙从外边走了进去 完了 宋无牙看了囚犯的话 说到了这里 停顿下来问了一句 完了 那囚犯爹顶头 白竹顿时翻了白眼 当即对狱卒说道 他出去打 一听这话 那囚犯差点没哭出来 好在宋无牙一抬手道 慢着 那黑袍人在里面待了多久才离开的 这个 好像是一注像的时间吧 囚犯不确定这个 很是疑惑 当时我也没听到打 惊的声音 我也迷迷糊糊的不太确定 我只听见好像他们在地上说着什么 然后 就是吃喝的声音了 这么说来 昨天晚上是有人来这里看完兵的了 宋无牙听了这话之后 顶顶头说着 他在抬头 看那囚犯又问道 那黑袍人身高如何 何比较呢 宋无牙来到牢房门前站着 那囚犯往后退了几步 回到墙角的地方躺了下来 看了那么几眼 摇头道 没有大人您高 好像是爱您绑个头 宋无牙顶顶头 转身看向旁边的人 扫了一圈之后 走向那县令身旁道 那这么说来 应该是县令这个身高了 大人 我玩笑了 县令面色一凝 略醒尴尬的往后一躲 那囚犯点点头 宋无牙也没有再说什么 他回头看看那几位狱卒道 出去买些韭菜过来 好好招待他一顿 不许对他动手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那囚犯突然听到宋无牙这样的吩咐 顿时喜出望外 跪在地上磕头感谢 出了大牢之后 朱龙已经安排人将尸体送往停尸房 等待武座检验尸体 而宋无牙与白卓两人 则是在县令的陪同下继续向着前边走着 县令自从进入大牢之后 就有些显得不自在 这个时候 出了牢房也是一样的神情模样 看着他这个样子 宋无牙白白手道 县令大人 不必陪着我们两人了 你不是还没有吃早饭吗 现在你可以好好地吃一顿了 这 县令还真是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 白卓跟着说道 县令大人 让你去 你就去吧 再不去的话 这眼看就要正午了 好好好 下官告退 县令连忙点头 失礼之后 转身离去 两人看着县令离去之后 白卓回头看了一眼 正招呼人抬着尸体出来的猪龙 向宋无牙问道 乌鸦兄 你怎么不留着这县令 询问一番 毕竟这人死在牢房之内 可是非常蹊跷啊 正如白卓所念 韩冰的死实在是太过蹊跷了 毕竟这韩冰并非是穷凶极恶之徒 所犯的案子也并非是什么重大案件 罪不至死 不过是匡聘宋无牙与白卓这两位钦差的钱财而已 而且还没有得逞 即便如此 可这韩冰也没有其他的同伙 也不至于杀人灭口吧 韩冰的死 可谓是让宋无牙与白卓两人满头雾水 这样的一个人 没有理由遭到别人的灭口 两位大人 还有什么吩咐吗 朱龙见宋无牙和白卓站在监牢前不远处 而县令却不见了踪影 当即上前 询问情况 猪不道 我坐验过了尸体之后 立刻向我们禀告 宋无牙看向朱龙说了一句 这韩冰的死 他们还是很在意的 朱龙点头之后 宋无牙紧接着诱导 昨日搜查那朱三的家里 可有什么线索吗 属下也正要向大人禀告此事 朱龙点头 一听他这么说 宋无牙便知道 昨天一定是有了什么发现 朱龙立刻开口 昨日 在那朱三的家中 我们也发现了一张纸条 其中也写着四月初八的日子 也就是明日 好 看来这朱三和蛮牛还真不是一般的关系 宋无牙听后点点头 朱龙没有再说其他的事情 显然 昨天除了这个之外 并没有发现其他的线索 见朱龙不再说话 宋无牙也没有继续追问 冲着他点头示意了一下 便让他离开了 朱龙离开之后 白竹立刻迫不及待地说道 乌亚兄 你说这个朱龙 可靠不可靠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宋无牙听着 为之一愣 毕竟这几日来 他们可都是靠着这个朱龙来办案的 可是现在 白竹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来 这话听着感觉有问题 宋无牙完全猜测不出来 白竹究竟为什么要回朱龙 乌亚兄 你难道不曾注意吗 这猪捕头和那个猪三 可全都是姓猪啊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难保他们不会是亲戚啊 白竹意味深诚地说道 他这个剑技 好像大有深意 可宋无牙却感觉到很是好笑 虽然觉得好笑 但是白竹这话 却未必没有道理 确实 魂城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 而偏偏让他们在这里遇到了两个同样姓猪的人 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还真不是没有可能 只猪婆婆和猪三的年纪上来看 两人相差不多 说是兄弟的话 那也是不为过的 但宋无牙却并不觉得 这两人的面容上 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白竹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那咱们之后就打听打听事了 宋无牙 也没有直接泯灭 白竹的热情 便顺着她的话说道 白竹点了点头 并没有继续和这件事情上较真 她又将问题转回到了监狱之中 欧雅兄 你说这死了的寒冰 会不会就是那四个水鬼之中的人呢 白竹对事情的怀疑 可是一个接着一个的 怎么讲 宋无牙 之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毕竟她实在是想不到 这寒冰有什么理由 会畏罪自杀 或者是被人灭口 如果和城外 那些水鬼的事情牵扯到一块的话 那么就有理由了 白竹对这件事情的怀疑 显然也没有经过特别详细的考虑 此刻 她深吸了口气 向前走去 同时组织了一下 自己脑海中的想法 那深夜来访的黑袍人 他的目的是灭口寒冰 如果非要让我给这件事情 说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 那么也只有城外水鬼的案子了 除此之外 这寒冰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理由 为此自杀 或者是遭他人灭口 可想而知 这寒冰应该是牵扯到了某件事情之中 而且这件事情很快就要暴露了 之所以选择灭掉寒冰 那可能是因为寒冰知道的太多了 我想寒冰可能是个聪明的家伙 他选择进入监牢 或许就是为了避开这件事情的风头 这一番说死 出自白竹的口中 他的想法 基本上和宋乌鸦是相差无几的 满牛的死 让寒冰猜测到了凶手是谁 但是他没办法对付凶手 所以他趁机进入监牢 想以此逃过一劫 不管怎么说 白竹子这一番推理还真是够细致的 基本上是说明了一切 但是宋乌鸦听来 却还是觉得纰漏太多 白兄 这也未必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接下来还会有其他人死的 可是那明天又该如何解释呢 宋乌鸦见白竹说吧 立刻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白竹当即怀仇 显然他已经考虑到了这一定 乌鸦秀 只怕明日他们是不会动手了 既然他们的内部已经分裂 而且在背后的主谋 已经想要彻底倾斜这些人了 到时候只怕该死的都死了之后 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白竹 不以为意地说着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也是说得通的 明天便是四月初八 水鬼会不会再次浮现出来 显然还有得确认 但是如果之前判断的那几名水鬼 死了两人的话 那么水鬼肯定不会再出现了 不过是短短两天的时间 竟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迹 白竹说完了之后 宋无牙也没有闲着 她说起了在监牢之中 所发现的线索 白竹 这寒冰的死 显然不是别人强迫 宋无牙当先开口 她这么一说 白竹便疑惑了 欧雅兄 你是说那是她自愿死的 为此自杀 不 事情恐怕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寒冰啊 怕是被人骗了 宋无牙通过现场发现的一些情况 退离刀 寒冰是在凌晨之后身亡的 当时那狱族应该也才刚刚喝醉 寒冰死后失禁 足以说明他生前一定是喝了不少的水 而昨天夜里 黑豹人出现之后 那囚犯说过 他听到了吃喝的声音 可见当时这寒冰应该是和那个黑豹人在一起吃喝 至于这个过程究竟有多久 那谁也说不清楚 那这么说来 黑豹人和寒冰一起吃喝 而黑豹人没什么事情 反倒是寒冰死在了监牢内 白卓越听越觉得诡异了 没错 咱们去的时候 监牢的门还上着锁 可见这黑豹人离开的时候 也是从容不迫地走着 要不然的话 他哪里过得上将的锁再上好呢 宋无牙继续着自己的推理 过去如此 我还发现 进筒之内也没有污秽之物 可见着寒冰死前没有拍过信 可竟然这样 让他死后失禁 只怕是因为生前喝了大量的酒或者是谁 那黑豹人来到监牢 还带了不少的酒 白卓有些不敢置信的 看着宋无牙问道 毕竟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一个杀人的凶手 来杀人的时候 竟然还带了大量的酒 这实在是让人无法想象 可宋无牙 认真地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不是开玩笑 这下子白卓忍不住笑了 不要笑 那你总得给个说法吧 你说 谁来杀人 灰了那么多的酒啊 这很难说 毕竟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这些是宋无牙的猜测 他怎么会给出白卓一个说法 他摇摇头 笑着又道 而且这个寒冰啊 也是个嗜酒如命的人 要不然那黑袍之人 怎么会让他在短时间内 喝了那么多的酒啊 乌鸦修 你这些推论 总得有点证据吧 白卓依旧觉得 宋无牙这话不太靠谱 毕竟说起来 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 之所以这么推断 也绝非是因为寒冰的失禁 宋无牙 还有其他的发现 来验证这一面 牢房内的桌子上 还有很多未干的水渍 酒气非常浓郁 试想如果酒水不多的话 还怎么会被扫在桌子上呢 而且从上面留下的 其他痕迹来看 黑袍人除了带来了 更多的酒水之外 还带了其他的吃食 这一点是可以确认的 而且存在大量的酒水 也是可以确定的 那寒冰就安安心心地 喝掉了那些酒水 难道他不害怕有毒吗 白卓再次提出疑问 这一点 宋无牙也在考虑 他也有些怀疑这里 毕竟这一点 但却有些说不通 他想到了两种可能 有可能那黑袍人和寒冰 一起喝了不少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寒冰 看到来人并没有丝毫的戒备 也就说 他心里清楚 眼前这个人肯定是单纯 来给自己送吃喝的 而不是来杀他的 听了这两个推测之后 白卓 点着头私伸起来 很快 他就有了想法 吴亚兄 武汉这还是第二种的可能性 比较大 如果寒冰面对的是 他所害怕的人 那他不管怎么样 也都会有所戒备的 没错 这么说来 这杀了寒冰的黑袍人 并没有让寒冰忌惮 也可以说 寒冰心里所认定的 那个杀了蛮牛的人 并不是这个黑袍人 宋国家紧接着白卓的话 继续推论着 白卓点头 但是他很快就又摇头 露出一脸的疑惑 许久 白卓这才又皱着眉头 开口道 可这样的话 那他认为杀了蛮牛那个人 是谁啊 朱三 还是那个卖抽豆腐的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三百九十几 听着白卓这个疑惑 宋无牙 并没有着急着开口说明什么 凶手是谁 这一点谁都没办法确定 尤其是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 就这样一路的沉思 一路的走着 两人不知不觉 再次回到了客栈前 对了 宋无牙突然惊喜一声 那杀了门流的凶手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寒冰 寒冰 白卓也是一声监护 他之前怀疑过任何人 却一直没有怀疑这个寒冰 此时 宋无牙说起来的时候 他听了之后也是一脸的疑惑 宋无牙当即解释道 这寒冰 当时未必知道我们的身份 他将咱们俩人告上公堂 无非是为了赚些银子 我们恰恰遗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个被放进了我们包裹内的玉佩 恰恰证明了这个寒冰 当时就是在这案发现场的 但是 却没办法证明他当时是和我们一起在城门口呢 还是在另外的地方 将这玉佩给放进去的 乌鸦兄 你这么一说 我也想明白了 白卓竟然听了宋无牙的话之后 也是恍然大悟 他紧接着便道 这寒冰 一定是在其他的地方 将玉佩放进咱们的包裹之内的 好 何意见的 宋无牙还没想过怎么验证这一点呢 不过白卓倒是直接就确认了 白卓有他自己的想法 如果当时 这寒冰和咱们在一起避雨的话 咱们不可能没有一丁点印象的 当然 这说明不了什么 最重要的是 咱们不认识这个寒冰 难道在场的其他人都不认识吗 但凡是认识他的人 那必定会离他远远的 将他孤立在一旁 可是 当时咱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幕 足以说明 避雨的那些人 对周围的人并没有太大的防备 这正好侧面的证明了 这寒冰当时不是和咱们在一起的吗 对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寒冰当时在下雨的时候 应该就在这城门附近 听过了白卓的分析之后 宋无牙惊喜国王 他当即转身 连连招呼白卓道 哎呀 这可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现在咱们立刻去信仰 找猪博头调查一下 如果下雨那日 在附近的地方都没办法证明 这寒冰 避雨在某个地方 那或许就能证明 他就是杀人凶手了 不得不说 这突然的推断结论 实在是让他们两人没有想到 两人欣喜不已 用最快的速度来到了衙门 刚到了衙门口 迎面再次撞见了猪龙 猪龙显然要出去 只是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 两位大人 怎么这么清醒 显然猪龙还是第一次看到 堂堂朝廷官员 是这样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的 宋无牙和白卓 双臂支撑着双膝 不住地喘着粗气 累得够呛 宋无牙抬头 看着猪龙 摆了摆手的 这不他 你之下要去干什么呀 大人 自然是调查那些城中的混混呢 猪龙被宋无牙这么疑问 自己都有些诧异了 急忙回答道 宋无牙立刻说道 不用调查他们了 立刻前往蛮牛身亡的周围商铺 查问案发当时 是否有人见过 横平出现在那里 大人 您这是什么意思 猪龙完全不明白 宋无牙让他调查死了的 寒冰是什么意思 宋无牙现在 可实在是没工夫 和他多解释这个 他再次道 我回那寒冰 就是杀了蛮牛的凶手 你立刻分派人手 去调查这件事情 你自己与我们前往青楼 我要亲自询问蛮牛 为那女子赎身的事情 这下子 猪龙是明白怎么回事的 他立刻吩咐了手下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带着宋无牙和白卓 直奔之前调查过的那家青楼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青楼前边 这白天青楼可是没有什么生意的 显得冷冷清清的 三人直接就闯入了青楼之内 那老宝此刻正坐在一旁打着哈欣 即便是三人进来 也懒得理会一下 老宝 还不起身 迎接钦差大人 猪龙上寝 立声向那老宝喝道 老宝并未熟睡 听着这话 顿时一个机灵清醒过来 他抬起头睁大了眼睛瞪着猪龙 随即这才扭头 看向了宋无牙与白卓 这两位就是钦差大人 显然宋无牙与白卓这样年轻的面容 让这位老宝错愕不已 完全不甘置信 猪龙美好气地说道 这还有假吗 贱妇见过两位钦差大人 老宝赶忙跪下是你 起来吧 宋无牙是以老宝起身 就站在他的身旁 询问道 你还记得当时蛮牛 是怎么从你这里 为那女子赎身的吗 呃 这 老宝微微疑了 只是犹豫了一下 便说道 当时他拿了钱 然后给我 指明要为他赎身 然后就把人给赎走了 宋无牙微微皱眉 他没有就这么轻易地放弃 接着追问道 那当时 是他自己一个人来的 还是和别人 相约好来的 这 老宝再次陷入了沉思 他琢磨了一下菜刀 好像是跟了个什么人 具体是谁 我实在是记不住了 你确定你记不住了 你好好想想看 这蛮牛是个混混 和他一起的人 无非也就是个混混 这个人 会无关是朱三 或者是寒冰呢 宋无牙看着老宝 适当地提醒了他一句 老宝被他这么一提醒 顿时惊呼 对 我想起来了 当时跟他一起来的人 是寒冰 就是寒冰 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 这情况有了极大的准备 老宝说着 眼珠子滴溜一转 抖着手里的丝巾又到 大人您说起这寒冰 我又想起来了 当时是那寒冰 说要替姑娘赎身的 可后来 却是蛮牛拿了钱过来的 当时我还推说 寒冰已经和我说好了的 可蛮牛当时却并不理会这个 偏偏说是寒冰让他来的 你是说那个女子 是寒冰让蛮牛来替他书身的吗 宋无牙听着一惊 立刻追问 老宝点头 是啊 当时我看到了寒冰 我问了他一句 他只是点点头 也就没说什么了 原本我还担心 这是蛮牛抢了寒冰的姑娘 寒冰单着蛮牛的面不说什么 怕他以后会来闹事 不过后来寒冰一次也没来 我这才放心一下 果不其然 还真是让宋无牙给料中了 这个青楼女子果然 并非是和蛮牛有直接关系的 其中还牵扯到了寒冰 宋无牙没有急着做出什么判断 再次询问道 那在这之后 你有没有见过他 和寒冰一起出现过 见过呀 自然是见过 那时候还纳闷呢 这不是蛮牛掏的钱吗 怎么偏偏和寒冰跑到一块去了 不过也就是见过那么一两次 之后我也就没有怎么再注意他们了 老宝顶头 确认这件事情 如此一来 宋无牙先前的判断 算是彻底清楚了 你这贱妇 那我前来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向我说明这一点呢 一旁的猪龙突然恼怒 上前一把拽住了老宝的衣襟 怒声呵斥接来 眼看着猪捕头 扬起手就要抽那老宝耳光 老宝吓坏了 身子一软就往地上摊去 嘴里不住的求饶 不得老人饶命啊 我当时没想起来呀 这不还是钦差大人提醒了一下 我才想起这些的吗 宋无牙立刻上前拉住了猪龙 拍了拍他的胳膊倒 猪捕头 不必难为他 见宋无牙开口 见宋无牙开口 猪龙这才松了手 也难怪这猪龙会恼怒动手 毕竟宋无牙就在眼前 这老宝前后两次的话 可是大将径庭 猪龙分明是担心 宋无牙会因此怀他半事不力 这才心中气闹 想要表明自己之前 绝非是糊弄宋无牙的 宋无牙也心知肚明 也并没有要责怪他的意思 猪龙倒 如今确认了这一点 这蛮牛多半就是寒冰杀的了 而蛮牛以及这寒冰 加上那个青楼女子 这三人之间的关系 也算是明确了 与我们之间推测的 也不是出入很多 宋无牙心里 突然感觉轻松了不少 毕竟蛮牛的死 算是揭开了谜底 如此一来 留给他们的 也只有这水鬼的事情了 另外 算上寒冰的死 当他们离开青楼之后 前往南城查访的牙医 也回来报信了 回北大人 蛮牛死亡当日 确实有人看到了 寒冰出现在城门口方向 不就如此 还有人说 曾见过 韩冰数字 进入那蛮牛经常出落的巷子 你就是 我发现你是那月子 所在的巷子内 听到了牙医的回报 这件事情 就更加的确定 想必两年之前 韩冰和那青楼女子的事情 这浑城内 也是有不少人知晓的 事情如此一来 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猪龙看着 宋无牙脸上露出的笑容 问道 宋大人 那这件案子 是否可以结案了 如果可以的话 属下现在立刻就回衙门禀告 听着这话 宋无牙想了想 随后摇头道 哎 暂且不要结案 事情 虽然看似了结了 不过这后边 还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呢 等到我们将那水鬼一并抓了之后 再一同告知百姓吧 属下明白 猪龙听后 眉头一紧 点头应道 欧亚秀 这案子既然已经找到了凶手 那为何还不结案呢 看着竹龙远去 白卓这才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对于这一点 宋无牙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 如今虽然说凶手已经找到 可毕竟只是他们根据一些线索来推断出来的 事情真相 是否真实如此 还没有办法有一个肯定的判断 为了避免日后出现错误 所以宋无牙并没有着急着结案 白兄 这蛮牛的死 以及寒冰的死 这两者之间都是存在联系的 如今杀死寒冰的凶手还没有找到 这样草草结案 等到水鬼案子破坏之后 如果我们之前的定论是错误的 那不是还需要我们再给百姓们一个答复吗 所以啊 反正现在咱们还不打算离开 不如就等到水鬼的案情明朗之后再做定论吧 这样的做法也算得上是未雨绸缪了 一旦出了差错 或许还会影响他们之后的判断 可水鬼的案子如今看似能够收网了 可偏偏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不断出现的问题叠加在一起 让宋雅感觉很是头疼 乌雅秀 你这么考虑也对 毕竟稳妥一些 白卓也能够明白宋雅雅的这番苦心 那接下来怎么该怎么去做 我倒是有个想法 只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宋雅雅的心里早已经想好了接下来的行动 不过他还在考虑这个事情可行不可行 他有这么多的考虑 可白卓不同 白卓立刻询问道 乌雅秀 你说说看 我帮你啊 参谋参谋 看着白卓这一脸兴奋的样子 宋雅威威一笑道 我倒是觉得 咱们可以从这个珠三的身上下手 怎么说 白卓极不可待的询问着 毕竟眼下已经死了两个人 而这个两个人 咱们都回是那四个水鬼之中的人 那这珠三和蛮牛之间的关系来看 这珠三应该也是其中之一 如今四个水鬼已经死了两人 咱们完全可以炸一炸这个珠三 看看他是否能够将事情说出来 这倒是个好办法呀 刚刚还说着 要帮着宋乌雅参谋这件事情 可行不可行呢 可宋乌雅 这边刚刚说出来 白卓立刻就拍手赞同了 无语的宋乌雅看着白卓 白卓 我之所以还在考虑 是担心咱们没有收获 反倒会打草青蛇 乌雅笑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看即便咱们没能问出什么 那也用不着担心打草青蛇 我看呐 反倒会是 眼神出动 白卓还真是看得开 对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担心 听着白卓这话 宋乌雅无奈的摇了摇头 他自己也觉得可行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想来想去 宋乌雅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那行吧 就这么决定了 不过 咱们还得先去找一找猪卜头才行 白卓点头 与宋乌雅转身变向县衙的方向而去 猪龙先前和宋乌雅他们两人打好了招呼 是回去县衙并告案情去了 不多时 来到了县衙的两人 直接进入旗内 寻找猪龙 猪卜头在哪 来到门前 宋乌雅直接询问 回避两位大人 猪卜头 先前与两位大人以及县令 先往大牢之后 还不曾回来过 守门雅义的回答 令宋乌雅与白卓同时一惊 不好 这个猪龙果然有问题 白卓顿时一拍手叫了一声 也不等宋乌雅发好失令 立刻向那守门的牙医喊道 你立刻去找几名牙医过来 我们有事要调遣 白卓和宋乌雅皱变的脸色 也让那牙医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连连应着也不敢多问 转身去招呼人了 不过是转眼间的功夫 四五名牙医跟着宋乌雅与白卓两人 直奔筑三的家中 他们一行人风风火火地赶到了筑三家 远远地就看到了门口守着的牙医们 宋大人 白大人 守门的牙医 看着宋乌雅与白卓一时大吃一惊 这不得人呢 白卓面色阴沉 冷冷地询问 在 在里边 守门的两名牙医 战战兢兢地说道 白卓丝毫不给他们第二句话的时间 直接吩咐身后的人说道 将他们两个给我绑了 大人 这是怎么回事 别说是守门的两名牙医了 就是跟着他们来的那四五名牙医 一个个脸上都写满了疑惑 本官怀疑猪龙与罪犯思通 这几人 都是猪龙的机器 当然又一病拿下了 白卓 见着几人不听话 奈何如今用得着他们 当即解释了一句 听了这样的解释之后 这些牙医还是不为所动 令宋乌雅与白卓 愤外地恼怒 按照白大人的话去做 眼看着僵持不下的局面 朱三的院内 传来了一声吏喝 这一声吏喝传来 宋乌雅与白卓 两人脸似再次发生变化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捕头猪龙 猪龙面色平静的 自朱三的家中走出 向那几名牙医说着 那几名牙医听了 猪龙的话之后 这才动手 而守门的两名牙医 也乖乖地受服 不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你真的和罪犯司徒 几名牙医 与猪龙熟识 他们显然不会相信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想要向猪龙询问事情 真的真相 猪龙低下了头 没有反驳 白大人说的没错 猪三正是我的三弟 他犯陷了滔天的罪过 猪三呢 宋威亚引下关心的 可不是猪龙 而是猪三 毕竟猪三才是最重要的人 猪龙深吸了口气道 他已经被我绑起来了 你们两个立刻进去 将猪三 押解出来 白卓听了这话 有些怀疑 立刻吩咐身后的牙医 很快 猪三就被两名牙医 从屋子里带出来的 他依旧活着 却被打晕了过去 并且捆绑在了一张椅子上 猪龙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还要劳烦你 向我解释一下 宋威亚感觉事情 好像并没有像白卓所想的那样 他觉得 还是应该给猪龙一个解释的机会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移 第三百九十几 听着白卓这个疑惑 宋无牙并没有着急着开口说明什么 凶手是谁 这一点谁都没办法确定 尤其是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 就这样一路的沉思 一路的走着 两人不知不觉再次回到了客栈前 对了 宋无牙突然惊喜一声 那杀了门牛的凶手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寒冰 寒冰 白卓也是一声监护 他之前怀疑过任何人 却一直没有怀疑这个寒冰 此时 宋无牙说起来的时候 他听了之后也是一脸的疑惑 宋无牙当即解释道 这寒冰 当时未必知道我们的身份 他将咱们俩人告上公堂 无非是为了赚些银子 我们恰恰遗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个被放进了我们包裹内的玉佩 恰恰证明了这个寒冰 当时就是在这案发现场的 但是 却没办法证明 他当时是和我们一起在城门口呢 还是在另外的地方 将这玉佩给放进去了 乌鸦兄 你这么一说 我也想明白了 白卓竟然听了宋无牙的话之后 也是恍然大悟 他紧接着便道 这寒冰 一定是在其他的地方 将玉佩放进咱们的包裹之内的 好 何以见的 宋无牙还没想过怎么验证这一点呢 不过白卓倒是直接就确认了 白卓有他自己的想法 如果当时 这寒冰和咱们在一起避雨的话 怎么不可能没有一丁点印象的 当然 这说明不了什么 最重要的是 咱们不认识这个寒冰 难道在场的其他人都不认识吗 但凡是认识他的人 那必定会离他远远的 将他孤立在一旁 可是 当时咱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幕 足以说明 避雨的那些人 对周围的人并没有太大的防备 这正好侧面的证明了 这寒冰 当时不是和咱们在一起的吗 对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寒冰当时在下雨的时候 应该就在这城门附近 听过了白竹的分析之后 宋无牙惊喜过望 他当即转身 连连招呼白竹道 这可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现在咱们立刻去县衙 找朱卜都调查一下 如果下雨那日 在附近的地方都没办法证明 这寒冰避雨在某个地方 那或许就能证明 他就是杀人凶手了 不得不说 这突然的推断结论 实在是让他们两人没有想到 两人欣喜不已 用最快的速度来到了衙门 刚到了衙门口 迎面再次撞见了朱龙 朱龙显然要出去 只是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 两位大人 怎么这么清醒 显然朱龙还是第一次看到 堂堂朝廷官员 是这样一副狼狼不堪的模样的 宋牙和白竹 双臂支撑着双膝 不住地喘着粗气 累得够呛 宋牙抬头 看着朱龙 摆了摆手道 朱普塔 你这要去干什么呀 大人 自然是调查那些城中的混混呢 朱龙被宋牙这么疑问 自己都有些诧异了 急忙回答道 宋牙立刻说道 不用调查他们了 立刻前往蛮牛身亡的周围商铺 查问案发当时 是否有人见过 寒冰出现在那里 大人 您这是什么意思 朱龙完全不明白 宋牙让他调查死了的 寒冰是什么意思 宋牙现在 可实在是没工夫 和他多解释这个 他再次道 我回那寒冰 就是杀了蛮牛的凶手 你立刻分派人手 去调查这件事情 你自己与我们前往青楼 我要亲自询问蛮牛 为那女子赎身的事情 这下子 朱龙是明白怎么回事的 他立刻吩咐了手下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带着宋牙和白竹 直奔之前调查过的那家青楼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青楼前边 这白天青楼可是没有什么生意的 显得冷冷清清的 三人直接就闯入了青楼之内 那老宝此刻正坐在一旁打着哈欣 即便是三人进来 也懒得理会一下 老宝 还不起身 迎接钦差大人 朱龙上前 历声向那老宝喝道 老宝并未熟睡 听着这话 顿时一个机灵清醒过来 他抬起头睁大了眼睛瞪着朱龙 随即这才扭头 看向了宋牙与白竹 这两位就是钦差大人 显然宋牙与白竹这样年轻的面容 让这位老宝错愕不已 完全不敢置信 朱龙美好戒的说道 这还有假吗 剑夫见过两位钦差大人 老宝赶忙跪下身理 起来吧 宋牙是以老宝起身 就站在他的身旁 询问道 你还记得当时蛮牛 是怎么从你这里 为那女子殊胜的吗 呃 这 老宝微微移了 只是犹豫了一下 便说道 当时他拿了钱 然后给我 指明要为他赎身 然后就把人给赎走了 宋牙微微皱眉 他没有就这么轻易地放弃 接着追问道 那当时是他自己一个人来的 还是和别人相约好来的 这 老宝再次陷入了沉思 他琢磨了一下菜刀 好像是跟了个什么人 具体是谁 我实在是记不住了 你确定你记不住了 你好好想想看 这蛮牛是个混混 和他一起的人 无非也就是个混混 这个人 会无关是朱三 或者是寒冰呢 宋牙看着老宝 适当地提醒了他一句 老宝被他这么一提醒 顿时惊呼 对 我想起来了 当时跟他一起来的人 是寒冰 就是寒冰 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 这情况有了极大的转变 老宝说着 眼珠子滴溜一转 抖着手里的丝巾又到 大人您说起这寒冰 我又想起来了 当时是那寒冰 说要替姑娘赎身的 可后来 却是蛮牛拿了钱过来 当时我还推说 寒冰已经和我说好了的 可蛮牛当时 却并不理会这个 偏偏说是 寒冰让他来的 你是说那个女子 是寒冰让蛮牛 来替他书身的吗 宋牙听着一惊 立刻追问 老宝点头 是啊 当时我看到了寒冰 我问了他一句 他只是点点头 也就没说什么了 原本我还担心 这是蛮牛 抢了寒冰的姑娘 寒冰 担着蛮牛的面 不说什么 怕他以后会来闹事 不过后来 寒冰一次也没来 我这才放心一下 果不其然 还真是让宋无牙 给料中了 这个青楼女子 果然并非是 和蛮牛 有直接关系的 其中还牵扯到了 寒冰 宋无牙没有急着 做出什么判断 再次询问他 那在这之后 你有没有见过他 和寒冰 一起出现过 见过呀 自然是见过 那时候还纳闷呢 这不是蛮牛 掏的钱吗 怎么偏偏和寒冰 跑到一块去了 不过也就是 见过那么一两次 之后 我也就没有 怎么再注意他们了 老宝点头 确认这件事情 如此一来 宋无牙先前的判断 算是彻底清楚了 你这见缝 那我前来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 向我说明这一点呢 一旁的猪龙 突然恼怒 上前一把 拽住了老宝的衣巾 怒声呵斥即来 眼看着猪捕头 扬起手 就要抽那老宝耳光 老宝吓坏了 身子一软 就往地上摊去 嘴里不住的求饶 不托老人饶命啊 我当时没想起来呀 这不还是 钦差大人提醒了一下 我才想起这些的吗 宋无牙立刻上前 拉住了猪龙 拍了拍他的胳膊倒 猪不倒 不必难为他 见宋无牙开口 见宋无牙开口 猪龙这才松了手 也难怪这猪龙 会恼怒动手 毕竟宋无牙就在眼前 这老宝前后两次的话 可是大将径庭 猪龙分明是担心 宋无牙会因此 怀疑他半事不力 这才心中气恼 想要表明自己之前 绝非是糊弄宋无牙的 宋无牙也心知肚明 也并没有要责怪他的意思 猪龙倒 如今确认了这一点 这蛮牛多半就是寒冰杀的了 而蛮牛以及这寒冰 加上那个青楼女子 这三人之间的关系 也算是明确了 与我们之间推测的 也不是出入很多 宋无牙心里 突然感觉轻松了不少 毕竟蛮牛的死 算是揭开了谜底 如此一来 留给他们的 也只有这水鬼的事情了 另外 算是寒冰的死 当他们离开青楼之后 前往南城查访的牙役 也回来报信了 回北大人 蛮牛死亡当日 确实有人看到了 寒冰出现在城门口方向 不仅如此 还有人说 曾见过 寒冰数字 借助那蛮牛经常出落的巷子 你就是 我发现你是那院子 所在的巷子内 听到了牙役的回报 这件事情 就更加的确定 想必两年之前 寒冰和那青楼女子的事情 这浑城内 也是有不少人知晓的 事情如此一来 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猪龙看着宋无牙脸上 露出的笑容问道 宋大人 那这件案子 是否可以结案了 如果可以的话 属下现在立刻就回衙门禀告 听着这话 宋无牙想了想 随后摇头道 哎 暂且不要结案 事情 虽然看似了结了 不过这后边 还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呢 等到我们将那水鬼一并抓了之后 再一同告知百姓吧 属下明白 猪龙听后 眉头一紧 点头应道 欧雅秀 这案子既然已经找到了凶手 那为何还不结案呢 看着猪龙远去 白卓这才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对于这一点 宋无牙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 如今虽然说凶手已经找到 可毕竟只是他们根据一些线索 来推断出来的 事情真相 是否真实如此 还没有办法有一个肯定的判断 为了避免日后出现错误 所以 宋无牙并没有着急着结案 白兄 这蛮牛的死 以及寒冰的死 这两者之间都是存在联系的 如今杀死寒冰的凶手还没有找到 这样草草结案 等到水鬼案子破坏之后 如果我们之前的定论是错误的 那不是还需要我们再给百姓们一个答复吗 所以啊 反正现在咱们还不打算离开 不如就等到水鬼的案情 明朗之后再做定论吧 这样的做法 也算得上是未雨绸缪了 一旦出了差错 或许还会影响他们之后的判断 可水鬼的案子 如今看似能够收网了 可偏偏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不断出现的问题 叠加在一起 让宋无牙感觉很是头疼 乌鸦秀 你这么考虑也对 毕竟稳妥一些 白主也能够明白 宋无牙的这番苦心 那接下来 怎么该怎么去做 我倒是有个想法 只是不知道 可行不可行 宋无牙的心理 早已经想好了 接下来的形状 不过 他还在考虑 这个事情可行不可行 他有这么多的考虑 可白主不同 白主立刻询问道 乌鸦秀 你说说看 我帮你啊 参谋参谋 看着白主 这一脸兴奋的样子 宋无牙微微一笑道 我倒是觉得 咱们可以从这个 猪三的身上下手 怎么说 白卓 急不可待的询问着 毕竟眼下 已经死了两个人 而这个两个人 咱们都回是那四个水鬼之中的人 那这猪三和蛮牛之间的关系来看 这猪三应该也是其中之一 如今四个水鬼已经死了两人 咱们完全可以炸一炸这个猪三 看看他是否能够将事情说出来 这倒是个好办法呀 刚刚还说着 要帮着宋无牙参谋这件事情 可行不可行呢 可宋无牙 这边刚刚说出来 白卓立刻就拍手赞同了 无语的宋无牙看着白卓 白兄 我之所以还在考虑 是担心咱们没有收获 反倒会打草青蛇 乌鸦兄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看即便咱们没能问出什么 那也用不着担心打草青蛇 我看呢 反倒会是眼神出洞 白卓还真是看得开 对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担心 听着白卓这话 宋无牙无奈的摇了摇头 他自己也觉得可行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想来想去 宋无牙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那行吧 就这么决定了 不过 咱们还得先去找一找猪不头才行 白卓点头 与宋无牙转身变向县牙的方向而去 猪龙先前和宋无牙他们两人打好了招呼 是回去县牙 并告案情去了 不过时 来到了县牙的两人 直接进入旗内 寻找猪龙 猪不头在哪 来到门前 宋无牙直接询问 回避两位大人 猪不头 先前有两位大人以及献令 前往大牢之后 还不曾回来过 守门牙医的回答 令宋无牙与白卓同时一惊 不好 这个猪龙果然有问题 白卓顿时一拍手叫了一声 也不等宋无牙发好事令 立刻向那守门的牙医喊道 你立刻去找几名牙医过来 我们有事要调遣 白卓和宋无牙骤变的脸色 也让那牙医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连连阴着也不敢多问 转身去招呼人了 不过是转眼间的功夫 四五名牙医跟着宋无牙与白卓两人 直奔住三的家中 他们一行人疯疯活活地赶到了住三家 远远地就看到了门口守着的牙医们 宋大人 白大人 守门的牙医 看着宋无牙与白卓 一时大吃一惊 这不得人呢 白卓 面色阴沉 冷冷地询问 在 在里边 守门的两名牙医 战战兢兢地说道 白卓 这是怎么回事啊 您说是守门的两名牙医了 就是跟着他们来的那四五名牙医 一个个脸上都写满了疑惑 本官怀疑猪龙与罪犯思通 这几人都是猪龙的机器 当然又一病拿下了 白卓 见着几人不听话 奈何如今用得着他们 当即解释了一句 听了这样的解释之后 这些牙医还是不为所动 令宋无牙与白卓 分外地恼怒 按照白大人的话去做 眼看着僵持不下的局面 朱三的院内 传来了一声利和 这一声利和传来 宋无牙医白卓 两人脸似再次发生变化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捕头猪龙 猪龙面似平静的 自朱三的家中走出 向那几名牙医说着 那几名牙医听了猪龙的话之后 这才动手 而守门的两名牙医 也乖乖地守服 不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你真的和醉方思通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移 第三百九十一集 几名牙医 与猪龙熟识 他们显然不会相信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想要向猪龙询问事情 真的真相 猪龙低下了头 没有反驳 白大人说的没错 朱三 正是我的三弟 他犯陷了滔天的罪过 朱三呢 宋威亚引下关心的 可不是猪龙 而是猪三 毕竟 朱三才是最重要的人 猪龙深吸了口气道 他已经被我绑起来了 你们两个立刻进去 将朱三 腌解出来 白卓听了这话 有些怀疑 立刻吩咐 身后的牙医 很快 朱三就被两名牙医 从屋子里带出来的 他依旧活着 却被打晕了过去 并且捆绑在了一张椅子上 朱普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还要劳烦你 向我解释一下 宋威亚感觉事情 好像并没有像白卓所想的那样 他觉得 还是应该给猪龙一个解释的机会 看着朱龙的样子 也不像是穷凶极恶之痛 而且他此刻双手附在背后 是以一旁的牙医 将他捆起来 如此清醒 还真是让人心中有些不忍 宋威亚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好了 忘了他们吧 伍野兄 你这是 白卓顿时听着一闹 他显然无法理解 宋威亚这样做的用意 宋威亚没有给他解释 只是事以牙医 接替刚刚的两名牙医松绑 我想 这几日的接触 白修 你也应该看得出来 朱普通 不像是一个凶恶之人 这事情可能未必就是我们所想的那样 就让朱普通解释一下吧 如果说得过去 怎么样 也用不着这般对的 白卓雅人 宋无牙的话 说的也是有些道理的 他心中也很清楚这一点 毕竟他们要做的是成恶扬善 却并非是宁杀错 不放过 多谢宋大人相信属下 那属下 也绝不敢对两位大人有任何的隐瞒 朱龙深吸了口气 晃过了神呐 向宋无牙与白州解释起来 属下 又您 父母说王 家中兄弟原本三人 自幼失去了爹娘的我们 相依为命孤苦伶仃 但好在老天保佑 让我们兄弟三人能够平平安安的成长 可不料想 再次失去亲人的悲痛 还是来临了 我二弟 因为我的疏忽 而意外丧命 我深知自己的罪过 却也无法挽回我二弟的性命 就连三弟 也从此看我判若两人 我们三兄弟的情谊 也在二弟身亡之时 一切都化作了乌游 我三弟得知我当上葡萄之后 因为二弟身亡的怨恨 全都发泄在了我的头上 从那时候 开始他就给我杠上了 借交了一些湖旁狗友 那也不把我当作哥哥看待 反而是将我当作仇人一般对待 美美与我作对 而我因为也觉得愧疚 所以对他的所作所为 也是争以之言 闭以之言 谁也没有料想到 这其中竟然还有这样的一段隐情 原本送押不以为然 可没想到 最后还是被白卓给料中 这同样 姓朱年纪又相差不多的两人 竟然是亲兄弟 我想终有一天 三弟他会原谅我 也会明白自己所做的这一切 是多么的缺德 可就在不久前 因为蛮牛的死 让我意外地遇到了两位大人 跟随着两位大人 寻找杀害蛮牛的凶手 以及两位大人 开始追查水鬼的事情 令我感觉到 三弟一定和这件事情有关 失去了二弟的痛苦 让我不愿意再失去三弟 所以近日前来 我只是想要向他确认 水鬼的事情是否和他有关 猪龙给出了解释 而这样的解释也说得过去 宋牙与白卓听了之后 也都沉默了 我倒不说 事情也绝非如他们所想的那样 这猪龙看样子 还是可以信得过的 既然如此 那今天的事情 本官就不再追究了 白卓当心开了口 毕竟是他刚才吩咐人 要将猪龙 以及他的属相拿下的 猪龙听后 立刻跪倒在地 磕头感谢 多谢两位大人 对我猪龙的信任 猪龙将一切交代完毕之后 宋牙是与他带着那几名牙蚁离开 而接下来他要审问朱三 为了避嫌 猪龙自然不能在场 在猪龙离开之后不久 朱三才悠悠转醒 他醒来的第一时间 连人都没有看清楚 便骂了起来 你别感情性的了 二哥就是你害死的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他这么一说 倒是让原本对猪龙 还有些怀疑的白竹 松了口气 看样子猪龙没有说谎 他和这个朱三呢 还真是兄弟二人 骂过了之后 朱三这才看清楚了 眼前的人 你们 你们 朱三惊恐地喊了起来 随即他扭头向周围寻找着 最终也没有找到朱三 你们凭什么抓我 朱三反应了过来之后 发觉自己被绑在椅子上 当即大声地怒吼起来 宋无牙 坐在他的面前 微微一笑道 朱三 俗话说得好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你真以为 你逃得了吗 逃什么逃 我做了什么 你们可别冤枉我 朱三愤怒地喊着 原本之前听说朱三 是个凶狠的人物 宋无牙与白竹 还有些不相信呢 毕竟第一次见面之后 他们不觉得这朱三 哪是那种人 可是现在看来 他们原先的感觉 还真是错了 冤枉你 你可真是会说笑 俗话说得好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的那些勾当 你以为我们都不知道吗 宋无牙 宋无牙 依旧冷冷地笑着 朱三对此丝毫不惧 她的脸色甚至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即便她明知眼前的宋无牙是钦差 也依旧不改先前的脾气 怒声地嘶吼道 你他妈少在我面前 俗话俗话说的 老子听不懂 这家伙完全就是一副 吃了秤妥铁了心的样子 没有一点点配合的样子 白竹可不从宋无牙 有那么好的脾气 他立刻招呼牙医道 给我狠狠地打 这绑着的可不是猪龙 而是朱三 即便他们知道 朱三是猪龙的兄弟 那也掩盖不住 这朱三在他心里原本留下的印象 几名牙医上前 直接就要动手 瞧着这个架势 宋无牙赶蒙阻拦 行了白竹 用不着和他动性 即便这家伙是个舍不舍的人 咱们看在猪龙的面子上 咱们也不用跟他这些苦头了 什么猪龙不猪龙呢 有种 你们打死老子 朱三丝毫不领听 依旧叫嚣着 不过 宋无牙都这么说了 白竹虽然气恼 却还是让已经上前的牙医退下了 你这力气还真是不小啊 这么挣扎了半天也不觉得累 就连这叫骂也都没有丝毫减弱 我当真是佩服 难怪你们几个人就能够在水里 掀翻一条船 而且轻轻松松的 将人杀了把尸体拖上岸 还能把船上的财物一点不落的 弄到手 宋无牙知道 动型在有些情况之下 还是非常管用的 不过眼前这朱三 怎么看都像是个油盐不尽的主 用情 只怕对他没有半点的用处 但宋无牙这话说出来 朱三依旧面不改色 我认证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为什么传人呢 朱三的不配合 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宋无牙没有着急 他继续说道 可惜的是 你们这尸体藏的可不好啊 臭豆腐是臭了点 可也臭不过尸体腐乱的味道啊 什么臭豆腐 我不知道 朱三依旧不配合地否认道 可他这一开口 宋无牙心里却乐了 朱三说话开始结巴了 这就说明 宋无牙的话已经让他感觉到紧张害怕了 宋无牙没有揭穿这一遍 他继续说道 如果我是你们 我就不会蠢到去做那种自欺欺人的事情 靠什么油渣水鬼 还大肆宣扬看到的水鬼 这天底下相信鬼神存在的人是不少 可相信这些的人 也并非全部都是宠户 难道你就不觉得谁都没有看到的水鬼 偏偏就被他一个卖臭豆腐的人看到了吗 这不是一件很值得怀疑的事情吗 原本不断否认的朱三 这个时候索性沉默了 大概他是觉得言都必失吧 宋无牙脸上浮现出了微笑 鬼这种东西 天底下的人 唯恐避之不及 偏偏就有人喜欢招惹 你说这样的人 为什么不怕鬼呢 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鬼啊 话说到了末尾 宋无牙突然加重了语气 突然的提声 把朱三给吓了一跳 朱三浑身一个哆嗦 低着头 连看都不敢再看宋无牙一眼了 宋无牙自己都没想到 事情竟然会出奇的顺利 原本他还在担心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呢 可是效果却非常的好 朱三的表现已经足以说明这一切了 宋无牙看着朱三此时的反应 并没有继续着急着说下去 他给了朱三一点喘息的时间 好让他自己琢磨琢磨这些事情 琢磨琢磨 宋无牙这番话里的意思 等待了片刻之后 宋无牙看着朱三 这才又开了口 反正你也是个死 不如 临死前 做点好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你这骨关不栽赃陷害老子 老子怎么会死 朱三依旧没有一点配合的意思 宋无牙的话 也只能说到这里了 至于他是不是选择配合 就看他怎么选择呢 对此 宋无牙一笑置之 或许你还不知道吧 寒冰已死了 说完这话 宋无牙直接起身 抬头看着天空的太阳 扭头对众人说道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该是吃饭的时候了 你们也都回去吧 把他放了 确实是快要到中午了 一大早的折腾到现在 宋无牙虽然不觉得累 却也不想再耽搁下去了 毕竟昨天闹出了 那样的一件事情来 让他心里对司徒文很是担心 现在中午正好回去一起吃饭 聊聊今天的事情 牙医们已经开始给朱三松绑 可听了宋无牙刚所说的话之后 朱三愣在了那里 密无表情 等等 宋无牙都已经走到了巷口 朱三突然大喊了一声 白竹和宋无牙相视一笑 扭头看向背后 你该不会 是骗我吧 寒冰死了的事情 朱三并没有亲眼看到 也没有听他人说起 他心里还是怀疑 可他能够这么说 就足以说明他对此事触动 骗你 我何必骗你啊 既然你愿意承认 那一个和你不相干的人死了 又有什么关系呢 宋无牙并没有给朱三 一个肯定的回答 而是如此 模棱两可的 让他自己心里权衡利害 果不其然 朱三还是不放心这件事情 他紧坐着眉头 思索了一下 突然起身 我要去见寒冰 凭什么 我们现在可都要去吃饭了 没有这个先功夫 宋无牙说着 头也不回的 转身就走 如果寒冰死了 我就告诉你 你想知道的事情 这一次 轮到朱三着急了 他刚站起来 都还没站稳 就向宋牙追来 险些一个猎剑 摔倒在地 朱三快步来到宋牙的面前 挡住了两人的去路 既然你想看 那就让你看看吧 宋牙答应了朱三的挺求 毕竟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要让朱三开口 现在朱三这么主动 对他们来说 可是一件好事情 一行人 向着衙门的方向 走着 朱三在路上 还在不断地询问着 事情的前因后果 是什么人杀了他 对于寒冰的死 朱三显然很在意 毕竟刚死了一个门牛 接着又死了一个寒冰 这正如宋牙之间 所想一样 四个水鬼死了两个 他怎么可能会不着急 这个你还用在这儿问我吗 即便你不知道 凶手究竟是谁 我想你也应该能猜测得到 要说凶手是谁 宋牙还真不知道这个 不过 这个时候他可不能说不知道 毕竟这样一来 怕是朱三会反悔的 他这么一说 朱三的脸色立刻就变了 嘴里嘟囔了起来 看来 事情已经有了结果 这话让宋牙和白竹 难以猜测出其中的意思 但是宋牙想象的出来 朱三这话 大概就是在说水鬼的事情 要做一个了结了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衙门 宋牙并没有进去 而是招呼一名牙医 进去将猪龙喊了出来 你不是说 要带我去看他们变的尸体吗 你把他吊出来干什么 朱三看到猪龙之后 脸色立刻变做铁青 冷冷地说着 虽然你讨厌他 不过 很快你就会知道 他才是你最信任的人 宋牙是一株龙 带他们去停尸防后 向朱三解释道 毕竟寒冰已死 这是个千真万确 而不是我们骗你 到时候 你选择说出你该说的事情 那么 你不想被灭口 就需要一个人来保护你 我觉得 朱伯托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朱三沉默了 显然他也认同了宋牙所说的话 停尸房内 并没有多少尸体 寒冰的尸体 就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五座已将对寒冰的尸体 做了检验 宋大人 死者是本人毒杀的 是一种小的 无法判断的毒 应该是残入了失误 或者是酒水之中了 五座看到宋牙后 立刻将尸检结果并告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成为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三百九十三集 韩冰 真的死了 当珠三一眼看到 韩冰的尸体之后 双母云争 惊呼一声 一个猎却之下 险些贪作在地 原本他对于韩冰的死 还心存幻想 可当韩冰的尸体 确确实实摆在 他的面前之后 他却无法接受 朱三的眼神 已经足以说明了 他此刻心中的恐惧 他即便是个恶人 也绝对不是一个 不怕死的人 韩冰的死 让他认清楚了自己 好了 韩冰的尸体 你是看到了 要不要过去摸摸 验证一下真假 宋五鸭看着 尸神的朱三 对他说道 朱三许久之后 才摇了摇头 什么话也没说 周葡萄 将他压入大牢吧 宋五鸭看向朱龙 吩咐道 他很清楚 这个时候 对于朱龙来说 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 毕竟看得出来 他对朱三 还是存在亲情的 而宋五鸭之所以 放心地 将朱三交给他 完全是因为 在这之前 他将朱三 绑了在远古 朱龙 重重地叹了口气 莫不作声地 招呼牙役 将朱三带下去 原本已经临近中午 宋五鸭是打算 这个时候回去 和司徒文 一起吃一顿午饭的 可现在看来 打铁还需吃热 这朱三看到了一切之后啊 想必很快就会将一切 和缓拖出了 宋五鸭可不想 在这个借骨眼上 再出现什么差池 在一路的沉默之中 朱三被压入了牢房之中 牢房内的狱卒 今天可算是一个个精神抖擞了 即便是刚刚换了班的那些狱卒 朱三 现在你做何决定呢 宋五要看着牢房内的朱三 胆然地问着 好歹给就痛快话 可不要耽误吃午饭的时间 在一阵沉默之后 尸神的朱三开口了 大人 你说的没错 水鬼的事情 确实是我们所为 死了的蛮牛和寒冰 加上我已经城外那麦臭豆腐的 一共四个人 所有水鬼所为的沉船 都是我们四个人所为 而且你说的也没错 我知道是谁伤的寒冰 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因为寒冰是我们的头 可我们也知道在他的背后 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才是主谋 这两年来 我们之所以相安无事 全都是因为这个人 如此一来 这水鬼的案子 从一开始送押他们认定的四个人 变成了五个人 而这个幕后的指使者 却依旧是扑朔迷离的 我们作案的手法 大人你也都清楚了 我 我就 不多说明了 如您所言 尸体就藏在那麦臭豆腐的院内 朱三将该说的 算是说完了 听到了这个结果之后 宋威亚点了点头 没有继续多问什么 他转头看向朱龙 朱龙 或许会有人来灭他的口 朱三的供述 在他画牙之后 你暂且保留 对外不要将这件事情说出去 另外 分分下去 查封 城外卖臭豆腐的摊贩 说下明白 朱龙点头应下之后 宋威亚和白卓 也离开了大牢 案子虽然简单 可调查清楚 却耗费了不少的功夫 虽然仅仅是三天不到的时间 却让宋威亚和白卓两人 绞尽了脑汁 回到了客栈之后 司徒王和小桓 已经在等着他们两人吃饭了 饭桌上 四人谈论起这件案子呢 要说起来 这件案子要不是蛮牛的托人死亡 只怕很难查清楚 毕竟蛮牛的死 让我们有了寻找的线索 也牵扯出了 寒冰和朱三 朱三啊 是最关键的 没有他的供词 这一切啊 依旧是咱们的催礼 宋无牙 将这个案子总结了一番 觉得他们能够这么快破案 完全是因为 运气太好的缘故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想要揭开这个案子 只怕不知道 要在何年何月呢 正所谓 人算不如天算 再好的算计 终究还是逃脱不了老天的发言 虽然嘴上说是运气 可换个角度来说 如果他们不是恰巧来到这里 即便是蛮牛 寒冰和朱三 以及那个卖臭豆腐的 全都死了 那这个案子最终结开之后 也还是会让那个幕后的 真正主使逃脱的 乌亚兄 你说这个幕后的主使 会不会就是猪龙啊 放下了筷子之后 白竹突然开口 将怀疑的矛头 再次指向了猪龙 他的话 令宋无牙也是为之一振 这样的可能性 并不是不存在的 如今他思索起来 却让他不寒而栗 这些人除了那个卖臭豆腐的贪反之外 敛财的手段 无非就是那些歪门邪道 而他们是少不了 要和官府来往的 可他们偏偏没有任何的事情 依旧在这一亩三分地 坑蒙拐骗 那他们究竟是有什么样的本事 能够这般相安无事呢 如果真要说一个解释的话 那恐怕真的就是官府 太过放任他们了 如果是猪龙和猪三兄弟 那个故事 是编造出来的话 或者说其中参了假 那事情可就有些难人寻味了 难保猪三不会舍弃自己 来护住猪龙的 见宋无牙没有开口 白卓继续着自己刚刚的怀疑 他这话反倒是说服了在场的其他散人 白卓 你说的不可能 看来咱们还得去确认一下才行 宋无牙 也是被白卓给说动了 他站起身来 对白卓说了一句 便向外走去 他要去的地方不是别处 正是大牢 如果白卓猜测的没错 那么现在猪三 怕是已经死在了牢房之内了 宋大人 还不等他们来到大牢 在街上 宋无牙就已经遇到了几枚牙役 你们这是 宋无牙看到这些牙役 也是微微一愣 疑惑不解 宋大人 我们已经去了城外 那麦臭豆腐的摊贩 昨日 遭人毒手 但是 却并没有死去 他临死之前 残存了一口气告诉我们 他们幕后的知识不是别人 而正是 祝福到 我们都被骗了 牙役脸上神情慌张 向宋无牙解释着 听到这话 宋无牙与白卓两人脸色重脸 显然这样的结果 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那还等什么 你可请我住那住楼 白卓着急不已的 冲着那几名牙役很老 县令大人 他已经带人 牵我大牢了 让属下等人前来 寻找两位大人 好让两位大人亲自 查验此贼 那牙役向宋无牙 与白卓说着 事情再次被白卓 给撂中了 就连宋无牙都是有些 错不及防 此刻他们快速向着 大牢的方向而去 不得时 宋无牙和白卓 便进入了大牢之中 猪龙 当他们看到猪龙 站在猪三牢房门前的时候 白卓顿时立刻一声 你还不束手就起 猪龙一脸诧异地 转过头来 看着两人 而当宋无牙 看到猪龙这个表情之后 他顿时反应过来 立刻将身后的牙与询问 怎么不见县令大人 宋大人 我这不是在这里吗 哈哈哈哈 县令的大笑声 在宋无牙的询问之后 由远而近 这一瞬间 就连刚刚还在 训斥猪龙的白卓 都反应过来了 啊 原来幕后的指使 不是猪龙 而是你这个混账 白卓明白 他们被算计了 顿时怒声地骂了起来 县令一脸洋洋得意地 来到了两人的面前 重重地点了点头 白大人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那个幕后的指使 正是下官 哈哈哈哈 你这狗官 竟然还有脸承认 朝堂给你俸禄 你却做出如此丧气天良的事情来 白卓难以平息自己心中的气氛 宋无牙没有开口 他看着眼前的情形 这样的情形对他们来说 实在是太不利了 如今站在他们身旁的 也只有猪龙了 而这牢房内 他们只怕是插翅南飞了 这里已经被牙役和狱卒 给堵死了 朝廷的凤 那才有几个钱呢 下官官位不高 可比不上两位钦差大人 下官即便是想每日喝口好酒 那也得 颠量颠量自己的腰包啊 县令的脸色 渐渐阴沉地下来 那你现在还想怎么样 白卓知道 结果不会太好 和这县令 话是说不通的 他紧着着眉头 看着县令 冷冷地询问 县令微微一笑 下官这可是大功一卷啊 刚刚破解了一桩杀人命案 却不想牵扯出了一个持续两年之久的水鬼迷汉 而且将主犯与人从犯死人一并拿下 只可惜的是啊 恰巧路过此地的两位钦差大人 却不幸牵扯到了此案之中 被罪犯拿为人质 两位钦差大人应有可见啊 即使面对罪犯的历刃 却依旧不肯向罪犯低头妥协 以死却恩 县令大人 你可当之是好算计 这样一来 我们也能被圣上追风 而你也能够加官进决呀 宋无牙听了历令这话 也仅仅是微微一笑 如今的局面虽然对他们不利 可宋无牙并不打算就此妥协 毕竟他还有些拳脚功夫在身 怎么说 也要反抗一番 就这些喽喽 还未必是他的对手呢 更何况 身旁还有猪龙帮忙呢 宋大人 这话就用不着大人多说了 下官自然知巧 不过两位大人可以放心 下官必定会给两位大人留个全尸的 县令 那满脸狡诈的笑容突然一脸 怒声喝道 猪龙 还不动手 更待何时 县令的话 令宋要顿时大惊 在这般清醒之下 他根本就没有想过此刻站在他们身后的猪龙 竟然会和这家伙一伙呢 但是在这千军以法之际 宋也想明白了 不管猪龙原先是不是县令一伙呢 只要他想要保朱三一条命 那就他必须要和县令站在一起 身后铿锵一声 金铁交明 显然猪龙已经抽出了佩刀 在宋要猛人转身向后之际 他看到了猪龙脸上的犹豫 他双手握着的佩刀 并没有直接向宋要回来 而是紧握在双手之中 深深地吸了口气 猪龙没有动手 县令却着急了 县令 你还在等什么呀 县令愤怒地嘶吓起来 难道你想让你弟弟猪龙去死吗 县令的话有了效果 猪龙内心的挣扎 在这一瞬间有了决定 他手中的佩刀 猛然向着宋家劈了过来 胡言兄 天王你我呀 白卓面对此情 已经放弃了任何的希望 宋我呀听到了悔恨 却并未听到恐惧 白卓放心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就不会让你这么容易死在这里的 宋我呀侧身赏开猪龙的一刀 来到了白卓的面前 一脚踢开身旁的牢房的牢门 将他扔了出去 宋我呀一个婶婶 挡在了牢房前面 准备做最后的殊死搏斗 这不过是定光火石间的功夫 猪龙以及献令的其他手下 已经将他们堵在牢房之内 眼看着猪龙就要冲进来 献令却突然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给我把他锁在牢房之内 一把火烧死他们 按照有的借口 说明他们是怎么死的 哈哈哈哈 宋我呀没有料到这一点 却看错信令 已经快速带着人向后退去了 看这个情形 他是准备放弃这个大牢了 猪龙自然也看到了献令的反应 他毫不犹豫的 立刻向着猪三的牢房而去 挥手一刀 便将锁链砍断 拉着猪三就向大牢外冲去 可是到如今 那献令压根儿就没有给他活着的机会 不等他冲出去 牢房关闭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 猪龙大人 我们还在这里面呢 猪龙惊口的大声喊叫着 哈哈哈哈 猪龙 你就跟着你的弟弟一块去死吗 现在本关 用不着你了 哈哈哈哈 县令放肆的大声笑着 显然已经抛弃了猪龙 猪龙顿时万念俱灰 怒声嘶吼 口官 你不得吼死 他的怒吼声 已经无济于事了 牢房内的其他囚犯 眼看着自己要为他人陪葬 一个个惊恐不安的吼叫起来 你不是什么人 你们要干什么 这里可是官府重地 啊 忽然间 牢房之外传来一阵惊恐的贺问 不等话直接落下 一声声的惨叫 就已经传来了 宋鸭顿时皱眉 扭头看向一旁的白竹 疑惑道 外面出了什么事情 怎么感觉 好像有其他人来了 惨叫声之中 宋鸭和白竹还在猜测 就看到牢房的天井之上 跳下了几道人影 这几人刚刚落地 立刻转身 向宋鸭与白竹的方向跪下 这两位当然受惊了 来人一身 敬畏打扮 恭敬地向宋鸭与白竹施礼 这一幕 可是让宋鸭与白竹 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怎么也没想到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会有大内的敬畏来辞 欧亚秀 他们好像是 晋王的护卫 白竹 此刻突然兴奋起来 指着那几名晋卫喊道 属现在是大内晋卫 直立于圣上 圣上派请我等护卫晋王 在不久前 晋王担心两位大人安危 特命我等天内护卫 然后 我等便提命于 两位大人的调遣 眼前的晋卫解释了一番 那牢门也再次被打开 几名与他们一般的晋卫 便冲了进来 这些人 不过十二人 却轻易地将限定的手下击溃 还将其中几人拿下 面对着这一幕 那信任惊恐万分 他哪能想到这些晋卫 如天兵天将一般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冲天而降 将宋雷与白手两人解救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第394集 我们呀 不过是路人 看不惯这些人欺负你 所以帮你一把 宋雾雅 也不想让这书上 误会他们的用意 立刻解释道 那书生一脸的怀疑 上下打量这几人 依旧对他们两人充满警惕 看你们不像是坏人 可却是一些 没有骨气的怒服 也不知道这书生 是不是领情了 可他这话 却让人听着不舒服了 本来就憋了一肚子 火气的白烛 在刚才受了那官兵的气 没数撒不出 现在 他们好心救了人 还要受气 嘿 我说你这家伙 有没有良心啊 我好像把你救了 还带你进城 你可倒好 一点感激都没有 我不说 竟然还恶言相向 即便白烛这么说 那书生依旧没有半点改观 果然是懦夫 不敢对那些贪官无力的 遭过书上 反倒是在这里 顺着解释下来了 当真是厉害 厉害得令人不耻 看着白竹 和这个书生怄气 宋乌鸦几人 反倒是笑了起来 他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 白竹这般气急败坏的模样 今天一见 这心里反倒觉得别有一番乐趣 乌鸦几人 你们还笑得出来啊 难道你不觉得生气吗 你看这小子 这副头胆的模样 白竹看着宋乌鸦几人 竟然笑话他 他当即忍不住抱怨起来 宋乌鸦摇摇头说道 白竹啊 王尼也是十年寒窗苦读的书生 你就不能给他讲讲 什么叫做骨气 什么叫做气节吗 说完这话 宋乌鸦也懒得再理会他们两个 大不向前面走着 四处看着客栈的所在 这马上就要天黑了 他可不想 露宿街头没有个去处 即便他能凑合 那这司徒文和小桓两人 也没办法将就啊 欧雅兄 你说得对 我就给这小子 好好说道说道 什么叫做骨气 什么才算是懦夫 白竹被宋乌鸦的一句玩笑话 给点醒了 冲着那书生摆摆架势 像是要有一番 长篇大论的样子 要倒是 他开口 才刚刚说了三个字 连半句话都算不上 那书生啊 直接就打断了他 你用不着跟我说什么道理 我也说十年寒冲苦毒 是世间的道理 没有我不懂的 我也懒得和你计较这个 总之 你们替我收了钱 我自然不会让你们吃亏 不过眼下 我声无分文 是没办法给你们的 就此别过 为何我相信 我定能双倍奉还 书生根本不愿意听白卓耀说的 那番道理 扔下这么一番话呀 转身就要走 瞧着这书生要走 总要回头看了他一眼 微微一笑道 世间的道理 没有你不懂的 那你给我说说什么叫做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啊 叫这么一句话呀 便让那要走的书生 愣在了原地 他凝重地看向宋乌鸦 却没办法开口说什么 这事情有太多说不明道不清的道理 不要看得于别人 也不要高看了自己 你以为你不给那些官兵子几点银子 是因为你清高 不是懦夫吗 那是因为你没钱 你若是妖尘万贯 会为了区区几点银子 爱他一顿羞辱吗 宋乌鸦这话可谓是字字诛心 全都说到了那书生的心坎之中 那说上此刻脸上的神情 变得更加的愤怒了 不等他开口反驳什么 宋乌鸦又到 恼羞承诺这个词 就是来形容你现在的模样的 你 说上此刻 内心感觉自己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羞辱 要是和刚刚在城门口的遭遇 想必那刚刚的羞辱 根本算不上什么了 看着他气急 却说不出半句话来 宋乌鸦冷笑一声 读书为了什么 读书为的不是知书达理吗 难道你读书就是为了 能够更好的反唇相机吗 宋乌鸦的神情 一直是平平淡淡 可那书生 却翻起了波澜 这位公子 你说的没错 是在下 刚才无礼了 书生听了宋乌鸦的这番话之后 许久之后 才平复了自己的内心 他终于认清了 自己刚刚的座位 立刻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向白主道歉 这位公子 在下 刚才是在冒犯 还请见点 刚刚宋乌鸦的那番话 显然是说眼前这位书人 不过 白主也听到了心里 他点了点头道 无妨无妨 方才 我也有些失态了 姑爷 那里有客栈 小桓突然一声惊呼 这是前方一个招牌喊道 宋乌鸦点了点头 又看向了书生问道 不知道这位公子 今日可有下榻的地方 这话可谓是有些明知故问了 这书生连进城门的一两个银子 都套不出来 哪里还有什么钱去住店呢 被宋乌鸦这么疑问 那书生立刻就红了脸 如果公子还没有找到处处 不妨与我们一起同行吧 我们出来此地 也想结交几个朋友 另外 我们对这次科举有所知 想找个人和我们说都说的 如果公子上脸的话 替我们解惑 在下可以愿意让出一间屋子 给公子你 宋乌鸦知道 这书生确实是没有去中 可刚刚的情形 他也看到了 只怕明白了 说会让这书生 感觉到丢脸 或者以为是 宋乌鸦是在故意羞辱他 所以 只能如此婉转地说明这点 那书生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答应的 好 既然公子 你盛情相邀 那在下 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宋乌鸦点点头 向书生介绍道 在下 宋乌鸦 这位是我的朋友 白竹 这是我的夫人 司徒文 以及小桓 寄人邀请书生同行 宋乌鸦 当先将众人介绍给他 那书生立刻 一一抱权失礼 随后 自我介绍道 在下 就得高敬 出声贫寒 父母希望在下 能够有一番成就 才赐了这个名秽 可惜的是 在下 却辜负了 父母的厚望 哎 高兄 此言差异 你正在大好年华 机遇多的是 何必这急遇一时呢 宋乌鸦看得出来 这高敬说起这事情 很是落寞 当即安慰了一句 高敬点点头 借宋兄几言 希望高谋 此番能够高中 行了 咱们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来上一壶好酒 边喝边聊 宋乌鸦指着前方的客栈 笑声说道 客栈还有客房 宋乌鸦要了三间客房 给刚刚结实的高敬 都居一间 宋兄 实在是太可惜了 真是让你们破费了 如果 两位不嫌弃的话 高某愿意 和两位挤一挤的 高敬 见着房价不菲 这心中不忍 不好意思地说着 宋乌鸦摆了摆手 说道 哎 高兄不必担心这个 恰好我们兄弟二人 还不缺这几点银子 你就踏踏实实地睡下吧 毕竟你和我们不同 这些时日啊 你可是要去科举的 我们就不同了 宋乌鸦不想让这高敬难看 所以解释了一句 他们在大堂坐下 要了一些韭菜之后 才开始了闲聊 高兄 四方科 本省都有 多少学子啊 宋乌鸦刚来到这里 就被当作是学子了 收了几两银子的入门费 哪能不关心这科举的事情啊 这个 大概都有 两三百人吧 高敬也不确定 具体有多少人 他这么说 估计是按照 以往的经验 来判断的 宋乌鸦点了点头 接着又道 也不知道 此次的恩科 会室是谁主持的 这个 在下倒是有所耳闻 据说 是 朝中二品的 内阁学士 高敬说起这里来 脸上的表情 可是夸张得不得了 听着他这话 白酌淡然道 内阁学士 是个从二品的大官呢 从二品 高敬听着一愣 诧异地看着白酌 从二品 那也是二品啊 这可不要乱说 这些官员呢 最忌讳这个了 他这话说的没错 这一年陋戏 可是传承了数千年 宋无牙却对此 故以为然 虽然说这二品的官职 要比他们大的 两品三级 但他根本 不惧怕这一点 毕竟他们手里 还捏着一张 皇上亲赐的金牌了 莫要说是从二品了 就是正一品 那也不用担心 这个无妨 反正我们也见不着 这么大的官 怎么说 他也听不到的 宋无牙微微一笑 对高敬的紧张 倒是不以为然 高敬 顶头是人 这倒也是啊 不过 或从口出 还是少说为好 对了高秀 宋无牙 突然又问道 这省府大人的为人 恐怕不怎么样吧 说这话的时候 宋无牙可是 压低了自己的生意 毕竟这里 就是省府 难保这周围 会有什么耳目 那高敬扭头 看了看周围 微微合手 宋兴 这还用说吗 在城门口 就足以看出来了 没错 我也是从这城门口的一幕 才有此判断 要不然这省府大人 怎么会纵容这些官兵 如此敛财 要知道 他们敛财的对象 还是这些 是您寒窗苦读的 欣欣学子啊 宋无牙对这一点 还是比较气愤的 毕竟这些人 竟然抓着学子来敛财 他们这样做 可是要耽误不少人的前程 只怕是不少的学子 辛辛苦苦来到城府 却被这一两银子 给挡在了城门之外 即便他有一肚子的才华 也只能被无情地埋没 一个国家 是否能够强盛 就要看他能够培养出 多少的人才 说起今天的遭遇 高进脸上的表情 再次变得愤怒起来 如此的羞辱 不是谁都能够遇得上的 他偏偏在这样的大庭广众之下 被如此羞辱 哪能这样释怀 虽然宋无牙说这话之前 就已经想到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可他还要说出来 高兄 看看一点 事情总会处处都是悲哀的 白竹倒是当起了好人 安慰了高进一句 不过 这个时候的安慰 显然是不起效果的 高进摆着手 摇了摇头 白兄 你用不着安慰我 我还不至于被这样的羞辱 就打击得不决不振了 只不过 不提也罢 高公子 看你这样子 还有其他的难因之影啊 为何不说与我们听听 或许我们能帮你呢 一直在听的司徒文 也参与了进来 大嫂 说笑了 高进苦笑一声 端起酒杯 一言而尽 并非是 高某看不起几位 实在是这事情 你们也帮不上忙的 那也未必啊 或许 我们还真能帮上呢 白卓 白卓可不想 被这高进 瞧不起 话这么说 宋文也知道 这高进苦恼的是什么事情 不过是进个城门 就要收取一两银子的费用 可见这些考生 想要进入考场 需要付出多少银两 算了 不管帮上帮不上 今日几位出手 对我高进有恩 咱们再次共饮 说出来 却能是个乐子了 高进说的 依旧很是胡闹 言语之中带着悲哀 司徒文转头 看向了身旁的宋无牙 宋无牙察觉了 她的目光 四目相对 从司徒文的眼中 宋无牙也看出了 她心中所想 被自己所预料的一样 司徒文和她的想法 是一样的 俗话说得好 一文钱 难倒英雄汉 今日我高进 因为这区区的一两银子 就被挡在了城门之外 如果不是有幸遇到几位 莫要说是今年恩科高中了 只怕我连考场在哪 都不知道了 这话何解 白竹好像并没有明白 这其中的意思 竟然问了一句 高进苦笑道 白兄 你可能想过 这进城就一两银子 那进考场 该有多少呢 这 白竹迟疑了一下 目光扫过众人 摇了摇头 这 恐怕就很难说了 是啊 想要进考场 都需要加钱 那进去了又有何用 这些贪官屋里所需的 不就是银子吗 那这恩科最终 还不是那些 有钱人家的公子哥高中 我们这些穷酸书上 努力也只是白努力而已 高进倒也不是个树呆子 这一点他看得很是透彻 原本如此 宋牙与白竹几人 那都是高高兴兴的 毕竟遇到了恩科考试 宋牙也很想看看 这科考试个什么样子 可谁从想 竟然被他们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要说心中不气愤 那绝对是假的 可现在他们气愤 也是没有任何用处 虽然身为官员 手中握有重权 但要想扫清这些贪官 却不得不需要一些证据的 这是 是逢日下 白竹愤愤不平地 垂着桌子 切齿不移 高兄 没想到你进城了呀 白竹的愤怒 引来了周遭人的侧目 也同时引来了高进的相识 李兄 高进扭头 看向说话那人 立刻抱拳失礼 高兴地应了一句 高兄啊 不是我说你 你何必与那些 大字不识一个的官兵较劲呢 他们无非是要些银子 给他就是了 最终还不是咱们这些 没钱没事的 吃苦头吗 被高进称之为李兄的人 此刻 来到桌前 一开口便说起了 刚刚城门口的事情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秘密 第三百九十五集 高进脸色一沉 随即摆了摆手 这事情过去了 怎么不说他了 对了 高兄啊 你可曾见过 赵兄去了何处啊 那姓李的书生 向高进打听起了别人来 他这么一问 高进可就愣住了 错愕道 赵兄不是和你们一起的吗 怎么 他和你们分开了 姓李的书生 一拍大腿惊呼道 是啊 我们在城里 其他客人找了一遍 也没有找到 当真是不知道 他去了什么地方 原本咱们结伴进城 这 李子最后 我们几人进去之后啊 便看到你与那官兵 争扎起来 这还没有结果呢 一扭头赵兄 就不见了宗阳 高进一晚 遇到的熟人出现 两人谈论的话题 却是另外的一个人 关于他们所说的 那个姓赵的学子 宋伍娅与白卓 两人自然没什么兴趣 当时城门口 出现了那么一档子事情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高进的身上 身边的人 在人群的推荡之下走散 也是正常的事情 不过 这家伙实在是太不礼貌了 他根本无视 宋伍娅解人 和高进攀谈 使得宋伍娅解人 无比尴尬 无比尴尬 这家伙还真是令人讨厌 司徒文心中 已是有一些部门 低声地向宋伍娅说着 宋伍娅微微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而高进却还在 理性书生 还在说着 弟兄啊 我看不必着急 想必赵兄很快 就会找到你的 高进显然是注意到了 宋伍娅解人此刻 脸上的表情 说了这么一句之后 又道 今日 刚刚结识了几位朋友 我们还有些话要说 啊 这是 李刚刚认识的朋友啊 理性书生 这时才注意到了宋伍娅解人 他丝毫没有离开的想法 冲着他们点头十一 在下 李昊 李兄 宋伍娅与白竹 但人的抱情是李 算是打了个招呼 李昊依旧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他不过是和宋伍娅他们 几人打了声招呼之后 扭头又看向了一旁的高进 高晓 没想到 你这么快就能结识朋友啊 不过 今天 你打算住在哪啊 如果你实在住不及电的话 可以与我一通集结 李昊说话一点都不客气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一点都不给高进面子 当然 他这话说出来 让人听着不舒服 却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 要用这事情来羞辱高进的 高进一时语色 也不知道该如何接下这话了 哎 把他这个公子让一下 众人心中 正恼火的时候 电小二端着热腾腾的饭菜 来到了桌前 李昊站的可不是地方 正好挡住了电小二上菜 李昊一愣 扭头看着电小二 随即让出了位置 哟 吃得还挺丰盛啊 李昊看着电小二 端上来的菜式 眼睛都动大了 正巧 在下与高兄你相识一场 还从未在一起喝过酒呢 正好借这个机会 一起把酒延欢吧 原本就对李昊讨厌至极的几人 听了他这话之后 更是厌恶的不得了 天底下如此厚脸皮的人 实在是少见了 他这意思 分明是想要蹭 送来一份饭了 李兄 我看还是改日吧 反正世间有的是 今儿你看这桌子 怕是也再坐不下你 送我呀生平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 就在李昊 招呼电影小二 加一张椅子的时候 打断了他 李昊对此 丝毫不觉得尴尬 依旧没有离开的打算 不碍事不碍事的 大家挤一挤就是了 身为急性子的白竹 可是看不下去了 送我呀违转的拒绝他不行 白竹也只能来一些直接的了 这位兄台 吃完了饭之后 我们还有药室要去做 只怕没有工夫 陪你喝酒了 白竹冷冷地说着 脸上的厌恶神情 丝毫不做掩饰 被轮番泼了冷水之后 这李昊啊 才算是明白是李了 尴尬地笑了几声 和高景告辞之后 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桌子上 白竹 真是好样的 李昊兴兴兴地离开之后 司徒文顿时撑散起来 白竹微微一向 扭头看向一旁的高尽道 高兄 今日初次见面 我们大家干了这杯 在李昊离开之后 尴尬的情形缓和过来 这几杯酒下足之后 众人也输开了 这个 刚刚李昊说起的那个赵兄 我听你们这话里 好像对此人很是钦佩 整个晚饭的时间 如果一直在这饭桌上 谈论科考的事情 怕是谁也会腻的 眼看没有什么话题了 送我要想起了 刚刚李昊提起的那个人 高景顶头 没错 赵兄是我高姆 首有的佩服之人 他不仅写的一首好字 而且文章更是一决 高姆虽然自视甚高 却也不敢与之比较啊 这么说来 这位赵兄还是一位 很有才华的学子 那我们可要结识一番的 这时 看我高兄能够帮忙引证 这个字然不在话下 我们喝酒 高静一口答应了宋无牙的提 举起酒杯 向几人敬酒 一顿饭的功夫 过去得很快 赶了一天的路 加之喝了一些水酒 眷意袭来几人 纷纷回到了房间 他们为了避免尴尬 特地给高静 准备了一间房间 而宋无牙与白卓 两人回房之后 却并没有着急地休息 今日看到的这一切 让他们触目惊心 尤其是白卓 这让他想起了自己 以往的遭遇 内心之中 为这些性性学子 甚为不平 欧亚秀 我们一定要将这些 贪赃枉法之徒 绳之以法 要不然 会寒了天下 所有读书之人的心的 大概是昨天晚上 喝了酒的缘故 虽然说只是一点点 但宋无牙与白卓 醒来的时候 已经不早了 不仅如此 他们还不是自然苏醒 而是被房间外 传来的动静 给吵醒的 乌鸦兄 外根出了什么事情 捂着额头的白卓 趴起身来 看向外边 声音很是混乱 宋无牙也听不真情 她当即穿着衣服 来到房间外 出了什么事情 刚刚走出房门 就看到一书声 向楼下而去 我也不太清楚啊 不过刚才听动静 好像是有人丢了东西 官府的人 正在捉拿窃贼呢 这可热闹了 客栈 闹出这种事情来 虽然算不上心血 不过宋无牙觉得 这是有热闹看了 如今正值科考之际 客栈内 除了过往的商旅之外 便只有那些性性学子了 想必这失窃的事情 多半和这些学子有关 宋无牙随着那书声 来到楼下 几名官差正拿着一人 官爷 我冤枉啊 我不总偷过东西啊 被拿的正是一个书声 此刻他一脸苦相 正糊糊解释着 可他这样的解释 苍白无力 捕头铁了心的认定 就是他偷了东西 哼 你没头银子 那银子怎么会在你的房间里 而且还被你藏得那么隐秘 这 这学生我也不知道啊 书声可谓是白口莫闭 被捕头这么询问 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一切 宋无牙站在人群之外 看着外边发生的一切 就在此时 书声没办法解释的时候 一身睡衣的中年男子 上前指 不得了呀 没错 就是这个小子 昨天就是他在楼道内撞了我 看到了我散落在地的银两 他定是当时就生出了贪念 最后偷倒 我不就如此 我睡觉之前 可是从里边反缩了房门的 没想到即便这样 已经没有防住他 我看他分明就是个过分 居然还敢在这里 装作书声学子 当时是胆大包天 你说的没错 我这小子 就不像是赏油的凳 立刻和我带回去 不得很是赞同 那男子的对话 凶狠地吩咐着自己的手下 这一幕 引来了周遭众人的非议 毕竟看热闹的人这么多 要是没有说闲话的 那可就稀奇了 眼看着那书生 被捕头带走 宋乌鸦却皱起了眉头 怎么看着像演戏呢 宋乌鸦心里感觉很是奇怪 那只认学子的中年男子 和那捕头 两人所说的话 怎么听都像是在演戏一样 吴远兄 说了什么事情 这是有人在偷东西吗 白竹穿好了衣服 下楼 他下楼之后 事情已经结束了 不由得向宋乌鸦悬问情况 宋乌鸦顶顶头 是啊 有个书生投了一个商人的银子 被人赃巨货抓获了 怎么会这样 往他读了十年圣贤说 竟然做出这等 鸡鸣狗盗的鼠背情境来 当真是令我等羞辱啊 白竹有些气愤的说着 白竹也是一个自视清高的人 他看不得这些 与他同样学子出身的人 做出这样卑劣的事情来 白竹 事情还不要过早地下定论 这事情啊 我看着有些不对劲 宋乌鸦打断了白竹的话 提醒了他一句 气愤之中的白竹 不由得一愣 诧异地看向宋乌鸦 乌鸦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莫非那学子是被冤枉的 具体如何 我并不清楚 不过我这心里啊 总有这样的感觉 宋乌鸦的眉头 依旧没有舒展 那学子叫晕的声音 已经渐渐远去 这里看热闹的人 却依旧在热议着 刚刚发生的事情 很快 司徒文小环 以及高静 也全都来到了楼下 刚刚的一幕 他们是没有看到 只能向宋乌鸦 与白竹 询问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高静 如白竹一般 一脸的惊异 完全不相信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可事情就是如此 事实摆在他的面前 他不相信 也无可奈何的 高兄啊 你在这里啊 就在众人 谈论刚刚那事情的时候 昨天见到的那位 令他们很是讨厌的李浩 再次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刚刚我还在担心啊 莫不是高兄 你一时动了贪念 偷了别人的财物 现在看到你没被 牙医带走 我就放心了 他这短短的几句话 立刻就让高静的脸 阴沉了下来 一大清早的 就被人如此嘲讽 只怕是没有一个人 会高兴得起来的 那可真是让李兄你失望了 好在高某昨日喝了些酒 不胜酒裂的我 早早睡下 这才没有动了 那种歪脑筋 高静不愈 却也并未生出怒火 冷言冷语的 回应了一句 李浩不以为然 好像当作是没听到一样 依旧是一副 笑嘻嘻的模样 在下打算 今日寻找赵雄一番 不知道 高雄可要与我同行 这就不必了 要找 咱们分头去找 这样会更快一些 高静拒绝了李浩的邀请 却并没有扔下 那赵雄学子不管 李浩还能如何 只能兴兴然的顶头 看着他还要说什么的时候 高静抢在了他的前头 李秀 高某刚刚被楼下动静吵醒 便急匆匆下楼查看情形 如今还未洗过脸 就暂且失陪了 你先出发 你向着城东去找 我去承西 高静说完转身就走 宋母雅几人也不再停留 立刻回到了房间 回到房间之后 白竹依旧是很是诧异 刚刚他和宋母雅说的话 还没有说完呢 乌雅兄 你说他们像是在演戏 虽然并未看到当时的情况 但既然宋母雅这么说 白竹自然不会怀疑 宋母雅的判断 宋母雅点点头 这事情太过轻松了 丢失了他的银子 牙蚁前来破案 也没有在客厂内 大范围的寻找 反正直接锁定了嫌犯 而且还一句 将其抓获了 这样未明显得 有些太过简单了吧 是啊 那他们的卖室效率 也实在是太高了 白竹算是明白了 宋母雅为什么要说 这事情看起来有些假了 只是因为这事情 进展的实在是太过顺利了 那报案的人 连衣服都没有穿好 难不成 他就那样直接去报案了 一遍丢了银子 再怎么着急 也不应该不注意这点吧 而且这里边 还有一个小插曲 那施主说 他昨日曾见过嫌犯 而且还与其撞了个满怀 暴露了自己的银两 宋母雅回忆着 刚刚捕快和那报案人的话语 寻找着这些话里存在的纰漏 这怎么看 都像是栽赃陷害 宋母雅说明了自己怀疑的地方 白竹反倒是一口咬定 完全没有质疑的意思 大伯特还说 这书生将银两藏在了隐蔽的地方 而他们也轻易地将其找到了 那这还算什么隐蔽 宋母雅无奈地摇着头 他的判断 如刚刚白竹所说一样 这怎么看都像是栽赃陷害 话虽然这样说 可是偏偏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 如今人赃俱获 只怕是无可奈何了 说完了这些 宋母雅叹了口气 洗了把脸 再次来到了楼下 胡言兄 你看那个家伙 不就是刚刚报案的人吗 刚来到楼下 白竹就指向了一人 向宋母雅问道 宋母雅抬头看去 没错 就是这个家伙 不过 这家伙难道不应该跟着去省府吗 胡言兄 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这一定是栽赃陷害 白竹更是一口咬定了这件事情 他们两人的对话 也引起了高静的注意 高静的反应很是强烈 双眼怒视向那人 猛然就站了起来 高兄 你想干什么 宋母雅见高静起身 双眼狠狠地瞪着那人 心里就知道 这高静听了他们两人的话之后 是要准备过去揭穿那人了 这还用说 你知道他们用这种卑鄙手段 看爱他人 难道 我们就不管不顾吗 高静气愤地说着 他这话声音可是一点都不小 好在周围一片嘈杂 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的这番说辞 宋母雅当即皱起了眉头 这高静完全就是一个猛夫 虽然读了不少的书 可是却一点头脑也没有 做事情太过容易冲动 比起云鲜的白竹 那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高雄 高雄 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即便把他告上官府 你让省府大人他怎么定罪 宋母雅皱着眉头 耐着心向高静解释云游 高静愤愤人地坐下 气愤地拍打着桌子 这天底下到底还有没有王法 律师啊 不要冲动 光凭着一腔热血 和一身正气是成不了事情的 只要我们掌握了证据 那我们就可以让这家伙吃官司了 白竹也跟着宋母雅苦口薄心地 劝说起来了 好在高静还能听得进去话 没有像刚才硬发狂 要不然事情可就没办法收拾了 这样吧 宋母雅琢磨了一下 向高静说道 高兄 你去找你那位同伴 我们两人盯着此人 看他是否会露出什么马脚 反正我们也不认识那位赵兄 帮着你找他 也没有多大作用的 好 宋青年之有理 希望你们能有所收获 替那位被抓的学子 讨回一个公道 高静 大应了宋母雅的提议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成为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醉 演播 苏子 隐移 第三百九十六集 当高静吃过了早饭 离开客栈之后 白卓才摆出了一脸的无奈 乌鸦笑 你说这个高静 怎么比我还冲动啊 这一点 连白卓自己都察觉到了 他这么询问 实在是令宋苗有些忍俊不惊 白卓 你还好意思说呢 原来不就是因为你这爱冲动的毛病 给乌鸦添了多少麻烦 白卓的话 让众人回忆起了之前所发生的那些事情 司徒文立刻就借着这个机会抱怨了白卓一句 白卓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红了脸 赶忙扯开话题 司徒小姐 这都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怎么现在是在说这个高静 你说我干什么呀 白卓 白卓 就是因为这样 以前我常对你说遇到事情 一定要冷静 算乌鸦接过话了 一旦自己冲昏了头脑 就会失去判断 这高静 我原本看还以为是个可造之才 不过现在看来 也只能让他顺其自然 以他这个性子 怕是做了官之后 也未必能够做个好官 姑爷 你这话说错了吗 我看的高公子一腔热血 一定能做个好官的 小桓倒是露出了一脸 不以为然的样子 反驳着宋无涯的话 在白卓和司徒文两人 没有反驳的情况下 小桓反驳她的话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了 小桓 以他这个性格 到时候遇到的案子 稍微动得怒火 怕是动用大刑 即便是被冤枉的人 怕是也能够驱打成招了 想要做一个好官 那可是要能够保证 自己没有污点的 可你也清楚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他只要做错了一次 再多的功劳 那也会被提索 也盖了 这样的一番大道理 宋无涯也不知道 小桓是不是能够听得明白 反正 他为自己刚刚的话做了解释 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才觉得这个高警 做不了一个好官的 即便他能够做一个清廉的官员 只怕多半会给他人带来不白之冤的 哦 原来是这样 小桓听明白了宋摩牙的意思 恍然大悟 早已经结束了早餐的几人 并没有着急着离开饭桌 那个报案的中年男子 依旧在这里吃着 他们还要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呢 我想笑 那家伙看样子是吃完了 白卓尹看着那中年男子 放下手中的筷子 立刻就向宋无涯提醒了一句 果然 很快就看到了那家伙起身 中年男子起身之后 并未回房 而是直接离开了客栈 四人也立刻起身 跟了出去 清晨的大街上 到处都是人 很是热闹 那男子表现得非常清闲 双眼在周围乱瞟着 漫无目的地走着 这家伙还真是有钱功夫 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摊贩 白卓因为先前的先入为主 现在怎么看这个家伙 都觉得不顺眼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眼前这家伙确实是太有先情雅致了 这与街头上的一大早就出来忙碌的人来比较 相差实在是太大了 也不知道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来栽赃那个学子 总不能 是为了钱吧 宋无恙没有回答白卓的话 反倒是好奇地说了一句 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表明 但是宋无恙还是相信 这一切应该就是故意栽赃陷害的 可既然是栽赃陷害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却让人有些想不明 如果说是为了钱 那他们何必如此在赃 换个办法 勒索不就完了吗 可见 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恐怕这里边 还有另外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这可难说呀 白卓也想象不出这些人的目的来 边走边谈论着这件事情 几人的视线根本没有从那中年男子的身上离开 可是这中年男子却丝毫没有察觉到 在他的身后有四个人正悄然地跟着他 让开让开 前边突然起了一阵骚动 宋无恙几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看着周围的人不断地向路边靠过来 他们几个 自然而然地就被这些人挤到了路边 冤枉啊 我们要拖钱啊 正琢磨着 便听到了这样一声呼喊 顿时令人揪惊 伟雅兄 你听到了吗 好像又有人被抓了 而且也是因为拖钱 白卓一个机灵 颠着脚尖向前面看去 人群让开的道路中央 几名牙役 正压着一个年轻人 从这里经过 那年轻人眼里 闪烁的泪花都无法掩盖他的委屈 他不断地喊冤 却只能引来周遭人们的指指颠颠 根本换不到 那几名牙役的丝毫的同情 给我叫这混家人的嘴巴堵上 听得真是让人心烦 为首的骨头 吴乃凡地冲着手下吩咐着 这人面生 并不是之前在他们所在客栈的那个葡萄 可眼前的情形和谐的相似 这被抓的人怎么看 都像是一个学子 接连的两个学子被抓 因为同样的缘由 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古怪了 这怎么可能 这未免也太巧了吧 怎么偏偏偷钱的 都是这些一看就是文弱书上的人呢 白卓气愤不已 他的拳头已经紧紧地钻起来了 也不能怪白卓动怒 这样的情景之下 实在是难以不让人心中不痛快 糟糕 那家伙不见了 宋无牙 正看着那些牙医的时候 突然反应过来 在抬头四下寻找的时候 却不见了他们先前 跟踪的那名中年男子 踏着一声惊呼 惹得其他三人 也跟着着急起来了 真是该死 这些牙医来得真不是时候 竟然把那个家伙给跟丢了 白卓跺着脚 气愤地说道 两人此刻再怎么抱怨 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那中年男子不见了踪影 在这人群之中 想要再找到他 可没有那么容易的 牙医的队伍 已经来到了宋牙他们面前不远的地方 他们此刻才看清楚了 那被抓的学子长什么模样 那一脸的委屈包含了所有的悲痛 事情变得如此离谱 连宋牙都有些错愕 他实在是难以想象 这些人抓着两名学子 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 这里实在是太黑暗了 城门口的那场闹剧 与现在比较起来 显然算不上什么 那顶多也只能算是一道凯威菜了 轰闹的人群 随着学子的冤屈 渐渐的平息了下来 可周围的议论声 却并没有因此停止 只不过没有人敢大声的说什么 只是三三两两的交头接耳 这好像是第四个了吧 没错 这也真是奇怪了 今天这是怎么了 这么偷东西呢 全都是这些书生模样的人呢 莫非这年头 圣贤书教的 都是这种精明狗盗的伎俩吗 嘿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这抓人的也有抓人的道理 你以为这当官这是什么脑袋 他们想的 可不是咱们这些人能想出来的 我看呢 他们是想借着今年的恩客 要大发横财了 周围的这些人 各自说着各自的看法 其中不乏有一些独特境界的 这位老哥 真有人敢借着恩客的机会 大发横财 难道他就不怕皇帝那边 交代不了吗 宋乌鸦听得出来 刚刚说话这人 怕是多少知道点什么实情 立刻就询问了一句 那人回过头来 看向宋乌鸦 将其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 叹了一声 嘿 这天底下 也只有咱们这些平头百姓 会害怕皇上 你以为那些朝中的大差 真害怕皇上吗 要我看呢 这天底下就没有他们不敢做的 这人并未正面回答 说了这么一番意味深层的话之后 便直接离开了这里 宋乌鸦死人 错愕地站在原地 刚刚那人的一番话 令宋乌鸦触动不息 虽然说是皇上恩客 最终的结果 还要前往殿市 一切都需要皇帝来做最后的判断 可即便是如此 也难保不会有人从中逾利 自古以来 买官卖官的事情屡见不新 而这种勾当 多半都是从科举上下手的 吴亚鸦 咱们现在怎么办 总不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吧 你没听刚刚那姐人说吗 这都已经是第四个了 咱们没看到的还有两个呢 白卓心急不已地说着 仅仅是一早晨的功夫 就已经有四名学子被装 照这个速度下去 只怕今天这省府的大牢 就要满了 看来咱们都打听打听 这几名被抓的学子 宋乌鸦自然不会就这样等下去 这都已经第四个人了 他们也该做点什么了 你是说 找到这四个学子的贡献 咱们就知道他们的目的是如何了 白卓显然是听明白了 宋乌鸦的意思 看着宋乌顶头 白卓顿时 却却欲试 他立刻便提议道 那咱们要不要分头行动啊 这四个人必定是从不同的地方抓去的 想必是从四个不同的客栈 咱们所住的那个客栈 不用着急 最后回去询问也不迟 现在抓紧时间 找到另外三个学子居住的客栈吧 既然确定了目标 那他们自然要尽快地行动起来了 他们可不知道 这后边还有多少学子会被抓进去 沿着街道向前 这一路上几人都在询问 刚刚被抓的那名学子所居住的客栈 虽然说这省城不小 可以藏不住什么消息 宋牙几人没费多少力气 就顺利地找到了那家客栈 实在是难以相信 张兄会做出如此不堪的丑事来 我们都曾与张兄有过交集 他的一首好文章 可是被我们陷不已啊 进入客栈 宋牙几人质问主题 这被抓的学子 竟然还小有名气 没用他们多费工夫 就打听到了这个消息 文章好 关键的问题 被宋牙几人发现了 得到了这个答案之后 几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高静 提起过的那名赵姓学子 他也是写的一首好文章 可从昨日与同伴走散之后 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人 这让宋牙也都怀疑 这被抓的四个学子中 是不是就有这个姓赵的 宋牙凯 我看他们的目的 已经是招人若揭了 只是询问了这么一个 白竹便已经有了肯定的答案 你是想说 这些被抓的学子 全都是文章写得好的 他们之所以被抓 就是有人要借着他们的文章 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好从中于力对吧 白竹与宋牙所想的 是一模一样的 在刚刚得到这个答案的时候 宋牙就已经知道 其他的几个人 他们已经用不着去多问了 没错 想必这些家伙 是要借着那些学子的好文章 来一个李戴桃江了 白竹自从进入城内 心情就不曾好过 如今猜测到了这一点 令他更加的气愤了 虽然有了如此的猜测 可他们没有半点真凭实据 还真是拿这些贪官屋里 没有任何的办法 宋无牙深吸了口气 指了指一旁的茶楼 对白竹说道 白竹 我看你还是消消气 现在说什么也都没用 这些学子被污蔽 那绝对是坐实了的事情 我们手中没有掌握证据 是没办法将他们 给解救出来的 你现在气愤也没有用 还是进去喝杯茶 平复一下心情 之后再找他人 了解一下情况 或许很快 我们就会掌握证据的 对这样的事情 宋无牙并不着急 因为他知道 着急也没有什么用 茶楼 他也不知道自己来过多少次了 好像每一次没有头绪的时候 他都会和白竹 在这茶楼里喝上一杯茶水 而且 他们在这茶楼之中的收获 也从来都不少的 司徒文 对这件事情 也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毕竟从眼前的情况来判断 实在是太渺茫了 宋无牙没有说话 找了张桌子坐下之后 便要了一壶茶水 日上桑干 这茶楼里却非常的热闹 一眼望去 全都是年轻的面孔 全都是那些 来此会世的各地举子 他们之中 贫困出生 占了多数 能够消遣的 也只有这花销不大的茶楼呢 要上一壶茶水 几个人围坐在一起 吟诗作对 倒也是一番乐趣 但是今天早晨 发生的这样的事情 已经让这些举子 没有了吟诗作对的兴趣 他们纷纷议论起了 那几名被抓的学子来 耳边听着众人的闲谈 一句句句地进入脑海 宋鸦也听到了不少的惋惜 被抓的人 有不少都是在做这些学子的好友 他们的为人 这些学子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他们根本不相信 这几名学子会做出偷盗他人财物的事情来 这样的话听得多了 也让宋鸦和白卓几人更加确定 这几名学子确实是被栽赃陷害的 有了先前的猜测 那他们也知道了 接下来该去怎么做了 伍雅秀 你可都听到了吧 这些人可都说了 被抓的那几名学子 人品是没有问题的 白卓还在一而再再而三地 强调着这个问题 宋伍雅顶头 伍雅 如今的问题不在这里 咱们已经知道了这一点 可我们也很清楚 想要找到证据 可是非常困难的 伍雅秀 我看咱们应该救这些 学子于水火之中 干脆咱们令民身份 直接参与到这次科举之中 让他们没办法得逞 白卓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这个了 可他这话只是刚刚说出来 就遭到了宋伍雅的反对 白卓 这是万万不可的 宋伍雅不是没有想过这个 但是他很清楚 这样一来 他们陷入泥潭之中 想要抽身 只怕就困难了 你我对于科举的程序 可是一窍不通的 即便到时候咱们插手此事 可那些官员 绕害咱们两人的视线 继续达成他们的目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 不仅 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们 或许到了最后 咱们还会落到把柄给他们 到时候他们反咬一口 咱们可就白口莫辩了 宋伍雅并不是害怕 他只是不想做那种徒劳无功的事情 白卓的想法被宋伍雅直接否定 让他更加的着急了 那我也想 怎么 总不能就这样找证据吧 虽然说现在线索有了 可是拯救我们拿不到手啊 白卓心急如焚 他也很清楚 想要抓到对方的把柄 实在是太困难了 面对此情此景 宋伍雅也表示无奈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成为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移 第三百九十七集 他也没有一个万全的方法 唯一的 就是耐心地等待着 一壶茶水 很快就被四个人喝光了 可四人 实在是没有地方可去 只能继续坐在这茶楼之内了 哈哈哈哈 诸位兄台 当真是好雅兴啊 这样一个 辟静的地方消遣 竟然也不说 叫上唐某 哈哈哈哈 那个文库子弟来了 我咱们啊 还是先走吧 王外 刚刚传了一声大笑 旁边桌上的几名学子 当即便小声地说了起来 来人显然令人讨厌 他这刚刚进门 茶楼内 原本满满当当的学子 竟然有一大半的人 直接站了起来 看样子 是准备离开了 这么多人不吃与他为伍 可见这来人 是多么地讨人厌了 诸位兄台请坐请坐 应不着这般大理 对待唐某 咱们坐下说话 这位唐少爷 还真是够看得开的 这分明是众人要躲着他 可他倒好 直接说成了这些 一语离开之人 是起身欢迎他了 宋雅真真切切地 听到临桌的一人 开口道 我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徒 嘿 看来今天怎么是扫兴了 不过 好在只来的他一个 亲自几个讨厌鬼 没有跟着过来 哟 唐兄啊 你可真是 好大的威风啊 躲在这门口 是不打算 让我们进去了吗 唐少爷 还没进去呢 这身后就传来了 一声阴阳怪癖 宋雅 目光看着门口的方向 也同时看着 临桌这几人 脸上的表情 他们一个个 恶心的表情 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刚刚 他们庆幸 没有来到那几个人 现在 怕是都来了 很快 茶楼的门口 就堵了一堆人 唐少爷回头 看着身后的几人 拱手失礼 来人一共有三 不过 各自都带着两名仆人 这架势看起来 倒是不小 三人相互打了招呼之后 直奔茶楼内 正中央的那张桌子而去 原本坐在这张桌子上的 几名学子 瞧着这几人前来 愤恨地拍桌而起 却也没敢说半个步 幸幸然地 就要起身离开 没等他们几个走到门口 这守在门口的那三名公子的随从 立刻就关上了茶楼的大门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站着我们的桌子 还不让我们离开 你以为这里是公堂 你们是仙太爷 那几名学子之中 终于有咽不下这口气的人了 愤恨地说着 殿小二收拾着桌子 那三人已经相继坐下了 他这话出来 那三人却仅仅只是冷哼了一声 你们别以为家里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 你们冲击的 不过是一群 就能分带罢了 有什么好在这里显摆的 这一通嘛 惹来了周遭人们一阵阵地叫好声 好 说得好 他们干什么东西 众怒难平 那为首的唐少爷没有开口 其余两人之中的胖子 倒是拍了桌子 哼 我为是走道犯贷 那你们是什么 不过是一群乡下出来的 没见过什么世面的相伴劳劳了 你们不过就是个小小的举人 还真把自己当人物看了 老子告诉你 老子是共事 共事 这两个字一出口 顿时引来了一阵惊呼 就连宋雅与白竹都忍不住张大了嘴巴 乌亚秀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这会是被录取的 才是共事吧 白竹吃惊不已 还觉得自己是不是记错了 宋雅顶头 这一点 他可以确定 如假包换的事实 周围的人们纷纷质疑 对于这胖子所说的 更是无法相信 当上 四番 你高中会员 趁着这些土别都在 你应提示一手啊 当时是难得 有这么好的机会 选拔呀 哼 胖子语出惊人 刚刚的一个共事 就已经吓坏了所有人 现在竟然又说那 唐少爷高中会员 会员 这是真是假呀 周围的学子 个个傻眼了 那胖子的话 可谓是震撼之极 毕竟眼下距离科考 还有几日的功夫 他们连考题都不知道是什么呢 偏偏在这个时候 竟然有人说自己高中了会员 如果这是别人的玩笑话 或者是立志的言论 必定被人一笑置之 可眼前说话这人 是什么人 他们是最清楚不过的 这三人 完全都是 胸无点墨的富家子弟 他们能高中会员 只怕这些学子 更愿意相信 猪能爬树吧 唐川 你守在这里胡说八道了 就凭你也能高中会员 我甚至都会议你 这个举人是怎么来的呢 有学子站出来 质疑唐川 他完全不能相信 唐川能够高中会员 他的质疑声下 那胖子再次开口 哼 笑话 我们怎么就不能高中了 你还别不信 这次的会是前三甲 就是我们三个 胖子的话 一句比一句令人震撼 他脸上的神情太人 令人看不出半点 他是在开玩笑的意思 而坐在他身旁的唐川 以及另外一名富家子弟 却只是面带着微笑 也不确认 也不辨解 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 今日我等欢聚一堂 既然马上提议 那唐某就抒发一番 这唐少爷还真是不客气 那胖子就这么一说 他还来了兴致 起身就冲着众人 吆喝了一句 这家伙完全就是在 自娱自乐 在场的人 根本就没有几个人 愿听他在这里 做什么事 可他呀 一点都不以为然 依旧我行我素 吴燕兄 我倒是很想看看这家伙 究竟有没有点文采 白竹突然笑了起来 很是开心 方才便已经有学子说过了 这三人呢 完全都是胸无点墨之人 这个唐少爷 竟然要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作诗 确实是一件好玩儿的事儿 白竹的话音刚刚落下 那唐少爷就开始了 这位唐少爷 当众 银是一手 换来的却是全场的沉寂 没有一点点的声音 实在是尴尬至极 停顿了许久 众人依旧没有什么反应 那先前提议的马胖子 立刻起身拍手高呼 好事 好事啊 这样的结局 唐少爷应留下莫宝才是啊 来啊 小二 立刻刺好鼻目 直到此刻 这唐少爷心里 才算是好受礼节 面子上也多少有了点保证 不过 这马胖子的一番话出来 原本沉默不语的众学子 纷纷发出唏嘘之声 完全就是狗屁不动 这嘴什么诗词啊 是啊 当这是玷污了 我等那耳朵 除了那马胖子之外 在场的其他学子嘴里 可是没有一句好听的话出来 也难怪他们会这样气愤 谁让这唐少爷 在恩科还没有开始之时 就说自己已经高中了会员呢 宋五要看着白卓 白卓也是一脸的轻蔑之色 怎么 白卓是看不上这诗啊 还是看不上这唐少爷 哼 全都看不上 这人不怎么样 做出来的诗也不怎么样 白卓不屑地说着 可宋五雅却和他唱起来反调 我倒是觉得还好 至少听起来 还是算是朗朗上头啊 白卓顿时一愣 眉头一皱 嘿 我说五雅兄 你这是帮着谁说话呢 你也不看看 这周围的情形 难不成 你是想找打不成 五雅兄 你这话可就错了 宋五雅微微一笑 蹲起面前的茶杯 起身静止 向着那唐少爷走去 唐少爷 我看在场 诸位学子 对你可都是不满呢 宋五雅 蹲着茶杯 来到了唐少爷的面前 一开口 就适应了唐少爷 注意着周遭提他人的脸色 唐少爷自然看得见 但是突然冒出来的宋五雅 让他很是诧异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唐少爷 依旧是那张 嚣张跋扈的模样 淡然地将宋五雅 上下打亮了一番后奋斗 他自然不会认识宋五雅 只怕这在场的不少人 他都不认识 首先 在下以茶代酒 恭喜唐少爷 高中会员 宋五雅端起茶杯 一开口就说出了 如此令人出乎意料的话来 五雅兄弟 白竹顿时惊恐 如此情形之下 宋五雅说出这个话 无疑是要惹起众怒的 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 恐怕也难以脱身了 周遭一瞬间 响彻了谩骂声 纷纷将矛头 从唐少爷的身上 转向了宋五雅 毕竟宋五雅这 阿谀奉承的话 让他们听着更加的不爽快 宋五雅对此 置之不顾 依旧笑着 向唐少爷示意 那唐少爷大概也是没想到 宋五雅来这么一出 完全愣住了 直到周遇响着谩骂声之后 看到了宋五雅 再次示意的时候 他这才醒悟过来 立刻端起茶杯 将杯中的茶水 一眼而见 这位 兄才贵姓啊 唐少爷脸上 浮现出了无比灿烂的笑容 毕竟 在他受到众人围攻之下的时候 竟然有人站出来 恭喜他 这对他来说 可是非常长脸的一件事情 在下面归姓宋 刚刚听罢 唐少爷的一首绝句 深深佩服唐少爷文采 特莱与唐少爷 结实 宋无牙 依旧说着门口的宫为话 他不得不提高了自己的声音 免得被这周围的谩骂声给淹没了 唐少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称赞 这心中激动不已 宋公子妙赞了 唐某不才 不敢谈什么文采不文采的 难得这唐少爷 竟然也懂得谦虚 可真是令人吃惊 刘公子 笔墨来了 唐官端来了笔墨指印 伺候在了唐少爷的面前 唐少爷点头 那马胖子立刻和另外一人 接过了唐官手中的文房四宝 将宣纸铺在了桌子上 唐少爷立刻提笔 趁着现在的兴致 灰灰洒洒地就在纸上 留下了自己刚刚所作的诗词 另外还附带了自己的名讳和印章 瞧着他喜滋滋地将那宣纸拿起 宋雅立刻伸手上前 诶 唐少爷 你这可就太谦虚了 这都莫保 理应让众人瞻仰啊 写在这小小的纸上 怎么能行啊 我看这张就全当礼物送给在下了 你再动动手 将这诗留在这茶楼的墙上 如今你高中会员 越渔之后必定能够电视成功 他这更是官图横通啊 一日千里 将这诗留在这茶楼之中 他日栽了赶好的橘子 还能一读唐上你的情资啊 别人说 平日里从不做这种事情的宋无牙 没想到自己拍马屁的水准也是不低 这么几句话说出来 差点没把这唐少爷给吹上了天 任谁此刻都看得出来 这唐少爷已经飘飘然了 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哎呀 总兄啊 你这不是南威唐某吗 我背里当谦虚才行 这么做未免也太过招摇了吧 唐少爷谦虚起来 他这一开口 嗓无牙都觉得麻烦 心里正想着 该怎么样才能让他把这首诗留在茶楼的墙上 可还没等他想好的时候 唐少爷突然画风一转 大义凌然等 不过 宋兄你说的没错 是该留下着任何人瞻仰 也好让日后而来的姓姓学子 能够以唐某为楷模 积极高中 而不是名落榜外 说得好 自从宋牧牙过来之后 还没有拍过唐少爷马屁的马胖子 起身拍手叫嚎 哎 唐少爷说得没错呀 我们参加科举 不就是为了考取一个功名吗 可如今多少的学子 缺乏自信 认定自己考不成 正好让他们瞧瞧 瞧瞧唐少爷这一番雄姿 也好让他们以此为榜样 宋无牙也在这些人之里 可现在看着他们一个个 熊啾啾气昂昂的样子 这心里还真是怪别扭的 当然 不管怎么说 他自己的目的还是达到了 毕竟这唐少爷 巴不得要在这客栈的墙壁上 留下这首诗呢 话说完了 唐少爷已经端好了笔墨的马胖子 一起来到了茶楼东侧的墙壁上 这墙壁白白净净 还不曾有半点污迹呢 唐少爷在这墙壁之前 看了许久 等量了一番之后 这才找对了位置 要在那墙壁的当中 留下这首诗 他刚刚站在那个位置 马胖子立刻拦住了他 唐少 可不能写在这里啊 不能写在这里 那写在哪啊 本少堂堂会员 莫非还要写在这角落之处吗 那他日再有人来此提示 不就看不到我这首了吗 唐少爷很是不愿 毕竟他觉得 只要写在这最中间 才能配得上他会员的身份 而马胖子之所以拦住他 那自然是有他的用意的 唐少啊 你不必心急 你将此诗提在这靠窗户的位置上 提他的地方留出来 找一位上好的画师 在旁边多余的地方 将唐少爷的英姿描绘其上 你还怕啊 别人再来捣乱吗 听明白了马胖子的意思 唐少爷顿时哈哈大笑 拍着马胖子的肩膀 鼓住的称子 嘿嘿 马少啊 没想到啊 别看你平日里说话 都说不到正点上 在接着你这么一说呀 可是令唐某刮母相看呢 佩服佩服 这两人互相吹捧了一番之后 唐少爷 欣然接受了马胖子的意见